随着法坛上那道虚影越来越凝聚 压抑的气氛也是越来越强烈 感受到那股气氛 猴子也不说话了 半分钟左右 一个女人出现在了法坛上 那是一个穿着蓝色长裙的女人 看样子年纪不是很大 死的时候也就二十四五岁的样子 一脸的阴森冷漠 猴子在我耳边低声说 老林 你还别说 这女鬼的脸蛋和身材 还长得挺漂亮的 要是活人就完美了 我点头 一本正经道 没错 但她也被你用童子尿给滋了 身上肯定骚气冲天 猴子咧了咧嘴 脸上露出了一个邪恶的笑容 我们的嘀咕瞒不过女鬼的耳朵 她朝我们尖叫道 死到临头还敢在我面前挑衅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们 我冷笑道 你少在我面前虚张声势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吓唬到我吗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你这个鬼东西 依旧被那九根铁链锁着的吧 我看清楚了 这女鬼并非是真身前来 而是用鬼气幻化出来的身体 她的真身 应该还是被封印在那草人中 虽然封印还有几天 才会完全破碎 但女鬼缺了这几天的时间 就是挣扎不出来 女鬼冷笑 是吗 那我就让你看看 我是如何杀了你的 随着女鬼的话音落下 她的身影 直接就从原地消失 卷起一股阴风 向我扑了过来 见到她居然可以离开 我心中一惊 大喝道 杀鬼服 我猛地拍手 三道杀鬼服飞向了女鬼 女鬼尖叫 阴风肆意 把我的杀鬼服给拍碎了 天罗地网 猴子在心中一声大吼 猛地挥手一撒 顿时一张大网 飞快向女鬼飞去 将女鬼的身体 笼罩在其中 给我破 女鬼咆哮 身上鬼气弥漫 探手狠狠拍向了 猴子的大网 哄 她的手掌 跟大网撞击在了一起 金光肆意发出了巨大的闷响声 女鬼的身体被稍微阻拦了一下 我借机冲到了她身边 灰剪抽了下去 在我小魔剪抽下的时候 女鬼也破开了猴子的大网 她一声尖叫 抬手拍向我的小魔剪 哄 两股力量撞击 金光炸开 我踉跄地向后倒退了几步 女鬼也被我给抽飞了出去 我眼睛一亮 大笑道 女鬼 牛都被你吹死了 我说 你被锁住了 你就是被锁住了 通过这一击我 看出了女鬼的虚实 她只是虚张声势 此时的她 只不过是她法力幻化出来的而已 她并没有挣脱铁链的束缚 女鬼还被困着的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被困住就意味着 她无法动用权力 我们有机会将其斩杀 女鬼一脸怒气望着我 她的真实情况 被我说对了 此时她心中真的好气 只要再给她三天时间 她就可以彻底 从这里离开 结果我在这个结果眼上来了 明显就是坏了她的好事 我警惕地盯着女鬼 从女鬼所表现出来的法力来看 她应该是一只 鬼兵巅峰级别的恶鬼 如果是一只正常 鬼兵巅峰级的恶鬼 我肯定不是对手 只有等死的份 但眼前这个家伙被困住了 她的法力 最多只能用六成 拼一拼 还是有希望的 女鬼望着我 气急败坏道 你这个该死臭法师 居然隐藏了这么多法力 我咧嘴一笑 之前我确实隐藏了实力 让她小看我了 所以刚才那一击 她实际上是吃了个暗亏 我好气问道 我很疑惑 你一开始隐藏得很好 我并没有发现你 我们也准备离开这里了 你为什么就不让我们离开 女鬼不说话 只是冷悠悠地望着我 寻找着出手的机会 见她不说话 我呵呵笑了起来 我明白了 一开始你认为 我们兄弟俩是若姬 你可以随意地难念 所以你就不让我们离开 你想吃掉我们打牙剂 对吗 女鬼冷哼一声 即便被你猜中了又如何 你以为你们能够活着出去吗 女鬼在这里困了三十年 一个活人都没有吃过 确实饿了 见到我们进来 认为我们是猎物 所以就不想放过我们 结果弄巧成桌了 我继续道 你现在发现 我们并不是那么好捏的 你心里有没有后悔 把我们留下了 嘿嘿 你这就叫做 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正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 我们两个不会这么轻易离开的 女鬼怒吼 少啰嗦 受死吧 女鬼被我激怒了 咆哮着扑了过来 对我展开绝杀 我神色凝重 手持向魔剪冲了上去 跟他站在了一起 我一边战斗 一边对猴子喊道 猴子 快去 烧了那草人 猴子大吼一声 迅速冲到了法坛边 你敢 女鬼尖叫 抬手向猴子凌空拍去 一道鬼气化为利刃 斩了过去 我大喝道 你的对手是我 先把我打赢了再说 我拍了一道黄服 将女鬼的那一击给破了 啊 你给我去死 女鬼嘶声尖叫 凶猛地对我反击 想要冲过去救火 她的真身 就被困在草人中 如果草人被烧了 她会受重伤 这是一个干掉她的机会 我又怎么可能让她冲过去 使出浑身解数 把她拦了下来 猴子拿出火机点那草人 怎么也点不着 草人在刚才 已经被她的童子尿给滋尸了 猴子大急 急忙朝我喊道 老连 这草人点不着啊 用洋火烧它 我大喝 猴子慌忙从口袋 掏出一道火符 将火符贴在眉心 名神尽弃 心中念着我教她的咒语 几秒钟后 火符扑的一下就点燃了 金色的火焰燃烧 猴子大喜 急忙点向草人 女鬼有些慌了 我拼命拖着她 她一时半会 根本就没法 从我手中冲出去 眼看猴子就要用洋火点燃草人 她嘶声尖叫 你们都给我进来 杀那个狗男人 随着女鬼的声音落下 哄 地下室的大门打开了 一股强烈的阴风吹了进来 在阴风中 有男男女女的五只恶鬼 每一只恶鬼都到了鬼兵级别 猴子现在正是关键时刻 不能受到打扰 而且他也不可能是这五只 鬼兵级恶鬼的对手 果然 见到五只恶鬼冲了进来 猴子心里一着急 手中仰火顿时熄了 女鬼得意地大笑 小法师 你以为就只有你有帮手吗 我也有 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你们 去 给我杀了他 五只鬼兵 急恶鬼一声咆哮 纷纷向猴子扑去 我嘴角勾起一缕冷笑 我就只有一个帮手吗 靖仙 出来 我心中一声大喝 一道黄服从我袖子里飞出 白光一闪 靖仙手持弯刀 从符纸里冲了出来 跟着我这段时间 靖仙吃了好几只强大的恶鬼 他的法力已经勉强到了鬼兵中气 靖仙无声无息地冲了过去 一刀下去 一只恶鬼直接就烟消云散 反手又是一刀 又有一只恶鬼被干掉了 轻松随意 猴子见到这一幕 咧嘴笑了起来 心中大安 全力念咒点养火 女鬼见到靖仙的出现 顿时气急败坏地咆哮道 小法师 是我小看你了 想不到你还留着招没用 我冷笑道 对付你这个恶鬼我 必须要留点心眼 否则怎么可能打败你 我之前示弱了 而且让猴子用尿滋女鬼 也把女鬼激怒了 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个局面 示弱 用尿滋她 这两点少一个都不行 女鬼的化身出来了 她的本体没有力量守护 而且本体还是封印的状态 刚好可以让猴子过去偷袭 此时女鬼拼命地对我进行猛攻 想要把我打退 去阻拦猴子的行为 她在拼命 我也在拼命 我就是不让她冲过去 眼看猴子再次点燃了阳火 她招来的五只恶鬼 也被尽先干掉了 而女鬼无力去救援 女鬼气急败坏地 朝我尖叫道 该死毛山法师 我要吃了你 女鬼尖叫 放弃了防御 不顾一切地向我攻击 我眼角的余光 瞟了猴子一眼 哈哈大笑道 女鬼 你就准备品尝 阳火烧身的滋味吧 猴子用阳火点燃了草人 草人羞的一下 就变成了火人 我那阳火不是一般的火 里面充满至阳霸道的力量 在草人被点燃的那一刻 哦 女鬼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惨叫 身体猛地一颤 法力一致 亮腔向后的倒退 我眼中凶光绽放 咆哮道 恶鬼 给我去死 我不仅挥动翔魔剑抽去 更是打出了一把杀鬼符和烈火符 最强的攻击狠狠轰在女鬼身上 啊 女鬼又发出一声惨叫 鬼体扑的一声裂开了 死 我大鹤冲过去补了他一件 彻底把他给打爆了 烟消云散 猴子走到了我身边 惊一道 老林 那女鬼已经被打死了吗 我眉头紧锁 紧盯着法坛上在焚烧的草人 低语道 刚才杀的只是他的分身 他的本体还在那法坛上 只是打爆了女鬼的分身 肯定无法将其击毙 必须要把他的真身灭了才行 突然一声怒吼 从法坛上响起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 尽敢坏我修行 毁我分身 我要你们死 这声怒吼 要比刚才的吼声声音更大 气势更足 更加浓烈的阴气和威压 从法坛上散发而出 猴子脸色一变 老林 这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感觉 那女鬼的法力 好像越来越强了 我紧握响磨剪 紧盯着法坛 低语道 猴子 小心了 那个女鬼要拼命了 我估计 她要强行破开封印逃出来 猴子咽了口口水 紧握金刚柱 低语道 封印不是还有几天才会破吗 她怎么就要强行破开了 我没有说话 注意力全都在法坛上 小法师 还有那个小子 因为你们的到来 害得我几十年的苦修 毁于一旦 这笔账 我要算在你们头上 我不仅要杀了你们两个 我还要这个学校里的人 给我陪葬 我大喝道 少在这里虚张声势 有本事你就自毁法力 强行破开封印出来 你以为我不敢吗 女鬼咆哮 顿时那燃烧的草人炸开了 火星四射 在草人中 刚才的洋火 只是烧了草人 那棺材和陶木剑 都没有受到丝毫损伤 见到眼前这一幕 我微微惊呼道 血关锁鬼 法剑阵邪 当年的法师 居然布置了这么多封印 猴子急忙问我是什么意思 他瞪大眼睛 望着那口巴掌大小的棺材 我沉声道 那个女鬼 就被镇压在那口棺材里 刚才被我打爆的 那个分身 是女鬼这些年 逃出来的力量 猴子微微一愣 然后急忙说道 也就是说 此时此刻的女鬼 已经没有法力 可以对付我们了 只有挨打的份 我点头 沉声道 她不想死 所以她要自损修为 强行破开封印来杀我们 紧接着 我黑黑笑了起来 这时候 估计那女鬼心里 把我们恨死了 还有几天 这封印就会自己破掉 她可以不受丝毫损伤出来 结果弄得这么一个幺蛾子 几十年的法力都没了 猴子咧嘴笑道 这不还是她自找的 她想要吃我们 把我们留下 否则哪里有这事 女鬼咆哮道 没错 这次我的确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如果不是你这臭法师不老实 隐藏了实力 我又怎么可能上你的当 我撇撇嘴 冷眼望着前方 只等女鬼出来大战一场 猴子才不会放过 这个打击的机会 冷笑道 知道什么叫兵不厌诈吗 是你自己愚蠢 怪不着谁 你们给我去死 女鬼一声嘶叫 鬼气猛地爆开 轰隆一声炸响 首先那代表 九层楼的九根铁链炸碎了 紧接着那口封印她的血色棺材也炸碎了 插在棺材上的桃木剑也飞了起来 猴子 抢法器 我低猴 猴子手腕猛地一抖 绳标从她袖子里飞射而出 迅速向那飞起的桃木剑卷了过去 袖 绳标卷住了桃木剑 猴子快速将其拉了过来 老林 抢到了 猴子黑黑一笑 一脸喜色地握着桃木剑 这法器可是玄接法师用的 是个宝贝 我的目光快速在桃木剑上扫了一眼 有些遗憾地摇头 桃木剑已经裂开了 用不了几下 它就会碎掉 我低沉道 猴子 你就握着桃木剑在一旁丢打辅助 今天不是它死 就是我们死 一声尖叫猛地在地下室里响起 我告诉你们 你们不要有任何的奢望 今晚你们必须死 女鬼的真身出来了 站在法坛上 无比怨恨地望着我们 她的真身 要比她的化身看起来更年轻 气息也更加强大 感受到她身上那股森森鬼气 我眉头紧锁 无比凝重 这女鬼好强 她的法力 要比刚才的化身强大好几倍 对我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快速朝猴子做了一个手势 让她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一定要忍住 适当地时机爆发 女鬼一脸愿毒道 你们这两个该死的东西 我还有三天就可以破开封印了 你们为什么就不给我三天时间 为了提前三天强行破开封印 我足足损耗了五十年的法力 五十年 足足五十年的法力 我又要重修五十年 才可以达到刚才的境界 我幸灾乐祸地说道 是我们让你损耗五十年的法力 破开封印的吗 是你自己见 你能怪谁 你可以不破开封印 就在那里让我们打 女鬼怒吼 混账 让你们白打 但我是蠢货吗 我随意地笑了笑 悠悠道 你当然是蠢货 你如果不是蠢货 你怎么会把我们留下来 女鬼一步 错步不错 白白损耗了五十年法力 这都是她自找的 女鬼吼道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我只需要做一件事 那就是把你们统统干掉 只要你们死了 就没有人知道我犯了错 你们 迎接我的怒火吧 女鬼的话音还没有落 她就从原地消失了 猴子 小心 我大吼一声 双手持响魔剑冲了上去 响魔剑金光万道 抽在女鬼身上 碰 一声闷响 我被女鬼的法力 给震得倒退了回去 一道白光闪烁 静仙扑了上去 弯刀挥斩 死 女鬼很狂躁 一巴掌向静仙拍去 静仙闷哼了一声 微微向后倒退了两步 并没有被打飞 静仙的静光术起了作用 直接卸掉了 女鬼五成的法力 咦 你这小鬼居然还有这样的本事 女鬼惊仪了起来 紧接着眼中露出了贪婪 静仙的这种静光术 实在是太变态了 女鬼看了也行动 我低吼道 静仙 配合我 静仙身影一闪 来到了我面前 她又成了我的肉盾 我们俩相互配合攻击 女鬼对我的轰击 都被她抵挡住了 这样我就可以全力出手 女鬼对我的这种攻击方式 十分恼怒 怒吼连连 想要打爆静仙来击杀我 静仙咆哮 再拼命 竭尽全力地替我化解攻击 女鬼为了破开封印 自损了五十年法力 这就是我的机会 否则的话 我和猴子 不会有任何希望 所以 我使出浑身解数 想魔剪和各种符咒 符露配合使用 正面跟女鬼交锋 猴子大吼一声 握着桃木剑冲了过来 不需要什么精妙的招式 握着桃木剑 向女鬼身上劈砍就行了 桃木剑落下 金光闪烁 破开了女鬼身上的鬼气 对她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该死的东西 给我滚开 女鬼尖叫 想要腾出手对付猴子 我大喝 你的对手是我 先杀我 再来对付我的兄弟 我加速出击 把女鬼给死命缠住 不让她有机会对付猴子 即便我有敬仙作肉盾 每一次跟女鬼轰击 我依旧还是会受到 很大的冲击 每一次的冲击 都是阴寒刺骨 鬼气森寒 弄得我很是难受 身体都快被冻僵 我咬牙 在心中大吼 给自己打气 坚持住 坚持就是胜利 眼下这情况 也没有别的选择 没有花招可言 唯有坚持把女鬼干掉 我在拼命 猴子也在拼命 她双手持桃木剑 疯狂地向女鬼劈砍 她的攻击 不仅对女鬼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还分散了她的一部分心神 在猴子拼命攻击的时候 桃木剑上的裂痕 也越来越大 几分钟后 咔嚓 一声轻响 桃木剑直接就碎裂了 望着手中只剩下剑柄的桃木剑 猴子愣了愣 有些傻眼 女鬼猙獰大笑了起来 那破法器被打断了 我看你这臭虫子 还有什么可以攻击我的 死巴婆 看招 猴子大吼 将背包打开 把所有的黑狗血 全都倒在了女鬼身上 吃 黑狗血淋下 女鬼身上发出了 痴痴的响声 大量的白气冲起 黑狗血的力量 虽然不能杀了她 但却可以让她难受至极 我大笑道 猴子 干得漂亮 继续轰击她 猴子又把包里 诸多玩意拿出来 一股哪儿地 砸在了女鬼身上 虽然那些东西 不足以击杀女鬼 但多少可以对她 造成一些伤害 碰 一声闷响 净仙在抵挡了 女鬼这么多次轰击下 女鬼彻底轰破了 她的进光树 把她轰飞了出去 身体都被打烂了 我眼角的余光 瞟了一眼凄惨的净仙 心头狂跳 她那全都是 替我受的伤 没有她的肉盾 估计我已经成她 现在那个样子了 女鬼对猴子的行为 十分不满 轰飞了净仙 这块狗皮膏药 她咆哮一声 卷起一股阴风 向猴子冲去 大胆 我怒吓 一把黄符轰去 天罗帝王 猴子一声咆哮 将一张大网 向女鬼笼罩而去 死 女鬼手掌一拍 直接就把猴子的 天罗帝王给破了 碰 她的手掌轰在 我的黄符上 发出了一声闷响 浮光绽放 把她给挡了回去 我冲过去 阻拦在女鬼前方 大喝道 我说了 你的对手是我 女鬼咆哮 该死的法师 死 女鬼尖叫 巨大的手掌 向我拍来 碰 我挥动 降魔剪淫了上去 请神上身 猴子在心中大吼 金刚神瞬间就上身了 身上佛光大圣 猫 猴子口颂真言 金刚处狠狠地向女鬼 脑袋砸去 碰 一声闷响 女鬼头顶鬼气炸开 女鬼吃惊地回头看去 大吼道 小臭臭 你的法术是哪里来的 金刚之怒 猴子咆哮 化为金刚神 金刚处疯狂轰击 每一击都准确 轰在女鬼的脑袋上 都打在同一位置 它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在五分钟里 能多出一击 那就能多给女鬼 带来一击的伤害 我仰天大笑道 打鬼兄弟兵 女鬼受死吧 我和猴子对着轰杀女鬼 一时间 女鬼惨叫连连 接连被暴击 哪怕它是一块再硬的骨头 在我们兄弟俩这种轰击下 它也得破碎 五分钟时间 眨眼间就过去了 猴子大叫 老林 我时间到了 佛海无边 哄 猴子身上佛光大圣 爆发出最强一击 在这一刻 我眼中神光璀璨 在我左手掌心龙铃浮现 我心中大猴 斗字睁眼 杀鬼 此时的战斗 已经是最高 潮的部分 在我们之前的连续 狂躁轰击下 女鬼已经被打伤了 这一击是猴子最强的一击 他的这一击会超过之前任何一击 在这一击中 我也要施展最强的攻击 两强合一 斩杀恶鬼 我不知道 我们这一击到底能不能将女鬼击杀 但我们必须要这么做 这一击过后 我和猴子都会陷入疲惫期 生死犹天吧 我最强的攻击自然是斗字睁眼 虽然只有一击的力量 但却可以把我的力量提升好几倍 我不知道的是 在我这一次施展斗字睁眼的时候 我身上的气势发生了改变 我的气息变得森寒 肃杀起来 我眼中幽光森森 冰冷无情 好似一尊魔神 而且在我脸上 手臂上 裸露出来的肌肤上 都出现了漆黑的龙铃 样子十分恐怖 我的气势变得空前的强大 犹如一尊从黑暗深渊走出来的大魔神 女鬼看到我的样子 愣住了 朝我大叫道 臭法师 你是个什么怪物 此事我心中一片冰冷 古井无波 根本就听不进女鬼的话 死 我高举翔魔剪 狠狠向她抽了下去 在我身上那股气势的烘托下 瞬间我的身影变得格外的高大了起来 哄 猴子的金刚杵 要比我先一步落在女鬼身上 轰隆作响 佛光弥漫开 在那一刻 恍惚中有一道威严声音响起 纳摩阿弥陀佛 啊 金刚杵落在女鬼身上 女鬼一声惨叫 被金刚杵给轰得趴在了地上 身上的鬼气都被佛光给净化了 这一击落下 猴子就皮了 一屁股坐在地上 大口喘息 他的神智也恢复了清醒状态 见到我身上的龙铃 顿时瞪大了眼睛 无比吃惊 他跟着我这么久 第一次见到我身上 居然有这么恐怖的东西 他还来不及震惊 我的小魔剪就已经轰下去了 轰隆 金光弥漫 轰声如雷 小魔剪狠狠抽向女鬼头顶 不 女鬼嘶声尖叫 充满了惊骇 轰 金光将它覆盖了 它的尖叫也消失了 一击落下 强烈的疲惫向我袭来 我身体直接就站不稳 瞬间倒在了地上 让我感觉诡异的是 这一次的疲惫 要比之前几次都要强烈 我低头望着自己的手臂 顿时愣住了 这是 我手臂上爬满了漆黑龙铃 我又急忙看了一下胸膛 胸膛上同样是龙铃密布 我又摸了摸自己的脸 虽然皮肤没变 但我能够感觉得到 我脸上也肯定长满了龙铃 怎么会这样 瞬间一种惊恐的情绪 弥漫在我心中 我变得不安了起来 这深龙铃 从小就给我带来了诸多的骂声 他们都骂我是怪物 没人跟我玩 把我独立 把我当作异类 是我妈花了十年的时间 才让我身上的龙铃消失的 现在 他们居然又出来了 一种莫名的恐惧感笼罩着我 我害怕别人再次用异样的眼神望着我 我害怕别人在背地里骂我是怪物 我承认 在这一刹那 我的道心有些失手了 就在这时 一声关切大喊 在我耳边响起 老铃 你怎么样啊 猴子亮呛地爬了起来 冲到我身边 紧抓着我的手臂 眼中充满了关切 我愣愣地望着它 因为龙铃的突然出现 让我大脑一片空白 猴子见我这空洞眼神 顿时急眼了 急忙伸手在我面前挥了挥 老铃 你怎么了 说话呀 不要吓唬我 快 我背你离开这里 说着 猴子就想要把我背起来 它本来就是处于虚弱气 哪里背得动我 我们两人摔倒在了地上 老铃 快走 猴子拼命地拉扯着我 把我往后面拖 想要带我离开 直到这时候 我的意识才恢复了 低沉道 猴子 不用白费力气了 我们这个样子走不掉的 猴子自己走都是困难的 怎么可能带我离开 我说道 要不你自己走吧 猴子顿时怒了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我是贪生怕死的人吗 让我一个人独自逃走 没门 它也懒得挣扎了 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让我把身体的重量 靠在它身上 我没有说话 目光紧盯着前方 刚才我那一击的力量 还没有消散 金光弥漫 女鬼的身影 还没有显化出来 不知道她是生还是死 我在心中祈祷 希望能够杀了女鬼 否则我们就要死了 十几个呼吸过后 金光消散 女鬼的身影不见了 猴子顿时大喜 激动地大叫道 老林 那女鬼死了 魂飞魄散 渣子都没有剩下了 我露出了笑容 正准备说话的时候 突然脸色大变 惊呼道 她还没死 还活着 果然 一道人影 出现在了我们的视线中 女鬼还活着 她变得极其虚弱 身体都快是透明的 女鬼双眼变得赤红 用着无比怨恨的目光 望着我们 大好道 你们两个鬼东西 居然把我伤成了这样 害我又损耗了 六十年的功力 你们该死 我要一点点地 把你们嚼碎 我要让你们尝试 世间最痛苦的折磨 让你们付出代价 女鬼走到了我们面前 低头望着我们 眼中满是嗜血的光芒 她阴森怨恨 鬼气冲天地咆哮 我倒要看看 还有谁能够救你们 你们一个怪物 一个秃驴 我要你们死 猴子望着我苦笑道 老林 看来我们要交代在这里了 紧接着 她又咧嘴大笑道 虽然这一生短是短了点 但能够遇到你 我很满足 跟你在一起拼的日子 我很快乐 我们两人下去 还可以做个伴 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急忙大吼道 说什么傻话 快 烧黄纸 找名咯 猴子如梦初醒 大叫道 卧槽 都把她给搞忘记了 女鬼尖叫 猛地向我扑了过来 今天谁都救不了你 特别是你这个怪物 我要让你碎尸万段 猴子来不及找黄纸 猛地趴在我面前 大吼道 想要杀我家老林 你就先杀我 猴子 我大急 滚开 你这个死秃驴 女鬼尖叫 一股强烈的阴风 向猴子卷去 就在这时 碰 一声闷响 扑过来的女鬼 突然就倒飞了出去 这一幕发生得毫无征兆 她好像被一股 看不见的力量给轰飞了 我眼角的余光 看到一个人正坐在我身边 顿时激动地大叫了起来 我擦 你怎么才来 猴子被眼前这一幕给弄猛了 愣了两秒 然后转头 向旁边看去 也激动地大叫了起来 卧槽 明楼 你什么时候来的 明楼来了 刚才那女鬼 就是被她轰飞的 她正悠哉地坐在我身边 没错 就是坐在我身边 甚至衣服都挨着我了 她淡淡道 从你们打这个鬼的时候 我就来了 怎么 你们没看见我 我 猴子 看见她的大头鬼 她要是不出手 我们都不知道她来了 猴子向明楼比了一个中指 然后咧嘴笑了起来 躺在地上大口喘息 笑黑黑对我说 老林 我们还活着 我们死不了 我也躺在地上大口喘息 笑哈哈道 没错 我们还活着 明楼扫了我一眼 问道 你们怎么不喊我 我吐了一口浊气 笑着说 我们不能什么事都靠你啊 万一哪天你不灵了 那我们岂不是死翘翘了 猴子跟着说道 没错 我们需要自己成长 明楼淡淡道 那不还是我救了你们 我笑着说 那不一样 我和猴子都拼过命 都竭尽全力过 女鬼又重新爬了起来 怒气冲冲地望着明楼 大吼道 你是谁 谁让你来多管闲事的 明楼冷冰冰地看向女鬼 一个眼神 女鬼顿时如坠冰窖 不敢说话了 不仅如此 她还发现她动弹不得 被定住了 明楼起身 望着我淡淡道 既然你死不了 那我就回去了 记住了 你又欠我一个人情 还没等我说话 明楼就走了 我咧嘴笑了起来 所谓狮子多了不养 欠就欠呗 以后有机会再还 我和猴子躺在地上 一时间谁都没有开口说话 我在琢磨着这次的战斗 确实很惊险 但我们确实赢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的虚弱期也慢慢过了 本来我的虚弱期只有一个小时 但这次用了两个小时 随着我的虚弱期过去 我身上的龙铃也随之消失了 像是从没有出现过一样 这就让我纳闷了 怎么这一次 它突然就出来 又突然消失了 难道说 龙铃可以加持我的法力 我心中敌过 仔细把刚才战斗的经历 回忆了一遍 这一次使用斗字真言的力量 真的要比上几次强 确定龙铃可以加持我的法力 只是 什么情况下 龙铃才会出现 我就有些不明白 我的虚弱期跟猴子 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消退 我们从地上爬起来 又变得生龙火虎了 两人对视了一眼 哈哈大笑 好兄弟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大声道 猴子咧嘴一笑 憨厚地摸了摸脑袋 我走到角落 静仙可怜兮兮趴在地上 他的身体都打烂了一半 还有一口气掉着 我把他提了起来 感叹道 静仙 难为你了 刚才要不是静仙这个肉盾 我也不可能坚持跟女鬼斗那么久 我走到了女鬼面前 一脸杀鸡望着他 猴子把我的降魔剪捡了过来 我用降魔剪 轻轻在女鬼身上一点 破了他的定身咒 怪物 给我去死 女鬼咆哮 探出爪子向我抓来 我冷哼一声 啪 直接一剪抽在他的脑门上 把他抽翻在地 我冷漠地望着他 一脸杀鸡 一口一个怪物 骂得很爽是吗 好 老子今天就打死你 我抡起将魔剪抽向女鬼 每一击都会在他身上 造成一道伤痕 怪物这个词 是我心中的禁忌 我要弄死他 女鬼已经是强弩之末 几时击落下 直接打得他要魂飞魄散 我停了下来 神色冰冷地望着他 女鬼不敢叫了 惊恐地望着我 眼中充满了求饶 我说道 猴子 审问他 得嘞 猴子一脸兴奋地跑了过来 将女鬼踩在脚下 大吼道 女鬼 识相的话就老实点 否则猴爷今天打死你 女鬼老实了 猴子问什么 他就回答什么 这女鬼真的很不烦 他本是一只修炼两百年的恶鬼 两百年的恶鬼很强 巅峰时刻可以秒杀我很多次 他三十年前 被那位法师用祖传法器镇压住了 也就是之前那口巴掌大小的棺材 只是那位法师 低估了这女鬼的法力 以为凭借祖传法器和法阵可以磨灭掉他 没想到根本就做不到 女鬼说 这里本来就是他的地盘 在学校没见之前 这里是一片乱葬岗 他的家就在这里 那天他修炼醒来后 发现他的家没了 被学校给占了 所以那天晚上 他就大开杀戒害人 幸好当初校长反应快 立马就找高人来了 否则要死更多的人 老林 问完了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猴子回头望着我 我说道 既然问完了 那就杀了吧 靖仙 去 吃了他 我把靖仙放了出来 靖仙拖着破碎的身体 爬到了女鬼面前 一口就把他吃了下去 这只修炼两百年的女鬼 就这样被干掉了 猴子挠了脑脑袋 脸上有着疑惑 老林 不对啊 你不是说 那天晚上 学校有人偷窥你吗 是谁偷窥你啊 这个人还没有找出来吧 我笑道 偷窥我的 就是之前冲进了那五只鬼 其中的一个已经死了 你就不 说到一半的时候 我猛地朝猴子 做了一个虚声的手势 我抬头望着头顶 脸上露出了喜色 就在此时 一道强烈的功德之光 垂落了下来 这道功德之光 要比我之前见到的 都要强烈好几倍 功德之光分 别落入了我和猴子头顶 依旧是七三分 在功德之光入体后 瞬间我的法力就暴涨了起来 最后 从八段晋升到了九段 我现在是九段黄结法师 我再也忍不住了 哈哈大笑了起来 风险和收获是成正比的 我就这样突破了 实在是让我太开心了 这场冒险是值得的 突破到九品 我的法力 直接比之前翻倍 今晚上的事 若是再来一次 我绝对不会这么狼狈 老林 你笑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 猴子急忙问道 我摟着他的肩膀 笑黑黑道 猴子 我又突破了 现在是九段 卧槽 真的啊 那你可要请客啊 咱们得好好庆祝一下 我拍着胸膛大笑道 没问题 我请客 腰子管够 你的实力应该也提升了 等回去你再请神看一看 我和猴子刚从地下室里上来 顿时一股阴风吹来 击到人影出现了 猴子顿时大叫 马得 又有鬼来了 望着前方出现的几道人影 猴子破口大骂 一点都不怂 跟女鬼生死击杀的那股气势还没有散 眼露凶光 准备大干一场 望着前方那几道人影 我眉头皱了一下 那几个确实是鬼没错 但他们的情况跟猴子想的不一样 一共是四个鬼 身上穿着都是校服 显然都是这学校死的学生 那四个学生距离我们有好几米远 他们没有冲过来喊打喊杀 而是站在那里瑟瑟发抖 一副很惊恐的样子 眼中也充满了求助之色 我拍了拍猴子的肩膀 然后朝那四个学生招招手 你们 给我过来 四个学生相互看了一眼 然后低着头 点起脚尖走了过来 猴子握紧了斧头 一副准备干架的样子 我朝他摇头 向四个学生问道 你们想干什么 想要拦住我们的去路 啪 四个学生直接就跪了下来 朝我磕头 让我救他们出去 猴子一愣 把斧头收了起来 显然这事跟他想的不一样 我淡淡道 起来吧 有什么事慢慢说 四个学生呜呜哭泣着 把他们遇到的事情 讲了一遍 原来 三十年前那个法师 虽然用九层楼 镇住了女鬼 但同样留下了 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 九层楼镇住了这个学校 只要是在学校死的人 他们的鬼魂 就无法离开学校 最后都会被吸到 这九层楼来 这个情况 一直持续了二十几年 直到女鬼把那位法师的封印 给撞破出现裂痕 这个情况才消失 也就近两年的事 然而 之前二十几年 这九层鬼楼 已经吸了很多鬼魂进来了 吸进来的那些鬼魂 有一大半都是弱者 无法离开这里 只能任其在这里自生自灭 只有那些法力强大的恶鬼 才有力量 挣脱这里的束缚出去 现在这些鬼魂 见到我们进来了 所以就跑过来求助 他们想要去冥界投胎 猴子听完了事情的经过 扎舌道 居然还有这样的事 你们也是够倒霉的 对于这个情况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只能说是 当年那位法师 没有考虑周全 带来的弊端 我问道 你们还有多少鬼魂 被困在这里 还有十一个 我点点头 沉声道 这样吧 你把他们都喊过来 我给你们做一场法事 把你们都超度了 十一个鬼魂过来了 整整齐齐站在我面前 哭着向我道谢 他们被困了这么多年 几乎都绝望了 还以为 即便不在这里魂飞魄散 也会被那女鬼 给抓去吃掉 我朝他们点点头 说道 猴子 摆法坛 是 猴子摆了个简单的法坛 我开始超度他们 太上斥令 超辱孤魂 鬼魅一切 四生沾恩 有头者超 无头者生 随着超度法咒念动 这些鬼魂身上 都覆盖着一层金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 金光越来越浓烈 最后修了一下 一只只鬼魂 全都被我送去了明鉴 望着离去的鬼魂 猴子常叹道 老林 功德无量啊 我轻语道 他们也是可怜人 我们走吧 出了九层鬼楼 猴子把外面布置的 法阵给撤了 陈校长 一直都在办公室里等消息 焦急不安地来回走动 直到看到我们的时候 他才长松了口气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法师 方先生 那鬼楼搞定了吗 陈校长跑上来 急切问道 我点点头 猴子一脸眉飞色舞道 当然 有我家老林出马 就没有搞不定的事 陈校长顿时激动地 语无伦次 紧拉着我的手 嘴中一个劲地说着谢谢 在这一刻 有一股功德之光 垂落了下来 过了好一会 陈校长的情绪 才恢复了一些 哽咽地问道 法师 那鬼楼是不是可以拆掉了 我笑着点头 可以拆掉了 你就放心大胆地找人来拆吧 我给个电话给你 有问题 你随时来找我 聊了一会 我和猴子就从学校出来了 我笑道 猴子 回家 好好补一觉 猴子打着哈欠道 我都快累死了 这一回 我一定要睡得一个天昏地暗 睡到天昏地暗是不可能的 到了下午 猴子就爬了起来 还敲门 把我给弄起来了 我揉了揉眼睛 没好气到 猴子 这才睡几个小时啊 有什么是这么慌的 猴子黑黑笑道 老林 我这不是给你做了 你最喜欢吃的铁板牛肉吗 已经做好了 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邪腻了他一眼 哼道 好吧 看在你做好吃的份上 我就原谅你了 说吧 喊我起来干甚 猴子挠着脑袋黑笑道 老林 你的法力都提升了 我想看一下我的提升没有 这不禁仙刀 快被打扫吗 都没有人给我陪练 所以就麻烦 你做我的陪练 顿时 我脸上露出了一个 不怀好意的笑容 黑黑道 让我做陪练是吧 好啊 那咱们开始吧 猴子见到 我那不怀好意的笑容 心中顿时打了个哆嗦 突然有一种大事不妙的感觉 但他还是硬着头皮 大吼一声 请神上圣 我跟猴子站在了一起 显然老天爷是公平的 只要你敢拼命 就会给你足够多的回馈 跟女鬼一战 我的法力突破了 猴子也受到了 功德之力的反补 他请金刚神的力量 也上升了一个档次 现在 他请神上圣的战力 大概是七段黄结法师 比之前提升了一段 遗憾的是 他依旧只有五分钟时间 猴子悲催了 在这五分钟里 他遭受了我的暴击 被我打得抱头数窜 五分钟结束后 猴子一脸忧怨地望着我 我黑黑笑道 猴子 不好意思 心力量我没有掌控住 下次一定注意 猴子给了我一个白眼 那意思就是 我信你个鬼 我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笑眯眯地说 猴子 我觉得 你应该换一个新外号 叫方五分 猴子一愣 然后一脸怒气 大吼道 老林 你竟然说我只有五分钟 是不可忍 熟不可忍 要不我们 分别找个女人试一下 看看谁的时间更久 我哼道 去就去 我难道还怕你不成 猴子怂了 转过头去 哼道 我正虚着呢 不公平 现在去肯定干不过你 等我什么时候不虚了 我们就去比一比 我大笑道 好啊 随时奉陪 玩笑打闹了一番后 我心情有些沉重 轻语道 猴子 昨晚 在地下室 你也看到了我身上那些龙铃吧 是不是很吓人 我看起来 是不是像是个怪物 跟猴子相处打闹的这段时间 我感觉很快乐 体会到了朋友兄弟之间的那种情感 这对于一个从小被人当作怪物的我来说 十分珍惜这份友谊 我不知道 猴子看到我那个样子 心里是怎么想的 如果他要 就此跟我散伙 我也完全理解 我真的理解 这世上没有几个人 敢跟一个怪物做朋友 听到我的话 猴子脸上充满了愕然 他愣愣地望着我 一脸的迷惑不解 过了一回他说道 哇靠 老林 干嘛要说自己是怪物啊 我觉得你那样子酷弊了 我想要都没有呢 我都羡慕死了 我跟你说啊 我从小都渴望自己拥有变身的能力 就是你昨晚的那种 太帅了 见到眉飞色我的猴子 我轻语道 猴子 你不觉得我那样很可怕吗 猴子顿时瞪眼道 有什么可怕的 你变身是为了让我和你活下去啊 我干嘛要害怕 我能够感受到猴子话语中的真诚 他心中是怎么想的 他就是怎么说的 没有任何的虚心假意在其中 猴子拍着我的肩膀 大声道 老林 我不管别人怎么看你 你在我方后眼中 就是这个 他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然后猛地拍着自己的胸膛 你是我方后唯一的朋友 唯一的兄弟 可以把姓名交给你的那种 我笑了起来 拍着他的肩膀道 好兄弟 谢谢你 过了一会 猴子把我推开了 怪笑道 老林 我对男人没有兴趣 你可不要对我有什么想法 我不会从的 我瞪眼 怒道 你说的什么屁话 搞得像老子 对你有兴趣一样 你不是做了好吃的吗 老子饿了 赶紧拿上来 好嘞 美味马上来 猴子挖卡卡大叫 爬起来向厨房跑去 望着他那欢快的背影 我脸上露出了笑容 人生得意兄弟很难 这个兄弟我认了 吃饱喝足 天也黑了 猴子又开始造得慌 嘿嘿笑道 老林 咱们出去溜达溜达呗 看看能不能遇到几只恶鬼 咱们收了他 上次不是说做白鬼谱和白妖谱吗 我们现在 还只有进现一个广敢司令呢 见到他那躁动的样 我笑着说 行吧 咱们就出去溜达溜达 沉吟了一会 我又说 咱们先去鬼屋吧 昨晚的事 还没有来得及感谢名牟呢 我们开车赶去了鬼屋 路上顺便烧了一些吃的 这一次 我们进到鬼屋里 也没有大喊大叫 在一旁等着 果然 明楼神出鬼没地 出现在了我们身后 有事 明楼又恢复了冷冰冰的样子 我笑着说 也没有别的事 找你来喝酒 顺便感谢一下你 明楼的目光 在我身上扫了一下 淡淡道 运气不错 居然突破了 我笑着说 托你的福 如果没有你出手 我们就都死了 明楼的目光 又落在猴子身上 淡淡地说 和尚 不错嘛 跟着丁玲 开始有几分人母狗样了 猴子顿时瞪眼 哼道 什么和尚 我的外号叫猴子 你也可以称呼 我为佛爷 紧接着 他又一脸欣喜 搂着我的肩膀 黑黑笑道 我家老林可疼我呢 把好装备都加持在我身上 我能不认母狗样吗 我踹了他一脚 骂道 少在这里煽情 恶谢 猴子一阵怪笑 然后向明楼行了一礼 明楼 谢谢你 以后你若是有需要 尽管说 赴汤蹈火 我绝对不皱一下眉头 明楼瞟了猴子一眼 淡淡道 你 还不够资格 给我赴汤蹈火 猴子的脸顿时就黑了 骂咧道 死尾娘 老子不跟你玩了 一点情绪都没有 见明楼那开始变得 越发冰冷的脸色 猴子怪笑一声 撒腿开溜 我笑着对明楼道 喝两杯 明楼没有说话 显然是同意了 见到明楼席地儿坐 我顿时摸了摸额头 无奈道 明楼啊 你就不能搞个 像样的地方出来吗 每次这么随地一坐 真的是太不讲究了 明楼脸皮一僵 没有说话 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喝了两杯后 我好奇问道 明楼 你到底是什么来历啊 给我透露一些呗 明楼静静地望着我 也不说话 我摆手道 好吧 英雄不问出处 我不打探你的隐私 咱们继续喝酒 跟明楼喝酒 注定是沉闷的 他不会像猴子那样高谈阔论 而是很安静地坐在那里喝 又过了一会 他放下酒杯望着我说道 你的处境很危险 我一愣 不解地望着明楼 明楼继续道 对于那些恶鬼邪妹来说 你是他们最好的大补之物 吃了你 他们会瞬间脱胎换骨 直接省几百年的苦修 你在他们眼中 比唐僧肉还香百倍 别说恶鬼邪碎 就连修道之人 对你也会有贪婪 我沉默了 明楼看穿了我身上最大的秘密 他来历神秘 修为高深 能看穿我的秘密 也不是不能理解 没等我说话 他继续道 我很好奇 到底是谁破了你的童子身 本来我心情是一片沉重 他突然来这么一句 瞬间让我尴尬了 脸都有些滚烫 一个跟你年纪差不多的男人 问你谁破了你的童子身 你心里会怎么想 最关键是 我也不知道 那个女人是谁啊 睡一觉 他人就不见了 一点都不负责 我干咳一声 说道 明楼 能换个话题聊吗 这涉及到我个人隐私 明楼似乎根本就没有听到我的话 继续说 我也不知道 是男人还是女人 破了你的童子身 但是那个人 我顿时怒了 大声道 什么不知道是男人还是女人 你这不是废话吗 当然是女人啊 明楼嘴角勾起了一缕笑意 见到他这样子 我顿时就明白了 这货就是故意这么说的 我没好气地哼道 把你的快乐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很好玩吗 明楼淡淡道 破你童子身的那个女人 乃是亿万里挑衣的 找到她 跟她阴阳双修 你的修为将会突飞猛进 我转过了头去 懒得理她 想要阴阳双修 我也得知道对方是谁才行 我总不能去路边 拉一头母猪来吧 我回过头望着她 说道 你刚才说我处境危险 妖魔鬼怪要把我当成唐僧肉 这个到底是为什么 对于这事我也是很猛逼 我唯一知道的原因就是龙生子 然后就没了 至于龙生子 为什么会引得那些妖魔窥探 我也不晓得 如果明楼能给我解惑 我将会很感激她 明楼邪腻了我一眼 反问道 你身上的事 你自己都不知道 我翻了个白眼 横倒 我要是知道 我还问你 明楼用很淡然的语气说 我知道 但我不告诉你 我 明楼继续说 破你童子生那个女人 不仅破了你的先天元气 还用她的命格气息给你遮痒了 所以那些妖魔鬼怪 才感受不到你的真实身份 我沉默了 居然还有这样的事 这事老苏当时并没有跟我说 明楼继续接着说 随着你的修为变强 你身上的气息 也注定会遮掩不住 你迟早有一天 会像是夜明珠一样 暴露在那些妖魔鬼怪面前 到那时候 你如果没有足够强的实力自保 你只有死路一条 我点头 沉默了片刻 我沉声道 明楼 多谢你的提醒 我想 那一天一定不会到来的 谁若是敢吃我 那就要做好被我打掉牙的准备 一股斗志从我身上爆发而出 我叮铃绝不做人口中的肉食 明楼朝我挥挥手 好了 你可以走了 我马寒深意地看了明楼一眼 他是担心我法力晋升人飘了 特意敲打我 身边有这样的人 是一种幸福和幸运 我起身走了两步 然后回头笑着问 明楼 我很好奇 你都这么强了 你到底想要我帮你做什么事 明楼淡淡道 你现在还太弱了 等你足够强了再说吧 要多强 我问 也不要你多强 等你到天洁法师的时候再说吧 明楼淡淡地说 我直接一个去啊 天洁法师 那还距离我有多远啊 我都连天洁法师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我转身跑到了他身边 这一回我还真的把他肩膀搂住了 这家伙身体跟他的人一样冷 冷冰冰的 像是没有温度一样 明楼对我做这么亲密的动作 很不习惯 想要用脚踹我 被我躲过去了 我笑嘿嘿道 明楼 你该不会是特意出现在我身边帮助我的吧 明楼怒道 你的脸有那么大吗 滚 我大笑了一声 赶紧撒腿溜走了 猴子从鞋地里跑了过来 朝我露出一个暧昧的眼神 嘿嘿道 老林 我刚才看到 你搂住明楼的肩膀了 我没看眼花吧 我白了他一眼 问道 你没看眼花 有问题吗 猴子轻咳了一声 一本正经道 老林 你有没有想过 明楼其实是个女人 她是女扮男装 你想啊 男人哪里有长得那么好看的 只有女人才会那么好看 我就是想问问你 你刚才搂着她手感如何 她身上有没有女人味 猴子的脑洞一向都特别大 见她还要滔滔不绝地一迎下去 我脸色一变 望着旁边道 明楼 你怎么来了 妈呀 快跑 猴子怪叫一声 撒腿就溜了 见到她那狼狈样 我乐得哈哈大笑了起来 出了鬼屋 猴子开车在黑夜里四处转悠 一双眼睛瞪得比同龄还大 就是想要看看 在路上能不能遇到几只恶鬼 我躺在椅子上 脑海中回忆着 明楼刚才说的话 有恶鬼邪妹要吃我 这事我不怎么惊讶 因为我早就亲眼见过了 有了免疫力 我好奇的是 明楼说的破我童子身的那个女人 说她是亿万里挑一的 那个女人有那么牛吗 我在心里嘀咕着 那张绝美的脸 在我脑海中 一直都不曾遗忘过 最后 我心中发痕道 奶奶的 把我吃干抹尽就跑了 等我找到你了 非得把你来一百遍 正当我想入飞飞的时候 突然一道若有若无的声音 传入了我耳中 那声音很快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似乎是一首童谣 而且还是 一个小女孩在哼唱的童谣 我眉头一皱 这么晚了 怎么还会有小女孩 在外面哼唱童谣 这 有些诡异啊 我急忙翻身而起 凑到窗户边向外观望 我这突然的动作 把猴子吓得一个哆嗦 她急忙问道 老林 你干嘛呀 突然起来吓死我了 嘘 我朝她做了一个嘘声的手势 然后又做了一个停车的动作 猴子见我如此严肃 有些紧张了 急忙把车停在了路边 我下车 向四处寻找着 此时已经到了凌晨三点半 我们到了龙江城一个 比较偏僻的地带 路上半天都看不到一辆车 昏暗的路灯 寂静的黑夜 空气中飘荡着的若有若无的童谣 让这气氛顿时变得格外诡异了起来 猴子站在我身边 跟着我一起向四周眺望 他压低声音问道 老林 你找什么啊 我低声道 猴子 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猴子挠了脑脑袋 我没听到什么声音啊 你是不是产生了幻觉 我摇头 沉声说 不是幻觉 确实有声音 若有若无 断断续续 那是一个小女孩在唱童谣 猴子顿时感觉鸡皮疙瘩起来 小声道 不会吧 我怎么没有听到 这个点 怎么会有小女孩在外面唱童谣呢 嘘 我再次对他做了一个虚声的手势 猛地转头望着北边 侧耳倾听 过了几秒钟 急速道 声音是从那里传过来的 我们过去看看 猴子急道 老林 会不会是你听错了呀 那里黑乎乎的哪有人啊 我头也不回地向前方跑去 说道 你要是不去 就在车上等我 猴子打了得哆嗦 嘀咕道 万一那家伙跑到车上去了怎么办 奶奶的 我都变强了 怎么心里还是害怕 老林 等等我啊 不要丢下我 我和猴子一路猛冲 冲进了一片住宅区 这里路灯都没有 黑灯瞎火的 就只有天上的毛月亮 猴子要开灯 被我制止了 我凝神倾听 过了一会我说道 猴子 我好像听清楚 那小女孩唱的什么了 我一边侧耳倾听 一边跟着念 有一天 爸爸喝的大醉 举起斧头走向了妈妈 爸爸砍了很多下 妈妈的头滚到了床底下 妈妈的眼睛还望着我 爸爸叫我帮帮她 把妈妈埋在了树下 然后爸爸举起斧头 把我的皮包下做成了娃娃 埋在树下陪妈妈 听到这里 我也莫名地打了个寒颤 心里凉嗖嗖的 猴子脸色已经发白了 汗毛都榨起了 她带着颤音道 老林 你不要说了 太他妈的吓人了 这哪里是童谣 明明就是恐怖故事 魂都快要被吓掉了 突然那童谣停了 黑夜一片寂静 唱童谣的小女孩 似乎已经离开了 我突然心有所感 猛地回头看去 借着朦胧的月光 我看到有猴子身后 有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背上 背着一个洋娃娃 小女孩正在回头 慢慢向我们看来 她那稚嫩的脸上 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 我急忙道 猴子 她来了 就在你身后 猴子被我一声大喊 差点就吓尿了 闭着眼睛哇哇大叫 挥动斧头 向后一顿乱劈 猴子 冷静 我大喝 抓住了她 紧盯着她身后 猴子急忙跑到了我身边 急促问道 老林 背洋娃娃的小女孩还在吗 她突然就不见了 我低沉道 那个背洋娃娃的小女孩 真的很诡异 突然地出现 突然地不见了 我都没有捕捉到 她是怎么消失的 瞬息之间 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猴子咽了口唾沫 瞪大眼睛 紧张地四处张望 没有发现那小女孩的踪迹 一阵冷风突然吹来 冷风中有一道 若有若无的声音 有一天 爸爸喝得大醉 他举起斧头 走向妈妈 爸爸砍了很多下 这一回 那童谣唱得清晰 猴子都听清楚了 猴子紧张地指着前方 喘着粗气道 老林 声音是从那里传来的 他还没有走 追 我想都不想就说道 快速向前跑去 猴子一把拉着我 急忙说 老林 要不算了吧 他又没有来招惹我们 我瞪了他一眼 没好气道 你就不想知道 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有我在 你拍个锤子 跟着我一起冲就行了 我甩开了猴子的手 跟着声音冲了上去 猴子跺脚 大喊道 老林 慢点 等我呀 童谣的声音 一直在前面响起 那个小女孩 一遍又一遍地唱着 妈妈的头滚到了床底 爸爸 把我的皮包下来 做成了娃娃 漆黑的夜晚 稚嫩的童鹰 阴森的语调 恐怖的童谣 把气氛弄得很恐怖 虽然我已经见过不少鬼 但此时还是有一种 凉嗖嗖的感觉 那种恐怖的气氛 让人头皮发麻 猴子紧跟着我 不敢回头看 害怕那个小女孩 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只要我不回头 我就看不到你 跑了有几分钟 我喊道 猴子 看到他了 他在前面 加速追 在朦胧月光下 一个穿着白裙 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 背上背着一个 红色洋娃娃 不知道怎么了 我感觉那个红色洋娃娃好刺眼 就像是上面涂着一层血一样 小女孩开始跑了起来 一边跑嘴中 一边唱着 我和猴子在后面紧追不舍 小女孩奔跑的速度很快 我和猴子在他身后全力追 一时间居然没有追上 反而中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猴子骂道 奶奶的 这小女孩怎么跑得这么快 我吼道 加速 不要让他跑了 抓住他 看他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 又追了大概十分钟左右 当我们追到一条巷子口的时候 小女孩突然就不见了 人呢 猴子瞪大了眼睛 我眉头紧锁 紧握着小摩剪 灵童之眼打开 四处搜寻 他跑到这里突然就不见了 童谣也不唱了 现在一点痕迹都没有 猴子忍不住打开手电寻找 当他看到一个地方时 身体顿时僵住了 猴子急忙抓着我的衣服 指着前方 紧张地问道 老铃 你看 在猴子守电光的尽头 有一扇开了一条缝的大门 在大门前摆着花圈 大门两侧挂着白花和白布 透过大门的缝隙 可以看到屋里摆了不少的花圈 这里是一个灵堂 猴子小声道 老铃 那小女孩是不是已经逃到这灵堂里去了 望着那开了一条缝的大门 我沉吟道 很有这个可能 我们进去瞧一瞧 猴子急忙拉着我 小声道 老铃 这是人家私人地方 这样闯进去不太好吧 万一被人当成了贼就糟了 见猴子那紧张样 我笑了起来 他心里还是有些慌 贼不贼的他倒是无所谓 猴子不好意思地低头挠着脑袋 小声咕弄道 那被洋娃娃的小女孩 实在是太诡异了 我心里慌 我拍着她的肩膀笑道 我们都是人 慌才是正常的 不慌才怪 我心里也有些发毛 听我这么一说 猴子咧嘴黑黑笑了起来 我走到大门前 透过大门的缝隙 向里面看了一眼 心中直接是一个卧槽 灵堂中央摆着一口棺材 棺材旁边还坐着有人手灵 不过那些人都睡着了 点的蜡烛也都烧完了 对这些手灵的人 我也是一阵无语 棺材都没有出病 他们在旁边手灵却睡着了 万一晚上要是出点什么事 那就糟糕了 我朝猴子招了招手 猴子立马跑了过来 我伸手指了指灵堂 然后对猴子做了个手势 猴子懂了我的意思 大声咳嗽了起来 故意大声跟我说话 被这动静一闹 灵堂里的人终于被吵醒了 有人从灵堂里走了出来 疑惑地望着我们 问道 你们是谁啊 有什么事吗 猴子轻咳了一声 压低声音道 这位是丁法师 刚才丁法师发现一只 野鬼逃到这里消失不见了 出来的那个男人 脸色猛的一变 惊呼道 野鬼消失不见了 那会不会是 逃进灵堂里去了 我心中暗叹一声 这人真是配合呀 我沉声道 的确是有这种可能性 刚才我看到 那个野鬼 好像就是逃进了这灵堂 那男人大惊失色 身体微颤 赶紧冲进灵堂 跟主人家汇报这事 很快就有一个中年人 走了出来 他脸色发白 惊恐地望着我问道 这位法师 你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有野鬼进了灵堂 我点点头 猴子沉声道 丁法师乃是高人 这种事自然不会撒谎 我看你们刚才好像睡着了 你们就一点都没有察觉吗 你们在守灵 怎么可以睡着了呢 万一出了大事怎么办 中年人脸上露出羞愧之色 小声说 他们太困了 所以就不小心睡着了 我瞟了灵堂一眼 对猴子说道 野鬼 也可能是我眼花了 野鬼有可能 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吧 正当我们坐视欲走的时候 中年人急忙道 丁法师请留步 我回头望着他 有事 丁法师还请你去灵堂里看看 那野鬼是不是进灵堂了 中年人急切道 灵堂里的亡人都没有出病 野鬼若是进去了 鬼才知道会造成什么恐怖的后果 我没有立马答应 猴子沉声道 现在可是你请丁法师进去的 进去后你得听丁法师的 必须得按照丁法师说的来 否则神仙来了也帮不了你 中年人急忙点头乘势 表示一定听我的 全力配合我 我朝猴子露出了赞许的眼神 他这招事先敲打用的 实在是太好了 这样一来 就可以省去我们很多事 我们进到了灵堂里 灵堂里的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睁大眼睛望着我们 脸上充满了的不安 每个人都是疑神疑鬼 害怕那野鬼突然在自己身边出现 我的目光快速在人群中扫尸了一圈 最后落在了灵堂正前方的八仙桌上 在八仙桌上有一张黑白遗像 黑白遗像是一个扎着辫子的小女孩 小女孩穿着长裙 脸上露出了甜甜的笑容 露出了两颗小虎牙 看到这张遗像时 我瞳孔紧缩了起来 猴子也第一时间看到了遗像 脸色大变 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了一下 猴子的目光向我瞟来 用手碰了碰我 压低声音说 老林 是 是不是他 我点点头 低声道 没错 就是他 遗像上的这个小女孩 我们见过 前不久 我们追的那个小女孩 就是他 两人不能说是一模一样 只能说 就是一个人 得到了我的确认 猴子顿时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心中惊呼道 哎呀 我的妈呀 镜真的是他 这个情况 弄得我也有些措手不及 我望着黑白遗像 让自己快速冷静下来 那个唱恐怖童谣的小女孩 就是遗像上那个孩子 我们追那个小女孩 到这里就消失不见了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中年人见我一个劲地盯着一向不说话 急忙说道 丁法师 她是我的堂侄女欢欢 今天我们就是给她守灵了 我收回了目光 望着灵堂中摆的那口棺材 问道 这个孩子是怎么死的 她的父母在哪里 中年人汤涛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低着头说 欢欢是个苦命的孩子 她的妈妈被人害死了 她的爸爸失踪了 她也被人给害死了 没有人给她处理后事 我实在是看不过去 所以我这个做唐勃勃的 就过来处理了 猴子急忙问道 你把事情说清楚点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她的妈妈是怎么死的 欢欢又是怎么死的 汤涛重重地叹息了一声道 实在是太惨了 我都不想说了 说了让人伤心 猴子向我看了一眼 我朝她点点头 猴子望着汤涛沉声问道 汤先生 这件事很重要 你必须得给我们说清楚 否则没办法帮你 汤涛有些急眼了 急忙说道 这事怎么叫帮我呢 我只是欢欢的唐勃勃 我是看不下去 才帮他处理后事的 我本来可以不管的 给孩子处理后事 我还要倒贴钱呢 周围的人也不说话 显然是有所顾虑 我沉声道 汤先生 你不用激动 我们就是想做一些善事 不收你的钱 不要钱是吗 汤涛松了口气 在他看来 他本来就是做善事的 要是在收钱 那他就是做了善事 还要丢财 得到了我们的确认 汤涛这才彻底放心了 皱眉低声道 哎 欢欢可惨了 这一切都是他那个酒鬼爸爸 给害了的 他爸爸真不是个东西 整天就知道喝酒 好好的一个家 就这样没了 听到这里 我眼皮猛地跳了下来 酒鬼父亲 小女孩和妈妈 都被人害死了 这场景 怎么跟那童谣里 说得那么像呢 猴子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 急忙催促地道 你赶紧挑重点的说 那些不重要的东西 就不要说了 这件事很重要 汤涛急忙说道 事情是这样的 欢欢的爸爸是一个酒鬼 整天什么事都不做 就知道喝酒 每次都把自己喝得 名鼎大醉 不仅如此 每次他喝醉酒回家 都会发酒疯打老婆 在半个月前 欢欢的妈妈 被人给害死了 我的妈呀 实在是太惨了 脑袋都被人砍了下来 失手分离 脑袋还是在床底找到的 找到的时候 她眼睛都瞪得老大 这是死不瞑目 听到这里 我和猴子对视了一眼 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凝重 童谣里唱着 爸爸举起斧头 走向了妈妈 砍了好多下 妈妈的脑袋滚到了床底 瞪大眼睛望着我 这童谣跟汤涛讲的事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的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我问 汤涛重重叹息了一声 继续接着说 随着欢欢妈妈惨死 欢欢也不见了 欢欢的爸爸 也无缘无故失踪了 人都不知道跑到了哪里去 再后来听查案的人说 欢欢的爸爸 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正在四处寻找欢欢的爸爸 只是到现在也没有找到 像是人间消失了一样 猴子问道 那欢欢又是怎么回事 汤涛说 直到三天前 有人在一处废弃的垃圾场里 发现了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最终确认 那具腐烂的尸体 就是欢欢 害死欢欢的凶手 也没有找到 猴子皱眉 说道 这不对啊 按照童谣里讲的 欢欢不是应该被爸爸包了皮 做成草人 跟妈妈一起埋在树下吗 汤涛一愣 不解地问 什么童谣 猴子 我轻贺了一声 猴子急忙说 没 没什么 我是在说另外一件事 猴子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沉吟了起来 这事情后面发展的 跟童谣里唱的不一样 我沉深问道 欢欢妈妈的尸体 都是在房间里发现的吗 汤涛点头 虽然尸首分离 但确实都是 在房间里找到的 我又问道 你说欢欢的尸体 是高度腐烂了 也就是说 连他的面目都确定不了 汤涛点头道 确实是这样的 当初发现尸体的时候 我还去确认了 都快烂成骨头架子了 血肉都成了浓水 哪里还看得到面目啊 最后还是咽脱氧 核糖核酸 确定身份的 我陷入了沉思 后面的情况 确实跟童谣里唱的不一样 看来事情有可能 不是像童谣里 说的那样发生的 欢欢唱那恐怖的童谣 也许就只是一个偶然情况 欢欢或许是他爸爸害死的 又或许是别的情况 法师 你 你怎么了 见我沉默不说话 汤涛喊道 哦 没什么 我再仔细检查一下 我收回了思绪 走到欢欢的棺材边 目光落在棺材上 我的目光 快速在棺材上游走了一圈 没有察觉到异常的气息 猴子在我耳边低声道 老林 你说欢欢 是不是躲进棺材里面去了 我摇头 这里面没有尸体 只有骨灰 他不会进去的 猴子又小声问道 老林 你说欢欢身上发生的事 跟那恐怖童谣 讲的是一样的吗 他身上的皮 真的被包下来 做成了娃娃吗 不是说找到他的时候 都已经烂成了骨头架子吗 有可能皮被包下来了 也不知道 面对猴子这一连串的疑问 我只是轻语道 是不是跟童谣里一样的 跟我们没有多大的关系 我们现在要做的 是把欢欢给找出来 只要找到他 一切都明白了 这个孩子 给我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 他留在外面 绝对是一个祸害 肯定会去害人 早一点找到他 就会少一个无辜受害者 我手掌一翻 一道黄符出现在我手中 我将黄符按在棺材上 顿时黄符化为一道金光 咻的一下就钻进了棺材里 棺材没有任何异样 证明了我说的话 欢欢没有藏进棺材中 灵堂里的几人 都在望着我们 他们脸上有着惊奇 更多的则是不安 汤涛急切问道 法师 你有没有找到那个野鬼啊 你说那个野鬼 会不会藏进棺材里 需不需要重新开棺看一下 灵堂里的人 并不知道我们的真实目的 在他们看来 我们是来找那只野鬼的 我环视了几人一眼 望着汤涛轻语道 当我看到欢欢的一项时 我确定我之前 在外面看的那只小鬼 就是欢欢 什么 汤涛大吃一惊 脸色巨变 灵堂里其他人也是大惊失色 吓得惊呼了起来 有个老人颤抖地说 法师 您的意思是 欢欢已经变成了鬼回来了 对吗 有胆子小的人已经吓哭了 双手何时祈祷道 欢欢 你的死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我们全都是出于好心来给你守灵的 你千万不要害我们啊 更有甚者 因为害怕 已经逃跑了 有第一个跑 那就绝对会有第二个跑 眨眼间 灵堂里的人都快跑干净了 就只剩下汤涛和另外一个老人 那个老人犹豫了一下 也起身颤巍巍地向外面跑去 一边跑还一边颤抖地说 我是好心来给欢欢守灵 送他最后一程 我可不能被受到连累 汤涛左右环视了一圈 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他惊恐地望着我说 丁法师 我就只是想做一件善事 欢欢的死跟我没关系 我还有老婆孩子 我不能受到连累 说完 他也想要开溜 猴子一把拉住了他 说道 欢欢的丧事是你主持的 别人都可以走 唯独你不能走 你要是走了 那岂不是没有管这事了 汤涛苦着脸说 我还有老婆孩子 我不想被连累 我不想死 欢欢尸体都烂成那样了 他肯定变成了恶鬼 肯定是回来报复的 求求你们 就放我离开吧 求求你们了 猴子望向了我 询问我的意思 对于这些人心里的惊恐 我完全可以理解 他们只是一些普通人 害怕就对了 谁不怕死呢 不害怕才不对劲 我安慰道 唐先生 你是做善事 欢欢肯定可以看得到的 你不用紧张 他不会害你的 即便听我这么说 汤涛脸上的不安 依旧没有消失 他还是铁了心想要离开 我继续道 你也知道 欢欢变成了鬼 如果他要害你 你觉得你逃离这里 就有用吗 你就确定他 不会跟着你一起离开 汤涛脸色骤然一变 我说的这个问题 他才想到 紧接着 我又语重心长地说 所以啊 你留在这里 跟我们在一起 即便欢欢出来想要害你 我们也可以保护你 此时你去到哪里 都没有跟我们在一起安全 猴子点头 沉声道 没错 我完全赞同丁法师说的 猴子瞟了汤涛一眼 继续道 汤先生 当然了 我们只是建议 也不会真的拦着你 不让你离开 你是去是留自己看着办吧 没有人阻拦汤涛 汤涛却是犹豫了 过了几秒钟后 他咬牙道 两位法师 那我就跟你们在一起 还请法师保护我 我和猴子对视了一眼 看到了彼此眼中的笑意 这样就对了吗 如果主人家都走了 把我们留在这里 那还搞个毛线啊 猴子随便拿了一张黄纸给汤涛 说道 这道护身符你拿着 有它在 鬼邪进不了你的身 汤涛这才安心了 去角落里坐了下来 猴子 拿八卦镜四处照一下 我说道 我已经大概地在屋里看了一下 并没有看到欢欢 说真的 我也不确定 欢欢是不是藏进来了 我只知道 它是在巷子口凭空消失不见的 见到这个灵堂 然后发现 那小鬼的真实身份 都是意外的收获 它有可能藏在这里 也可能不在 现在是一个碰运气的问题 猴子按照我的吩咐 双手握着八卦镜 在灵堂每个角落四处照了起来 这个灵堂也不是谁的家 而是一个公共的场所 一般有人去世 附近的人都是在这里做法事 我没有去搜寻 而是望着欢欢的一项 低语道 欢欢 你把我们引到这里来 是想让我们给你伸冤 你现在躲着不出来 我们又如何给你伸冤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那就出来 大家坐下来聊一聊吧 猴子用八卦镜 把这里每个角落都照了一遍 回到我身边 遗憾道 老林 我都照完了 并没有看到欢欢 我眼中露出了一缕一色 大声道 既然他不在这里 那我们就走吧 反正这是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谁生谁死供奴无所谓 猴子微微一愣 然后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 大声附和着 老林 你说得对 既然跟我们没有一毛钱关系 那我们就走吧 唐涛听说我们要走 顿时就急眼了 对我们极力挽留 说着各种好话 我们依旧是决定离开 只是当我们走到大门口的时候 一道稚嫩的童鹰 在屋子里响起 爸爸举着斧头走向了妈妈 爸爸砍了很多下 妈妈的头滚到了床底下 妈妈瞪大眼睛望着我 听到这声音 汤涛脸色巨变 一脸惊恐 大声尖叫 啊 鬼 鬼啊 汤涛直接就炸了 满脸惊恐 拦都拦不住 大喊大叫地冲出灵堂逃走了 我跟猴子对视了一眼 无奈地笑道 看来别人靠不上 最终就只能靠我们两个了 猴子咧嘴笑道 老林 你说把这件事解决完了 我们可以赚多少功德 应该不会让我们亏本吧 我笑着说 现在你就不害怕了 猴子挠着脑袋 甘笑道 谁说不害怕了 我这不是硬着头皮强撑着吗 我笑了笑 目光望向了一个方向 沉声道 做善事肯定不会亏本 就要看最后 能得到功德的多少了 那圣人的童谣 继续在吟唱 正是从我目光 所看到的方向传来的 那个位置 正是摆着 欢欢黑白一向的地方 刚才我故意说 我们要走了 就是为了引诱欢欢主动出来 事实证明 我的策略是正确的 这其中有个道理很明显 欢欢今晚的出现 就是为了引诱我们来到这里 他既然把我们引到这里来了 那自然是有需要 现在我们来了 他却躲起来 让我们找不到 这岂不是很隔音人 主动权怎么能掌握在他手中 我略施小计 他果然就出来了 爸爸把妈妈埋在了树下 爸爸举起斧头 包掉了我的皮 圣人的童谣在灵堂里回荡 烛火摇曳 灵堂里的光线忽明忽暗 气氛弄得有些恐怖 声音就是 从那黑白一向中传出来的 欢欢应该就附身在里面 猴子紧盯着黑白一向 咽了口口水 大声道 欢欢 你到底想要干嘛 我们已经来了 你出来 呼 一股冰冷的阴风 从外面吹了进来 顿时灵堂里的烛火 全都被吹灭了 灵堂漆黑一片 卧槽 什么情况 猴子一声大叫 赶紧去开灯 结果灯不亮 像是停电了一样 猴子准备打手电 被我白手制止了 我借着月光昏暗的光线 紧盯着黑白一向 我倒要看看 欢欢到底想做什么 爸爸把我的皮包下来 做成了娃娃 埋在树下陪妈妈 恐怖童谣还在唱着 整个灵堂都充斥着那种 让人头皮发麻的 圣人声音 见到这个情况 我眉头倒是皱了起来 你只是唱歌 又不说话 到底是几个意思 我沉声喝道 欢欢 你这到底是几个意思 说话 你要是再不说话 我就走了 随着我的声音落下 恐怖的童谣 顿时就停了下来 灵堂一片死寂 一分钟过去了 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猴子皱眉 一脸不爽地说 这小鬼该不会是走了吧 他这是 在搞什么飞机 耍我们吗 感觉被这小鬼给戏弄了 我和猴子心中 都有了一些火气 猴子上前 准备把那一向 拿下来瞧瞧 他刚走一向前 啪 一向突然毫无征兆地 从桌子上掉了下来 砸在了猴子面前 猴子身体吓得一颤 急忙向后倒退了几步 我眼皮猛地一跳 在那一向掉下来的刹那 我好像看到了一道人影 从一向中钻了出来 速度非常快 眨眼间就消失了 欢欢 你给我滚出来 我大鹤 灵童只眼大开 扫视着灵堂 猴子退到了我身边 把头灯带上 跟我一起寻找 气氛莫名地冰冷 压抑 有一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猴子低声道 老铃 你看到那小鬼了吗 我摇头 欢欢这只恶鬼十分特殊 他可以躲避过 我的灵童之眼 我沉声道 猴子 小心点 这小鬼恐怕是来者不善 我估计他会对我们出手 猴子点头 突然他眼角的余光 飘到了我身后 脸上立马露出惊慌之色 大声尖叫了起来 老铃 小心 他在你身后 在猴子尖叫的那一刻 我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我没有丝毫犹豫 两道杀鬼符 直接向身后拍去 在杀鬼符拍出去的刹那 我快速一动 离开了原地 等我再回头看去的时候 我身后一个鬼影都没有 杀鬼符也没有打到任何东西 掉在了地上 猴子擦了一把额头冷汗 急切到 老铃 他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速度好快 我也没有看到 他跑哪里去了 我神色开始变得冷漠了起来 冷漠地扫尸着灵堂 带着杀鸡的喝道 小鬼 你这是把我们当猴子来耍吗 既然你这么不识趣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猴子 我们走 被这么一闹 我已经生气了 肚子里有着怒火 最开始 我还是抱着 行善既得的心思 现在我心里 只有干掉这个小鬼的想法 马德 他根本就不是需要帮助 是我自作多情了 他就是想要戏耍 羞辱我们 搞不好还想要我们的命 我要是再看不出来 那就是傻逼 我和猴子大步向门口走去 我悄悄对猴子使了一个眼色 示意他随时准备动手 当我们刚走到大门前时 突然 碰 一声闷响 大门突然就关了起来 截断了我们的去路 猴子急忙用力拉门 发现大门像是被焊死了一样 根本就打不开 猴子脸色变得难看了 大喊道 老林 门打不开 看来那小鬼不愿意让我们离开 我冷哼了一声 猛地一挥响魔剪 怒喝道 这小鬼是在找死 小鬼 你给我滚出来 否则我砸你的棺材 冷悠悠的声音 从黑暗角落里响起 一道模糊的影子 缓缓出现了 猴子急忙把头灯照去 那个小鬼出现了 小鬼背对着我们 他背上背着一个红色的洋娃娃 冷悠悠的声音 在灵堂里回荡 有一天 爸爸喝醉了 举起斧头走向妈妈 够了 我猛地一声怒喝 打断了小鬼 这鬼童谣刚开始听 的确是阴森恐怖的 但是被这么一闹 恐怖没有了 心中只有厌恶 被这小鬼如此戏耍 我现在 只想做一件事 那就是 把他抓起来 狠狠地打一顿 或者把他干掉 欢欢停止了吟唱 他扭动脖子 缓缓转头向我们看来 那是一张冷悠悠的脸 脸上充满了仇恨和怨气 之前附身在谢斯斯身上 那个小鬼 就已经够怨气了 但眼前这个欢欢 要比那个小鬼 怨气重好几倍 欢欢眼中被仇恨填满了 他就那么死死地 盯着我们怨气重的可怕 灵堂里的温度急剧下降 猴子跟他对视了一眼 身体猛的一颤 莫名地感觉心中一寒 急忙移开了目光 我跟欢欢对视 目光冷漠 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欢欢已经变成了恶鬼 这一战少不了 欢欢彻底把头转了过来 脑袋直接旋转了180度 身体成一个夸张的扭曲弧度 我上前一步 盯着欢欢大喝道 欢欢 你想干什么 欢欢将手指塞进嘴中 咬着自己的手指 朝我露出一个阴森诡异的笑容 他望着我也不说话 开始哼唱了起来 爸爸举起斧头走向了妈妈 砍了很多下 我听不下去了 怒骂道 小鬼 你给我闭嘴 你再敢在我面前唱这鬼东西 你信不信我灭了你 被我这么一顿喝骂 欢欢闭嘴了 目光更加幽冷地望着我 我呵斥道 我就问你一件事 你把我们引过来 想做什么 想要打架是做什么 你直接就话出道来 我随时奉陪 我的耐心 已经被这个鬼东西 给磨灭干净了 我现在只想把它给解决掉 欢欢冷悠悠地说 这里是我的地盘 你们闯进了我的地盘 那就得死 我冷漠道 既然这样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猴子 布阵 猴子迅速退到角落里 手中提着一张大网 拱着身体 随时准备出手 欢欢嘴角勾起一个冷酷笑容 我看懂了他那笑容里的意思 那是不屑和嘲讽 这小鬼看不起我们 我心中憋着一股火气 一挥手 一根红绳 从我袖子里飞射而出 袖 红绳化为一道红色红光 迅速卷向了欢欢 欢欢阴森咯咯笑着 在红绳即将飞到他面前的刹那 他的身影 直接就是凭空消失 红绳落空了 操 见到这个情况我就是一肚子的火 也不知道这鬼东西 怎么会有这么强的隐身本事 给我滚出来 我大吼 抓了一把烈火符打了出去 烈火符在灵堂里飞射 阳火照耀 将灵堂照耀的一片光亮 我的目光快速扫射每一个角落 突然我瞳孔缩了起来 在刚才那一刹那 欢欢的身影一闪而逝 快速消失了 速度很快 我顿时提了一口气 我确定 我这种方式 可以把欢欢从隐身状态逼出来 我沉住了气 没有露出丝毫一样 蓄势待发 三秒钟后 欢欢的身影 再次被我的浮光照出来了 我心中一声大吼 猛地将手中的 五道制阳符轰了出去 我这一击 事先没有露出任何端倪 轰杀的是快 准 没有给欢欢任何闪避的机会 欢欢见到我的制阳符杀来 猛地一声尖叫 探出双手向制阳符拍去 我注意到了 在他那双小手拍出的刹那 他手上鬼气森森 气势很强 哄 欢欢的双手拍在我的制阳符上 正邪两股力量交锋 碰撞 发出巨大的响声 两者僵持了两秒 又是砰的一声 我的五道制阳符 被欢欢给拍炸开了 我瞳孔顿时缩成了针间状 欢欢居然这么强 他的法力有些吓人啊 欢欢虽然破了我的制阳符 但他也被我的制阳符给轰击到了 受了一些伤 欢欢尖叫一声 身影一晃 再次隐身了 我嘴角勾起一缕冷酷的笑容 这个家伙被我的制阳符轰重 他身上有我制阳符的气息 还想在我面前隐身 那是不可能的 我根据我符指的气息 就可以锁定他 我提着响魔剪 快速冲了上去 在冲上去的刹那 我对猴子做了一个手势 让他做好出手的准备 我向左侧冲了几步 在心中一声大吼 响魔剪猛地向一处 空无一物的地方轰去 制阳之力浩瀚如大日 啊 就在我响魔剪轰下去的刹那 一声刺耳间叫凭空响起 欢欢的身影凭空浮现了出来 他慌忙抵挡 尖叫道 你竟然可以看破我的隐身术 哄 响魔剪轰了下去 狠狠地抽在欢欢的双手上 欢欢一声惨叫 被我当作沙包一样给轰飞了 就在他轰出去的那一刹那 猴子大吼 天罗地网 他猛地挥手 手中的大网 快速向欢欢笼罩而去 欢欢尖叫 雕虫小剑 你们休想困住我 他猛地冲天起 直接向猴子丢出来的大网 冲撞而去 见到他的这 操作我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小鬼要遭殃了 猴子手中的那张大网 可是我花了不少心思 用了很多材料加持过的 以欢欢的法力 想要冲撞开 没那么容易 果然 碰 欢欢一头撞在大网上 大网金光刺目 阳气翻滚 直接把他撞了下去 啊 好痛 欢欢惨叫 跌落在地 他的身体只要碰触大网 大网上绽放出来的金光 就会像烈火一样焚烧它 让它疼痛无比 猴子大吼 双手猛地抖动 瞬间就把欢欢 用大网给包裹了起来 啊 放开我 放开我 欢欢在大网里横冲直撞 都没能把大网撕开 他想要顿走 奈何身体被大网 给死死锁住了 彻底成了带宰的羊羔 困 我一声轻喝 手腕一抖 一根红绳再次飞了出去 在猴子那大网 外面加了一道防护 震 我又喝到 拍了一道震鬼符 震压在了欢欢头顶 猴子紧抓着大网 小黑黑对我说 老林 这小鬼现在被我们给困死了 他这下翻不起浪花来了 我笑着点头 把他困住 可真不容易 他那隐身术 就够人喝一壶的 猴子望着欢欢骂道 你这小鬼一点都不识台诀 我们好心来化解你的怨气 你却想杀我们 现在 你就等死吧 欢欢停止了挣扎 他即便被困住了 也依旧背着那红色娃娃 他阴冷地盯着猴子 冷悠悠地说 你们以为这样 就可以困得住我 你们以为 你们已经赢了吗 猴子被欢欢那冷悠悠的眼神一扫 心中打了个颤 转头向我看了过来 我望着欢欢眉头紧皱 这小鬼是几个意思 听他语气这么足 他还可以蹦打得起来 我没有过多的犹豫 眼中闪过一抹凶光 既然他还可以蹦打 那就再给他几下子 让他彻底翻滚不起来 我直接就动手了 小魔剑挥动 毫不犹豫地向欢欢身上招呼着 是要彻底把他打趴下 见到我小魔剑抽了下来 欢欢眼中幽光大盛 他没有尖叫和恐惧 就那样目不眨眼地望着我 看他如此的淡定 我心中闪过一抹不安 所有的法力毫不犹豫地 全都涌入了小魔剑中 小魔剑的光芒更盛 就在小魔剑要抽中欢欢的那一刻 突然一边生起 欢欢背后的那只红色洋娃娃 居然活了过来 洋娃娃有着红色的塑料眼珠子 眼珠子转动 毛茸茸地手抬了起来 影响了我的小魔剑 见到这一幕 我眼中寒光大盛 奋力将小魔剑落了下去 碰 小魔剑抽在了洋娃娃身上 发出一声闷响 一股巨大的反振之力弹起 我的身体被那股反振之力 冲击地向后倒退了两步 什么 猴子把这一幕看得很清楚 顿时惊呼了起来 脸色大变 一个洋娃娃居然抵挡住了 我的全力一击 这也太吓人了 震惊过后 猴子大吼一声 挥动斧头就要冲过来 猴子 我大喝 阻止了他 情况有些邪门 不宜冲动 望着那活过来的洋娃娃 我眼中闪过一抹利色 再次挥剑抽了下去 洋娃娃 依旧只是做了一个 很轻松的挥挡动作 把我的这一击 再一次轻松化解掉了 我心中充满了凝重 这个洋娃娃 到底是什么来历 怎么这么邪门 欢欢身上的气息 更加阴冷 他阴森地节节怪笑了起来 呵呵说道 小法师 我说了你还没有赢 那就是没有赢 既然你赢不了我 那么接下来 将会是你的末日了 我大喝道 小鬼 你想吃掉我们 没那么容易 欢欢冷笑了一声 低吼道 杀了他们 随着他话音落下 那个红色洋娃娃 动了 从他背上跳了下来 洋娃娃随意挥手 我的正鬼符烧了起来 猴子的天罗地网破碎了 我捆在最外围的红绳 也崩断了 我眼皮狂跳 心中的警惕 直接提到了最高 这洋娃娃身上 一点气息都没有散发出来 居然如此的强大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大喝 猴子 黑狗血 猴子速度很快 瞬间一桶密制黑狗血 就向洋娃娃泼了过去 洋娃娃十分淡定 根本就没有闪避 任由黑狗血泼在他身上 嗯 这鬼东西不害怕黑狗血 猴子顿时傻眼了 洋娃娃身上 似乎有一股 看不见的无形魔力 当黑狗血泼在他身上时 那股无形的力量 直接就把黑狗血 给抵挡住了 它是一点伤痕都没有 确定黑狗血 对洋娃娃没用 猴子顿时怪叫了起来 老练 这洋娃娃 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居然不害怕黑狗血 这个情况 让我也是眼皮一跳 情况很不对劲 我又急忙大喊道 猴子 童子尿 猴子顿时苦着脸 又让他吁吁 不知道人在紧张的时候 尿不出来吗 他有些担心 这样会不会让他的 前列腺出问题 见猴子还在那里磨蹭 我催促道 你倒是搞快点啊 这东西邪乎得很 猴子也不敢磨蹭了 赶紧跑到角落里 吁吁了起来 洋娃娃向我看来 朝我露出了一个 诡异的笑容 见到他那笑容 我就感觉 那是对我的一种挑衅 我大怒 该死鬼东西 我就不相信你无所畏惧 杀鬼服 正阳服 智阳服 斩妖服 我大喝 眨眼间的功夫 直接打出去了四种服录 这些服录全都是杀鬼除妖的 嘻嘻嘻 一阵诡异的笑声在灵堂里响起 听到那笑声 我打了个哆嗦 那笑声实在是太让人头皮发麻了 是你在笑 我紧盯着洋娃娃 呵斥的 洋娃娃也不说话 抬起脚慢慢向我走来 她没有防御 任凭我的服录落在她身上 情况有些悲催了 洋娃娃似乎是金刚不坏之体 任凭我的皇服落在她身上 屁事都没有 而且只要皇服碰到了洋娃娃 就自己燃烧了起来 瞬间就烧成了灰烬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鬼东西怎么这么邪门 我们连一个洋娃娃都打不过 这要是传出去 肯定会笑话死人 欢欢站在原地阴森笑道 小法师 不要挣扎了 你是斗不过我的 准备受死吧 洋娃娃一步步向我走来 距离我越来越近 我紧握降摸检 已经没路可退了 我大吼道 猴子 童子尿准备好没有 你搞快点啊 再慢了 就要给我收尸了 被我这么大吼着的催促 猴子心里一着急 最后一点 直接尿到了手上去了 猴子握着竹筒冲了过来 一边跑一边大吼道 老林 这童子尿 就不能提前收集好吗 临时应急太难受了 我怒道 童子尿就要那个热乎镜 冷了还有个毛用啊 赶紧的 滋他 猴子望着洋娃娃大吼 怪物 吃你猴爷一童子尿 猴子猛地将竹筒 向洋娃娃砸去 洋娃娃似乎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 赶紧向后倒退闪避 见到这一幕 我心中一喜 果然 童子尿对这玩意有效 我手掌一翻 掌心出现了几枚铜钱 猛地挥手将铜钱 向竹筒打去 啪 铜钱打在了竹筒上 改变了竹筒的飞行轨迹 洋娃娃没有闪避开 直接被竹筒里的童子 尿滋了一声 啊 一声痛苦的咆哮 从洋娃娃身体里传出 她的身体有些扭曲 在原地打圈圈 我大笑道 猴子 你这童子鸡可以啊 赶紧的 再去弄一点 咳死它 猴子苦着脸 老林 要不你把我的膀胱切开吧 我实在是尿不出来了 我翻了个白眼 然后大吼道 不要磨蹭了 干它 我握着降魔剑冲了上去 洋娃娃被猴子的一泡童子尿给滋到了 现在正是难受的时刻 也正是我们进宫的时候 我的皇服对洋娃娃没有作用 那就只能用降魔剑干它 洋娃娃站在地上 有五岁左右 孩子那么高 手脚齐全 全身通红 一点都不可爱 我冲到洋娃娃面前 挥动降魔剑就打 请神上身 猴子一声大吼 瞬间就请金刚神上身 佛光弥漫 握着金刚杵就冲了上来 我大吼道 猴子 我来对付它 你去对付那个小鬼 我推断 洋娃娃跟那欢欢之间有某种关联 对付欢欢那小鬼 或许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猴子大吼一声 改变了方向 向欢欢冲了过去 欢欢尖叫 你们两个大男人 欺负一个小女孩 不要脸 当着小女孩的面 脱裤子撒尿 也不害臊 猴子自然不会被这话影响到 他宁笑一声 手中的金刚杵 毫不犹豫地 就砸了下去 一边砸一边吼道 你还算什么小女孩 该害臊的应该是你 你佛爷今天就砸死你 看他到底是你厉害 还是我的佛法厉害 金刚之怒 猴子现在寝神上身 大概有七段黄结法师的实力 黄蜂咒语般的轰击 给欢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欢欢刚才被我们困住 他凶猛冲击 已经受了一些伤 这时候跟猴子斗的是一个旗鼓相当 猴子只有五分钟的战斗时间 他必须要拼命 我的猜测是正确的 猴子缠住了欢欢 杨娃娃的状态没有那么强了 在我的疯狂攻击下 开始亮枪向后倒退 我咬紧牙关 吃奶的力量都拿出来了 翔摩剑对他疯狂的轰击 每一次轰击都会发出沉闷的响声 见到杨娃娃被我打退 欢欢似乎有些着急 嘴中嘶声尖叫 杨娃娃听到欢欢的尖叫 停止了倒退 开始向我反击 他反击的招式很简单 毛茸茸的手向我轰击了过来 他的这个样子 或许在外人眼中 看起来有些可爱 但我却是如临大敌 即便这鬼东西的轰击 没有任何的力量波动 但我心中却是充满了强烈不安 有一种被他打中就要完了的感觉 杀 我大吼 翔摩剑金光绽放 迎了上去 碰 一记硬拼 杨娃娃身体晃了晃 又扑杀了过来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竟然这么变态 我心中把这杨娃娃骂得个狗血淋头 鸭箱本事都拿出来了 我真的不知道 他到底算什么邪物 我和杨娃娃大站在了一起 在欢欢的尖叫下 我们俩暂时是旗鼓相当 随着时间的推移 猴子那边压力越来越大 他就只有五分钟 五分钟过了 若是不能解决掉对手 他就完蛋了 欢欢有些邪门 那是一种越战越勇的架势 猴子有些抵挡不住了 呈现败事 我眼角的余光 瞟了他那里一眼 见到这情况 眼皮猛地一跳 再这样下去 猴子就要隔屁了 我大喝一声 划开手指 快速用血液 在降魔剪上画了一道符录 杨娃娃冲了上来 嘴中发出嘻嘻的笑声 滚 我怒喝 一剪抽出 由我血液加持的降魔剪 非同一般 一剪抽出 杨娃娃发出一声尖叫 倒飞了出去 趁着这个空隙 我快速冲到猴子那边 一剪抽向了欢欢 欢欢察觉到危险 大声尖叫 双手向我拍来 啪 我这一剪 破了他的防御 把他吊轰飞了 见到这一幕 我眼中露出了一抹意思 刚才我可是跟欢欢交过手的 他的力量可不止这么一点 似乎是瞬间衰弱了 望着欢欢背后空无一物 我有些明白了 这小鬼的法力 大部分都是那杨娃娃提供的 他们两个似乎是相辅相成 相互加持 瞬间一个想法 在我脑海里生出 莫非不是欢欢在控制杨娃娃 而是杨娃娃在控制欢欢 给我去死 猴子抓住了这个时机 挥舞着金刚柱 对受伤的欢欢发起猛攻 我大喝道 猴子 不要杀了他 把葫芦拿出来 收了他 杨娃娃冲了过来 他的神色变得极其怨毒 嘴中呜呜的咆哮 对我进行猛攻 我望着他大喝道 邪卧 你告诉我 是不是你杀了欢欢和他的妈妈 呵呵 杨娃娃嘴中发出了一道圣人的阴森笑声 对我展开猛烈攻击 我大怒道 果然是你这个邪无搞的鬼 道爷 今天要替天行道 这杨娃娃 前后有不小的变化 她的这种变化 让我越发觉得 我的猜测是正确的 她不是傀儡 真正的傀儡是欢欢 我和杨娃娃 都拿出了所有的本事 斗得是难舍难分 有了我刚才那一个重击 猴子那边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对欢欢进行最后的收网 在猴子寝神时间 只剩下一分钟的时候 猴子一声大吼 金刚柱把欢欢给轰在了地上 瘦 他猛的一声大吼 揭开了我不置在葫芦上的封印 把欢欢给收进了葫芦里 老林 我来帮你 猴子只剩下最后一分钟了 咆哮着冲了过来 不顾一切地向杨娃娃轰击 哦 杨娃娃嘴中发出怨毒的尖叫 见到欢欢被收了 他开始变得异常暴躁 攻击也成了毫无章法 猴子想要发挥这不到一分钟的余热 拼了命的攻击 为我争取一缕喘息机会 天刚烈火符 我手中夹了两道黄符 截了一道法印 大吼着将黄符拍了出去 天刚烈火符 那是天刚符和烈火符的组合 力量翻倍的增加 杨娃娃没有察觉到我这一季的异常 跟之前一样挥手拍去 碰 天刚烈火符拍在杨娃娃身上 杨娃娃的手直接就点燃了 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尖叫 有效 这一幕把我看得欣喜不已 要知道刚才杨娃娃 可是无视我的黄符 再来 我大吼一声 又是一道组合符录拍了出去 杨娃娃对我的这种组合符录有些害怕 尖叫着逃出了战斗圈 大门打开 她迅速冲了出去 眨眼间就消失在了黑暗中 妖念 给我站住 猴子大吼 想要去追 猴子 不要追了 回来 我喝道 猴子身体一软 倒在了地上 她请神时间到了 接下来将是两个小时的疲惫期 该死的 猴子对于自己的这种疲惫期 十分不满 不甘心地咒骂了一句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安慰道 猴子 不用有什么不爽的 请神能够在短时间内 获得强大力量 肯定会有限制和后遗症的 否则将会乱套 猴子苦笑着点头 老林 我明白了 只是这样 看着那家伙逃跑 很是不甘心 我看了一眼外面 皱眉道 今天晚上 我们坏了那家伙的好事 他肯定会回来 找我们的 不用着急 我将葫芦拿了起来 手并剑指 轻轻在葫芦上一点 喝道 开 葫芦上金光一闪 我不下的封印解开了 提着葫芦轻轻一道 欢欢从里面掉了出来 此时的欢欢跟之前有不小的区别 他身上的怨恨之气 消散得差不多了 一脸的茫然 好像很呆滞的样子 见到他这副模样 我心中微动 伸手在他面前挥了挥 喝道 速速醒来 欢欢的身体猛的一阵 有些疑惑不解地望着我 似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望着他轻语道 欢欢 我叫丁玲 是一位法师 我现在有些话要问你 你要如实地回答我 欢欢先是愣了愣 然后突然就好像是开窍了一样 急忙跪在我面前 哭泣道 法师 求求你给我主持公道 我妈妈被害死了 我也被害死了 我 我轻语 你起来 有什么事 我们慢慢说 只要你能说清楚 能帮上忙的 我一定不会拒绝 谢谢法师 谢谢法师 欢欢猛地向我磕头 磕了好几下才爬起来 我沉声问道 你说你和你妈妈 都是被人害死的 你知道是谁害死了你们吗 欢欢脸上充满了惊恐 身体颤抖了起来 颤唯唯道 他 他不是人 他是一只羊娃娃 那只羊娃娃有这么大 他的身上都是红色的 他 他是活的 他 他好可怕 他拿起斧头砍掉了我妈妈的头 然后把我埋进了垃圾堆里 我好害怕 呜呜 欢欢一边说一边哭泣 充满了极度惊恐和慌乱 我问道 欢欢 你知道那个羊娃娃 为什么要害你们吗 那个羊娃娃是从哪里来的 之前有没有见过那个羊娃娃 欢欢蹲在地上 缩成了一团 呜呜哭泣道 那个羊娃娃 是我爸爸一个月前送我的生日礼物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杀我和我妈妈 我不知道我爸爸从哪里买来的羊娃娃 这个消息 让我眉头皱了起来 杀人的羊娃娃 居然是欢欢爸爸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这个消息有些不可思议 那这件事跟欢欢的爸爸有没有关系 猴子急切问道 那你爸爸去哪里了 欢欢愣了愣 然后摇头 小声道 我爸爸喜欢喝酒 是个酒鬼 一喝醉就打我妈妈 他经常十天半个月不回家 我和我妈妈死的时候 没有看到他 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眉头紧锁 欢欢的爸爸去哪里了 他到底跟这件事有没有关系 猴子低声道 老林 你说这事会不会是 欢欢的爸爸搞的鬼 欢欢爸爸把那个羊娃娃带回家 然后自己借机失踪 那个羊娃娃抱起杀人 这样他就可以有不在场的证据 我问道 那你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猴子想也没想就说道 原因很简单 妻儿都死光了 他才可以光明正大的 再去别的找女人 我哭笑不得地说 虽然你分析的有些道理 但你不要忘了 欢欢和他妈妈 都是被羊娃娃杀死的 都是不正常的死亡 按照你的意思 杀人的羊娃娃是 欢欢爸爸故意弄回来的 那是不是也可以说 欢欢爸爸不是一个普通人 猴子点头 理所当然道 他肯定不是普通人 普通人怎么可能会 接触到这种东西 我说道 既然欢欢爸爸不是普通人 如果他想要杀自己妻女 为什么不自己动手 干嘛要弄得这么复杂 你要知道 风水悬门的人想要害人 制造意外死亡 实在是太容易了 他根本就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 呃 猴子挠了脑脑袋 顿时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 他黑黑笑道 老连 你脑袋好使 那你说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沉声道 杀人的羊娃娃是 欢欢爸爸弄回来的不不假 我怀疑他自己都不知道 那个羊娃娃有鬼 而且 你看欢欢神色呆滞 他好像根本就不知道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这就印证了我之前的猜测 欢欢只是那个羊娃娃的傀儡 那个羊娃娃 根本就是有自主意识 这样的一个邪恶欢欢的爸爸 怎么可能控制得住 猴子挠了脑脑袋 问道 老连 你就直接说结论吧 羊娃娃为什么要杀人 我没有立马说话 陷入了沉思中 过了片刻 我欢欢说道 欢欢的爸爸 很有可能已经死了 我怀疑欢欢的爸爸 上了别人的道 有人在借他的手害人 猴子愣了愣 疑惑道 老连 你是想说 那个羊娃娃 是别人给欢欢爸爸的 其目的 就是为了让欢欢爸爸 把羊娃娃带回家 好给机会让羊娃娃杀人 我点头 沉声道 眼下我们当务之急 是找到那个羊娃娃 只有找到她 才可以弄清楚 她身上的事 又或者 找到欢欢的爸爸 猴子对我的分析表示认同 他咕弄道 羊娃娃本来是死物 她怎么就可以活过来呢 怎么还可以用 如此恶毒的手段杀人呢 真是太不可思议 太邪门了 我悠悠道 风水悬门 有一种叫练魂的邪术 那种邪术 可以把人的魂魄 封印进任何器物里面 别说羊娃娃 就算是一张纸 一支笔 一根头发 也可以在练魂的手段下 活过来 猴子 我有一种感觉 这件事背后 似乎隐藏着一个 不为人知的大秘密 猴子被我说的练魂术 给震惊到了 急切问道 老连 你说的这个练魂术 真的有这么恐怖吗 我点头 陈生说 这种邪术当然恐怖 它的恐怖和残忍 远不止我所说的这些 猴子很是吃惊 按照你这么说 这羊娃娃可以活过来杀人 其实不是羊娃娃活过来了 而是有人用练魂邪术 被羊娃娃施了法 也就是说 羊娃娃其实是一只恶鬼 我承认道 可以这么理解 在羊娃娃身上附着一只恶鬼 又或者其他的邪灵怪物 总而言之 羊娃娃是死物 她肯定不会自己 无缘无故地活过来 我望向欢欢 说道 把羊娃娃害你和你妈妈的详细 讲过讲述一遍 欢欢讲述了起来 她说那天晚上 她和妈妈在房间里睡觉 放在床上的羊娃娃 突然就活了过来 她也不知道 羊娃娃是从哪里 弄来了一把斧头 用极其残忍的手段 把她妈妈给砍死了 脑袋都滚到了床下 当时她直接就吓傻了 没有力气逃跑 最后羊娃娃 把她也给杀了 尸体埋在了垃圾堆里 前几天才被人找到挖了出来 后来她就变成了鬼 再后来 她就什么事都不记得了 猴子皱眉 问道 你不是跟那个羊娃娃 在一起那么久吗 后来的事 你怎么会不知道 欢欢哭着说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变成鬼后 都发生了些什么事 等我再次醒来 就看到法师和你 我朝猴子点点头 我的猜测是正确的 欢欢确实被画成了傀儡 既然是傀儡 既然不知道后面的事 沉默了一会 我问道 你尝试感应一下你的爸爸 看他是否还活在世上 欢欢望着我愣愣道 这样可以感受得到吗 我说道 你和你爸爸有血脉相连 你现在处于鬼魂的状态 可以感应得到 在我的鼓励下 欢欢缓缓闭上了眼睛 过了大概十分钟左右 他睁开眼睛 呜呜哭泣道 法师大人 我感觉到了 我爸爸好像已经没有活在这世上 他好像也死了 对于这个结果 我没有多少惊讶 在我的预料中 我再问道 你能够感应到 你爸爸是怎么死的吗 欢欢再次闭上眼睛 尝试感应了一番 最终很遗憾 他感应不到 我没再勉强 轻声道 尘归尘土归土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我们也没办法让时光倒流 你去明界投胎去吧 杨奸的事 你就不用管了 欢欢点头 什么也没说 卷起一股 阴风哭着离开了 猴子望着欢欢 离去的背影 有些失落 低声道 老林 这个孩子实在是很可怜 我们能不能为他做点什么 我望着猴子 问道 你想为他主持公道 猴子点头 又摇头说 对于这个可怜的孩子 我真的是动了恻隐之心 但是我知道 以我的本事 根本就不可能为他主持公道 我不是那个洋娃娃的对手 还需要你拍板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着说 猴子 你不是一个人 你还有我 我们已经得罪了那个洋娃娃 即便我们现在停手 那洋娃娃也不会放过我们 既然如此 那我们有什么可犹豫的 猴子脸上露出了喜色 急忙道 老林 你的意思是说 这件事我们要管到底 对吗 我哈哈笑道 这是一件大功德的事 我们既然遇到了 自然是要管到底 而且 我对洋娃娃背后的东西 也很感兴趣 我倒想看看 到底是什么人躲在背后 搞这种害人的鬼把戏 得到了我准确的回答 猴子顿时眉飞色舞了起来 老林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我笑着说 你去把汤桃找过来吧 欢欢的后事 还是需要他来做 猴子拖着疲惫的身体 出去找人了 我则是坐在灵堂里 琢磨着这件事 只有欢欢的爸爸 知道洋娃娃的来历 现在他已经死了 连鬼魂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显然这个方向走不通 接下来 我们只能是采取最原始的方法 守株待兔 等着那家伙找上门来 猴子好说歹说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把汤桃给喊来了 汤桃刚才已经被吓到了 所以此时是极其的不情愿 以及不耐烦 见到我便抱怨道 法师 这件事我不管了 还不行吗 我不做善事了不行吗 我还有老婆孩子 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课怎么办 我没有打断他 等他说完了 我才笑呵呵地说 汤先生 你不要激动 欢欢的事我已经解决了 你就放心吧 他不会变成鬼 回来找你麻烦 真的 我不信 汤桃对我的话 是吃怀疑的态度 认为我是在忽悠他 说什么他都不相信 猴子顿时不耐烦道 我说你这个人 怎么就这么轴呢 我家老林是什么人 他会那么无聊地 来忽悠你 我可告诉你 你是运气好 遇到了我家老林 否则的话今晚上 你们就要出大事 我朝猴子摆手 继续对汤桃说道 汤先生 你想啊 这个丧事是你开了头的 如果你半途而废 不把丧事办完 你说王人会开心吗 猴子带着极许抱负的 恶趣味说道 没错 如果你惹得王人不开心了 后果是什么 就用不着 我们多说了吧 汤桃脸色一变 望着我结结巴巴道 法师 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我轻语道 把这丧事继续办完 当然了 我们也不可能做事不管 我们会一直在这里等你 把丧事做完才离开 汤桃听我这么说 对我是千恩万谢 表示他会把这丧事办完 天亮后棺材就去下葬了 我自然是全程盯着 一切平安 没出什么事 丧事办完了 猴子问道 老林 我们是在这里等了 洋娃娃上门来报复吗 我摇头道 没必要在这里等 无论我们去到哪里 那洋娃娃都会找过去的 这个仇 他报定了 我和猴子回家了 回到家里 我又重新布置了一下 等着那洋娃娃到来 一晃两天过去了 洋娃娃并没有来找我们报仇 猴子有些纳闷了 嘀咕道 老林 莫非那家伙害怕了 不敢来了 我说道 不要着急 该来的那个家伙就会来的 我们随时做好准备就行 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天 但洋娃娃那充满怨气的样子 依旧回荡在我眼前 我不相信这个东西 会放弃对我们的报复 她还没有出现 只能说明她 没有找到恰当的时机出手而已 我们若是误以为她不来 就要坏事了 到了第三天的时候 洋娃娃依旧没有来 但却是有一个新的情况 猴子接了一个电话 然后望着我说道 老林 徐银打来的 我有些惊讶 自从上次我明确拒绝了她 她就再也没有跟我们联系过了 我问道 她这是有什么事吗 徐银说 今天是她的生日 晚上举办了一个聚会 想邀请我们去参加 我略微犹豫了一会 说道 既然是她的生日 那我们自然要去参加 让她把地址告诉我们 我们到时候按时参加 猴子挂了电话 笑着说 老林 不直接打电话你 看来她心中还是有些疙瘩 我笑着说 时间久了 她自然就会好的 猴子挠着脑袋 问道 你说我们给她准备什么生日礼物 这个吗 我承认着 这倒是一个男士 我长这么大 还从来都没有送过谁生日礼物 徐银不缺钱 远比我们富有 送钱才给她会显得很俗气 不送钱挑选礼物 好像也没有什么礼物可选的 如果选得不好 也会显得俗不可耐 我琢磨了一会 说道 趁现在还有点时间 我给她制作一道护身符吧 猴子 你去帮我挑一块好的材料 得嘞 猴子应答 冲进了我们的小仓库 没意会她挑选了一块玉石出来 问道 老练 你看这块玉行不行 我扫了那块玉一眼 笑着点点头 就塌了 我花了一天的时间 用这块玉石 给徐银制作了一道护身符 这道护身符 是我目前为止 能够做的最好的护身符 我把护身符丢给猴子 笑着说 猴子 随便找个纸盒 把它装起来 猴子小心翼翼地 把护身符接着 埋怨道 老练 你可悠着点 这东西要是砸碎了就糟糕了 很贵重的 徐银生日聚会的地点 在龙江城的一个星级酒店 到了差不多的时间 我就和猴子出发了 我们去的时候 房间里已经来了不少人 全都是徐银的好友 我快速在人群中扫了一眼 见到了一个熟人 徐银的那个同僚梁洪韵也来了 在梁洪韵身边 还坐着两个老人 想必他们就是另外的两位八品城隍 当我和猴子到来的时候 那三位八品城隍的目光 向我们看了过来 他们朝我点点头 脸上有着客套的笑容 猴子压低声音说 老林 我怎么觉得 这几个家伙的笑容 有些不对劲啊 有一种黄鼠狼给击败年的感觉 我轻笑道 管他们呢 不要来招惹我们就行了 见我来了 徐银急忙走了过来 一脸笑容 丁玲 方后 让你们腾出时间 来参加我的聚会 实在是抱歉 我笑着说 我们是朋友 你过生日 我们礼当来庆祝 猴子递给徐银 一个精美的木盒 笑黑黑道 徐大成皇 这是我家老林 亲自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你看看喜不喜欢 徐银急忙说道 这实在是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你们能来 我就很开心了 我哪里 还能收你们的礼物呢 见到猴子准备的那个木盒 我也是一阵无语 我让他随便找个纸盒子 装着就行了 他倒是好 找了个极其精美的盒子 换作是我 我也会认为 里面是一件极其珍贵的东西 猴子将木盒强行 塞在了徐银手中 笑黑黑道 这可是我家老林 特意为你准备的 你要是不收下 岂不是辜负了 我家老林的一片苦心 徐银收下木盒 开心地说道 丁琳 谢谢你 你送的礼物 我肯定会很喜欢的 我笑着说 你不用管我们 去招待你的客人吧 我们自己来 我和猴子 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 没一会梁红韵 带着另外两名八品城隍过来了 猴子低声道道 他们来干嘛 我笑着说 管他们呢 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我现在是九段黄节法师 这八品城隍 我都不放在眼中 自然是无拘他们的任何意图 三人走到我面前 梁红韵笑着对我说 丁法师 今天能见到你 实在是太荣幸了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两位分别是 这三人也没有啥事 就是客套一番 碰了个杯 聊了两句就离开了 聚会正式开始 徐尹把我和猴子看得很重 还特意给大家伙介绍了一番 聚会一直到深夜才结束 我们谢绝了徐尹 送我们回去的好意 我们哥俩自己开车回去了 到了天快亮了的时候 我被电话吵醒了 迷糊着接了 喂 谁啊 一阵沙哑 阴森冰冷的声音 从电话里响起 丁铃 如果你想救你的朋友 那就乖乖地到城郊来 否则这个女人就得死 当那人的声音响起的瞬间 我直接就惊醒了过来 看了一眼来电号码 是徐尹的 瞬间千万道思绪 在我脑海中闪过 沉声问道 你是谁 你想干什么 电话那边的人 阴侧侧地说 丁铃 你不是喜欢多管闲事吗 这一回 我倒要看你 怎么多管闲事 我只给你一个小时时间 你若是不来 你就等着给这个女人收尸吧 我怒喝道 徐尹乃是城皇甫的人 你敢动她 城皇甫不会放过你的 现在计时开始 电话那边说了一句 然后就挂了电话 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喂 喂 你到底是谁 操 我气得一阵怒骂 将手机砸在床上 这个电话 让我彻底恢复了清醒 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是凌晨四点半 还有一个多小时天就要亮 我强迫让自己冷静 思绪快速在脑海中转动 现在有一个最大的疑问 摆在我眼前 到底是谁绑走了徐尹 这事 是冲着我来的 徐尹只是受到了连累而已 一个想法 在我脑海中浮现 我没有过多的犹豫 冲出房间 大喊道 猴子 起床 出事了 拿好家伙出发 猴子本来还在睡梦中 跟周公的女儿约会 听到我的呼喊声 瞬间就醒来了 从枕头下摸出斧头 穿着内裤就冲出了房间 焦急地大喊道 老林 出什么事了 我沉声道 猴子 没有时间解释 你赶紧把衣服穿好 拿着家伙跟我出城 事情我在路上慢慢跟你说 猴子不敢多问 赶紧冲回房间穿好衣服 拿起家伙 快速启动车子 疯狂向龙江城外赶去 在车上 猴子问道 老林 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沉声道 刚才我接了一个 用徐影手机打来的电话 徐影被人绑架了 那人约我去龙江城外见面 那人说我若是不去 他就杀了徐影 是 猴子猛地踩了一个急刹车 把车子在路中央停了下来 他大声道 老林 你不能去 这就是一个引诱 你出城的圈套 你忘了吗 白鬼阁可是说了 你要是出了龙江城 他们就会报复你的 这事肯定是他们干的 你绝对不能出城 不能往这个圈套里钻 见到猴子 那激动的神情 我心中充满了感动 他这是关心我的安危 所以才会如此的激动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猴子 事情没有你想的这么严重 猴子提高声音道 怎么就没有这么严重啊 我们干掉了白鬼阁的人 白鬼阁对这件事 一直都惦记着的 他们想要弄死你报仇 徐影就是他们抓走 给你设的圈套 老林 以前都是我听你的 这件事 你要听我的 我知道你讲义气 担心徐影的安全 我替你去 你就在家里等我的消息 猴子 你听我说 我大声道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但你听我说完再做决定 猴子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 睁大眼睛望着我 我沉声道 我认为 徐影不是白鬼阁的人抓走的 你想啊 徐影是城皇府的人 城皇府可不是一般 三教九流的小势力 白鬼阁没有那么傻抓徐影 来要挟我 白鬼阁这些年 被挣到势力打压 处境不怎么好 如果为了对付 我而得罪城皇府 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死在我手中 那几个白鬼阁弟子 地位并不高 白鬼阁不会因为 给他们报仇 而大动干戈 综合这些情况来看 我有九成把握 不是白鬼阁抓走了徐影 猴子眉头紧锁 沉声道 如果不是白鬼阁抓走了徐影 那会是谁 我悠悠道 猴子 你难道忘记了 那个洋娃娃吗 我们昨晚才参加了 徐影的生日聚会 几个小时后 徐影就被人抓起来要挟我 你说是不是那洋娃娃干的 猴子恍然大悟地点头 沉声道 老林 听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很有可能 是洋娃娃干的 洋娃娃应该一直都在我们附近盯着我们 她一直找不到出手的机会 当她得知 徐影跟我们关系颇深 所以就抓住徐影来要挟你 我重重地点头 没错 我正是这么想的 洋娃娃想要对付的人是我 跟徐影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能连累她 猴子 开车 我们去会议会那鬼东西 猴子一踩油门 车子继续向城外飙去 猴子又皱眉道 老林 那鬼东西只是说让我们去郊区 没有说具体的位置 我们该怎么找到她 我沉声道 这个问题不是我们操心的 那鬼东西说不定就在暗中盯着我们 等我们出城了 她会联系我们的 猴子 我跟你说 到时候我们这样做 趁着这个时间 我快速布置了几个预案 以免到时候乱了手脚 猴子开车的速度很快 一个半小时的路 只是用了四十分钟就走完了 我们刚出了龙江城 我的手机就响了 依旧是用徐影的电话打来的 我按了接听键 开了免提 没有说话 电话那边 那阴森沙哑的声音响起 那声音刺耳难听 无法分辨是男是女 丁玲 看来你很在意你的这个朋友吗 你还挺讲义气的 我是不是应该给你一个赞 我喝道 你少在老子面前装枪做事 你想要报复的人是我 不是我的朋友 把人给我放了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我可告诉你 徐影是城皇府的人 你若是不放人 我这就联系城皇府 你就等着被围攻吧 电话那边阴森笑了起来 我知道这女人是城皇府的人 你不用替我操心 等你到了 我自然会放人 现在你向西拐 到十三里地外的土地庙来见我 说完 电话就被挂掉 操 我再一次忍不住 抱了一句粗口 真是搞得人火大 我讨厌这种 被人威胁的感觉 我眼中有着杀机流转 等我抓到了那东西 我非得打死它不可 猴子安慰道 老林 你千万要冷静 越到这个时候 就越要冷静 对方就是想要你激动 让你不冷静 想要等着你出错 我点头 吐了一口浊气 在心中默念了一遍静心咒 让自己保持冷静 猴子见我神色 恢复了平静 说道 老林 我们联系城皇府吧 这样可以对那家伙 造成一些压力 我沉默了一会 拿出手机快速翻找着 最后找到了一个号码 说道 猴子 我们先不急着联系城皇府 过去看看情况再说 如果情况不对 你就用这个电话 联系城皇府 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 有机会 你就带着徐颖离开 不用管我 猴子想要说些什么 在我的目光逼势下 他终究点了点头 我们来到了十三里外的土地庙 隔着老远 就看到徐颖被绑在了一棵树梢上 嘴中塞着异物 徐颖见到我们来了 剧烈挣扎 嘴中发出了呜呜的声音 猴子急忙朝他做手势 大喊道 徐颖 不要害怕 我们来救你了 我没有说话 紧握小摩检 沉着脸向四处扫尸 这里一片死寂 除了徐颖被绑在树梢上 并没有看到其他的人影 我灵童之眼大开 仔细扫视 依旧没有发现任何端倪 我眉头皱起 这种情况很明显就是不对劲 那东西把我约到这里来 他怎么自己就不见了 我压低声音道 猴子 我掩护 你上树救人 猴子点头 快速向树上攀爬 踏个头高 体型消瘦 爬树的速度很快 我一手握翔摩检 一手握黄符 凝神戒备 随时准备进攻 一直都没有任何动静 猴子很轻松 就爬到了树梢 斧头挥动 砍断了徐颖身上的绳索 就要伸手去扯他嘴中的义务 突然我猛地打了一个哆嗦 一股不祥的强烈预感 充斥在我心中 我抬头看了树梢一眼 眼皮狂跳 大猴道 猴子 小心 他不是徐颖 快 跳 猴子听到我的大猴 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丢掉徐颖 纵身向地面跳下 我大猴一声 双腿扎马步 稳稳当当地把猴子接住了 卸掉那股冲击力 猴子 没事吧 我问 猴子迅速从地上爬起 把我拉了起来 大声道 老林 我没事 你怎么样 我也没事 幸好猴子 跟我配合默契 对我的话没有丝毫质疑 说跳就跳 否则就糟糕了 猴子有些纳闷问道 老林 这是怎么回事 按理说 猴子砍断了徐颖身上的绳索 他刚才刹那间 把徐颖给丢下了 徐颖应该从树梢掉下来才对 事实上 徐颖并没有掉下来 我抬头向树梢看了一眼 沉着脸说 你看看就知道了 在我说话的时候 猴子就已经抬头了 看到树梢的情况 让他大跌眼镜 脸色巨变 徐颖依旧还在树梢上 不过他此时 是像猿猴一样 挂在了树梢上 身体轻得 像是没有重量似的 徐颖用一双阴森 仇恨的眼睛盯着我们 嘴中发出了 呵呵的阴森笑声 那眼神 那笑声都不是徐颖的 猴子大吼道 马德哥八子 你为什么要变成 徐颖的样子骗我们 你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徐颖哥哥笑着 松手从树上跳了下来 轻飘飘地落在我们面前 他的眼神更加阴森冷漠了 他望着我们 哥哥音笑道 我就是徐颖啊 你们难道不认识我了 是尼玛的头 给我显出原形 我怒吓 直接拍出了一道 组合黄符 化成了天罡烈火 猴子的动作也快 跟我配合得十分默契 当我大骂的时候 他就已经把八卦镜拿了出来 猛地向徐颖招去 在两股力量的加持下 徐颖发出一声惨叫 他身上有一股黑气冲起 像是被烈火焚烧了一样 阴风卷起 他身上的衣服掉在了地上 他则是化为一道黑影逃走了 咦 这是什么情况 猴子一脸惊疑 我瞟了一眼掉在地上的衣服 沉声道 衣服的确是徐颖的 但人却是鬼装扮的 那道人影逃到了土地庙旁边 身影显化了出来 是一个长发女人 准确地来说 那是一只长发女鬼 长发女鬼 用着阴森的目光盯着我 阴侧侧地问 丁玲 我隐藏得那么好 你是如何发现我的 我望着她冷漠道 不得不说 你的隐藏技术很好 装扮得非常逼真 第一时间 我也没有察觉到 你是假的 虽然你的形装扮得非常好 但是你忽略了一个 很关键性的东西 哦 是吗 长发女鬼有些惊讶 问道 我忽略了什么 我冷漠道 徐颖是八品城隍 身上有一股 纯正的城隍气息 虽然你在极力模仿 她的这种气息 但你终究只是一只恶鬼 你怎么可能模仿得出 纯正的城隍气息 长发女鬼长叹了一声 一脸怨恨道 想不到 我居然是这样漏了马脚 我本来马上就可以成功了的 在我说话的时候 猴子已经是在慢慢 向长发女鬼靠近 她抓住了时机 猛地出手 天罗地网向长发女鬼撒去 长发女鬼 对猴子的这种攻击 表示很不屑 想要闪身躲避 我眼中闪过一抹讥讽 真当我是摆设站着 不知道出手吗 杀鬼符 我猛地挥手 两道杀鬼符 飞向了长发女鬼 我的杀鬼符 直接就封锁了 长发女鬼的退路 她没法闪避 只能是尖叫着 向猴子的天罗地网中钻去 想要从那里突破 破 天罗地网落下 直接把她给笼罩在了其中 女鬼尖叫 想要冲撞逃走 奈何天罗地网上 充满了质阳力量 只要她碰撞 身体就会起火 死 我冷漠到 屈指一弹 一枚铜钱飞射而出 直接就打穿了她的眉心 把她打得魂飞魄散 不过是一个鬼灵级的小鬼而已 我根本就不放在眼中 我紧盯着那土地庙 怒喝道 我已经来了 你出来吧 不要藏头藏尾了 啪啪啪 一阵拍掌声响起 紧接着一道沙哑的声音 从土地庙中传来 丁法师 你果然是聪慧 如此聪慧的年轻法师 现在可是很少见了 只是可惜了 你要跟我作对 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呵呵呵 一阵阴森地冷笑过后 那声音又继续响起 不过丁法师请放心 等你死后 我会代替你 继续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如果你有老婆女儿的话 我会替你好好照顾他们 结结结 猴子怒了 大吼道 照顾你大爷 有种你就给老子滚出来 猴爷一斧头劈死你 我朝猴子摆手 示意他冷静 我戒备着 向土地庙走去 一边走一边说道 我知道你是冲着我来的 把我的朋友给我放了 我们俩单打独斗 土地庙中 那阴森声音道 想要救这个女人 也不是不可以 只要你给我跪下 我立马就把这女人放了 丁玲 这比买卖很划算 你还需要考虑吗 你如果不给我跪下 我不敢保证 你这个女人 会不会缺胳膊少腿 我只给你这一次机会 你若是错过了 可不要后悔 土地庙中传出的声音 沙哑刺耳 就是给我打电话的那个 听不出男女性别 听到那人说的话 猴子再也忍不住了 怒吼道 你这该死鬼东西 还想让我家老林给你下跪 你怎么不去死呢 你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的样子 如此厚颜无耻的话 你也说得出来 草 你是什么东西 你让人给你下跪 就给你下跪啊 什么东西 听到如此羞辱我的话 猴子很是生气 每一个毛孔中 都冒着怒火 猴子 我低语了一声 眼中杀鸡很浓 竟敢让我下跪 真的当我是倪人吗 猴子跟在我身边 紧握斧头 一步步向土地庙走去 那沙哑的声音再次响起 冷笑道 丁琳 你可想好了 你真的不下跪求饶 如果你不下跪求饶 我就杀了这女人 我冷漠道 那你就杀了她吧 只要她受到了一根汗毛的损伤 我就把你碎尸万段 让你尝试一千倍的痛苦 妄想用这种方式来羞辱我 那是不可能的 我丁琳堂堂七尺男 岂会受如此羞辱 那沙哑声音 呵呵阴森冷笑着 女人 看来你的这位朋友 并不在意你的生死啊 这样的男人自私自利 是靠不住的 我和猴子走到了土地庙前 看到了被脱掉外套的徐颖 在徐颖身边 站着一个全身笼罩着黑气的人 那个人全身都笼罩在黑气中 看不到她的容貌 不知道她的性别 徐颖身上缠绕着一股黑气 那股黑气 像是大蛇一样缠着她 让她无法开口说话 徐颖睁大眼睛望着我 眼中充满了焦急 虽然她不能说话 但她眼神里的意思 我看明白了 她这是让我走 不要管她 我的目光落在那被黑气 笼罩的人身上 那家伙身上的黑气 乃是一股极其邪恶的邪气 那股邪气很古怪 让我看不穿那个家伙的身前 也无法窥探到她更多的信息 土地庙里除了他们外 就没有看到别的东西 那个会杀人的洋娃娃也没看到 我悄悄朝猴子做了一个手势 然后望着那人影喝道 我已经来了 你可以把我的朋友给放了 那人影阴森笑了起来 叮铃 你这讲义气的品质 真的让我很感动啊 早知道这么轻松 就可以把你弄出来 我又何必搞得那么麻烦呢 我怒喝道 少啰嗦 把人家又放了 你要找的人是我 跟他没有关系 人影呵呵笑道 你说的没错 的确跟这女人没有关系 既然你来了 那这个女人的价值就没有了 既然没有价值了 那就杀了吧 话音落下 她抬手就向徐颖的脑袋拍去 大胆 我怒喝 挤到天罡符飞了出去 在天罡符飞出去的刹那 我也手持 降魔剑冲了过去 挥动降魔剑 就向那人影抽去 在我动了的这一刻 猴子得到我的暗示 也动了 她咆哮一声 直接就是寝神上身 扑向了徐颖 在寝神上身的加持下 她的速度很快 瞬间就冲到了徐颖面前 一巴掌拍下 手上佛光弥漫 把缭绕在徐颖身上的那股黑气 给拍散了 猴子拉着徐颖 快速向外退去 哄 我跟那人影对轰了一击 借着那股反正之力 向后倒退 跟那人影拉开了距离 人影的目光落在猴子身上 阴森道 想不到你这个家伙 还有这样的本事 倒是小瞧你了 我没有理会她 目光落在了徐颖身上 虽然猴子拍散了 缠绕在徐颖身上的黑气 但徐颖依旧动弹不得 像是被施了定身咒一样 我挥手拍了一道黄符 在徐颖身上 大喝道 破 当我的黄符落在徐颖身上 徐颖闷哼一声 一股黑气从她头顶冲了出来 徐颖身上的咒语被我破了 恢复了说话能力 她激动地大叫道 定灵 方后 你们快走 不要管我 我低沉道 猴子 带她走 猴子此时正是在寝神的状态 体内力量澎湃 恶狠狠地盯着那人影 吼道 老练 你带着徐颖离开 我来跟她打 走 我低沉道 话语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语气 眼前那个家伙很强 邪气很重 以猴子那五分钟的寝神时间 根本就斗不过她 徐颖被邪气肆掠过 她现在连站着都是问题 留在这里是个累赘 必须要带她离开 猴子低吼道 老练 你自己小心点 说完 她咬牙 抱起徐颖 快速向外跑去 见到猴子带走了徐颖 那人影也没有阻拦 她只是阴冷地盯着我 如我刚才所说的 她的目标是我 现在我来了 徐颖对她 没有任何用处 我望着那人影冷漠道 露出你的真面目吧 不用藏头藏尾的了 人影盯着我 呵呵冷笑道 丁玲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对付你吗 我面无表情道 一个连真面目都不敢拿出来见人的东西 我不屑于知道你是谁 你在我眼中 跟路边的阿猫阿狗没有任何区别 人影顿时大怒 朝我咆哮 丁玲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 坏我好事 还敢在这里如此大言不惨 今晚我就要收了你魂 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我嘴角勾起 一脸不屑道 你就只敢用这些下三滥的招式来引诱我出来 你还想杀我 痴心妄想 人影被我的话给激怒了 笼罩在她身上的邪气急剧翻滚 很快一个黑衣人出现在了我面前 我望着面前那人 神色古怪道 男人 女人 面前这人是个老家伙 他的样子很丑 丑到我都分辨不出他的性别 那人气急败坏地尖叫道 丁玲 你睁大眼睛看清楚了 我是女人 记住我的名字 我叫宋安莲 我仔细打量着宋安莲 然后一本正经地摇头说 实不相瞒 你这个样子 我真的看不出来 你是个女人 你倒是跟我说说 你哪里长得像女人了 面对我如此羞辱人的话 宋安莲都快气炸了 他歇斯底里地咆哮 丁玲 好一个伶牙利齿的小子 竟敢如此羞辱我 我会让你看清楚 你在我面前就是一个垃圾 你对我提携的资格都没有 你现在笑得欢 马上我就会让你连哭都哭不出来 我眉头皱起 呵斥的 老太婆 你可真够啰嗦的 不就是打架吗 放马过来吧 我倒看看 你这老太婆 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宋安莲神色猙獰 低吼道 杀你还用不着我出手 我的孩子们 都出来吧 随着宋安莲话音落下 一群羊娃娃 从土地庙的神像后面 走了出来 此情此景十分诡异 一群我半人高的羊娃娃 居然全都活了过来 它们像是正常人一样 在地上行走 蹦跳 它们嘴巴张合 还发出呵呵的声音 瞬间就把我包围了起来 我的目光 在这群羊娃娃身上 扫视了一圈 看到了前几天 那只红色羊娃娃 它正站在这群娃娃中间 塑料眼珠子转动 朝我露出了 争鸣阴森的表情 望着这群羊娃娃 我眼中怒火狠旺 神色冷漠地望着宋安莲 呵斥道 你这个鬼东西 竟然用如此邪术害人 今天我非要灭了你不可 这些羊娃娃 全都是被宋安莲 用练魂邪术施法的 这里一共出现了十个 每一个羊娃娃体内 至少封印了一个魂魄 练魂的手段极其残忍 不是所有人的魂 都可以炼制成功地 存在着一定的几率 也就是说 这里虽然只有十个羊娃娃 宋安莲至少害死了几十个人 宋安莲呵呵冷笑道 丁玲 你太狂妄了 就凭你也想破我的法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宋安莲对着这群羊娃娃 一声尖叫 命令道 上 给我吃了它 这十个羊娃娃得到了命令 凶猛地向我扑了过来 它们异常的凶猛 那股气势丝毫不比人弱 我面沉如水 脚踩阴阳钢布 灰剪抽击 翔某剪上金光刺目 夹杂着致阳之力 轰了出去 碰 一剪抽在一只羊娃娃身上 羊娃娃发出一声凄厉惨叫 飞了出去 我没有任何欣喜 因为其他的羊娃娃 全都攻了过来 我快速出手 每一击都准确无误 将一只羊娃娃轰飞 我想磨剪上的力量很强 对这些邪物 有很强的克制之力 这些东西 只要被我轰中 都会受不小的伤 宋安莲在一旁见到这情况 顿时就有些焦急了 她塞了一只白骨哨子在嘴中 猛地吹动哨子 发出急促而又尖锐的声音 随着她的白骨哨吹动 这些羊娃娃变得躁动了起来 攻击的速度更快 力量更强 不仅如此 他们还把自己的身体拨开 每人都从身体里 取出了一把血淋淋的大斧头 他们手持斧头向我杀来 杀伤力比刚才更强 我依旧没有改变战斗的方式 只是用降魔剪轰击 虽然这些羊娃娃法力不俗 但我的重点不是他们 而是宋安莲 宋安莲才是我最大的威胁 所以 我的注意力 只有一小部分 在这些羊娃娃身上 大部分的注意力 都在宋安莲身上 这场战斗我并不着急 主要求稳 我能够预料到 宋安莲还有别的坏招 没有用出来 在我和这些羊娃娃大战的时候 猴子开车 风驰电车地送虚颖回去 虚颖身体乏力 只能够在椅子上躺着 她虚弱道 方后 你不用管我了 快回去帮叮铃 猴子没有说话 猛踩油门 继续向前狂飙 她的五分钟寝神时间 已经过去了 此时此刻她正是处在疲惫期 她也想过去帮忙 但以她此时的实际情况 别过过去帮忙 不要帮到忙就不错了 她现在唯一能做的 那就是咬牙把许颖安全地送回去 至于其他的 只能够到时候再见机行事了 许颖见猴子不说话 还以为她没有听见 于是又说了一遍 猴子低吼道 老林安排我的任务 是把你安全送出去 眨眼间的功夫 我就跟这十个羊娃娃 斗了十来分钟 这些羊娃娃 就像是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他们被我一次次地轰飞了出去 却又是一次次地冲了上来 在宋安莲的施法下 这些羊娃娃是越来越猛 有好几次 我都差点中招了 宋安莲宁笑道 丁莲 你放弃吧 你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只要你现在放弃 我还可以 让你少受一些折磨 我冷哼道 等你先打败我再说吧 宋安莲眼中 闪过一抹凶光 宁森吼道 既然你如此自信 那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真正的本事 宋安莲嘴中的哨音猛的一变 顿时这些羊娃娃身形闪烁 就那么从我面前消失了 全都隐身了 隐身 我嘴角勾起一缕冷笑 羊娃娃隐身的本事 几天前我就已经见识过了 他们的隐身本事确实牛叉 如果这些东西 一开始就在我面前隐身 可能还会对我造成一些麻烦 但是他们都已经跟我打了这么久 他们身上都沾染了我的致阳之力 还想在我面前隐身 这不是痴人说梦 我手腕轻轻一抖 挤到黄浮从袖子里滑落到了我手心 我猛地挥手 黄浮飞了出去 天刚烈火浮 一道浮火 飞向了一个空无一物的地方 啪 浮火瞬间就击中了一个羊娃娃 直接就把那羊娃娃给点燃了 羊娃娃嘶声尖叫 剧烈挣扎 化为了一个火人 几秒钟里 十个羊娃娃 全都被我的天刚烈火符打中了 他们全都化为了火人 你们 完蛋了 我望着化为火人的羊娃娃 冷笑了起来 这个情况让宋安莲大惊 尖叫着吹动着白骨哨 想要催动他们起来战斗 奈何我的羊火太过赤裂 无论它如何吹动哨子都没用 不 一个羊娃娃被烧得炸开了 附在他身上的鬼魂 瞬间烧成灰烬 其余的那些羊娃娃 也同样如此 眨眼间的功夫 就全都烧没了 我这一波 可谓是打得宋安莲 一个措手不及 我冷漠地望着宋安莲 大喝道 老太婆 你还有什么招可以用的 赶紧使出来吧 否则 你死 我一把火把 这些羊娃娃给烧了 让宋安莲气得 都快要炸了 他朝我大声咆哮 该死的叮铃 你为什么要偷鞋 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使用 宋安莲的话 直接就让我目瞪口呆 我为什么要偷鞋 我为什么不一开始就使用 这还是人说的话吗 哦 对了 这个老太婆 已经不能称之为人了 她说出这样的话也正常 还没等我开口 宋安莲又朝我咆哮 丁丁 你这个该爱牵刀的东西 你竟然毁了我的宝贝 你知道我为了这些宝贝 付出了多少吗 你一把火把他们给全烧了 一个都不剩下 你真的该死 你唯有一死 才可以谢罪 听到宋安莲这神经质的话 我眉头皱了起来 这人连这样的话都说得出来 他该不会是脑子有问题吧 我呵斥的 老太婆 你不要给我 啰嗦那些废话 眼下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你自裁在我面前 第二 跪地等死 宋安莲吼道 丁丁 你太狂妄了 我还没有说 刚才不过是开喂菜而已 接下来的才是真正的杀招 是吗 我鼻液得撇撇嘴 我并没有看到 宋安莲的杀招在哪里 在我看来 他最强的杀招 都在那十个洋娃娃身上 现在那十个洋娃娃 都被我干掉了 他还能有什么杀招可用 宋安莲一声大吼 猛地跺脚 一股邪气 从他身上冲了出来 邪气如墨 把他给包裹了起来 让我看不到他的身影 我一阵狐疑 这就是他的杀招 宋安莲的表演还没有结束 他嘴中激里呱啦地 念了一大堆 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咒语 当他的咒语念完后 他身上的气息 又发生了改变 我脸上露出了诧异之色 他身上的邪气 居然开始变成了湿气 一股浓烈的湿气 从他身上弥码出 不仅如此 在这股湿气下 我还感受到了 一股不弱的死气 这 我愣了愣 有些傻眼地望着宋安莲 看他这个样子 他似乎不是活人 而是死人 突然一道灵光 在我脑海中一闪而逝 我猛地一拍脑袋 大声道 我明白了 这女人本来是死了的 她是用着邪术 再给自己掉命 没错 被你猜对了 宋安莲英森笑了起来 她的身体 依旧笼罩在黑气中 我猛地一朵降魔剪 大怒道 你这个该死的老太婆 你跟我说 你为了给自己掉命 你到底害死了多少人 宋安莲英策策地说 人为鱼肉 我为刀族 他们都是一群弱小之人 生死性命 自然是任由我取 要怪就只能 怪他们太弱小了 你有意见 听到如此荒谬的话 我气得双目通红 眼中有怒火 喷了出来 这都是扯淡的歪理邪说 如果按照她这样 这世上早就乱了套 之前我还以为 这老太婆是纯粹的坏 只是以害人为乐 现在我才知道 是我想错了 这老太婆不仅坏 而且还很恶毒 她本是一个快要死的人 利用这种邪术去害人 偷别人的羊兽 来让自己活命 这是一种极其恶毒的邪术 她还能活着 都不知道有多少人 死在了她手中 丧尽天良 泯灭人性 我望着宋安莲咆哮道 老东西 你罪该万死 你的命我取了 魔都救不了你 宋安莲冷森森地说 丁玲 想要杀我 那还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宋安莲的话音还没有落 她的身影就从原地消失了 隐身术 我眼皮微挑 凝神戒备 不得不说 宋安莲的隐身术 很牛 我的灵童之眼都看不到她 她藏得十分严实 即便我看不到她 我心中依旧是很淡定 凝神戒备 意念感受着我周围的动静 五秒钟过去了 宋安莲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十秒钟过去了 还是没有动静 给人的感觉 就好像是她已经离开了 我依旧很淡定地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等待她的攻击 虽然我看不到她 但我冥冥中有那么一种感觉 她还没走 就在旁边盯着我 她在寻找着合适的进攻机会 这个时候 站在原地不动 是最好的处置方法 动了 就会给她 有攻击的机会 又过了十几秒钟 在我的感知中 有一股异常的波动袭来 我神色如常 没有丝毫的动作 只是瞳孔紧缩了起来 一秒钟后 宋安莲凭空出现在我身后 她手中握着一把白骨刀 狠狠地向我后心刺来 她的这一刀块 准 很 是要一刀罢 我的身体得捅穿 破 宋安莲做到了 她的白骨刀 成功地刺进了我的身体里 然而 她却是开心不起来 反而脸上充满了惊恐 大叫着想要闪身躲避 我冷漠的声音 从她身后响起 用刀筒我很爽吗 我诡异地出现在了宋安莲身后 手中的小魔剪 毫不客气地朝她身上招呼着 破 宋安莲四声尖叫 我这一手打得突然 她已经没有时间反击 只能是调动身上的邪气 全力抵挡我这一剑 大昂 我的小魔剪 结结实实轰在了宋安莲的身上 宋安莲身上笼罩的那层邪气 瞬间就被打炸开了 不仅如此 宋安莲还淒厉尖叫一声 蹊跷喷血 倒飞在了地上 老妖婆 受死 我大喝 三道天刚烈火浮轰了出去 宋安莲一脸惶恐 张嘴一喷 一股本命邪气从她嘴中喷了出来 以此来抵挡我的天刚烈火浮 哄 正些两股力量轰击在一起 爆发出了巨大响声 我的天刚烈火浮虽然被轰炸开了 宋安莲也不好受 身体再一次被轰得倒飞了出去 再次喷了几口血 我给了她一个冷酷的笑容 我的这一招 金蝉脱鞘爽吗 刚才宋安莲并非 是把我的身体捅穿了 她捅穿的 只是一个指人而已 也可以称之为我的替身 在她偷袭的那一刻 我使了一个比较粗陋的障眼法 可惜她没有察觉到 所以就被我暴击了 如果她再警觉一点 再聪明一点 说不定就识破了我的计划 嗨嗨可 宋安莲剧烈咳嗽 嘴中喷出了黑色血块 她已经被我打伤了 她修炼的是邪术 我的致阳之力是她的克星 此时就好像 是有一团烈火 在她体内肆虐 焚烧着她的邪气 正邪两股力量 在她体内冲撞 让她难受至极 身体像是要爆开一样 她忍不住痛苦大声嚎叫 我大笑道 老太婆 你不是要杀我吗 难道你就只有这么点本事 如果这就是你的全部本事 我劝你乖乖下跪磕头吧 这样我还可以给你一个痛快 宋安莲是何等傲气 如何能够忍受得住我这般羞辱 顿时立声尖叫 丁玲 你休得放肆 我不过是给你 钻了一个空子而已 我还没有说 再来 随着宋安莲大吼 她身上爆发出了更强的气势 湿气和邪气交织 阴风吹起 卷起地上的尘土 我眼睛微灭 这老太婆 居然还能爆发出如此气势 不简单啊 我身体微微攻起 紧握降摸检 做好了出击的准备 呵 宋安莲嘴中发出一声低吼 一股湿气喷得老远 瞬间她的身体就发生了变化 几秒钟内 她的皮肤上 就爬满了紫黑色的尸斑 脸上更是被密密麻麻的尸斑给填满了 她本来就丑陋 再被这样一弄 样子不再是丑陋 而是争鸣恐怖了 嗯 这是 诗话了 我紧盯着宋安莲 微微惊疑了起来 宋安莲诗话了 成为一个半人半尸的怪物 样子更加吓人 我冷笑道 老太婆 即便你诗话了又如何 你一样是死 宋安莲的声音变得粗重 沙哑 她阴森朝我吼道 叮鸣 是你把我逼成这样的 你就等待着死亡降临吧 还从没有人 可以从我手中逃走 我挥了挥翔摩剑 大喝道 老太婆 你又不要吹得太早了 刚才你也是这般自信 不还是被我打趴下了吗 即便你诗话了又如何 你以为你 还能活着见到明天的太阳吗 宋安莲冷笑 呵呵 狂妄而又无知的东西 随着她的声音落下 她整个人 直接就从原地消失了 好快的速度 我眼皮猛地一跳 心中惊呼了起来 我只看到了 宋安莲的一道残影 当她的身影 在出现的时候 已经到了我面前 呵 宋安莲一声咆哮 猛地探找 向我胸口抓来 她的手掌 已经被尸斑覆盖 还长出了如猫一般的利爪 寒光森森 这利爪对血肉之躯的伤害力 丝毫不亚于铁钩 如果我要是被她给抓中了 绝对要被挖心掏废 见到宋安莲的这一击 我眼中寒光战战 没有后退 大吼一声 挥动响魔剪抽了下去 响魔剪抽下去的时候 金光刺目 如同一根燃烧着烈火的棍子 宋安莲眼中凶光大盛 嘴中咆哮 她没有闪避 继续探找向我抓来 她想看一看到底是她的动作快 还是我的响魔剪厉害 见到宋安莲如此架势 我瞳孔缩索 所有的法力 全都涌入了响魔剪中 响魔剪 由我全部法力加持 上面绽放的金光 更加赤脸 我双目猿争 大吼道 给我破 在宋安莲的利爪 即将要抓到我胸膛时 我的响魔剪落了下去 封住了她的攻击 宋安莲的利爪 抓在我的响魔剪上 两者碰撞 正邪交锋 哼 正邪两股力量交织 足足过了 五秒钟才爆开 我和宋安莲 分别向后倒退了四步 这才站稳了 我们这一击是平分秋色 谁都没有占到便宜 我黑笑道 老太婆 这就是你的必杀绝招 也不过如此 宋安莲那满是尸般的脸上 神色一阵变幻 这一击让她感受到了忌惮 她紧盯着我的响魔剪 低沉地咆哮道 丁玲 你手中那根棍子 是什么级别的法切 我挥舞了一下响魔剪 冷笑道 你猜 宋安莲吼道 丁玲 你不要太得意了 如果没有那根棍子 我分分钟就可以灭了你 宋安莲在我的响魔剪上 感受到了一种危机感 她也察觉到了 刚才她那一击有一大半的力量 都被响魔剪给磨灭干净了 在她看来 如果不是响魔剪 我肯定已经输了 我冷笑道 这样没用的废话 就不用多说了 没有任何意义 来吧 让我见识一下你 全部的实力 宋安莲咆哮 身体再一次动了 依旧是快如闪电 这女人半人半尸的状态 可以把她理解成为一具僵尸 速度快 身体也结实 我跟宋安莲站在了一起 我们俩把所有的本事 都拿出来了 没有丝毫留守 只想把对方给弄死 战斗进行得很激烈 每一次的碰撞 都会传出巨大的响声 随着战斗的继续 我们依旧是旗鼓相当 谁也奈何不了谁 宋安莲也不再吼叫了 咬牙闷声厮杀 想要把我撕碎 我神色凝重 随着战斗的继续 我已经真切感受到了 宋安莲的实力 我跟她是半斤八两 想要打败她 不容易 想要将她击杀 很难 基本上不可能 在没有意外情况 发生的情况下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 稳住 不出错 不给她有可乘之机 眨眼间的功夫 我们就斗了有半个小时 斗了这么久 我们的法力 都无法保持在巅峰状态 都在咬牙坚持 宋安莲低吼道 丁莲 你杀不了我的 不如这样 我们同时收手 你看如何 我冷笑道 好啊 你先收手我就收 宋安莲显然不相信我 并没有收手 继续对我轰击 就这样 我们又持续战斗了十分钟 突然一声大吼 在黑暗中响起 黑狗血 宋安莲一惊 咆哮一声 急忙向旁边闪避 听到那熟悉的声音 我心中一喜 猴子回来了 紧接着 我又急忙大吼道 猴子 快走 这里不用你管 猴子现在还在虚恶期 回来 有可能会有危险 让宋安莲郁闷的是 并没有什么黑狗血落下 瞬间他就意识到了 被猴子给戏耍了 气急败坏地吼道 该死的东西 竟敢骗我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一张大王猛地从天而降 飞速向他笼罩而去 猴子喊的黑狗血是虚招 这一招天罗帝王 才是十招 宋安莲见到天罗帝王落下 嘶声尖叫 想要闪避开 天罡烈火夫 我大贺 一把黄斧撒了出去 截住了宋安莲的退路 宋安莲尖叫 稍易犹豫 直接就被猴子的天罗帝王 给笼罩住了 猴子欣喜大叫 老林 这丑八怪被困住了 快 灭了他 猴子从黑暗中冲了出来 用尽全身力气拽着大王 想要用这种方式 阻止宋安莲逃走 大王是我特殊炼制的 上面布满了质阳之力 宋安莲被困在里面 身体像是着火了一样 发出了滋滋的响声 宋安莲被大王上的质阳之力 烧得痛苦嚎叫 他身上湿气弥漫 大声吼叫 双手凶猛地撕扯大王 想要破开天罗帝王逃走 猴子这突然一击 如同刺客一样 完全出乎了我和宋安莲的意料 这一击 也彻底打乱了宋安莲的计划 也给我创造了机会 这一击 彻底改变了战局 宋安莲现在是半人半尸的状态 他的力量是何其的大 猴子现在正是虚弱期 哪里经受得住宋安莲的这种挣扎 人都快要被甩飞了出去 他始终咬牙紧拽着大王 咬死不松手 我快速上前 一把抓住大王 怒吼道 老太婆 受死 我一手抓着大王 一手吃香魔剑抽了下去 宋安莲被困住 无力躲闪 只能是硬生生承受我的攻击 他身上的湿气达到了一个巅峰 他此时的样子 跟一具僵尸差不多 我的香魔剑抽在他身上 发出砰砰的响声 像是打铁一样 每一击落下 都是正邪二气的碰撞 都会给宋安莲 带来莫大伤害 宋安莲现在就成了我的火把子 他逃不走 被灭掉是迟早的事 宋安莲私生咆哮 丁玲 你是杀不死我的 你不要白日做梦了 我是不可能死的 我是不死之身 听到这话我就来气 一边暴打 一边怒吼道 你这个该死的老太婆 少在我面前说这些屁话 如果不是你偷别人的杨寿 你已经死八百次了 你就瞪大眼睛看清楚 看我是怎么灭了你的 死不了 不死之身 这些都是扯淡的话 无非就是灭掉他 需要花费很多手脚而已 随着我降魔剪落下 宋安莲身上的伤越来越重 他身体表面覆盖的那层湿气 也越来越薄 随时都会被我轰碎 只要把那层护体尸体轰碎 那就是他的末日 又抽了十几简 砰的一声闷响 宋安莲身上的湿气防护 被我打爆了 到了这一刻 宋安莲慌了 激动地大吼了起来 我大笑道 老太婆 你的末日到了 你猜接下来我只需要几下 就可以打死你 宋安莲身上那层湿气 就是防护罩 帮他抵消了我 大部分的攻击力 现在防护罩被我打没了 他将百分百地承受我的暴击 宋安莲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此时 他心里慌得一批 宋安莲见我高举起的响魔剪 大声尖叫道 丁玲 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 我可以传授给你练魂之术 我可以传授你偷阳兽的本领 只要你学的这些本领 你将可以永远地活下去 实不相瞒 我如今都快有一百五十岁了 本来在七十年前 我就该死了 听完宋安莲这话 我心中的怒火更胜 他足足多活了七十年 这七十年的阳兽 他是用多少人性命换来的 实在是太可恨了 我仰天大吼道 该死的老妖婆 今天我非得打死你不可 哄 小魔剪抽了下去 狠狠砸在了宋安莲的身上 哦 宋安莲一声惨叫 每个毛孔中 都有黑色血液喷出 丁玲 你若是敢杀我 我会让你后悔的 宋安莲私声尖叫 无比怨恨 后悔 我吃笑一声 然后冷漠道 我现在唯一后悔的就是 没能早点遇到你 否则 我早就杀了你 哄 又是一剪落下 要了宋安莲半条命 他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一剪就可以灭了他 宋安莲尖叫 丁玲 这是你逼我的 要死 我们就一起死 我不屑地冷笑道 没有人会跟你一起死 你也拉不到任何人跟你陪葬 受死吧 我最后一剪落了下去 这一剪必取他的性命 当小魔剪即将要落在他身上时 意外发生了 噗 一声轻响 宋安莲的脖子居然断了 脑袋就那么从脖子上飞了起来 这个情况有些诡异 看得我有些发乱 脖子断了 脑袋自己飞了起来 真的很诡异 这一幕让我感觉有些像是南洋飞头将 猴子见到宋安莲的脑袋居然飞起来了 顿时惊呼道 我的妈 老妖怪的脑袋居然飞了 宋安莲飞起的脑袋 朝我露出了一个阴森笑容 我心中突然生出一股强烈不安 大吼道 猴子 退 然而已经晚了 宋安莲的脑袋瞬间破开了天罗地网 光一般地飞向了猴子 如同飞蛾扑火一般 速度非常快 猴子想要闪避 已经来不及了 大胆 我怒吼 猛地一抖降魔剪 降魔剪化为一道镖枪 向宋安莲的脑袋射去 宋安莲嘴中发出阴森笑声 丁玲 我杀不了你 我就杀了你的兄弟 让你的兄弟 跟我一起死 见到飞来的脑袋 猴子吓得大叫 想要躲避 却是没机会了 宋安莲脸上露出猙獰笑容 张开大嘴 狠狠地向猴子脖子咬去 她的牙齿尖锐无比 可以轻易咬断猴子的脖子 若是让她咬下去 猴子必死无疑 破 我的降魔剪飞射而出 洞穿了宋安莲的脑袋 我猛地一拉 降魔剪尾部记者的红绳 大吼道 给我回来 宋安莲不甘心地咆哮 她的脑袋被我拉扯地回来了 她那尖锐的牙齿 已经划开了猴子脖子上的肌肤 只要再给她半个呼吸的时间 她就可以咬断猴子的脖子 我不甘心 宋安莲尖叫 一道黑气从她眉心里冲出 黑气中藏着一道人影 那道人影伴随着黑气 瞬间就冲进了猴子的眉心 猴子一声惨叫 直接倒在地上 这一幕发生得太快 让我没有机会 做任何补救措施 猴子 我大吼 一剪抽爆了宋安莲的脑袋 急忙冲到猴子身边 猴子倒在地上 已经陷入了昏迷 在她脑袋上笼罩着一层黑气 黑气中充满了极其邪恶的气息 该死的老太婆 我警号你祖宗 我仰天怒吼了起来 都快气炸了 这老太婆都要死了 临死前还要阴猴子一把 真是可无至极 宋安莲在最后一刻孤注一掷 把她的残魂 执念 以及所有的邪恶力量 打入了猴子的身体里 猴子此刻的情况很糟糕 她的三魂七魄 被这股邪恶力量困住了 随时都会有魂飞魄散的风险 猴子 你一定要坚持住 你放心 有我在 我一定不会让你死的 坚持住 不要放弃 我焦急的大吼 把口袋里能用俘虏一股脑 掏了出来 全都贴在了猴子身上 猴子还是有意识的 听到我的大吼声 她的意志力又强烈了许多 我手节法印按在她眉心上 念着咒语 在她身上布置了几道封印 避免情况恶化 猴子 我带你回家 回家我想办法救你 我低后 把猴子背了起来 大步向土地庙外跑去 情况很糟糕 唯一让我庆幸的是 猴子可以请神上身 他也不是一般人 有请神上身这个光环护体 也没有彻底陷入绝望 有很大的机会 可以把眼前这一关给过了 我刚把猴子背到车上 急到人影就奔了过来 领头的正是徐影 徐影的身体恢复了一些 他把龙江城 另外三个八品城黄都喊来了 徐影见到昏迷的猴子 惊呼道 叮铃 方后他这是怎么了 我低沉道 猴子被那个老妖婆给偷袭了 我要赶紧回去救他 徐影焦急道 叮铃 方后有没有性命之忧啊 我诧异地看了徐影一眼 他似乎很着急的样子 徐影注意到了我的目光 目光微微有些躲闪 急忙道 你们是为了救我才弄成这样的 如果方后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无法原谅我自己 我沉声道 放心吧 有我在 猴子没事的 说完我就开车离开了 回到家里 我迅速摆了一个法坛 把猴子放在法坛上 开坛做法 驱散猴子体内的那股邪气 经过三个小时的做法 我终于把猴子体内的邪气 驱散干净了 然而 猴子依旧是陷入昏迷中 没有丝毫恢复的迹象 我眉头微皱 将掌心贴在猴子眉心上 感应着他体内的情况 片刻后 我收回了手 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我大概知道 猴子依旧昏迷不醒的原因了 宋安莲打入猴子体内的邪气 我是驱散干净了 但宋安莲还有一股执念 冲入了猴子的身体里 现在就是那股执念纠缠着猴子 让他无法苏醒过来 必须得把那股执念给破了 否则猴子永远也无法醒来 宋安莲的那股执念非同一般 如同复古之躯 不是想破就可以破了的 我思绪转动 很快在我脑海中 就出现了不少计划 但最终那些计划 都被我给否定了 又琢磨了一会 一道灵光在我脑海中闪过 我低语道 执念这东西 还得依靠猴子自己去破 如果我沟通 他沉睡的魂魄 让他在冥冥之中倾神上身 这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我把这个计划琢磨了一番 确定它是可行的 唯一的麻烦点 是在沟通猴子那沉睡的魂魄 我望着猴子低语道 猴子 这到了关键时刻 你可千万不要掉链子 否则就糟糕了 我又重新摆了一个法坛 画了不同的符路摆在法坛周围 我盘膝坐在法坛前 利用符路和法咒 沟通猴子沉睡的魂魄 猴子的魂魄 现在是处于昏迷的状态 想要与其沟通 其难度可想而知了 这一步不仅考验道横 还要考验一个人的耐心和运气 三者缺一不可 我低语道 猴子 你不是要跟我一起 直见闯天下吗 你可一定要感应到我的呼话 否则我怎么带你去直见闯天下 我眼皮微锤 缓缓闭上眼睛 双手解法印 沟通猴子的魂魄 第一次沟通 很快就失败了 我没有放弃 继续第二次沟通 依旧是失败 我始终没有放弃 一次次失败 一次次的沟通 到最后 我都不知道失败了多少次 即便如此 我也从没有想过 要放弃 我若是放弃了 猴子将会彻底沉睡 在宋安莲的执念中 永远也不可能醒来 我也不知道 这是递多少次沟通 终于在我的感知中 有了一些波动 我顿时狂喜 有反应 我在心中大声道 猴子 就是这样 不要放弃 我会来救你的 也许是得老天爷的眷顾 我又尝试了十几次后 终于跟猴子的魂魄沟通了 在我的感知里 她的魂魄脆弱得像是一点星火 随时都有可能会熄灭 我大声呐喊 猴子 坚持住 在我的呐喊和施法两重作用下 猴子那如星火般的魂魄开始壮大 火焰很快就有绿豆大小 紧接着就是黄豆大小 最后如大拇指粗细的火焰在燃烧 猴子虽然还没有苏醒 但她身上的生机却是越发强烈了 她的魂魄跟我建起了正常的沟通桥梁 猴子的魂魄有些猛 喃喃问道 老林 我这是在哪里啊 怎么一片漆黑 我什么都看不到 老林 我这是死了吗 我沉生道 猴子 你还没有死 只是被那老太婆的执念缠身而已 你听我说 按照我说的来做 你就可以破开她的执念 我快速对猴子交代了一番 最后大吼道 猴子 不要害怕 大胆地向前冲 我会在外面等你 猴子大声回应 老林 你就放心吧 我不会死的 我还要帮你闯天下呢 我收回了意识 站在一旁紧张地盯着猴子 能做的我都做了 接下来就要靠猴子的人 我帮不了他 几分钟后 梦 我听到了猴子口诵佛教真言 一股金色佛光从他身上弥漫出 猴子请神上身成功了 金刚神上身 让他瞬间充满了力量 猴子从法坛上站了起来 眼睛依旧是闭着的 他猛地挥动金刚楚 大吼道 师妹王俩 都给我死 瞬间他身上的佛光 浓烈得像是烈火一样 佛光燃烧 焚烧着宋安莲的执念 啊 冥冥之中 响起了宋安莲的惨叫 他的执念 在猴子的这团佛光下迅速燃尽 他惊恐地尖叫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啊 我活了150年 我还想再活150年 我是不死的 我拥有不死之 宋安莲的声音戛然而止 他所有的执念 全都被猴子给灭了 这个利用邪术偷到杨寿 活了150年的老太婆 终于烟消云散了 我长松了一口气 猴子终究是挺过来了 破了那老太婆的执念 过了一会 猴子睁开了眼睛 我在他的胸膛上 埋了一拳 大笑道 猴子 我还以为你要死了呢 猴子咧嘴黑黑笑道 老林 我知道有你在 你肯定不会让我死的 我在他肩膀上来了两拳套 笑骂道 猴子 以后你可不要做这么危险的事 我让你离开你就得听话 猴子挠着脑袋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老林 拖你后腿了 我还想冲过来帮你一把呢 我笑哈哈道 你这是说的啥话 哪里脱了我后腿 如果不是你那一下 最终的结局 还不知道是什么呢 你那出其不意的一击 直接就改变了结局 只是你冒的风险有些大 你要是不能破了那老太婆的执念 你很有可能就会死 听我这么说 猴子顿时眉飞色舞蹈 老林 我不怕死 只要能帮你就可以了 我搂着他肩膀笑道 我们的事业才刚开始 哪里能就这样死了 我们谁都不能死 猴子哈哈大笑道 老林说的对 我们谁都不能死 还要一起直见闯天涯呢 我们对视了一眼 哈哈大笑了起来 笑完了 猴子问道 老林 这老太婆的来历 你搞清楚了吗 那羊娃娃 是她搞的鬼吗 我沉生道 没错 羊娃娃就是她搞的鬼 那老太婆是用练魂邪术 搞出了那么多羊娃娃 她利用羊娃娃去害人 偷取别人的羊兽 为自己来续命 那欢欢的爸爸 应该就是在不知觉中 中了宋安莲的道 把那鬼娃娃带到了家中 然后就发生了这恐怖事 利用羊娃娃来害人 是一件极其邪门 极其难以防备的事 哪个有小孩的家庭 不买几个娃娃 鬼才知道 哪个娃娃是正经的 哪个娃娃是有鬼的 好在这东西 不是那么好炼制的 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 至于说之前唱的 那个恐怖童谣 我严重怀疑 老太婆做过童谣里的 那种恐怖事情 猴子听我说完 顿时感觉额头冷汗淋漓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他感叹道 想不到这世上 还有如此恐怖的事 真是大开眼见 老林 如果你不把那老太婆给灭了 那她是不是一直可以 用这种偷盗阳兽的方法 活下去 我沉吟道 她肯定没办法 一直用这种方法活下去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她一时半会肯定死不了 肯定还会去祸害更多的人 猴子咧嘴黑笑道 这么说 我们是做了大功一件了 我笑道 那是当然 灭了这个老太婆 我们俩可是获得了不少的功德呢 这件事解决了 猴子也放松了 没飞色舞地跟我说笑着 她说得正兴奋的时候 突然大叫了一声 脸色发白 卧槽 闲者时间又来了 马德 能不能不要这么搞啊 真的很折磨人啊 猴子的寝神时间过了 疲软了 见到他那一脸不爽的样 我笑哈哈道 猴子 我估计等你有更多功德的时候 你的闲者时间就会推迟 猴子欲哭无泪 满身的疲惫 只能是趴在沙发上 我目光望向了大门 朗声道 进来吧 门没锁 知嘎 大门被推开了 许颖从外面进来了 我自然是知道 许颖早就来了 他一直在外面 等着没有进来 许颖见到醒来的猴子 明显松了口气 轻语道 叮铃 方后他有没有事啊 我的目光在猴子身上扫了一圈 一脸严肃道 猴子受得伤不轻 需要精心修养 听到我这话 猴子顿时就急眼了 想要说话 被我用眼神制止了 许颖听到我这么说 顿时就有些焦急 一脸自责道 都怪我 如果不是因为我 他也不会受那么重的伤 我沉声道 许颖 你接下来有时间吗 我想让你 帮我照顾一下猴子 我一个大老爷们 也不会照顾人 许颖急忙道 我有时间 你去忙你的吧 我来照顾他 我点头 沉声道 许颖 那就麻烦你了 我转头之间 朝猴子挤了几眼 嘴角露出了一个笑容 猴子有些急眼 想要说话 我瞪了他一眼 朝他做了一个虚声的手势 然后我就回房间了 把客厅留给他们 这次干掉宋安莲 冥冥之中降下了不少功德 我依旧是和猴子七三分 我做了一会功课 倒头就睡 第二天 我是被猴子喊醒的 睁开眼睛 太阳已经老高了 猴子使劲地拍着房门 扯开喉咙叫嚷道 老林 起床了 太阳都晒屁股了 我打了个哈欠爬了起来 猴子已经做好了早餐 应该说是午餐 准备得很丰富 一大桌子 都是我喜欢吃的 我四处瞅了一下 纳闷地问道 人呢 猴子明知故问道 谁啊 我没好气 瞪了他一眼 哼道 你说谁啊 徐尹呗 猴子挠了脑脑袋 黑笑道 我把他赶回去了 我没好气道 好好的 你把人家赶回去干嘛 你身体还没有恢复 需要人家照顾你啊 你不是一直喜欢他的身材吗 现在给机会 你都不知道珍惜 耸祸 猴子黑黑笑道 老林 要女人干嘛呀 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 扯淡 你这是什么狗屁思想 影响你拔刀的速度 只能是你的肾 你肾虚了 才会影响你拔刀的速度 我没好气道 猴子摸着脑袋 善笑了起来 我又说道 阴阳平衡懂不 哪个男人没有女人 你看那些法力高深的家伙 哪一个没有女人阴阳调和 猴子小声道 那你不是也没有女人吗 我 我哼了一声 懒得理他 过了一会 猴子又小声道 徐颖不是喜欢你吗 我 我被他这话给呛到了 剧烈咳嗽了起来 过了一会 我没好气道 你是个猪脑壳吗 我都拒绝了他 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老子天天跟你在一起 我跟他有没有什么你还不清楚啊 他是八品城隍 你们俩挺般配的 如果给你做女人 可以阴阳互补 对你大有帮助 猴子咕弄道 我才不要呢 我还要保持童子之身 我顿时气节 黑着脸 怒道 那你就打一辈子光棍吧 吃饭 猴子见我脸色黑了 又给我讲了两个笑话 逗我开心 我喝了口酒 瞅了他一眼 说道 猴子 我看过许颖的八字 跟你挺般配的 既然咱们是兄弟 我肯定要考虑 你的终生大事 当然了 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你如何选择 我不干涉 猴子笑黑黑点头称事 在吃饭的时候 猴子跟我讲述了一下 许颖遇袭的经过 许颖昨晚上回到家躺在床上 没一会他床上的一个洋娃娃 就活了过来 把他给抓走了 然后就有了后面的事 我笑着说 即便他是八品城黄 想必也被这诡异的事给吓到了 你跟他说 不用担心 以后这样的事不会发生的 让他不要有阴影 猴子点头称事 下午我在房间里做功课的时候 猴子摇了摇门外面的领导 过了一会我打开房门出来了 问道 怎么了 猴子朝客厅挪了挪嘴 说道 生意上门来了 我朝客厅看了一眼 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坐在那里 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 猴子说道 那家伙叫熊吉 一家电影院的放映员 他说 他遇到了恐怖事 想要请我们给他搞定 我点点头 来到了客厅 熊吉见我来了 急忙起身 一脸激动地望着我 我的目光在熊吉脸面上扫射了一圈 心中一阵吃惊 这家伙是色字头上一把刀啊 我不动声色道 熊先生是吧 有什么事 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聊 熊吉急气而又激动道 法师 求求您救救我 您要是不救我的话 我就要死了 我说道 熊先生不要紧张 我吃的就是这碗饭 收人钱财 替人消灾 正常情况下 我不会把我的客人赶出去的 我们长话短说 说说你遇到的事吧 越详细越好 熊吉闭上眼睛 深呼吸了三口气 情绪这才勉强平息了一点 他带着颤抖地说 法师 我是一家午夜电影院的放映员 我每天的工作 就是在零点以后 给人放恐怖电影 猴子这时候忍不住插话了 因为这个熊吉 刚才没有跟他说的这么详细 猴子问道 午夜电影院 零点以后放恐怖电影 熊吉点头 表示猴子没有听错 猴子咕弄道 你这个家伙胆倒是挺大的 午夜正是阴气最重的时候 你还专门放恐怖电影 这是不是在做死啊 我朝熊吉点头 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熊吉继续道 这个工作刚开始 我也挺害怕的 但这份工作工资还可以 而且 我干了一段时间 也没发生什么事 我就继续坐了下来 直到一个星期前 事情突然就变得诡异了起来 我 我 熊吉开始支吾着 脸憋得通红 半想也说不出个 所以来 猴子忍不住催促道 你支吾个啥呀 快说啊 不要浪费法师的时间 熊吉咬牙 低着头说 一个星期前 我在电影院遇到了一个女孩子 然后我就跟他交往了 同居了 猴子咧了咧嘴 忍不住说道 你们刚认识就同居 这速度倒是可以啊 熊吉顿时一脸尴尬 脸皮发红 我轻咳一声 猴子关注的点 总是跟一般人不一样 我望着熊吉道 你继续说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熊吉小声道 我的女朋友叫兰兰 兰兰刚开始两天还好好的 我没有发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可是到了第三天 他就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只要跟我在一起 他就要跟我睡觉 而且还是那种索取无度 说出来也不怕你们笑话 被兰兰这般索要 我都快受不住他了 我感觉自己都快要成人干了 猴子仔细打量了熊吉一圈 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 调侃道 既然你受不了他 你就跟他分手啊 熊吉苦着脸道 昨天我也跟他说过 但是兰兰听到 我要跟他分手 顿时一副凶神恶煞地望着我 他那个样子好可怕 真的好可怕 那是一种 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的可怕 当时我好担心他会杀了我 我急忙跟他说好话 他这才放过了我 发生了这样的事 我哪里还敢跟他说分手的事 猴子向我望了过来 寻求我的意见 我淡淡道 除了这些还有吗 熊吉猛地点头 有 兰兰真的很奇怪 白天的时候 他看起来很正常 但是到了晚上 他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而且天黑了 他的需求也变大了 我是上晚班的 这几天 他甚至跟我一起到电影院 逼着我去厕所里 跟他做那种事 听到这里 我嘴角也忍不住扯了扯 这个兰兰 该不会是一个色鬼投胎的吧 猴子调侃道 嘿 哥们 你这可是有浮想了 如此好的事 多少男人是想都想不到的 熊吉直接就哭了 兰兰实在是太厉害了 再这样下去 我会被他炸成人干的 我很是同情地望着熊吉 这是一个被女人伤过的男人 我估摸着他心里 恐怕已经有了阴影 以后对男女之事 怕是提不起兴趣了 好可怜 我轻咳一声 沉声道 熊先生 你来找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熊吉哭着说 法师 我想请你 帮我把那个女人赶跑 她真的是太可怕了 求求法师了 我愿意 把我所有的积蓄都给你 猴子没好气道 我家的法师是抓鬼的 不是给你赶人的 你甩不掉你的女朋友 找我家法师 有什么用 我点头道 熊先生 我兄弟说的没错 我是抓鬼的 你这种要跟女朋友分手的事 让我如何帮你 熊吉站起身来激动道 法师 我觉得兰兰有问题 他不是正常人 他身上肯定有鬼 正常人是做不出他这样的事情 我听别人说了 法师法力高深 一定可以帮我这个忙的 我愿意付报酬 我把所有的钱都给法师 熊吉想到他的遭遇 又哭了 哭得稀里哗啦 很是伤心 见到他哭得那么可怜 我都感觉有些不忍 这男人是遭受了多少委屈 才哭得这么伤心啊 我朝猴子点点头 猴子望着熊吉喝倒 好了 别哭了 男儿有泪不清谈 一个大老爷们 哭哭啼啼的 多丢人 你又不是 遇到了多大的事 有什么好哭的 你想想那些老光棍 他们可是一辈子都没有尝过女人的滋味呢 你可是天天享受人间极乐 若是被那些老光棍知道了 他们可要羡慕死你了 说到最后 猴子忍不住转过头去笑了起来 猴子虽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但一般的笑话他是不会笑的 除非是忍不住 见到猴子还笑 熊吉哭得更伤心了 哇哇地哭 这人间极乐也得有个堕 太过了再快乐的事 也是个灾难 我也忍君不惊 人类的悲伤 是不会感同身受的 我问道 熊先生 你有多少积蓄 熊吉急忙把银行卡拿了出来 哭着说 法师 我一共还有十万块的积蓄 只要法师帮我 我愿意把这十万块都给法师 熊吉真的是豁出去了 为了摆脱他的女友 他愿意散尽千金 我沉吟道 既然你找到我了 这件事 我要是不管 也说不过去 这样吧 你先给我五千 我去给你看看 你女友到底有没有问题 如果他真的有鬼 你还想请我帮忙 那我们就再谈一下报酬的事 好 我听法师的 熊吉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立马赚了五千块过来 我的目光 再次在熊吉身上扫尸了一圈 说道 把你的衣服全脱了 啊 熊吉有些傻眼 猴子催促道 啊什么啊 咱们都是大老爷们 谁还稀罕看你那二两肉啊 赶紧的 脱 熊吉有些被猴子那架势给吓到了 像得女人一样扭捏着脱着衣服 当熊吉把上衣脱掉后 我深吸了一口气 眉头微皱了起来 猴子关注着我的脸色 见我这样子 急忙催促熊吉 马里点 把裤子也脱了 熊吉最后脱的 只剩下一条裤衩 猴子正催促他 把裤衩脱掉 我朝猴子挥手 我拿出一面八卦镜 提笔在八卦镜上画了一道符录 然后把八卦镜递给猴子 说道 猴子 你带他去厕所 用八卦镜照一下他那二两肉 猴子嘿嘿一笑 拉着熊吉去了厕所 过了两分钟 猴子就出来了 神色变得极其古怪 他说道 老林 真是见鬼了 那家伙的二两肉 好像已经腐烂掉了 肉眼看上去好好的 但在八卦镜下 却是成腐烂的状态 我沉着脸没说话 猴子继续道 老林 那家伙的女朋友 该不会真的是只鬼吧 我沉声道 那个家伙面相犯了色煞 他是色字头上一把刀 他的女朋友真的有问题 至于到底是人还是鬼 这还得见到他才能确定 我感慨道 这家伙还能活着 也算是命大 命不该绝啊 熊吉磨蹭了好一会才出来 衣服都穿好了 我又让他脱下 只剩下一条裤衩 法师 我 熊吉结巴道 我喝道 想要活命的话 就在那里站着 不要说话 熊吉不敢说话了 老是站在那里 我富尔对猴子说了一句 猴子去到了房间里 梅医慧拿着一个竹筒出来了 他拿着竹筒走到了熊吉面前 将竹筒里的液体 泼在了熊吉身上 啊 熊吉顿时发出一声惨叫 像是被烧红烙铁烫到的虾米一样 四处乱跳 我坐在泰式椅上 紧盯着熊吉 在猴子把那东西 泼在熊吉身上时 熊吉身上 顿时冒起了一股黑烟 不仅如此 在那一泼之下 熊吉肌肤瞬间变黑 像是焦炭 那样子很吓人 我滴个乖乖 他这样还可以活着 见到熊吉身上的样子 猴子瞪大了眼睛 惊呼了起来 我滴声道 所以说 这个家伙命大 要是换一般人 早就死了 估计这家伙 祖上积了不少的阴德 这时候救了他一命 熊吉痛得大吼大叫 并没有注意到 他肌肤的变化 他足足跳了有五分钟 这才安静下来 他的肌肤也恢复了正常 有水珠从熊吉的头发上滑落 流到了他的嘴边 他忍不住伸舌头舔了舔 顿时皱眉到 法师 刚才泼在我身上的是什么东西啊 我怎么感觉有一股骚味啊 听到这话 猴子直接背过身去 笑得都抽出了起来 我强忍着不笑 沉声道 你就不要管那是什么东西 总而言之是救你命的 熊吉听我这么说 他猛地点头 连连向我道谢 等他穿好衣服后 我神色肃穆 沉声道 熊吉 你身上的问题 我大概猜测到了一些 实不相瞒 你身上的问题很危险 你随时都可能会死 熊吉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又哭了 他真的好怕死 我沉声道 你哭有什么用 就算你哭死 也改变不了现实 熊吉急忙跪下来 给我磕头 哭着说 法师 求求您救救我吧 我是家中的独子 我不想死啊 起来说话 我沉声道 我望着熊吉 说道 想要救你 不是一件容易事 不过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地来帮助你 作为救你的条件 把你的积蓄全都给我 你这算是花钱消灾 熊吉手忙脚乱地把卡递了过来 我朝猴子点点头 猴子把卡接了过去 坐吧 我们好好聊聊你的事 我说道 熊吉急忙在我面前正惊危坐 紧张地望着我 我的目光在他脸面上扫了一圈 问道 你家里是做什么的 熊吉急忙说 法师 我老家是农村的 我父亲是村里的守村人 我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守村人有功德在身 这家伙是借了他父亲的功德 才撑到现在的 我又说道 详细说一说 你那个女朋友的事 从你认识 她那时候开始说起 越详细越好 注意了 一些细节性的东西 不要漏掉了 熊吉陷入了回忆 哭哭啼啼地说了起来 他的女友兰兰 是他在一个星期前的深夜 捡到的 没错 就是捡到的 熊吉说 那天他正常放恐怖电影 一直到凌晨四点才结束 结束后 电影院里 就只剩下兰兰一个人 没有离开 他过去一瞧 才发现兰兰喝了酒 正处于醉酒的状态 他没有兰兰的家庭住址信息 于是就把他带回了家 等兰兰酒醒后 不知道我们怎么就在一起 滚了床单 滚完了床单 兰兰说 要做我的女朋友 于是 我们就开始同居生活 讲完了 猴子问 熊吉哭着点头 已经讲完了 我跟兰兰 就是这么遇到的 猴子望着我低声道 老林 那个女人是他凌晨四点捡到的 你说他会不会 根本就不是活人 我沉吟道 这个问题 还得去见一见 那个女人才知道 熊吉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 你放的什么恐怖电影吗 熊吉哭着说 那天晚上放的是笔线 猴子的脑洞 一向都很大 立马问道 那天晚上你女朋友的装扮 跟电影里的笔线像吗 熊吉傻眼了 愣愣地望着猴子 南南道 大哥 您这是什么意思 猴子倾咳一声 沉声道 你女朋友不是透露着诡异吗 我在想 你姐的那个女朋友 是不是从电影里爬出来的笔线 熊吉被猴子这话给吓到了 我则是眼中露出了意思 猴子这脑洞可以啊 熊吉脸色发白 结结巴巴道 大哥 没有这么恐怖的事情吧 笔线怎么可能从电影里钻出来呢 猴子翻了个白眼 说道 这世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 那你说 为什么你捡来的女友 对你所求无度 熊吉 熊吉说不出话了 愣愣地望着我们 沉默了一会 我正准备说话的时候 熊吉突然脸色巨变 惊恐地大叫了起来 我想起来了 是他 就是他 他真的从电影里跑出来了 我就说第一眼看到蓝蓝的时候 怎么这么眼熟 原来他真的是从电影里爬出来的 蓝蓝是一只被人投进水井淹死的恶鬼 熊吉变得很激动 大喊大叫 精神都快有些失常了 猴子上前把熊吉按住 熊吉惊恐地剧烈挣扎 有一种要疯掉的征兆 我一巴掌拍在了他脑门上 喝道 醒来 熊吉身体猛地一颤 脸上的癫狂之色逐渐消散 我沉声问道 熊吉 你刚才说你的女朋友 是从电影里爬出来的 熊吉猛地点头 哭泣道 法师 就是这样的 她就是从电影里爬出来的 蓝蓝不是比线电影里的女主角 她只是一个配角 在电影里 她的男朋友被闺蜜抢走了 而且 闺蜜还把她推进水井里淹死了 法师 蓝蓝是恶鬼 她从电影里跑出来了 她要杀我 救救我 法师救救我呀 猴子震惊了 蓝蓝是从电影里跑出来的 这本来只是她的头脑风暴 结果 事情真的是这样 这就有些吓人了 猴子压低声音道 我擦 这事吓人啊 看来我以后不能看恐怖电影了 万一有恶鬼 从电影里跑出来 就糟糕了 对于猴子的嘀咕 我是哭笑不得 恶鬼从电影里跑出来了 这事 只有小孩子才相信 电影是电影 恶鬼是恶鬼 恶鬼怎么可能从电影里跑出来 即便跑出来了 那也绝对不是电影里的那只 肯定另有其他的原因 我拍了拍熊吉的肩膀 问道 你真的确定 你的女朋友 是从电影里跑出来的 你想清楚了再回答我 熊吉点头 然后又摇摇头 他突然发现自己 有些梦了 记忆好像都是模糊的 见到他这个样子 我明白了 这个家伙刚才是受到了猴子的暗示 这才会有这般的联想 我说道 好了 你也不用胡思乱想了 走 带我们去见一见你女朋友 猴子带着家伙出门了 在路上 猴子笑黑黑地问 熊吉 你手机里有你女朋友的照片吗 拿给我瞧瞧 熊吉打开手机 点开一张照片 那是一个长相清纯 甜美的女孩 猴子看了看照片 然后又看了看熊吉 小声嘀咕道 这不是一朵鲜花 插在了牛粪上吗 漂亮女孩口味都这么重吗 我轻咳了一声 喝道 猴子 好好开你的车 不要分心 猴子黑黑一笑 不再说话了 没多久 我们就到了熊吉的租房前 望着前面的地下室 猴子愣愣道 熊吉 你不要告诉我 你和你的女朋友 就住在这里 熊吉点头说 大哥 我们确实是住在这里的 本来我的租房 是在小区里 但兰兰说 小区的房租贵 于是两天前 我们就搬到这里来了 猴子 向熊吉竖起了大拇指 示意他带头在前面走 猴子低声对我说 老林 这个兰兰 肯定是一只恶鬼 这些阴暗的地方 只有恶鬼才会喜欢 我说 我们不能这么武断 那女人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得见到她才知道 我们跟着熊吉 进入到了地下室租房 阴暗 潮湿 晦气至极 没有一个优点 熊吉呼喊着女友的名字 没有人音 我的目光在地下室里扫视着 寻找着有端倪的地方 熊吉 你女友呢 猴子问 熊吉挠着脑袋 一脸疑惑道 奇怪 蓝蓝怎么不见了 她一直都不出去啊 她怎么就出去了 熊吉又急忙跑出地下室打电话 结果女友的电话打不通 一时间 她联系不上女友 猴子望着我 问道 老林 那女人是不是察觉到危险 提前逃跑了 我没有说话 目光落在那紧闭着的大衣柜上 沉声道 猴子 把衣柜打开 猴子见我一脸严肃的样子 有些吃惊地问 老林 那女人该不会藏在那衣柜里吧 把她打开 我沉声说 猴子从腰间把斧头拔了出来 慢慢走到衣柜前 熊吉也被弄得紧张了 他躲在角落里 用手捂着眼睛 小心翼翼望着猴子的动作 猴子深吸了一口气 猛地把衣柜打开了 在衣柜打开的那一刻 一个人从里面倒了出来 直接砸向了猴子 猴子一惊 急忙向后倒退 那人砸在了地上 那是一个女人 穿着白裙 她的脑袋 被一个黑色塑料袋给套住了 看不到她的脸 女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一点气息都没有 好像已经死了 猴子抬头望着我 我回头望向了熊吉 熊吉脸色苍白 结结巴巴道 她 她就是蓝了 她 她怎么就死了 我没有杀她 望着地上的女人 我眉头皱起 刚才我只是感觉 那衣柜里有些异样 所以才让猴子打开看看 事先我并不知道 衣柜里藏着尸体 咦 很快我就惊疑了起来 这地上的尸体 好像有些不对劲 有问题 我急忙把女人头上 套着的袋子 给扯了下来 顿时就有些无语了 猴子大叫道 奶奶的 谁这么无聊啊 竟然弄一个假人 在这里装死人 没错 从衣柜中 掉出来的那个女人 是个假人 准确地来说 那就是一个人形玩偶 只是身上套着 活人的衣服而已 熊吉愣了愣 也是一脸无语 急忙说道 法师 这绝对不是我干的 我不知道是谁这么无聊 把这东西放在衣柜里的 猴子沉声道 这里 就你和你的女友住 不是你那就是你的女友 紧接着猴子眉头紧锁 不解道 只是 你的女友 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这是为了吓唬你 猴子想不明白 把目光望向我 我的目光 在假人上转了几圈 假人就只是假人 没有任何的猫腻 我笑着说 或许 这是他们俩 口子之间的小游戏 鬼才知道 为什么要把一个假人 塞在衣柜里 也许是恶趣味 也许是其他什么原因 对于这些想不明白的事 那就不用管 我不喜欢去钻牛角尖 我望着熊吉 问道 确定联系不上你的女友 熊吉点头 猴子笑着说 既然已经联系不上她了 那就说明 她已经离开了 你不就是想甩掉她吗 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 熊吉神色一僵 望着我小声道 法师 我还是害怕啊 万一她再回来找我怎么办 猴子调侃道 当初把别人捡回来 跟人家一起睡觉的时候 是不是爽歪歪 现在你就害怕了 这听起来 多少有那么一点渣男啊 熊吉都快哭了 双手合十 向猴子哀求道 大哥 你就不要取笑我了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在外面 随便接女人回家 猴子嘀咕了几句 也没再调侃她了 目光落在我身上 这事 还是得看我怎么做 我已经收了熊吉的钱 肯定不可能随意地敷衍一下完事 那个兰兰有问题 这件事不是找不到她就完事 必须要找到她 彻底把她身上的因果解决掉才行 我的目光 再次在房间里扫尸了一圈 沉吟道 熊吉 拿几件你女友穿过的衣服过来 说完我又补充了一句 最好是那种贴身衣物 熊吉赶紧去翻找 找了好一会 一件都没有找到 猴子皱眉问道 什么情况 难道一件衣服都找不到吗 熊吉哭丧着脸说 大哥真的找不到 以前还有的 不知道怎么就没有了 猴子想要说话 被我摆手阻止了 我沉生问道 你去找我的时候 你女友知道吗 熊吉摇头 苦着脸道 我也不知道她知不知道 反正我是没有告诉她的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偷偷跟踪我 猴子沉生说 老林 你说这女人会不会知道 熊吉要去找你对付她 所以她就提前躲起来了 我点点头 你说的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我们去那电影院看看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端倪 熊吉带着我们到了她工作的地方 这是一家午夜电影院 只有在零点以后开放 这个点电影院的门是锁起来的 熊吉打开门 我们去到了里面 法师 当初我就是在这里遇到蓝蓝的 熊吉指着后排角落说道 我打开灵童之眼 快速在影厅扫视了一圈 没有发现端倪 这地方的气息虽然有些糟糕 但并没有看到邪物 我的目光从影厅那银屏上扫过 试一去外面说话 熊吉紧张地望着我 等待着我的决断 我沉吟道 熊吉 因为不知道你的那个女友 跑到哪里去了 所以我现在也没法做其他的事 这样 我给你一道护身符 再给你一个号码 如果你再见到你的女友 你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们 熊吉无奈地点头 听从我的安排 我给了熊吉一道杀鬼符 然后就和猴子离开了 老连 那蓝蓝是鬼吗 一避开熊吉 猴子就急切问道 我沉生道 那地下室的气息不对劲 那女人有可能是鬼 有可能不是鬼 啊 还不能确定 猴子有些傻眼 我说道 残留的气息诡异 我现在也不好确定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有一点可以百分百确定 那女人不是一个正经货 不出意外的话 熊吉迟早会死在她手中 猴子揉了揉额头 说道 也就是说 那女人感受到了危险 提前逃走了 我点头 应该是这样的 熊吉的行踪 肯定闭不开她的眼睛 那 这个女人 为什么要缠着熊吉 听熊吉的讲述 应该是那女人 主动找上她的才对 猴子一脸疑惑 我轻语 熊吉犯了色煞 色字头上一把刀 即便没有这个蓝蓝 肯定还会有红红 或者方方之类的女人 等着瞧吧 这女人肯定还会出现的 我们耐心 等着就是 就在这天凌晨一点多的时候 猴子的手机响了 是熊吉打来的 熊吉那惊恐 而又颤抖的声音 在电话里响起了 法 法师 救我 那女人出现了 猴子急匆匆把我喊了起来 我们开车 快速向午夜电影院赶去 我们赶到一半路的时候 熊吉又打电话来了 她在电话里哭着说 法师 你们来了没有啊 那个女人把我堵在了厕所里 她说要跟我欢好 我正死死地抵着门 她随时都有可能会冲进来 法师 你们快来啊 要是晚了 我觉得 那女人会杀了我的 我沉声道 熊吉 你不要太过恐慌 我们正在来的路上 有我的护身符在 你不会有生命危险 猴子 把油门踩到底 疯狂向午夜电影院标去 半个小时后 我们到了午夜电影院 在一分钟前 我们联系熊吉 已经联系不上她了 猴子嘀咕道 老练 那家伙该不会被那女人给灭了吧 我沉声道 祈祷她还活着 否则我们的任务就失败了 我们冲进了电影院 这个点 正是这家午夜电影院 生意最火爆的时候 影厅里坐满了人 荧幕上放着恐怖鬼电影 银森 吓人的声音 在影厅里回荡 我们迅速向西北角落的厕所冲去 厕所的门是打开的 并没有看到熊吉的身影 猴子一惊 急忙道 老林 熊吉不见了 仔细找 去女厕所也看一下 我沉声道 猴子也不顾上什么了 冲进女厕所里 里面同样是一个人都没有 我没头紧锁 熊吉去哪里了 该不会真的被灭掉了吧 老林 我们分头找一下吧 猴子说 我沉声道 那你小心点 有不对劲的地方 立马就大声呼喊 我和猴子分开了 在电影院搜寻了起来 猴子找外面 我找影厅里面 我去到了影厅里 里面是座无虚席 一群人又挨又怕地紧盯着荧幕 昏暗的灯光 只能大概看出人的轮廓 我的目光在人群中一一扫逝 寻找了一遍 熊吉并不在 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 荧幕上的画面 引起了我的注意 此时在荧幕上 一个男人正在被一个女鬼追赶 那男人被吓得胆都快破了 我的目光锁定在那个男人身上 这个男人虽然是一张陌生的脸 但不知道怎么的 我有一种感觉 这个男人 似乎就是我们要找的熊吉 灵童之眼 开 我在心中大喝了一声 打开灵童之眼 再次向荧幕看去 这一看 我顿时脸色巨变 在我的灵童之眼下 我所看到的 又是另外一个画面 在荧幕上 熊吉的魂魄正在被一个女人折磨 她已经被那女人折磨得凄惨无比 马上就要死了 大胆 我在心中一声怒吼 一道杀鬼符向荧幕拍去 哄 杀鬼符落在荧幕上 浮光炸开 致阳之力凶猛地向那女人轰去 女人被打得一个措手不及 一声惨叫 丢掉熊吉的魂魄 就逃走了 收 我大鹤 一道黄符飞出 将熊吉的魂魄收了起来 在我黄符落下的那一刻 荧幕直接就熄灭了 漆黑一片 影厅里的一阵骚乱大叫 我没有时间理会这些人 收起熊吉的魂魄 快速冲了出去 我刚冲出去 猴子也跑了过来 见到我急忙大喊道 老林 我刚才听到熊吉的声音了 他好像在地下室 走 我沉声道 快速向地下室冲去 在冲往地下室的这个过程中 我把刚才在影厅里的情况 说了一下 猴子惊一道 老林 你的意思是说 今晚观众看的恐怖片 是蓝蓝折磨熊吉 我点头 可以这么说 蓝蓝折磨熊吉 只是整部电影里的一个片段 猴子皱眉 他感觉有些迷糊 我解释道 这件事很好理解 那就是 蓝蓝带着熊吉的一缕魂魄 钻进了电影里 也就是那块布上 猴子恍然大悟 他有些明白了 咋舌道 这女人还真是够狠的 居然如此折磨熊吉 她这是 对熊吉有多大的怨恨 老林 那现在是不是可以确定 蓝蓝就是一只恶鬼 我沉声道 没错 他就是一只鬼 而且还是一只怨鬼 刚才在荧幕上的 只是熊吉的一缕魂魄 蓝蓝并没有抓走 熊吉的整个魂魄 我猜测之所以会这样 应该跟我的那道 杀鬼符有关 幸好只是一缕魂魄 如果熊吉的三魂七魄 全都被抓来了 熊吉很有可能会死 我和猴子 用最快的速度 冲到了地下室 猴子举起斧头 猛地劈了下去 将地下室的大门劈开了 刚冲进地下室 一股强烈的鬼气冲了出来 那股鬼气 卷起了一股强烈的阴风 吹起了漫天灰尘 猴子一个不留神 差点就被那股鬼气给吹倒了 我扶了他一把 他吐着嘴巴里的灰尘 大叫道 我擦 这么强烈的阴风 差点就着到了 我目光炯炯 紧盯着前方 在我视线的镜头 有一个穿着白裙的女人 那女人长发披肩 正背对着我们 这森森鬼气 正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 在那女人的面前 还有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 正是我们要找的熊吉 此刻熊吉有些惨 他正在被那女人欺凌 嘴中发出了 凄厉痛苦的惨叫 听到他那痛苦的惨叫声 猴子摸着额头 嘀咕道 我的妈 我现在有些理解 熊吉的苦了 这么凶猛的女人 谁受得了啊 见到眼前这一幕 难免让人些幸灾乐祸 猴子笑黑黑道 难怪熊吉那 二两肉都烂掉了 被这般欺凌 哪怕是个铁人 也得摩擦烂掉 我笑道 所以说嘛 找女朋友得擦亮眼 否则会有风险 猴子立马接话道 没错 不是每个男人 都有宁采晨那个命 万一日 惹鬼 那就有可能会死翘翘 我赶紧轻咳一声 低声说 猴子 严肃点 不要嬉皮笑脸的 熊吉是我们的客户 得尊重人家 猴子脸皮抽了抽 强忍着不笑 我们俩走到了近前 那女人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继续在干着自己的活 不仅如此 她还回过头望着我们 朝我们露出一个 妩媚的笑容 问道 你们要一起来吗 靠 听到如此恶心的话 猴子顿时怒了 手中的斧头 无情地向女人劈去 我已经看到了女人的脸 她就是熊吉的女友兰兰 兰兰哥哥笑着 身影一闪 带着熊吉离开了原地 猴子的斧头落空了 猴子气得大吼 还想扑过去 被我阻止了 我望着兰兰 冷声道 据我所知 这个男人跟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她 兰兰身体起伏着 依旧没有停下来 她望着我妩媚地笑着 笑嘻嘻嘻道 花爱不正是 你们男人喜欢的吗 我现在做着熊吉喜欢做的事 我有什么错啊 你看熊吉多开心 多享受 她发出的声音多好听呀 如果两位哥哥也想享受一下的话 那你们就躺下吧 我来让你们享受快乐 猴子大怒 大胆女鬼 竟敢在我们面前 说这些乌颜慧语 你想死吗 兰兰依旧笑嘻嘻道 我怎么就说的是乌颜慧语 我说的是很正经的话 难道哥哥听不明白吗 猴子咒骂道 马德 这就是一个女色鬼 熊吉把这个女色鬼捡回家 也算是倒了八辈子的血眉 熊吉被兰兰这般 纵于过度的折磨 元气大损 别说那二两肉彻底烂掉了 他人都要被折磨死了 我呵斥道 女鬼 放开他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兰兰嬉戏皮笑脸 像是个女流氓一样 笑嘻嘻道 哟 哥哥生气了呀 哥哥想要怎么对我不客气啊 紧接着 他又做出了一个害怕的神色 嗲声嗲气道 哥哥不要生气 妹妹好怕怕 操 我再也忍不住了 破口大骂了起来 大猴道 猴子 丹塌 我猛地跺脚 快速向兰兰扑去 猴子则是扑向了熊极 准备救人 见我扑了过来 兰兰不笑了 而是发出一声尖叫 一股阴风猛地向我卷了过来 阴风中席卷着一股鬼气 鬼气化为一张鬼脸 鬼脸张大嘴巴 狠狠地向我撕咬而来 滚 我大吼 小魔剑挥动 狠狠地向那鬼脸抽去 哄 小魔剑落下 顿时金光万道 阳气吞吐 小魔剑轰在了鬼脸上 啪的一声 鬼脸直接就炸碎了 成为了灰烬 我的实力出乎了蓝蓝的意料 他见到我 冲到了他面前 一声尖叫 猛地起身 挥手向我拍来 他的手掌上 鬼气森森 瞬间就化成了一只巨大的鬼爪 他这是 想要跟我的小魔剑硬拼 见到他的这动作 我嘴角勾起 脸上露出了一缕不屑笑容 直接跟我的小魔剑硬拼 我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我心念微动 小魔剑上的力量 又变强了许多 小魔剑抽在蓝蓝的手掌上 碰 一声闷响 蓝蓝一声惨叫 整个手臂直接炸开了 化为了碎片 哦 蓝蓝惨叫 身体不受控制地 倒飞了出去 猴子一个俯冲 一把抱起了熊极 退到了我身后 熊极疲惫地看了猴子一眼 然后就晕死了过去 猴子拍了拍熊极的脸 喊道 喂 不要睡啊 睡着了你就会死的 我回头扫了熊极一眼 他的状况很糟糕 处于奄奄一息 随时都会死的状态 我急忙拍出几道皇服 把他给阵锋住了 我说道 猴子 你把他带到一边去 我来对付这个女鬼 我冷漠地望着兰兰 呵斥道 该死的东西 这样害人很好玩是吗 兰兰哥哥笑着 用着很随意 漫不经心地语气说 我只是 做了他最想做的事 我那是成全他 他应该感谢我才对 混账 我大喝 兰兰这不是 在偷取熊极的洋气 而是在要他的命 他这是一种恶毒的报复 兰兰依旧笑嘻嘻地 他在我面前转了一个圈 白裙飘飞 青丝飞舞 他用着极其妩媚的表情 望着我 笑嘻嘻地问 小哥哥 你看我美吗 小哥哥 你要不要品尝一下 女人的滋味啊 虽然我是一个鬼 但女人有的功能我也有 我一定可以 让你在快乐中飞升 说话间 兰兰身上洁白的长裙 已经滑落了下来 露出了雪白的洞体 一丝不挂地站在我面前 不仅如此 他还在我面前 做个各种诱人的姿势 足以让定力不够的男人流鼻血 猴子望着兰兰 顿时瞪大了眼睛 突然 他感觉鼻子有些痒 用手一擦 居然是血 他顿时不敢看了 嘀咕着 奶奶的 这女人好邪门啊 我就只是看一下 什么都没做 居然都流鼻血了 听到猴子的嘀咕 我哭笑不得地说 猴子 你这火气也太旺了吧 她只是一个女鬼 又不是真人 你激动的啥啊 猴子甘笑道 我这不是还是童子生吗 肯定没有 你有免疫力 我 我神色平静地望着兰兰 尽管这个女鬼在我面前 做着各种血脉喷脏的动作 我依旧心如止水 这女鬼的模样 确实还不错 可以称得上是一等 但她的样子 跟我记忆中的那个女人 还差得远 我记忆中的那个女人 才算是角色 我面无表情地望着兰兰的表演 我倒要看着女人到底 会不会尴尬 想要用这种低劣的方式来引诱我 简直就是笑死个人 几分钟过去了 兰兰见我一点动静都没有 顿时有些羞怒的 该死的法师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我都这么卖力了 你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应该尊重我 多少给一点反应啊 靠 你该不会是失去了 男人那个功能吧 听到兰兰这话 猴子直接笑成了狗 这女鬼还真够损的 我没好气瞪了她一眼 哼道 猴子 很好笑是吗 你信不信我让你尝一尝雄极的苦 猴子吓得一跳 急忙摆手道 老林 我不笑就是了 你继续 我冷漠地望着兰兰 冷哼道 你怀疑我不是男人 很好 接下来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这个男人的厉害 我手持香魔剪走到了兰兰面前 她那赤条条的身体对我没有丝毫诱惑力 这女人再好看 她也只是一只鬼而已 我还没有肤浅到被一只鬼给乱了心神 兰兰也知道用这一招对付不了我 她身上白光一闪 长裙穿在了身上 兰兰阴沉着脸望着我 尖叫道 法师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否则对你没有好处 我眼皮微锤 淡淡道 你觉得你这样的威胁 能够威胁到我 又或者 你认为我是被吓唬大的 兰兰手中黑光一闪 一根铁链出现在了手中 铁链上诡气四溢 有很强的力量波动 啪 兰兰猛地一挥铁链 铁链抽的空气发出一声炸响 兰兰朝我咆哮 该死的臭法师 既然你这么喜欢多管闲事 那我就连你一起杀 我脸上露出了一个不屑的笑容 这东西还想杀我 不知死活 我朝他勾勾手 讥讽道 来吧 让我看看 你是怎么杀了我的 死 兰兰嘀吼一声 化为一道残影 挥动铁链向我杀了过来 他的铁链舞动 像是一条黑色大蟒 凶猛地向我脖子咬来 破 我大喝了一声 响魔剑抽了出去 啪 响魔剑抽中了兰兰的铁链 一声闷响 那诡气四溢的铁链 直接就炸碎了 兰兰顿时惊呼了起来 亮枪向后倒退 迅速跟我拉开距离 我讥笑道 小鬼 你就这么点法力 也想跟我斗 你脑子没问题吧 兰兰的法力 不过是刚到鬼兵级而已 这个实力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直接就是小菜一碟 兰兰退到了角落里 脸色一阵变幻 目光急剧闪烁了起来 他打不过我 正在想着如何逃走 见到他那神色 我瞬间就明白了 他心中所想 冷笑道 女鬼 你逃不掉的 放弃那些 不切实际的幻想吧 兰兰一声尖叫 化为一股阴风 猛地向外面逃去 杀鬼符 我大鹤 一道杀鬼符飞了过去 杀鬼符拦住了兰兰的路 兰兰大声尖叫 抬起手掌 猛地向杀鬼符拍去 碰 他的手拍在杀鬼符上 一声闷响 一声闷响 杀鬼符完好无损 他则是被杀鬼符的力量 给轰飞了 镇压 我又是一声大鹤 一道黄符飞了出去 兰兰躺在地上 望着越来越近的黄符 吓得大声尖叫 臭法师 你要是敢杀我 我大姐不会放过你的 我神色冷漠 心中默念着咒语 黄符继续向下镇压而去 这种批划威胁不到我 我决定了的是 谁都别想改变 黄符用着势不可挡的气势 落了下去 啊 不 兰兰发出最后的尖叫 啪的一声 直接被黄符给镇压住了 猴子把雄疾放在地上 咧嘴跑了过来 望着被镇压住的兰兰 哈哈大笑道 该死的女鬼 就凭你 也想在我家老林面前撒野 你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的镜子 哦 对了 差点忘了 你根本就不能撒尿 兰兰被镇压得不能说话 只能是用极其怨恨的目光 死死盯着猴子 猴子朝兰兰挥舞着斧头 朝他露出了一个 你死定了的眼神 我没有理会兰兰 而是走到了雄疾面前 雄疾现在处于昏迷状态 全身鬼气缭绕 我取了一道黄符 轻轻一抖 雄疾的一缕残魂 从黄符里掉了出来 归位吧 我轻于 咻 雄疾的残魂化为一道光 钻入了他的本体中 雄疾的身体晃了晃 虽然他还没有醒来 但状态要比刚才好一些 我这才走到兰兰面前 低头望着他 冷漠道 说说吧 你为什么要去祸害一个 跟你无冤无仇的人 兰兰怨恨地望着我 不说话 猴子低声道 老林 他被镇压住了 说不了话 我脸皮微微抽搐了一下 打了个响指 松开了一些兰兰的封印 封印一解开 兰兰就大声咆哮 该死的法师 识相的话 你就赶紧把我给放了 否则我大姐不会放过你的 我不屑道 死到临头还敢威胁我 你真的是愚蠢至极啊 我从袖子里抽了一根红绳出来 手截法印在红绳上一抹 将红绳丢给猴子 说道 猴子 抽它 猴子脸上露出了一个冷酷的笑容 挥动红绳 毫不犹豫地向兰兰抽去 红绳上金光闪烁 每一击落下 就像是一条火边抽在兰兰身上 啊 疼 兰兰七里惨叫 痛得在地上打滚 几分钟后 兰兰求饶 不要打了 我说 我全说 我朝猴子点点头 猴子停了下来 威胁着兰兰 你要是再不老师 老子还抽你 看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 兰兰身上 已经被抽出了很多伤口 他怨恨到 你们以为那个男人是个好鸟吗 你知道他玩弄不多少女孩吗 那个男人就是一个色鬼 喜欢玩弄女孩的感情 既然他喜欢玩弄女孩 那为什么我就不能玩弄他 我眼皮微锤 雄极风流成性 这一点 我已经从他面向上看到了 雄极风流成性 自然会遭到冥冥之中的报应 但这种报应 绝对不是兰兰祸害他 兰兰下场害他 这就过了 猴子诧异问道 你就是因为这个才报复他 兰兰尖叫 难道这还不够吗 玩弄感情的男人都该死 你们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对于这话 猴子不喜欢听了 怒骂道 你这女人脑子是不是有坑 骂人你就骂人哪 干嘛还要把所有的男人都带上 紧接着 猴子邪腻了兰兰一眼 讥讽道 你该不会是被男人抛弃了 所以才变成了这个鬼样子吧 猴子这话刺激到了兰兰 兰兰疯的尖叫了起来 阴风咆哮 没错 我就是被你们这些臭男人给害死的 我要报复你们这些负心汉 当初那个臭男如何害我 我就要如何报复你们 兰兰开始哭哭啼啼 讲述着她的遭遇 这是一个操弹中 带着扭曲和悲伤的故事 根据兰兰的讲述 她生前是在酒吧工作的服务员 有一天晚上 她陪客户喝酒喝多了 最后醉倒在街头 然后被几个男人给捡事捡回去了 再后来就发生了她人生的大噩梦 那几个男人折磨了她一晚上 不仅如此 那几个男人见她生得漂亮 心中生出了更邪恶的想法 居然把她囚禁在了地下室里施暴 兰兰泪流满面 嘶声尖叫 你们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 足足半个月 在那半个月里 我每天被那几个男人施暴 最后把我给活活折磨死了 我所遭受的痛苦 有谁能体会 我招惹谁了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都是你们这些该死的男人 如果不是你们 这个世界安全很 我是女人 我长得漂亮 有错吗 我晚上喝酒有错吗 我醉倒在街头 有错吗 你们这些臭男人 为什么要对我施暴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明明你们这些臭男人 才是恶魔 为什么所有的恶果 要我一个女人来承担 为什么 你们告诉我 这到底是为什么 听到兰兰的尖叫怒吼 我和猴子沉默了 过了一回 我说道 冤有头债有主 不是凶急害死了你 你如果真的要报仇 那就去找害死你的人 你把怒火发泄在一个跟你不相干的人身上 那就是你的错 懒懒冷笑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一切都晚了 总而言之 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要杀光这世上的臭男人 我翻了个白眼 我也没想着跟这女鬼讲道理 更没有想着想要用道理说服她 搞清楚了她害雄级的因果 这个案子基本上就解决清楚了 我随口问道 你刚才说你还有一个大姐 你那个大姐是怎么回事 她跟你一样都是恶鬼 兰兰对于自己的大姐没有隐瞒 痛快地交代了 她的大姐跟她一样都是恶鬼 同样是一个被男人害死的女人 心中充满了对男人的怨恨 而且兰兰还直言不讳地说 这些年她的那位大姐 害死的人比她还要多 法力也比她要强很多 不仅如此 她的大姐 还是一位极其厉害恶鬼的老婆 有着很高的地位 我眼皮微抬 淡淡道 说完了 说完了 你们识相的话就赶紧把我放了 否则我大姐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兰兰吼道 这个时候依旧不忘了威胁我们 我无所谓地笑了笑 轻轻一抖黄浮 敬仙从里面掉了出来 我轻语道 敬仙 吃了它 敬仙一脸猙獰地走到兰兰面前 张开大嘴向她咬了下去 兰兰终于害怕了 惊恐地嘶声尖叫道 不 不要 她的尖叫没有改变她的命运 敬仙一口就把她给吃了下去 这女鬼是死路一条 与其把她打得魂飞魄散 还不如让敬仙给吃掉 这样还可以让她产生一点价值 经过这段时间的休养 敬仙的伤势已经恢复了一半 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完全恢复了 猴子砸巴着嘴巴道 我还以为这女鬼有多么牛叉的来历 原来就这么普通啊 我笑着说 她若是真的有那么不凡 那她也不会让我们遇见了 猴子一愣不解地问 老林 你这是说的什么意思 我笑着道 不同的高度决定着不同的圈子 圈子不同 接触的东西自然就不同 见猴子还是一脸蒙圈 我捂着额头道 我跟你修为 现在还只不过是在修到这座金字塔的底部 你说底部的人 能够遇到金字塔顶端的人吗 在现实世界中 灰姑娘真的能够遇见王子吗 猴子 这才若有所思的点头 大概明白了我说的意思 猴子望着昏迷不醒的熊极 这我没问到 老林 这家伙还没有醒来 怎么办 我瞅了熊极一眼 说道 把他带回去 我们把熊极带了回来 我开了个法坛 给他做了长法式 猴子 睡觉去吧 等天亮了 他就会醒来 猴子黑黑笑了起来 压低声音说 老林 你说他那跨间的二两肉 还可以复原吗 我笑着说 都被鬼气腐烂成那样了 能复原他 就是超人了 你不是听到兰兰说他风流成性吗 这就是他付出的代价 天亮没多久 熊极就醒来了 很虚弱 像是患了重兵要死一样 熊极望着我们 虚弱至极地问道 法师 我这是在哪里 那个女人呢 这里是我家 那个女人已经被我打死了 我说 熊极听到我把那个女人打死了 顿时惊呼了一声 有些害怕 猴子解释道 你就不用惊讶了 那个女人根本就是一只鬼 紧接着 猴子向熊极竖起了大拇指 佩服道 老兄 你真牛逼 居然热了这么久的鬼 你是第二个宁采臣啊 兰兰真的是鬼 这个消息 可把熊极惊呆了 热了鬼 这 熊极顿时头皮发麻 感觉全身起氧无比 就好像 是有很多虫子 在他身上爬一样 这时候 他低头看了一眼 看到了自己身上 那如同黑炭一样的皮肤 吓得大声尖叫 几乎晕厥 我说到 你身体被鬼气入体了 幸好你及时找到了我们 否则 即便那女鬼不杀你 你也会死得很惨 鬼气入体 你也不用太担心 我给你个药方 你服用个两年 身上的鬼气就可以消散 听到要两年这么久 熊极直接就哭了 他身体都成这样了 还怎么出去见人 那些鬼气 之前是隐藏在他的皮肤下 没有显化出来 现在兰兰这女鬼 被我们干掉了 所以 鬼气就显化了出来 普通人的肉眼 都可以察觉到 见熊极那哭丧的脸 猴子不怀好意地 对熊极低语了一句 熊极急忙掀开被子一瞧 直接晕死了过去 猴子撇撇嘴 嘀咕道 不就是那二两肉烂了吗 有那么激动吗 即便没烂掉 以你这样的身体也用不上 熊极以后该怎么生活 这不是我们操心的 送走了熊极 猴子问道 老林 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我望着外面的黑夜 轻语道 那兰兰不是有个大姐吗 我们去会会她 深夜我和猴子开车 来到了一处废弃的住宅楼前 望着废弃的住宅楼 猴子眼中充满了兴奋 摩拳擦掌 我瞅了她一眼 笑着说 瞧你那股兴奋劲 那女鬼可不是好招惹的 待会可不要大意 不要在阴沟里翻船了 猴子拍着胸膛道 老林 你就放心吧 我不会掉链子的 我们进到了废弃住宅楼里 现在正值深夜 这里面的阴气 要比外面重很多 我们就只知道 兰兰那位大姐 就藏在这里 至于到底是什么位置 我们还不清楚 需要寻找 气氛很阴森 给人的感觉 就好像是整个世界 就只剩下我和猴子两人 我和猴子一前一后 在这里搜寻 十分钟过去了 我们已经找了好大一片地 并没有发现兰兰的大姐 猴子低声问道 老林 怎么没找到那个女鬼啊 她该不会已经离开这里了吧 对于这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 只能先把这里找完了再说 我低声道 猴子 不要着急 我们继续找 说不定 话说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停了下来 目光瞬间就变得凌厉了 紧盯着猴子身后 猴子没有注意到我脸色的变化 还在催促问道 老林 你倒是继续说啊 说不定什么 我没有理会猴子 而且一声大喝 挤到杀鬼符 猛地向猴子身后拍去 杀鬼符飞射 绽放出璀璨浮光 狠狠地向黑暗中飞去 黑暗中阴风吹动 一道人影 瞬间就消失了 杀鬼符落空了 猴子瞪大了眼睛 急忙问道 老林 那女鬼出来了吗 我望着黑暗中 沉声说 没错 那女鬼刚才出来了 就站在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直勾勾地看着我们 我眉头紧锁 那女鬼出现的时候 一点气息和动静都没有 让我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而且 她逃跑的速度很快 我的攻击也落空了 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瞥 但可以确定 那个家伙不好对付 是个硬茬子 猴子一手握斧头 一手握金刚柱 站在我身边 凝神戒备 我用灵童之眼 环视了周围一圈 没有发现那女鬼的踪迹 她不在这里了 我拍了拍猴子的肩膀 沉声道 那东西已经离开了 不用这么戒备 猴子问道 老林 那女鬼发现了我们 她会不会躲着不出了 又或者说离开这里 我沉吟道 刚才我虽然只是惊鸿一片 但我看到 在那女鬼的眼中 有杀鸡和怨恨 这件事 她不会善罢甘休的 她要找我们报仇 即便我们不找她 她也会来找我们 所以 她退走离开这里不现实 猴子又问道 老林 你刚才有看出 那女鬼有多强吗 我们俩能不能斗得过她 我摇头说 女鬼的速度太快 我也没有看清楚 她到底有多强 不过没关系 以我们两人的实力 即便斗不过 退走应该是没问题的 猴子点头 四处看了看 问道 那我们现在是去找她 还是在这里等她来找我们 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倒是有些打乱了 我们之前的计划 我沉思了一会 说道 那女鬼说不定也在暗中盯着我们 我们这样找也没什么用 找个地方等着 看她会不会自己出来 我们找了个空地 捡了些木头 剩了一个火堆 我和猴子坐在火堆边聊天 说是聊天 其实我们的注意力都在周围 密切关注着周围的动静 让我有些失望的是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那女鬼还没有出现 就好像是已经离开了 猴子低声说 老林 怎么还没有动静 那家伙该不会已经离开了吧 我低于 不要着急 再等等 说不定很快就出现了 又等了半个小时 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我提高声音道 猴子 那女鬼说不定已经走了 在这里等也没用 我们回去吧 好嘞 猴子大声应答 起来准备灭火 就在这时候 一股阴风猛地吹了过来 把火堆给吹灭了 我眼中露出欣喜之色 看来我的策略是对的 见我们要离开 那女鬼忍不住了 呼 一股更强的阴风吹来 伴随着那股阴风吹来 还有一股极其强烈的阴气在弥漫 阴气弥漫的速度很快 十几秒的时间 就把这里给包围了 我和猴子背靠背地站在一起 我紧盯着黑暗中大喝道 女鬼 既然来了 那就现身吧 不要藏头藏尾的 猴子用着激将法大吼道 女鬼 你的两位爷爷就在这里 你要是有那个能耐 那就滚出来一站 要是没有那个能耐 那就滚 猴子这充满刺激的话 激怒到了那个东西 黑暗中传来了一声幕后 放肆 你们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竟敢跑到我这里来撒眼 你们死定了 我冷笑 有没有死定 那不是你说了算 你要是真的有那个能耐 那你又何必藏头藏尾 做一个缩头乌龟呢 女鬼大怒 好 那你们就睁大眼睛看好了 看我是如何灭了你们的 随着女鬼的花音落下 一股阴气分开 一道人影 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那是一个一身黑衣的女鬼 神色阴森 猙獰 用着一双极其怨恨的眼睛 紧盯着我们 我也紧盯着女鬼 从女鬼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判断 她的法力大概是在鬼兵级中期 我现在是九段黄杰法师 对付鬼兵级中期的恶鬼 也不是没有胜算的把握 我悄悄给猴子做了一个手势 望着那女鬼喝道 抱上你的姓名 我不杀无名之鬼 小法师 你记住我的名字 我叫屈悦 我在你身上 闻到了蓝蓝的味道 你杀了我妹妹 屈悦无比阴森地朝我吼道 很是愤怒 如果她要是个活人 此时肯定会火冒三丈 我一脸细血地望着屈悦 呵呵冷笑 你说那个女鬼啊 没错 她就是我杀的 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这随意而又理所当然的话 气得屈悦咆哮连连 阴风肆虐 她都快被我气炸了 她大声咆哮 该死的小法师 你敢杀我妹妹 我要抽出你的魂魄 让你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屈悦卷起一股强烈阴风扑了过来 在她手中握着一对飞蚤 那玩意可以轻易 就把人身体撕裂的那种 我大喝道 猴子 我主公 你辅助 我猛地跺脚 手持响魔剑迎了上去 大昂 响魔剑轰在屈悦的飞蚤上 金光四溢 还有一道如雷鸣般的巨响声响起 我们对轰了一击就分开了 各自向后倒退了几步 紧盯着对方 通过刚才那一击 屈悦感受到了我的实力 不敢像之前那么放肆 眼中有着凝重 我望着她冷笑道 你也不过如此 凭什么在我面前如此大言不惭 刚才一击 我们是平分秋色 这样的情况让我很有信心 打败屈悦不是什么难事 屈悦吼道 小法师 你不要太狂了 刚才不过只是一击而已 最后谁生谁死 还是个未知数 我黑笑了起来 那不是个未知数 我告诉你 最终死的人一定是你 狂妄 屈悦气得发抖 大声尖叫 臭法师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杀我妹妹 我嘴角勾起一缕冷笑 鸡粉问道 你真的想知道 说 屈悦咆哮 我黑黑笑道 杀她很简单 因为她害人 然后很不巧撞到了我手上 这个理由够了吗 啊 你这个该死的法师 屈悦气得发抖 身体不停地颤动 虽然她是鬼 但对兰兰这个妹妹 还是很疼爱的 此时她恨不得把我碎尸万段 我朝她勾勾手 冷笑道 不要尖叫了 你想杀我那就来吧 让我看看 你有没有杀我的实力 死 屈悦尖叫 没在犹豫 直接向我扑杀了过来 她眼中只有我 至于一旁的猴子 直接被她给忽略了 就在屈悦要扑到我面前的时候 猴子动了 天罗地网 一张大网飞出 猛地向屈悦召去 屈悦根本就没有把猴子放在眼中 自然也就不会在意她的攻击 正是因为她的这种傲慢 给了猴子机会 天罗地网结结实实落在了她身上 屈悦很狂妄 依旧没有把天罗地网放在眼中 不懈地冷笑 一个废物 也想在我面前装大尾巴狼 看我是如何破你的攻击 说话间 她随意地挥爪 向天罗地网拍去 见她如此德行 我脸上露出了一个 不怀好意的笑容 这家伙看不起猴子的攻击 那她注定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果然 当她的爪子 拍向天罗地网时 天罗地网金光大胜 致阳之力化为阳火焚烧她 啊 屈悦被这一幕弄得一个措手不及 天罗地网上的力量 打得她够呛 凄厉惨叫 猴子咧嘴大笑 猛地抖动天罗地网 把屈悦缠得严严实实 不仅如此 她还快速从腰间抽了几个竹筒 将竹筒里的东西向屈悦泼去 猴子开心大笑 女鬼 我的这些大料爽不爽啊 嘿嘿 你这个蠢货 也不看到我兄弟是谁 有我家老林在 我能弱到哪里去 我大笑道 猴子 干得漂亮 杀鬼吗 不一定非得靠法力 借助其他的器物 也可以对鬼物 展开致命的攻击 猴子这一波攻击 虽然不能灭了屈悦 但却可以 对它造成一些伤害 这就给了我带来了机会 我冲到了屈悦面前 她还没有撕开猴子的天罗地网 我大笑 翔魔剑毫不犹豫地抽了下去 翔魔剑金光璀璨 狠狠地抽在屈悦身上 哦 这一击落下 直接打得屈悦发出凄厉惨嚎 蹊跷中鬼气喷涌 猴子哇哇大叫 老林 干得漂亮 你们这些恶鬼听好了 我家老林法力高深 买是你们这些鬼物的克星 敢跟我家老林叫板 你们是活腻了 听到猴子对我的夸赞 我都感觉脸皮有些发烫 他对我总是 毫不吝啬地夸赞 我在他眼中 都成了完美的人 这样的兄弟 去哪里找 眨眼间的功夫 我轰击了屈悦十几简 打得他死去活来 屈悦白白受了我这么多击 已经受了很重的伤 嘶吼连连 挣扎的幅度也越来越大 天罗地网的力量 终究是有限 被屈悦冲击了这么多下 他终究是承受不住 吃 一声轻响 屈悦破开了天罗地网 逃了出来 我有些遗憾 在刚才那五六秒钟的时间里 没能将那女鬼打死 屈悦极其怨恨地望着猴子 尖叫道 你这废物 竟然把我给坑了一把 我要把你吃掉 猴子不屑地冷笑道 少在我面前说这些狠话 刚才你不也是这样叫嚣吗 结果 你自己被打得个半死 嘿 像你这种货色 你家猴爷见多了 你以为你叫得厉害 我就怕你啊 你不过是个垃圾而已 跟你那个妹妹一个货色 现在你们叫最狠的话 待会就要挨最毒地打 啊 我要杀了你 猴子这话 深深伤害到了屈悦的自尊心 屈一声尖叫 疯狂向猴子扑去 在他看来 猴子只是一个普通人 高贵的他 被一个普通人如此羞辱 这口气实在是咽不下 碰 我一剪把屈悦给轰了回去 大笑道 你想要动我兄弟 还得先过我这一关 屈悦尖叫 给我滚开 今晚我一定要杀了他 谁都抵挡不住我 屈悦开始了疯狂扑杀 然而 无论他如何扑杀 都没办法从我手中冲过去 他所有的攻击 全都被我化解了 该死的臭法师 你给我滚开 屈悦怒吼 身上又爆发出了一股更强的鬼气 凶猛地朝我冲了过来 感受到他身上的这股气势 我神色变得凝重了起来 脚踩钢布 大喝道 给我滚 哄 降魔剑绽放万道金光 我全部的法力喷涌 重重地轰在屈悦身上 哦 降魔剑把屈悦身上的鬼气给轰开了 屈悦惨叫 倒飞出去了很远 我猛地一抖降魔剑 大喝道 女鬼 你就这么点实烈 你凭什么杀我吗 恶鬼邪灵 当猪 屈悦从地上爬了起来 神色比刚才还要怨恨和仇视 他已经受了重伤 法力不及刚才的一半 如果不出意外 他必死无疑 你们这两个该死的东西 我记住你们了 你们给我听好了 你们死定了 我屈悦必杀你们 屈悦盯着我们大声尖叫 怨气冲天 我掏了掏耳朵 脸上露出了一个 听到了天大笑话的神色 很是不屑道 女鬼 你都被我们兄弟俩 打成这个熊样了 你还有什么脸面 在这里叫嚣 杀我们 你配吗 猴子咧嘴大笑道 老林 这女鬼就是一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我们用不着跟她废话 直接灭了她就是 我笑着点头 手持降魔剪 大步向屈悦走去 身上充满了杀鸡 屈悦见我来了 神色一阵变幻 低吼道 法师 你想杀我 你可知道 我是谁的人 我无所谓地笑道 你是谁的人 跟我要杀你有什么关系吗 屈悦尖叫 该死的法师 我的男人叫风江 他有着鬼魅籍的法力 杀你易如反掌 你若是敢动我 一根汗毛 我男人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要是敢动我 不仅你要死 你兄弟也要死 你全家都要跟着我一起死 听到这话 我顿时就笑了 鬼魅籍的法力 我的确不是对手 但那又如何呢 我悠悠道 那意思就是说 我不杀你 你男人就会放过我 屈悦目光闪烁 有着一丝傲气 冷声道 如果你不杀我 我可以向我男人求情 让他留你们一命 瞧瞧这话说的 多么傲气呀 他说的是 留我们一命 而并非是说不计较 什么叫做 留我们一命 把我们打得半死 叫留一命 还是折磨我们 只剩下一口气 叫留一命 我呵呵笑了起来 冷悠悠地说 我们不需要别人 给我们留一命 我们的命 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为何要别人留 所以 你必死 话音落下 我猛地向前冲去 对屈悦展开攻击 屈悦吓得一声尖叫 卷起阴风 就想向旁边逃去 猴子冲了上来 大喝道 女鬼 哪里逃 你给我滚开 该死的烦人 屈悦咆哮 抬起手掌 疯狂向猴子拍去 他始终还是把猴子 当做了突破口 认为从他身上 才可以逃走 战斗已经进行到了 这个份上 猴子也不再隐藏了 双目炯炯 紧盯着扑过来的屈悦 当屈悦扑到他面前的时候 猴子在心中一声大吼 请神上身 瞬间身上佛光大圣 金刚神的虚影 浮现在他后背 金刚之怒 金刚储轰了出去 夹杂着漫天佛光 迎向了屈悦的攻击 在屈悦眼中 猴子就只是一个普通人 最多就只是利用一些 法器的普通人 他压根就没有想到 猴子居然还会请神上身 所以面对猴子的这一击 他没有丝毫防备 就那么主动冲了上去 在金刚储即将要轰到他身上的时候 他这才反应了过来 大声尖叫 该死凡人 虚伪至极的东西 你竟然还会这一招 猴子身上佛光弥漫 金刚储狠狠地轰了下去 将屈悦的尖叫声给淹没了 啊 猴子的这一击 大概有七段巅峰黄街法式的实力 此时状态的屈悦 被这么强的一击轰重 其伤害值可想而知 啊 屈悦一声凄厉惨叫 被猴子的金刚储打飞了 身体都快被打爆 死 我大贺 小魔剪落了下去 把他打得一个正着 悲催的屈悦 被我和猴子两人轮着暴打 根本连一点反击之力都没有 屈悦这女鬼被打哭了 好好哭泣道 你们两个混蛋给我记着 我男人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们若是敢杀我 我男人一定会把你们碎尸万段 对于这种没有一点水平的威胁话 我们压根就不会放在眼中 猴子咧嘴大笑道 女鬼 你就喊吧 你喊的声音越大 我就越兴奋 听到猴子这话 我脸色微黑 这话听起来怎么这么别扭呢 有一种大反派的感觉 两分钟后 屈悦直接被打得不行了 哭泣道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只要你们放过我 我绝对不会让我男人对付你们 只要你们放过我 这件事我们就当作没发生过 一笔勾销怎么样 我冷笑 女鬼 你把我们当傻子玩吗 今天就算是鬼王来了 我们也必杀你 哄 降魔剪落下 轰在屈悦身上 哦 屈悦绝望地尖叫 她的身体被我轰成了两半 金刚神之怒 猴子的攻击落了下来 直接对屈悦补了一刀 屈悦那破碎的身体 燃烧起了阳火 快速焚烧着 屈悦发出最后的怨毒咆哮 你们这两个杂碎 你们给我等着 这个丑我男人一定会替我报的 你们就等着死亡和恐惧的降临吧 等我男人来了 你们只有死路一条 屈悦的声音消失在了跳跃的阳火中 她被我们打得魂飞魄散 痛快 我大笑 灭了屈悦 我们又获得了一笔功德 猴子还有一分半的时间 在那里上蹦下跳 哇哇大叫 老林 我这还没有用完的时间 能不能累计起来下次再用啊 这样白白浪费 真的是太可惜了 我瞅了她一眼 笑着说 你就想着美吧 月有殷勤圆缺 世上哪里有十全十美的好事 走了 回家 猴子有些担忧 说道 老林 那个风将是鬼魅级的高手 要是找上我们了 我们打不过该怎么办 我猛地一踩油门 车子在黑夜中狂飙了出去 呼呼的风吹进了车里 我笑着说 坏人不会因为我们求饶 而放过我们 这件事 我们没得选择 既然没得选择 那有什么好多虑的 勇往直前就行了 猴子咧嘴大笑道 老林说的没错 我们兄弟齐心 齐力断金 没有什么可以难得住我们 在我们把屈悦干掉的那一刻 龙江城一个地窟中 响起了一声愤怒咆哮 该死的臭法师 竟敢杀我的女人 我要你们死无葬生之地 随着咆哮声响起 黑暗中还亮起了一双 心红如血的眼眸 第二天 我们刚起床没多久 许颖就来了 还给我们提了不少东西 冰箱里都塞满了 我笑着说 许颖 你来就来嘛 提这么多东西 来干嘛呢 实在是太客气了 许颖笑道 我过来顺便买的 挺方便的 一点都不麻烦 我拍了拍猴子的肩膀 笑道 你们两个聊 我出去逛一下 许颖这明显 就是来看猴子的 我要是这点眼力 镜都没有 那真的是白下了 我在外面晃悠了 两个多小时 最后还是 猴子打电话 让我回来 我回来饭菜都做好了 我也不客气 大快躲移了起来 趁许颖去厨房里忙的时候 我悄悄朝猴子挤了几眼 小声问道 猴子 你们有没有发生点什么 猴子老脸一红 含糊道 老脸 你这说的什么话呢 我们是正常的朋友关系 根本就没有 你说的那些事 我给了他一个 我懂的神色 男人嘛 有些话不用说的那么清楚 大家都懂 虽然猴子和许颖没说什么 但我还是从他们的眼睛里 看到了一些东西 许颖这次来 跟我没有毛关系 他就是想要看看 猴子上次的伤恢复的怎么样 饭吃完了 我说道 许颖 你回头帮我查一下 在龙江城 有没有一个叫封江的恶鬼 这个恶鬼的法力很强 已经到了鬼魅级别 许颖听到鬼魅级别 脸色顿时一变 他只是一个八品城隍 面对这种级别的恶鬼 心里也没底 他问道 丁领 你们跟这个封江 有什么过节吗 还没等我回答 猴子便问声问气道 也不是什么大的过节 我们就只是 杀了封江的鬼老婆而已 那女鬼死的时候 嚷着说她男人要给她报仇 所以我们 想先打听一下 许颖有些为难道 鬼魅级的恶鬼法力太高了 不在我们的管辖中 城隍册里也查不到他们的信息 猴子顿时有些失望了 我很理解地点头 笑着说 查不到也没有关系 那个家伙迟早会来找我们报仇的 我们就等着他出现就好了 许颖充满担忧道 鬼魅级别的恶鬼 非同小可 法力十分强 我笑着说 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只要这个恶鬼赶来 我们有的是办法对付他 猴子咧嘴笑道 这件事 你就不要管了 这是我们男人的事 徐英紧促着眉头 沉声道 虽然在城隍册上 找不到封江的信息 但我可以通过其他的小鬼来打探 说不定可以找到他 我这就回去安排 一定可以找得到封江的 一有消息 我立马打电话给你们 我笑着点头 徐英 那就麻烦你了 徐英急匆匆地离去了 我笑道 猴子 看来人家是真的对你有意思 否则不会这么热心肠 猴子摸了摸脑袋 黑笑了起来 脸皮微微泛红 我们正在商谈 如何对付封江的时候 猴子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 惊疑道 居然是那个 笑花谢思思打来的 我神色古怪道 妈呀 笑花该不会也看上你了吧 猴子 你最近桃花运这么强啊 猴子咕弄道 要不 我不接了吧 我瞅了一眼来电号码 说道 他说不定找你有什么重要的事 你还是接吧 想了一会 猴子终究是接了 过了一会 他挂断了电话 望着我说道 老林 谢思思说他 有个朋友遇到了点邪门事 想要请我们帮忙处理一下 我笑道 这样啊 那你就把我们的地址发给人家吧 让人家来这里 找我们 得到了我的允许 猴子这才把我们的详细地址发了过去 大概一个小时后 谢思思找来了 跟着他还有一个女孩 谢思思见到我 一脸感激道 丁法师 我又见到您了 谢谢您 上次的事要是没有您 我已经死了 我哑然失笑道 谢谢的话 你上次已经说过了 现在就不用这么客气了 而且 你也付给了我报酬 我们之间是互不相欠 闲聊了几句 我问道 谢小姐 你的这位朋友 遇到了什么事 详细说说 那个女孩急忙说道 丁法师 我叫兰兰 遇到事的是我姐姐郑秀文 听到兰兰这个名字 我脸上露出了古怪之色 这个名字 可是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 想不到这么快 又遇到了一个兰兰 我点头 问道 你姐姐遇到了什么事 大胆地说出来 细节方面说得越详细越好 既然是你笑话介绍来的 我肯定会拿出我的真本事 我给了兰兰一个鼓励的眼神 她开始说道 丁法师 是这样的 我姐姐郑秀文是一个护士 三天前的晚上 她突然就中邪了 到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 整个人都是处于一种 疯疯癫癫癫的状态 这几天里 我们请了不少的高人去家里 都没有治好我姐姐 最后 思思姐向我推荐了法师 我眉头微皱 中邪了 知道她是怎么中邪的吗 兰兰说道 三天前的晚上 我姐姐上的是夜班 就她一个人 等早上她的同事 发现她的时候 她就已经疯疯癫癫了 医生说她 好像受到什么惊吓 更具体的情况 兰兰也不知道 只猜到是中邪了 我追问也是白问 我点头 陈寅道 你姐姐是在哪个医院工作 她人现在在哪里 兰兰急忙道 我姐姐在龙江城第七医院工作 她人现在在家里 对于龙江城第七医院 我是一连猛 这地方我都没听说过 我望向了猴子 猴子也是 一脸猛逼 她也不知道 谢思思察觉到了我们的疑惑 急忙说 龙江城第七医院 是精神病医院 里面收留的 都是重症精神病患者 我有些惊讶地点点头 居然是精神病医院 这倒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我说道 这样 我们先去你家里看看你姐姐 然后再做决定 谢思思对猴子 有些想交往的意思 但猴子 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态度 最终这位笑话 带着遗憾地离开了 我们赶到了郑文秀的家里 刚进到家门 就听到了郑文秀的大喊大叫声 兰兰露出了担忧之色 红着眼睛说 法师 我姐姐又控制不住自己了 现在肯定在发狂 我和猴子 快速冲到了房间里 果然郑文秀 现在就是处于癫狂 他紧闭着眼睛 双手胡乱挥舞 嘴中大喊道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郑文秀的父母 两人死死按住他 结果还有些够呛 猴子 上去帮忙 按住他 我沉声道 猴子立马冲上前去 全力按住郑文秀的身体 我走到郑文秀身边 灵童之眼打开 紧盯着他的身体 在我的灵童之眼中 郑文秀身上 笼罩着一层阴森邪气 那股邪气 如同铁链一样 缠在郑文秀的身上 郑文秀的三魂七魄 都被那股邪气给入侵了 郑文秀挣扎得越来越厉害 猴子也开始够呛了 大吼道 老林 快点出手 我快按不住他了 郑 我取了一道黄符 猛地拍了下去 黄符落在郑文秀的眉心上 郑文秀身体猛地一颤 然后就安静了 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昏迷了过去 猴子长松了口气 朝我咧嘴笑道 老林 他的力气可真大 我都快被他给掀飞了 我沉声道 人在处于癫狂不可控的状态 力量比平时大几倍很正常 猴子低声问道 老林 他是中邪了吗 我点头 邪气入侵了三魂七魄 不是中邪是什么 郑文秀的父母急忙围了过来 眼泪婆娑地对我说 法师 求求您救救我女儿吧 只要能救我女儿 无论多少报酬 我们也愿意给 我环视了屋子里一圈 沉声道 干我这一行的 的确没有免费的 费用必须是要收的 这样吧 你们就给我五百块 另外 我看你家养的鸡不错 到时候抓几只鸡 给我回去尝一尝 听到我只要五百块 郑文秀的家人泪流满面 就要给我下跪磕头 我让猴子急忙把他们拉住了 我提笔在郑文秀的眉心上 画了一道俘虏 然后对兰兰说道 给你姐姐清洗一下身体 待会我来给她检查一下 在郑文秀清洗的时候 我在她家里转了一圈 没有发现什么猫腻和诡异 她身上的问题 跟这屋子应该没有关系 等郑文秀清洗完了 我坐在床边 摸着她的脉搏 感受着她体内的情况 我这不是给她看身体的疾病 而是感受她体内的情况 过了一会我眉头皱起 对郑文秀的妹妹说道 把你姐姐的衣服翻开 肚脐眼露出来 给我看看 望着郑文秀的肚脐眼 我沉吟了起来 房间里寂静无声 所有人的目光都望着我 等待着我的回答 沉默了一会 我说道 郑文秀今年还没满二十岁 郑文秀家人猛地点头 她有男朋友吗 我又问 郑文秀的妹妹皱眉道 好像没有吧 姐姐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 也没有见到过 我轻叹了一声 低语道 你姐姐怀孕了 小孩至少有三个月了 啊 这 郑文秀的家人 直接就惊呼了起来 这个情况 是他们所不了解的 我并不在意 郑文秀的男友是谁 我在意的是 她现在是个孕妇 她此时邪气入侵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问题 孕妇是那些东西 最喜欢的人群 也是最容易出事的人群 一件简单的事 发生在孕妇身上 很有可能最终的坏结果 会翻好几倍 想要处理好 难度细数也会增加 如果我处理得不好 一时两命是必然的 郑文秀的母亲 哭着对我说 法师 秀秀怀孕的事 她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说过 我们也不知道 那个男人是谁 法师 现在该怎么办 郑文秀的父亲 红着眼对我说 法师 请您先保住大的 至于小的 就看天吧 显然他们没有理会 我话中的深意 我也没有解释的意思 我沉声道 你们放心吧 既然我收了钱 我自然会竭尽全力来 把事办好 这样 你们先出去等我 我仔细检查一下 几人都出去了 就我和猴子在房间里 猴子第一声道 老林 她是孕妇 这事有些糟糕了 猴子跟着我这么久 耳濡目染 也了解了一些常识 我沉声道 或许那东西 就是看中了 她是孕妇才搞她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 心中默念了一句 静心法咒 让自己保持心神空灵 眼前我要做的事 是仔细判断 郑文秀体内 邪气入侵的情况 想办法把邪气给弄出来 先把邪气弄出来了 再去寻找她中邪原因 我喝道 猴子 八卦镜 猴子急忙把八卦镜拿出来 我提笔快速在八卦镜上 画了一道符录 念了一句法咒 八卦镜上一道金光流转而过 我手并见指 一点八卦镜 轻喝道 光从镜中来 邪气无藏匿 光来 随着我话音落下 一道金光从八卦镜中射出 落在了郑文秀身上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缠绕在郑文秀身上的邪气 瞬间显化得清清楚楚 用肉眼都可以看得到 见到眼前这一幕 猴子顿时瞪大了眼睛 惊呼道 我滴个乖乖 这也太吓人了 我陈生说 真的很吓人 简直就是千疮百孔啊 此时郑文秀的样子 真的很吓人 那邪气就好像是一根根丝线 直接把郑文秀的身体 穿得千疮百孔 它就像是一个 被缝了很多 针线的破烂布娃娃 其中 邪气最密集的地方 就是他的小腹 他的胎儿身上 准确地来讲 郑文秀身上所有的邪气 都是从那胎儿身上散发出来的 那胎儿已经被邪气 给污染了 成为了一个邪胎 我盯着郑文秀身体看了许久 最终屈指一弹 八卦镜上的光芒消散了 光芒一散 郑文秀身上的邪气 也隐藏了下去 猴子问道 老林 接下来该咋办 我紧盯着郑文秀的腹部 沉思了一回 说道 他肚子里的孩子 已经成了邪胎 留不得 打掉 所有的邪气 都是从那胎儿身上散发出来的 那胎儿成了祸根 必须要灭掉 只有胎儿灭掉 才可以斩草除根 即便不灭掉 那胎儿也活不了 不仅活不了 反而还会成为一个祸害 猴子自然是同意我的安排 他有些犹豫道 那要不要跟他的家人商量一下 这样即便有什么 也怨不到我们头上来 我点点头 郑文秀的父母来了 我把事情简单地说了一下 最后 我沉生道 这个孩子留不得 必须要把他给打掉 否则郑文秀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郑文秀的父亲急忙说道 法师 那就麻烦您了 我们全力支持您的决定 我点头 说道 去抓三只老公鸡过来 很快 公鸡就抓来了 猴子杀鸡 取了公鸡血 我吞下郑文秀的上衣 用公鸡血混合朱砂 在他肚子上画符露 十几分钟后 我一声轻贺 浮成 当我花音落下的刹那 我画在郑文秀肚子上的符露 闪过一道金光 他身上的邪气 被我的符露镇压 纷纷从毛孔里钻了出来 猴子 八卦镜 我大喝 猴子急忙握着八卦镜 用八卦镜的羊面 对着郑文秀的肚子 一道金光从八卦镜中射出 落在了郑文秀的肚子上 在金光的照射下 郑文秀的肚子 好像画成了透明状 可以看到 在他肚子里 有一团人形的邪气 那就是邪胎 那人形邪气 被我的俘虏法咒镇压住了 剧烈挣扎 我望着那人形邪气 呵斥道 放弃你那些无谓的挣扎吧 你是不可能从我手中逃走的 今天我必杀你 若是让你逃走了 我就不叫叮铃 一道尖锐的声音 从郑文秀的肚子里传了出来 多管闲事的法师 我劝你赶紧滚蛋 否则 你不会有好下场 我嘴角勾起 脸上露出了不屑之色 你这是在威胁我 哼 看来 你对我还是不了解啊 我这个人最受不了的 就是别人的威胁 谁要是敢威胁我 我就要谁的命 话音落下 我提起伏笔 猛的凌空 向那人形邪气刺去 在我的伏笔上 金光大盛 阳气赤裂 在这刹那伏笔 化为了一杆金色长枪 哦 人形邪气被我击中了 发出凄厉惨叫 邪气翻滚 差点就炸开了 他吓得大声尖叫 该死的法师 你要是敢坏了我的好事 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我冷笑 双手结印 快速念招法咒 施法催动伏笔 破纳人形邪气 伏笔的光芒越来越盛 人形邪气挣扎得越来越厉害 尖叫声越来越大 他已经难以维持人形 随时都可能会崩碎 仅仅才过去了两分钟而已 人形邪气身上 就已经炸碎了一块 他的身体已经裂开了 那裂缝越来越大 再用不了三分钟 就会彻底破碎 我大笑 小小邪气 也敢在我面前叫嚣 真是活腻了 你睁大眼睛看清楚 我杀你一如反掌 咔嚓 人形邪气身上 又裂开了一大块 他开始慌了 大叫道 法师 你不要冲动 我们有话可以好好说 我可以不害他 你让我出去 我可以换一个人 我冷笑 一语不发 继续念咒催动 还没过三十秒 那玩意又惊恐尖叫了起来 法师 我知道错了 你就放过我吧 刚才的确是我不对 我给法师道歉 请法师不要生气 不要跟我一般见识 我冷漠道 在你害人的那一刻 你的结局就注定了 你给我听好了 我不仅要杀了 你这句分身 还要灭了你的本体 我探出左手 一巴掌拍向了郑文秀的肚脐 啊 人形邪气 发出七粒惨叫 身体彻底炸开了 化为一股邪气 向郑文秀的身体外钻去 人形邪气被我打碎 缠绕在郑文秀体内的邪气 就好像被抽了线头的衣服 瞬间崩碎 土崩瓦解 飞快钻出了郑文秀的身体 眨眼间的功夫 缠绕在郑文秀身体里的邪气 消散得干干净净 见到这情况 我松了口气 我的策略是正确的 郑文秀身上的邪气已除 它基本上没什么大碍 过一会就可以醒来 猴子收起了八卦镜 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老林 高啊 牛片 我正准备硬化的时候 猴子又激动地大叫了起来 老林 糟了 郑文秀的身体流血了 床单都红了 我瞟了一眼 说道 不用紧张 他肚子里的孩子被打掉了 正常情况 猴子去把郑文秀的父母 喊了进来 我把情况说了一下 他们在给郑文秀做着清洁 我和猴子出去等 等了大概半个小时 郑文秀的妹妹 一脸欣喜地跑了过来 激动地说 法师 我姐姐已经醒来了 我们去到了房间 郑文秀已经醒来了 精神比较憔悴 姐姐 就是法师救了您 兰兰在郑文秀耳边说 郑文秀一脸感激地望着我 虚弱道 法师 谢谢您救了我 我点头 目光在他身上扫视了一圈 朝他的家人说道 你们先出去 我有话 跟郑文秀聊聊 房间里 就只剩下我们三人 我望着郑文秀说道 你的问题 你家人跟你说了吗 郑文秀轻轻点头 目光有些躲闪游离 不敢看我的眼睛 我问道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郑文秀咬着嘴唇 有些抗拒我这个问题 我继续道 那个男人不是人 就是他把你害成这样的 我刚才只是打掉了他的一句分身 他的本体还在 那东西斜得很 本体没有被灭掉 他还会来找你 他若是再害你 你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活命 郑文秀眼泪流出来了 呜呜痛哭 我也不知道 那个男人是谁 我也不知道 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三个月前我在纸晚伴 那个男人突然冲出来 抢爆了我 郑文秀哭哭啼啼地 把他的经历讲述了一番 按照他的说法 他根本就不认识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是在他职业班的时候 抢爆他的 他们之间就只是见过这一次面 后面那个男人就没有出现过 郑文秀说 发生那样的事 他当时十分害怕 没敢声张告诉别人 事后他也服用了紧急避孕药 没想到还是怀孕了 对于怀孕这个事 在此之前 他压根就不知道 如果没有这件事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怀孕了 怀孕这事 虽然听起来有些离奇 要知道郑文秀可是护士 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怀孕了 不过转念一想那些胎 也可以理解 幕后的东西就是不让你知道 即便是护士又如何 猴子是一个正义感爆棚的人 听到郑文秀的经历 很是愤怒 我又问道 那你这次中邪 又是怎么回事 郑文秀摇头 他根本就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他的记忆还停留在他上夜班的那时候 突然间他就像是疯了一样 记忆都没有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猴子皱眉 对于这情况很是不解 疑惑地望着我 我沉印道 应该是那邪胎搞的鬼 邪胎邪气躁动 郑文秀的身体承受不住 所以就疯癫了 郑文秀一脸害怕地望着我 哭泣道 法师 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那个男人还会不会找上我啊 我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道 当初那个畜生对你施暴的时候 你有没有察觉到 他有什么异样 你认为他是个活人 还是什么其他东西 郑文秀愣住了 脸露惊恐 他在我的话语中 听出了其他的意思 过了一会 他埋头哭泣道 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不是活人 我只知道他的力气很大 我根本就挣扎不开 我没再继续追问这个问题 而是安慰道 你就放心吧 这件事 你的父亲已经请了我来处理 我肯定会办妥当的 我画了几道符 贴在郑文秀的房间里 然后就和猴子出去了 郑文秀身上的邪气 我已经净化干净了 接下来就需要他自己静养身体 法师 我女儿还会出事吗 郑文秀的父亲 眼巴巴地望着我 我沉声道 我已经在你女儿房间里布置了符路 只要不出那屋子 协会之物就进不去 我们接下来会去找骇人的那个东西 你们就在这里等我消息 在没有收到我的消息之前 让你女儿不要离开房间 郑文秀的父亲老泪纵横 双手合十向我道谢 在郑家人的千恩万谢中 我和猴子离开了 出来后 猴子问道 老林 莫非对郑文秀施暴的那个男人 还有可能不是活人 我点头 沉声道 那玩意邪气那么重 很有可能不是活人 当然了 在没有找到那个家伙之前 现在还不确定 猴子扎舌道 我递个乖乖 该不会是个妖怪 或者僵尸吧 马得 僵尸也知道找女人快活 真是个色狼 本来是个很严肃的事 被猴子这么一说 直接把我逗乐了 僵尸就不能找女人吗 猴子黑黑笑道 老林 那东西对郑文秀施暴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馋子吗 我点头说 没错 那个东西对那个鞋胎很重视 除了借负馋子外 我想不到其他的原因 猴子挠着脑袋 嘀咕道 这就奇怪了 那精神病院 不止郑文秀一个女人吧 怎么就找上她了 我沉吟道 这是一个概率问题 即便不找郑文秀 也会找其他的女人 我查过了 郑文秀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估计她 就是倒霉被遇到了 猴子点头 摩拳擦掌道 我们一定要把 那个祸害给找出来 剪掉她的老二 看她还怎么去释报 猴子的话 让我忍君不惊 我笑着说 好 剪掉她老二的事 就交给你了 猴子咧嘴一笑 嘀咕道 老林 你说那邪物 就是那精神病院里的 还是从外面进去的 我们杀了那个邪胎 肯定惊动了那个邪物 那万一会不会逃跑啊 对于这个问题 我也很淡疼 各种可能性都有 至于到底是什么情况 还得去看看才知道 我拍着猴子的肩膀 说道 现在说这些没意义 等我们去精神病医院 看一下才知道 我们来到了精神病医院 这地方还挺偏僻的 周围都是荒山野地 来到了地方 猴子嘀咕道 我滴个乖乖 这精神病医院 怎么见到了这么偏僻的地方 老林 你眼神好 你看看山上那些是不是坟啊 我顺着猴子 看的方向瞅了一眼 点头说 没错 那些的确是坟 你就不要一神一鬼的了 精神病医院 见在这里很正常 门口的保安拦住了我们 说我们没有预约 死活不让我们进 最后我们展现了超能力 保安眉开眼笑地 把我们赢了进去 我们没有 一开始就四处晃悠 而是直接去找院长 在路上我琢磨到了一件事 我认为郑文秀的事不是个例 那东西 或许在之前应该就开始害人了 只是没有被爆出来 这精神病院的院长 在这里干了三十年 如果有这样的事 他肯定清楚 我和猴子在院长办公室 等了好久 那老头就是没出现 猴子顿时不爽了 骂咧道 老林 那老家伙明显就是故意放我们鸽子 待会要狠狠吓唬他一下 我眼皮微垂 淡淡道 现在在人家的地盘上 得看人家的脸色形式 待会你看我眼色形式 我们一直等到了快吃晚饭的时候 那院长才拿着水杯 背着手走了过来 那是一个糟老头子 光头 牙掉了好几颗 进来的时候 红光满面的 胡超朝我们呵呵笑道 两位 真是不好意思 我刚才有个重要的会议 所以就耽搁了这么久 我接下来还有会议 你们就长话短说吧 不知道两位找我有什么事 胡超虽然在笑 态度却是巨傲的 完全是一副 不把我们放在眼中的样子 恨不得立马赶我们走 我望着胡超 淡淡道 胡院长 你在外面寻花问流 风流快活 你就不害怕 你老婆找你麻烦 胡超的笑容顿时僵硬了 老脸直接成了猪肝色 胡子都抖动了起来 两秒钟后 胡超一脸怒气地吵吼道 你这是在血口喷人 是污蔑 是诽谤 你信不信我报警抓你 我洁身自豪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 我笑呵呵地继续道 胡院长 你的那个情人有狐臭吧 即便喷再多的香水 也压制不住那个味道 胡超更慌了 瑟丽那人的大叫道 胡说八道 你信不信我韩保安把你轰出去 我根本就不理他 继续接着说 嘖嘖 胡院长上班的时候还去跟情人狗和 真是 嘿嘿 胡院长年纪大了 体劳力衰 吃再多的枸杞都没用 为了满足你的情人 你吃了不少的药吧 你就不怕你在干活的时候猝死了 猴子咧嘴大笑道 胡院长 你可真是会玩啊 嘿嘿 这事要是传出去 恐怕你的老脸都没了吧 你不是要报警告我们诽谤你吗 你倒是报警了 需要我给你打电话吗 说话间猴子已经把手机拿出来了 按了两个数字 胡超却是耸了 急忙满脸陪笑道 两位 不要冲动 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 我心中冷笑一声 见祸 这胡超是什么人 跟我没有一毛钱关系 他的这种巨傲的态度惹得我很不爽 所以我就给他一点颜色瞧瞧 对于他的隐私我没有兴趣去查 这些事我都是通过他的面向看出来的 胡超一个劲地说好话 又是泡茶又是滴烟的 把姿态放得很低 我朝猴子点点头 猴子这才把手机收了起来 朝胡超冷哼了一声 胡超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陪笑道 两位小哥 你们一定还没有吃晚饭吧 我请你们去大酒店吃 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我眼皮微抬 淡淡道 胡院长 我是个法师 捉鬼看向的那种 胡超脸色一变 急忙说道 原来是法师啊 失敬失敬 我淡淡道 我对你身上的那些破事不感兴趣 我今天只为一件事 希望胡院长能够配合我 胡超急忙道 法师请讲 我一定全力配合你 我沉声道 你们医院有个叫郑文秀的护士 你知道吗 胡超脸露为难之色 他还真不知道 我朝猴子点点头 猴子说道 郑文秀是你们这里的护士 三天前他职业班中邪了 整个人都疯癫了 这件事你不知道 在猴子说话的时候 我仔细注意着胡超的脸色 当他听到中邪后 脸色猛的一变 但又极力掩饰 见到他这个反应 我心里顿时就有数了 这人有问题 胡超露出一副惊讶的样子 居然还有这样的事 这是没人懂说啊 估计医院的人都不知道 大家肯定都以为他生病请假了 我这就让人去慰问一下 我拍了拍桌子 提高声音道 胡院长 我们都是聪明人 一些虚伪的话 就不要说出来忽悠人了 我既然找到你 那肯定就是掌握了一些证据 否则我不会来找你 说到这里 我停了下来 目光紧盯在胡超身上 胡超不敢跟我对视 目光游离 我沉声喝道 胡院长 你认为这些事 你压得住 万一每天彻底爆发了 别说你压不住 搞不好你的小命都没了 我现在是给你机会说 你要是不说 后果自负 在我的吓唬下 胡超脸色急剧变换 最后哭丧着脸说 法师 这这事儿 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起啊 我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 我跟猴子对视了一眼 看出了彼此眼中的喜色 这么一下唬 果然把他吓唬住了 我沉声道 你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起 那我问 你如实回答 胡超猛地点头 我沉声道 郑文秀怀孕了 是三个月前职业班 被人强爆的 这种事 你们这里之前有没有发生过 胡超犹豫了一会 苦着脸点头 之前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但情况比较诡异 那些被施暴的女孩 也说不出个所以来 好像是梦幻一样 女孩去做检查 也什么都查不出来 没有发现施暴的痕迹 我问道 这种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胡超回忆道 大概是从两年前开始的 我记得在这段时间里 一共有七个女孩 有这样的遭遇 她们全都是护士 因为她们自己都说不清楚 所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眉头皱得更深了 这事居然是从两年前开始的 一直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 简直就是混蛋至极 那些受伤害的女孩 后来怎么样了 我问 发生那些事后 她们都选择离开了医院 后面的事 我就不知道了 胡超回答 嗯 你真不知道 我提高了声音 神色变得不善了起来 胡超不敢跟我对视 低着头小声说 我听说那些女孩 离开医院没多久就出事了 各种祸害 最后都死了 混蛋 猴子怒吼了起来 猛地一拍桌子 双目圆睁 胡超被吓得一个哆嗦 不敢说话 我快速消化着这个消息 被施暴的女孩 肯定是邪其缠身 如果没有及时处置 最终肯定是死路一条 两年时间 七个女孩遇到了这样的恐怖事 那个邪恶 真的只是想要借父生子吗 如果是借父生子 那为什么要害这么多人 沉默了一会我皱眉问道 发生了这样的事 你为什么不向你的上级汇报 你有没有对那些女孩施压 胡超哭丧着脸说 法师 那些女孩都是离开医院 才出祸事的 这是跟医院没关系啊 那些女孩自己都说不清楚问题 我怎么向上级汇报啊 天地良心 医院绝对没有对他们施压 我可以发誓 你骗鬼呢 你以为你的话 我们会相信吗 猴子怒吼 很是生气 我则是皱眉沉思了起来 这是诡异 那些女孩都搞不清楚 是怎么回事 死的也是糊里糊涂 没人捅出来 也可以说得过去 事情已经发生了 现在说 这些也没用 如果郑文秀不是找到了我 他将是第八个 我沉声道 胡院长 在你医院发生了这样的事 你就不准备说点什么吗 我就不相信 两年时间 你没有查过这件事 胡超低着头 不敢看我的眼睛 小声道 刚开始发生这样的事 我还以为是医院的管理有问题 有精神病人从病房里跑了出来 所以我就加强了安保 后来我发现 即便加强了安保 还是有这样的事发生 而且 我在暗中仔细调查过了 医院的那些精神病人 都看护得很好 出事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出来过 经过排查和排除 我认为那些女孩被施报的事 好像是假的 至少不是医院里的人干的 胡超见到猴子 那不善的神色 急忙说道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有认真排查过 那些女孩自己都说不清楚问题 她们自己都分不清楚 是做梦还是真的 这让我也很无奈啊 猴子重重哼了一声 朝胡超挥了挥拳头 那些受害的女孩都被邪气侵染了 她们能分出情况才怪 我倒是相信胡超说的话 她想保住自己的位置 虽然不敢传出去 但肯定会在暗中查 我望着她说道 我现在告诉你 这件事是真的 那些女孩真的受过侵犯 胡超一脸慌乱道 那 那这到底是谁干的呀 医院管理很严 到处都装了摄像头啊 没有人敢这么大的胆子 做这种事 我继续盯着她问道 你确定 这件事不是医院的人干的 胡超猛地点头 她很确定 因为她之前已经严查过 医院的人没有机会下手 我沉默了 半想没有说话 胡超也不敢说话 低头坐在那里 过了一会 我望着她说道 做这件事的东西 是一个邪恶 我暂时也不确定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 她在你们医院 连续作恶了两年 这里肯定有她的老巢 不把她弄掉 她还会害人 你这个院长 若是不管的话 后面出了事 你担当得起吗 胡超急忙道 我管 我当然要管 可 可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没有想要除魔的本事 我淡然道 你没有 我有 胡超微微一愣 然后急忙道 法师 还请您帮我降妖除魔 我望着窗外没说话 胡超再次说道 法师 我愿意出重金 请您降妖除魔 那个害人的东西 实在是太坏了 不能让它继续害人下去 我倾壳一声 说道 收人钱财 替人消灾 这是我分内的事 这件事 我就收你 三十万吧 听到三十万这个数字 胡超一阵肉痛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猴子哼道 这点钱你就舍不得出 看来 你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 老林 既然他没有诚意 那我们 还是回去吧 这里的事 跟我们没有关系 好 我点头 站起身来 坐视欲走 胡超顿时急了 赶紧说道 法师 请您不要生气 三十万 就三十万 我愿意给 胡超拿着手机 去一旁打电话 猴子凑到我面前 黑黑笑道 老林 这一趟没白来 有人买单的感觉 真是不错 我笑着点头 然后提醒道 这个钱不是那么好拿的 找到那个东西 动起手来 你得机灵点 注意看我的眼色 得嘞 猴子咧嘴笑道 看到胡超来了 急忙收敛笑容 一脸严肃 法师 我已经把酬劳转过去了 胡超说道 我点头 沉声道 我需要在你们这医院寻找 你给你的人说一声 胡超急忙安排了下去 好了 你就在这里等我的消息吧 我说道 带着猴子出了办公室 胡超急忙追了上来 小声道 法师 我身上那点事 你能不能不要给我老婆说啊 我瞟了他一眼 淡淡道 我是来降妖除魔的 我对你身上的是不感兴趣 当然了 如果你要是惹得我不开心 我说不定会多嘴 胡超急忙陪笑 法师请放心 我绝对不会惹您不开心 我和猴子 开始在精神病医院里寻找了起来 我们第一处 就是去三天前 郑文秀职业班的地方 那是一栋老楼 一共有四层 病房里住着的 都是精神病患者 我们刚一上去 顿时各种大喊大叫的声音 从病房里传了出来 我手托着罗盘 注意力都在罗盘上 猴子紧跟在我身后 戒备地盯着四周 他有些担心 病房里的精神病患者 会突然冲出来 我从一楼开始寻找 全部的法力 都加持在了罗盘上 一直走到了四楼 罗盘没有一点反应 当我走到四楼楼道理时 突然我手中 罗盘上的瓷针 旋转了起来 我瞳孔顿时紧缩 紧盯着罗盘 十几秒后 罗盘上的瓷针停了下来 指向了前方 我望着罗盘锁指的方向 在走廊尽头 有一个病房 罗盘指着的就是那里 我大喝道 猴子 快 那房间里有问题 猴子嘀吼了一声 快速向前冲去 病房的门是反锁起来的 猴子抬脚猛踹 将房门给踹开了 在病房的床上躺着一个人 那个人用被子盖着头 看不到脸 我们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那人一动不动 一点反应都没有 像是陷入了沉睡中 我和猴子的目光 第一时间就落在那人身上 我看了一眼手中的罗盘 罗盘依旧指着这个房间 我朝猴子点头 床上的人有问题 猴子伸手握住腰间的斧头 大喊道 喂 起来 我们有话问你 那人没有动静 依旧一动不动 我眉头一挑 将被子给掀开了 这一看 猴子顿时惊呼了起来 这人已经死了 我眉头紧锁 紧盯着床上的人 床上是一个中年人 相貌平平 不过他已经死了 脸上还出现了尸斑 猴子低声问道 老林 会不会就是他干的 我没有说话 拨弄了一下罗盘 罗盘旋转了一圈 最终还是指向了这里 我有些无奈地嘀咕了一声 罗盘只能查出一些异样的东西 比如阴气 死气之类的 这个家伙死在了这里 想必是罗盘感受到了他的死气 所以才带我们来 我宁神在那人身上感受了一番 除了死气 并没有感受到邪气 我摇头道 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我的目光在房间里扫尸 看看有没有被我遗漏掉的地方 猴子把医生喊来了 一个医生见到死掉的病人 顿时不敢置信道 这人好端端的 怎么就死了呢 我二十分钟前从这里出去的 他那时候还活得好好的呢 这话被我听到了 心中一惊 急忙问道 你确定二十分钟前 他还活得好好的吗 医生很肯定地说 当然了 这种事我怎么可能会弄错 那时候我还给他 为了要呢 我眉头紧锁 紧盯着床上的人 二十分钟前 他还活得好好的 现在就死了 这里面有大问题啊 医生也是眉头紧锁 一脸迷茫道 这就奇怪了 他怎么突然就死了呢 这么快的时间 身上怎么起了这么多事斑 这医生疑惑的问题 也是我在沉思的问题 即便这个人突然死了 短短二十分钟 身上绝对不可能起这么多事斑 这里面是有鬼 猴子问医生 能够查出他是怎么死的吗 医生快速检查了一下尸体 眉头紧锁 尸体外表没有伤痕 具体的死亡原因 还得回去仔细检查 估计要检剖 我凑到了尸体前 伸手在尸体上摸了摸 我看了一眼尸体床头上贴着的纸条 李玉泽 四十八岁 五级精神病患者 我朝猴子使了个眼色 然后就从病房里出来了 出来后 猴子低声问道 老林 你有发现什么情况吗 我沉声道 什么情况都没有发现 那个死者李玉泽尸体上 没有任何的异样 猴子纳闷道 怎么会这样 难道说 遇到这个家伙 只是一个巧合 我低声道 李玉泽突然死了 而且在短短二十分钟里 就长出了尸斑 这就是最大的诡异 猴子神色一僵 愣愣地望着我 老林 你的意思是说 李玉泽是被邪恶害死的 是不是说李玉泽知道一些情况 所以凶手就提前杀人灭口 我点头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猴子紧张地向四周扫视 压低声音说 这么说 凶手就在我们的周围 他或许已经在暗中紧盯着我们 我说道 不用紧张 我们该干嘛就干嘛 只要那个家伙露出端倪 我们一定可以抓住他 猴子点头 跟着我去别的地方寻找 精神病医院并不是很大 一共有四栋楼 两个小时后 我们就找完了 在这个过程中 除了在找到李玉泽那个时候 罗盘有些反应 其余的时候 罗盘纹丝不动 猴子有些纳闷道 这都找完了 什么情况都没有啊 我指着一个方向 说道 那里不是 还有一个地下室吗 我们去那里看一下 这个地下室 是医院已经废弃了的 大门上的铁锁都生锈了 好久都没有打开过 我们进到了地下室里 里面堆放的 都是一些旧衣服 和医疗垃圾 刚进来没几分钟 突然我手中的罗盘 瞬间有了反应 此阵猛地指向了我们身后 罗盘的反应很快 也来得很突然 见到这情况 我心中一惊 急忙回头看去 这一回头 顿时我就感觉 有一股凉气 冲进了我的骨头里 身上瞬间 骑满了鸡皮疙瘩 此时在我们身后的黑暗中 亮起了一双眼睛 那是一双红色的眼睛 正死死地盯着我们 我这突然回头的 动作很大 猴子第一时间 就关注到了 他也赶紧回头看去 老林 我们被人盯住了 猴子惊呼 咻地一下 就把斧头拔了出来 急忙挡在我身前 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我也把降魔剪 握在手中 低沉道 猴子 你跟在我身后 注意戒备 这地下室黑漆漆的 手电的光线也很有限 必须要高度戒备 猴子迅速改变位置 跟我组成阵型 向那双红色眼眸冲去 两秒钟后 那双红色眼眸消失了 就那样无声无息消失的 一点动静都没有 罗盘也失去了执意 等我们冲到 刚才红色眼眸出现的位置时 那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堆烂衣服 他跑了 猴子惊疑 手电向四处照去 我宁神感应 什么都没有感应到 老林 刚才是那凶手吗 猴子又问 我沉印道 应该是吧 好端端的 谁会藏在这个鬼地方 那现在应该可以 确定他不是人吧 猴子又说 我点点头 可以确定了 那凶手就不是人 刚才那东西 从出现到消失 都是毫无征兆的 如果他是活人的话 肯定会留下一些痕迹 我取了一些皇服 捏在手上 念了一声咒语 猛地将皇服洒了出去 皇服飘飞 在地下室里四处飘荡 地下室也不是很大 我们又仔细搜寻了一圈 什么都没有发现 刚才那红眼凶手 也没再出现过 最终 我们只能是离开了 此时已经到了晚上快十点 漆黑的夜里 还会偶尔响起那些病人的大叫声 猴子询问道 老林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寻找 我说道 吃饭去 填饱肚子再说 我们去外面点了几个小菜 然后搞了品酒 等我们吃完饭回来 已经快到十一点了 猴子询问道 老林 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我缓缓说道 那凶手一直都在暗中盯着我们 他在暗 我们在明 这样寻找 对我们十分不利 得想个办法 让我们在暗 他在明才可以 猴子挠了脑脑袋 黑黑问道 那该想什么办法 我揉了揉眉心 无奈笑道 最好的办法 就是先假装退走 然后悄悄地进来 对于我说的办法 猴子完全同意 我们去院长办公室 准备跟他聊聊再说 我们还没有走到院长办公室 黑暗中就传来了保安的惊呼声 一群人快速向一个地方冲去 咦 出事了 望着那慌乱的人群 我惊疑了起来 猴子 我们过去瞧瞧 我说道 迅速改变了方向 跟那些保安一起跑去 在路上 我问一个保安 发生什么事了 保安大叫 诈尸了 李玉泽死而复活了 听到保安说的话 猴子愣了一下 然后大叫了起来 哇靠 那家伙果然有问题 我脸上也露出一色 李玉泽居然诈尸了 这事就有点意思了 我和猴子快速向前冲去 还没到地方 就听到惊呼声 前方是一片大乱 一些人尖叫着跑了过来 现在是什么情况 猴子抓住一个人 大声问道 那人已经被吓傻了 脸色惨白 指着身后结结巴巴的 说不出话来 我快速向楼里冲去 动静是从一个房间里 传出来的 冲到房间里一瞧 眼前的这一幕 让我大吃一惊 猴子惊呼了起来 妈呀 这 这什么情况 房间里一片狼藉 地上流满了污血 李玉泽躺在台子上 身体不停地颤动 他好像是真的活过来了 老脸 这 这是什么情况 猴子一脸猛逼地望着我 我目光紧盯着台子上 眼前这一幕 让我也有些看不懂 诈尸 好像有些不对劲啊 李玉泽的尸体 在台子上不停地颤抖 那种颤抖 就像是肌肉在抽搐一样 他颤抖的幅度越来越大 却是始终没有 从台子上爬起来 他不仅在颤抖 而且还有黑色的污血 从他身体里流出来 像是水龙头一样 这地上的污血 全都是从他身上流出来的 三分钟过去了 李玉泽还是躺在床上抽搐 没有爬起来的迹象 老林 他这是抽风了 猴子黑黑笑了起来 我点头 人均不惊道 看起来有些像 猴子有些鄙夷道 这家伙又没有爬起来 那些人怎么就 吓成这个鬼样子了 胆真是太小了 随着猴子的话音落下 噗 一道异样的响声 从李玉泽的尸体上响起 我瞳孔紧缩了起来 紧盯着李玉泽的尸体 猴子怪叫道 他 他这是裂了吗 没错 李玉泽的身体裂开了 在他的胸膛上裂开了一条缝 可以看到里面的血肉 更多的污血 从那裂缝里流了出来 我脸上也露出了见鬼的神色 瞪大眼睛望着尸体 那条裂缝还在继续 不停地向前蔓延 很快裂缝就把李玉泽的身体 分成了两半 不仅如此 裂缝还在向旁边扩散 猴子紧握着斧头 低声说 老林 我怎么感觉在他的尸体里有东西呢 尸体有东西 我有些惊讶 问道 猴子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猴子挠着脑袋 纳闷道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有这么一种感觉 我也说不上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几秒钟后 李玉泽的尸体又有了新的变化 尸体像是 被谁在用打气筒打气一样 尸体慢慢鼓了起来 这些变化 都是在我们眼前变化的 我们俩看得清清楚楚 望着那在不断膨胀的尸体 我低语道 猴子 我觉得你说的有些道理 他的肚子里 好像真的有东西 猴子笑不出来了 眼前的是越发诡异了 在极短的时间里 李玉泽的尸体 都鼓成了一个皮球 就像是生气了的河豚 新的变化又开始了 卧槽 他退皮了 猴子大叫 我也看到了 李玉泽真的开始退皮了 刚才李玉泽的尸体上 不是裂开了一条缝隙吗 现在他的尸体 膨胀成了圆球 顿时裂缝被撑大 他身上的皮 直接就这样退了下来 三十秒不到 他身上的皮 就彻底脱落了 这一切看起来 就像是梦幻一样 妈呀 这世上竟然有 如此诡异的事 猴子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真的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瘆人的事 我收起了震惊 紧盯着那膨胀 成为圆球的尸体 几秒钟后 我看到了一个新的情况 眼皮狂跳 大吼了起来 猴子 快 让外面的人全部撤走 快 我喊得焦急 猴子也不敢多问 赶紧冲出了房间 朝外面的人大吼 全部退走 快 退得远远的 越远越好 我身体微弓 握紧了向魔剪 紧盯着前方 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古城圆球的尸体 从台子上滚了下来 那个血淋淋的圆球 像是有生命一样 居然在地上滚动着 大胆 我怒吼 手掌一翻 几枚铜钱从袖子里 滑落到了我掌心 我猛地挥手 铜钱飞速向那圆球射去 那圆球好像察觉到了危险 居然躲避开了 猴子冲回了房间 刚好看到了这一幕 大叫道 妈呀 这家伙成了金吗 我大喝道 猴子 干它 我握着翔摩剪冲了过去 眼前这玩意显然不对劲 虽然我不知道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先把它干翻在地 准没错 听到我的话 猴子没有犹豫 握着斧头就冲了过去 圆球快速在房间里滚动 躲避我的攻击 很快 我们俩就把它逼到了角落里 我大喝一声 破 翔摩剪向它抽了过去 翔摩剪上金光弥漫 眼看着翔摩剪就要抽在它的身上 圆球这时候却是破了 乌血像水枪一样飙射 我脸色一变 大吼道 猴子 退 猴子大喝一声 伸手猛地一抖 它的绳镖缠在了我的腰间 拉着我快速向后倒退 有了猴子这一波操作 我显之又显 避开了那喷射的乌血 没有让那恶心的玩意 喷在我身上 我和猴子瞪大眼睛望着前方 圆球破了 地上留下了一堆乌血 见到乌血里没有动静 猴子小声道 这家伙现在应该死了吧 我刚准备点头 脸色突然一变 喝道 小心 他还活着 果然 随着我话音落下 那团乌血动了 一道瘦小的人影 从乌血里钻了出来 眼前这一幕 可把我们俩的下巴都惊掉了 从那乌血里 居然钻出来了一个人 那个人一米左右高 像是三四岁大的小孩 那人全身都是乌血 看不清楚他的脸 但可以看到 他是有眼睛鼻子和耳朵的 而且那家伙正紧盯着我们 眼中散发出一股仇恨的光芒 老林 这啥情况 他是人还是什么怪物 猴子猛逼地问 猴子是猛逼的 我也是猛逼的 要知道 那本来是李玉泽的尸体 结果李玉泽的尸体 在我们面前 有了这么一系列的诡异操作 最后钻出来了一个 满身是乌血的人 这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猴 在我们猛逼的时候 那个人张嘴 发出了一声咆哮 咆哮声恶毒 像是鬼嚎一样 关键是 在他张嘴的那一刻 我们看到了他嘴中的牙齿 我滴个乖乖 那个牙齿可尖锐了 层次不齐 比那锯齿还要夸张 猴子怪叫道 我的妈呀 这怪物的牙口好 这要是被他咬上一口 大骨头棒子都会咬断吧 我苦笑不得到 你就不要妈呀了 准备战斗 这家伙的攻击性很强 我话还没有说完 那怪物就扑了过来 那速度 那弹跳力是杠杠的 咻的一下就扑到我们面前 探头 张嘴 露出獠牙 狠狠地向我们咬了过来 去你二大爷的 猴子大猴 提起斧头 就向他劈去 怪物根本就没有闪避 任凭猴子的斧头 落在他脑袋上 当 一声闷响 猴子咧嘴 这一斧头下去 他的手臂承受了 巨大的反振力 虎口都快被撕裂了 那怪物承受了 他的这一击 一点是的都没有 继续向他扑去 像是恶狗一样 想要咬断他的脖子 退 我大鹤 挥手猛地一抖 一根红绳 从我袖子里飞出 迅速缠住了那怪物 给我滚回来 我大猴 抓着红绳 猛地向后拉扯 猴 那怪物的力气特别大 红绳被扯得咯蹦作响 把我扯得都向前走 不过被我这么一阻拦 给猴子争取到了机会 他快速从怪物嘴中跑开了 天罗地网 猴子大猴 天罗地网飞出 稳稳当当地 把怪物给笼罩在了里面 让他傻眼的是发声了 天罗地网笼罩着怪物 一点效果都没有 不仅没有效果 反而天罗地网发出了 痴痴响声 一股黑气冒了出来 很快就烂掉了 我大声道 猴子 不要白费力气了 这家伙身上的晦气很重 可以污染法器 没错 天罗地网的力量 就是被这家伙身上的 晦气给污染了 怪物间彻底 失去了猴子这个猎物 咆哮一声 把目标放在了我身上 凶猛地向我扑了过来 老林 小心 猴子大猴 握着金刚柱冲了过来 不要过来 我大猴 制止了他 面对扑过来的怪物 我并没有惊慌 而是很冷漠地望着他 猴子的斧头 只是普通的斧头 对付不了这家伙 在情理之中 我的小魔剪 可是低阶法器 不是那斧头可以比较的 猴子停了下来 心都提到嗓子眼来了 紧握着金刚柱 随时准备寝神上身 怪物纵身跃起 咆哮着向我扑了过来 这东西虽然是人参 但给我的感觉它 就像是一个畜生 只有畜生 才会用它这样的攻击方式 我站在原地没动 死死盯着扑下来的怪物 我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当它扑下来的那一刻 我心中大吼 杀 我把小魔剪当长枪使用 狠狠地向它刺了过去 在这一刻 小魔剪上金光刺目 我全部的法力 都涌入了其中 如同长虹灌日 狠狠地刺了上去 这人形怪物 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 它没有丝毫闪避 继续向我扑下来 扑 小魔剪定向了 人形怪物的脑袋 瞬间把它的脑袋给定穿了 死 我大猴 手臂轮动 狠狠地将人形怪物 砸到了地上 小魔剪定穿了它的脑袋 直到手柄处 见到这一幕 猴子大笑了起来 好 老林威武 霸气 然而 我却是笑不出来 沉着脸紧盯着眼前的怪物 我的小魔剪 的确把它的脑袋定穿了 但情况并非是我想象中那样的 这怪物的身体 好像是橡胶一样 它的脑袋被我定穿了 对它似乎没有丝毫影响 哄 它依旧发出咆哮 抬起手向我轰杀而来 攻击的速度很快 力量很大 在它的手上 包裹着一股血光 大胆 我怒吓 手结法印迎了上去 哄 我的手跟怪物硬轰了一击 发出一声闷响 我身体猛的一阵 感觉手臂吃痛发麻 一股邪气 快速向我身体蔓延而去 我脸色大变 急忙念动法咒 将那股邪气给逼了出去 也就是在这一刻 我感受到了 这家伙身上的邪气 跟郑文秀身上的邪气 是一样的 瞬间我就明白了过来 眼前这个怪物 就是我们在寻找的凶手 眼瞅着这个邪门的怪物 就要从我降魔剪上挣脱出来 我急忙大吼道 猴子 请神上身 干他 听到我的话 猴子没有丝毫犹豫 大吼一声 请神上身 金刚神的虚影 瞬间浮现在猴子背后 身上佛光弥漫 猴子手持金刚柱冲了过来 怒吼道 金刚神之怒 哄 猴子手持金刚柱 狠狠地砸向了人形怪物 我死死按住降魔剪 全部法力灌入其中 死死盯住人形怪物 不给他挣脱逃走 猴子疯狂地挥动 金刚柱轰击击 因为人形怪物 被我给定住了 它无法活动 能反击的弧度有限 相当于是被猴子白白地轰击 很快让我们两人傻眼的事情发生了 即便这人形怪物 让猴子白白地轰击 也难以伤其分毫 这人形怪物 就像是打不死的小强 十几机过后 大暗 猴子的金刚柱 发出了一声闷响 直接打炸了 猴子大叫道 老林 这怪物怎么这么结实 好像是金刚不坏肢体一样 打不动啊 我大吼道 你来按住它 我来杀它 猴子大吼一声 双手佛光大胜 死死地把人形怪物抱住 我挥手 一道黄服从我袖子里掉了出来 静仙也出来了 静仙和猴子一起按住人形怪物 我抽出降魔剪 双手持剪 狠狠地砸了下去 聂处 给我去死吧 吼 人形怪物察觉到了危险 大声尖叫 身体发光 把猴子和静仙给甩了出去 妖孽 你逃不掉的 我怒吼 脚步错开 迅速改变了方位 用更快的速度 向人形怪物轰去 轰 降魔剪落下 虽然没有轰击在人形怪物的头顶 却是轰在了它的后背上 扑 强大的质阳之力爆发 直接把它的后背给轰炸开了 它的身体只剩下半截 人形怪物 哪怕只剩下半截 还没有死 生命力强大的可怕 你们 该死 人像怪物咆哮 仇恨地看了我一眼 想要逃走 拦住它 我吼道 即便我没说 猴子和静仙也动了 他们身影闪烁 快速向人形怪物拦去 给我死开 人形怪物咆哮 拼命向两人轰击 猴子和静仙都不带后退地 果断地向前扑去 两人联手 将人形怪物的这一击 给阻拦了下来 这就给我创造了机会 我阻拦在人形怪物面前 怒喝道 妖念 你逃不掉的 天罡烈火服 我猛地挥手 一把黄符向人形怪物轰去 这畜生很是害怕天罡烈火服 顿时尖叫连连 闪身躲避 我灰箭冲了过去 跟他站在了一起 猴子握着斧头 也冲过来帮忙 静仙手持弯刀 拼命攻击 我们三打一 把这人形怪物包围了起来 人形怪物悲催了 尖叫连连 即便他的生命力强大 此时也很够强 被我们围着打 无论他如何咆哮 尖叫 始终都没法突破我们的攻击圈 眨眼间 五分钟就要过去了 人形怪物挣扎的幅度越来越小 猴子大吼道 老林 我快不行了 金刚神之怒 猴子爆发出了最后一击 然后就疲软了 迅速向后倒退 该死的孽处 给我去死 我划开手指 将血液涂抹在响魔剪上 顽命地轰击了下去 一击命中 哦 人形怪物惨叫 倒在了地上 去死吧 我大吼 手腕猛地一抖 响魔剪飞了出去 化为了长矛 破 响魔剪定穿了 人形怪物的身体 再次把它钉在了地上 人形怪物 只剩下小半条命 再次被钉住 已经挣扎不动了 见到这情况 我长松了口气 要是再干不动它 我只能 使用斗字真言了 一旦使用了斗字真言 我就要跟猴子一样 进入闲者时间 将毫无防御抵抗力 鬼东西 老子打死你 我大声咒骂 抓了把皇甫一股脑地 拍了下去 全都轰在了他身上 人形怪物 彻底被我打废了 这下不担心 他还有力气逃走 我走到猴子身边 笑问道 猴子 死不了吧 猴子咧嘴一笑 老林 放心吧 死不了 我跟他坐在一起 大口喘息着 猴子望着那被定住的怪物 纳闷地问道 老林 你说就是这个东西 对那些女孩施暴 我哭笑不得地说 是不是看起来一点都不像 猴子点头 简直难以让他相信 我能够理解他的心情 如果不是感受到 他身上的邪气 我也不会相信 他居然是施暴者 这个人形怪物丑暴了 一米高 脸上血肉模糊一片 他除了是人形的 其他跟人没有一毛钱关系 然而从他身上的邪气来判断 他就是那个施暴者 老林 他到底是什么怪物 真的像是打不死的一样 这也太邪门了吧 猴子又纳闷地问道 对于这个问题 我也纳闷 我也不知道 这怪物是什么鬼 现在可以确定他 就是从李玉泽尸体里爬出来的 你说这怪物是尸胎吗 可是李玉泽是个男人 不可能怀孕产子 所以那玩意 不可能是尸胎 他不是尸胎 为什么可以从李玉泽尸体中 爬出来 我的目光在人形怪物身上扫视着 脑海中琢磨着 我妈教给我的知识 我快速过滤了一遍 好像没有找到相匹配的信息 猴子脑洞大开 说道 老林 你说这怪物 是不是李玉泽身体里的寄生虫 他杀了李玉泽 然后汲取了李玉泽的生命力 所以 他就成这个鬼样子 破开李玉泽的尸体跑了出来 寄生虫 我微微一愣 猴子这话 倒是让我有些微微有些触动 有一道灵光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 我沉吟了起来 这东西是从李玉泽尸体里爬出来的 在他爬出来时 李玉泽的皮退了 李玉泽退皮了 像蛇一样退皮 难道 我抓住了脑海中的那道灵光 眼睛顿时瞪大了 紧盯着那人形怪物 猴子见我这样子 急忙问道 老林 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我大声道 猴子 我想明白了 这人形怪物 其实就是李玉泽 什么 他就是李玉泽 这 猴子一脸猛逼地望着我 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 我快速说道 我跟你说啊 李玉泽这个邪物非同一般 它可以不停地像蛇一样 退皮获得新生 这东西 害那些女孩 不是为了借负生子 而是为了让自己获得新生 他想借郑文秀的身体获得新生 但郑文秀被我们救了 破了他的邪术 所以他遭受到了反噬 知道李玉泽 为什么会突然死掉吗 知道那怪物 为什么会成这副鬼样子吗 猴子挠着脑袋 小声道 难道说 是因为被我们破了邪术的原因 我点头 没错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若是没有猜错的话 如果李玉泽的邪术正常施展成功 从他身体里钻出来的将会是一个全新的李玉泽 因为邪术被我们破了 他的邪术失败 所以钻出来的就是这么一个怪物 也正是因为邪术被我们破了 他无法控制退皮的时间 所以就那个时候死掉开始退皮 让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的眼前 我说的这些 虽然有些邪门 好像是天方夜谭一样 但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 猴子还是有些不明白 挠着脑袋嘀咕道 老林 你这脑洞也太大了吧 那你倒是说说 他到底是人还是怪物 我发了个白眼 感情我说了这么多他还不明白 人能够有这么大的本事吗 我无奈道 我说的你听不明白 那你就听他自己说吧 我走到了人形怪物面前 取了几道烈火符拍在他身上 在我的咒语加持下 烈火符点燃了他的身体 那怪物被烧得七粒惨叫 我踹了他一脚 大喝道 给我闭嘴 告诉我你是谁 人形怪物被我们打残了 他自然抵挡不住我的烈火符 被阳火焚烧 那滋味可疼了 人形怪物挣扎着 拒绝开口回答我的问题 我也不着急 你不开口 那我就继续烧你呗 看是你坚持得住 还是我更厉害 过了不到五分钟 人形怪物坚持不住了 七里尖叫 该死的法师 你不要烧了 我告诉你就是 我冷笑 打了个响指 他身上的阳火 顿时弱了下去 他抬起头 用着怨恨的目光望着我 咆哮道 你已经知道我是谁 何必要明知故问 猴子听到这话 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卧槽 他真的是李玉泽 妈呀 这鬼东西也太邪门了吧 猴子难以置信 轻而听到 从这家伙嘴中说出来 那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我冷声道 把你干的恶事都说出来 从头到尾开始说起 李玉泽没有拒绝的权力 开始讲述 他最开始不是李玉泽 而是一个修炼邪术的邪道妖人 他被悬门正道追杀 只剩下一缕残魂 最后逃到了这精神病医院 他的残魂来到这里 找了不少人寄身 结果全都失败了 那些被他选中的人都死了 后来他寄身在了李玉泽身上 成功地跟李玉泽融合了 从此以后 他就是李玉泽 他掌握了一种极其邪门的邪术 这种邪术可以让他像蛇一样 不断地蜕皮 破壳而出 获得新生 而且 每一次蜕皮获得新生 他的法力就要增强很多 这种蜕皮获得新生的邪术 就是借未婚女孩的肚子来酝养 他开始在这里进行尝试 他的运气不错 第一个就成功了 于是在这两年里连续犯案 已经有七个女孩 死在了他手里 郑文秀是第八个 可惜的是 他遇到了我 于是栽了跟头 他的邪术施展失败了 于是就成了这个鬼样子 邪术施展失败 他全盘都崩了 他自己也把控不住 快速遭受反噬 所以就发生了今天的事 李玉泽详细地把他那种邪术 跟我讲了一下 残忍至极 他讲述的东西 跟我猜测到的 八九不离十 猴子听完怒吼道 你这个该死的东西 竟敢做出如此 伤天害理的事 杀你一万遍 也不足以弥补你的过失 李玉泽嘶吼道 如果不是你们多管闲事 我也不会弄成这个鬼样子 该死的人是你们 如果你们不对付我 那就什么事都不会有 我冷哼一声 瞬间把熄灭的阳火又点燃了 狠狠地烧这个鬼东西 这畜生说的就是谬论 按照他的意思 只要不被发现 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如此丧心病狂的话 也就只有这种东西说得出来 李玉泽烧得在地上打滚 咆哮道 我是不死的 我是不死的 只要我蜕变九次 我就可以拥有不死之圣 你们为什么要跟我作断 你们两个混蛋跟我记着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很是不屑地笑了 这鬼东西还想做鬼 哪里有那么好的事 望着成为火人的李玉泽 我想到了一件事 贺问道 之前在地下室跟踪我们的 是不是你 不是我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定会趁机杀了你们 你们休想活到现在 李玉泽尖叫 我相信了李玉泽的话 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这家伙那个时候 正在处于蜕变破壳的关键时刻 没有时间和机会去跟踪我们 在地下室 那双红眼睛的主人不是他 那会是谁 难道说 在这精神病医院还有其他的邪随 我贺问道 这里除了你这个邪物 还有没有其他的邪随盘踞 李玉泽说他不知道 反正他是没有见到过 这就见鬼了 在地下室跟踪我们的 到底是什么鬼 我心中低语 很快我就把这个问题抛到了脑后 管他是什么东西 要是敢来招惹我们 绝对不让他好过 我低头望着成为火人的李玉泽 冷漠道 你这个畜生 在阳间害了这么多人 罪该万死 今天我就把你烧成灰烬 替那些冤魂报仇 火 我又丢了几道烈火浮出去 加大了李玉泽身上的阳火 李玉泽彻底被阳火吞噬 刚开始还发出了惨叫声 最后直接没有声音了 阳火烧了有几分钟 当阳火熄灭后 李玉泽消失了 地上除了有一团灰烬外 还有一颗婴儿全头大小的圆球 那圆球黑乎乎的 像是被烧成了焦炭的样子 望着那圆球 猴子惊一道 老林 那是什么东西 难道是舍利子 听到他这话 我顿时哭笑不得道 那个家伙鞋的冒泡 体内怎么可能会有舍利子 你说那是结石 我还觉得有可能 猴子把那玩意 从灰烬里扒拉了出来 拿在手上打量着 那圆球像是肉球一样 捏上去软软的 入手有一种邪恶之意 我打量着那玩意 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正准备将那东西打碎 竟先突然开口了 主人 千万不要打碎 那是那人修炼出来的邪单 也可以称之为内单 很珍贵的 修炼出来的邪单 我有些诧异地望着静仙 静仙望着邪单 眼中充满了渴望 点头道 没错嘛 就是邪单 那个人能够不停地退化 不停地变强 靠的就是邪单 我感受到 在他的里面 充满了很强的力量 主人如果不要的话 能不能把他送给我 如果我要是吃了他 我的法力应该可以提升 静仙一脸渴望 他那眼神 就好像是一个百年单身汉 突然看到了一个女人 既然对你有用 那就给你吧 我笑道 将邪单丢给了静仙 这东西是邪门之物 我修炼的是玄门正道 跟我的属性不符 我肯定用不上 猴子自然 也用不上 静仙大喜 急忙向我道歉 他正准备伸手去接邪单的时候 突然 一道白光一闪而逝 早他一步 将那邪单给抢走了 这一幕发生得很快 闪电之间 让我们都没有反应过来 是谁这么大的胆子 竟敢在这个时候 截胡了邪单 静仙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 怒了 这邪单是他的 眼看就要到手了 却是被人截胡了 如何不让他生气 他的目光望向了房间角落里 咆哮道 把东西还给我 当我看清楚 是什么东西截胡后 直接是大跌眼镜 截胡了邪单 不是哪个恶鬼邪妹 而是一只猫 没错 就是一只猫 那是一只纯白的猫 从头到脚都是白色的 身上没有一根杂毛 虽然我不是一个爱猫人士 但第一眼看到这只猫 我眼睛顿时一亮 这猫 真的好漂亮 让人很是喜欢 这白猫嘴巴都浓着 将那邪单给了下去 吃完了 他还摇晃着柔顺的尾巴 挑衅地望着静仙 嘴中还发出喵喵的叫声 我注意到了这白猫的眼睛 他两只眼睛的颜色 居然不一样 左眼是紫色的 右眼是金色的 很是神意不凡 我在心中自语道 这猫 很不凡啊 说真的 我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邪单是被眼前这只猫 给截胡了 要知道 在刚才那刹那 这家伙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如同一道白色闪电 一只猫 居然可以达到那种速度 太邪门了 猴子望着那白猫愣了一下 然后惊疑了起来 咦 这是一只波斯猫吗 我疑惑地望着猴子 波斯猫我只是听说过 还没有见过食物 猴子说道 老林 以前我家邻居 就养了一只波斯猫 就是这样的 不过 那只波斯猫的眼睛是蓝色的 它的眼睛怎么是不同的颜色 我摊了摊手 我不懂猫 这个问题 我就无法解释了 靖仙可没有我们这样的好心情 讨论那到底是不是波斯猫 他朝着白猫怒吼道 该死白猫 把我的邪单还给我 白猫露出一副巨傲的神色 朝靖仙挥了挥爪 喵喵 他那样子 落在我们眼中很可爱 但靖仙却是忍不住了 大吼道 气死我了 靖仙手中握着弯刀 化为一道残影 快速向白猫扑去 靖仙施展了急速 他想一击 把白猫抓住 夺回邪单 然而 让我们所有人 都意外的是发生了 面对靖仙的攻击 白猫一点都不慌 不仅不慌 还会找朝靖仙 做了一个挑衅的动作 等靖仙扑到他面前的时候 咻 白猫身影一闪 从原地消失了 我瞳孔顿时紧缩了起来 好快的速度 猴子更是惊呼了出来 我擦 这么快 靖仙有些蒙圈了 疑惑地转头 找了一下 这才发现 白猫居然跑到了房间 另外一边去了 把我东西还给我 靖仙怒吼 再次向白猫扑去 白猫完全是抱着一副 细耍的心态逗靖仙 他的速度惊人 直接玩抱靖仙 两分钟过去了 靖仙别说 抓住白猫 连他身上的一根毛 都没有碰到 这个情况 让靖仙怒不可遏 疯狂地追逐了起来 猴子对眼前这一幕 瞠目结舌 难难道 老林 这还是猫吗 这是谁家养的猫啊 它是吃什么东西长大的 速度为什么这么快 望着速度 玩抱靖仙的白猫 我眼中露出了一色 这白猫很是不凡 如果把它抓住 为我所用 那肯定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我给猴子使了个眼色 猴子立马 把耳朵凑到我面前 我压低声音说 猴子 我们把这猫抓起来 让它给我们做事 猴子咧嘴笑了 对我这个决定很赞同 我对它做了个手势 我们俩悄悄分开了 半分钟后 那白猫向我们这边冲了过来 我和猴子同时出手 每人手中都抖出了一张大网 把白猫的前后左右 都给封死了 白猫没料到 我们会突然出手 一声喵叫 疯狂地向前冲去 想要冲破我们的封锁 我大笑道 小猫面 你逃不掉的 啪 我的大网 把它给困住了 啪 紧接着 猴子的大网也落了下来 再次把它给包了起来 为了教猴子 用天罗地网 我们俩已经练就了 一手撒网的绝活 望着被困在网里面的白猫 猴子里的嘴笑了起来 小白猫 你逃不掉的 老老实实趴着吧 哈哈 我也大笑道 你这畜生 竟敢抢我的东西 今天非得给你点颜色瞧瞧 喵 白猫 朝我大叫了一声 它的双眼放光 金两色光芒大盛 见到它这样子 我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 笑黑黑道 这可是我亲手练制的天罗地网 我就不信 你能逃得掉 我话音还没有落 白猫抬起猫爪 狠狠地向大网拍去 在它的猫爪拍下去的刹那 从它的肉垫中 淡出了锋利如刀的爪子 见到它的爪子 我眼皮一跳 那爪子真的很锋利 像是刀片一样 是一般的猫无法比较的 啪 它的爪子拍在了大网上 大网上金光闪烁 抵挡住了它的攻击 猴子咧嘴大笑 小白猫 你就不要白费力气了 这天罗地网 可是我家老龄精心炼制的 你那小小的爪子 是破不开的 白猫连续挥了几爪 始终无法破开我的大网 喵 白猫生气了 发出了更响亮的叫声 紧接着 它那紫金二色的眼睛 开始发生了变化 瞬间就变得通红一片 见到那通红的眼睛 我微微一愣 然后大叫道 马德 居然是你 猴子 在地下室跟踪我们的 就是这个鬼东西 虽然在地下室 我没有看到那东西的身体 但我记得 这双红色的眼睛 就是它 准没错 喵 白猫又是一声大叫 挥爪向天罗地网拍去 这一回 在它的爪子上 有一层淡淡的金光 破 爪子落下 我的天罗地网破了 羞 白猫化为一道白光 瞬间钻了出去 然后羞的一下 从窗户逃走了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不带一丝犹豫 它的那个速度 让我叹为观止 太快了 我不如它 敬仙怒吼一声 很不甘心地就要去追 我喝道 敬仙 回来 敬仙停了下来 很是生气 我安慰道 你不要生气 下回我补偿给你 说着 我就把它给收进了皇府中 那白猫的速度太快了 在速度上 敬仙不是它的对手 想要抓到它很难 而且 刚才白猫爆发出了一股奇异的力量 轻松破开了天罗地网 显然它是有底牌的 在这种情况下 敬仙注定会议场空 还不如不要折腾了 猴子望着白猫逃跑的方向 骂骂咧咧道 该死白猫 你千万不要落在我手中 否则 我非得把你的皮包了不可 我拍了拍猴子的肩膀 安慰道 我感觉那东西应该挺记仇的 今天这是没完 它还会来找我们的 猴子恼火道 它要是敢来 绝对让它有来无回 猴子又挠着脑袋问道 老林 你说之前在地下室 盯着我们的是那个畜生 那它对我们是不是有恶意 我沉吟了一会 说道 我在它身上 倒是没有感受到什么邪恶的气息 我估摸着它 就是好玩 对我们并没有什么恶意 猴子点头 相信我的判断 我环视了房间一眼 说道 李玉泽已经彻底死了 我们走吧 外面的人刚才已经被赶走了 他们正躲在很远的角落里 看着这里 见我和猴子出来了 有胆子大的人走了过来 我朝来人说道 问题已经搞定了 进去收拾一下吧 说了一句 我就没有过多的解释 跟猴子离开了 没一会就有人跑了过来 小声对我说道 法师 我们院长有请 胡超在办公室等着我们 来回不安地走动 刚才他已经听到了 他心里很慌 如果这件事闹大了 他这个院长就算是做到头了 他在心中祈祷 法师 你可千万要搞定啊 否则就要坏事了 见到我们来了 胡超急忙跑了过来 紧张问道 法师 那诈尸的李玉泽搞定了吗 猴子一脸傲然道 当然 由我家老林出马 这点小事自然不在话下 我也笑着点头 胡院长 你就把心放进肚子里去吧 已经搞定了 胡超长松了口气 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又紧接着说道 不仅那个诈尸的李玉泽的问题解决了 在医院里施暴的凶手也搞定了 胡超听到我这么说 先是一愣 紧接着一脸狂喜 急忙说道 法师 实在是太好了 太感谢你了 不知道 那个诗暴的凶手是谁 我瞟了他一眼 淡淡道 诗暴的凶手很恐怖 而且也很邪门 你真的想要知道 听我这么说 胡超缩了缩脖子 敢笑道 那我还是不问了 我说道 总而言之 你就把心放进肚子里 去就行了 这个问题 已经被我们解决了 不该问的你就不要问 以后医院要是再发生类似的问题 你就去找我们就行了 胡超急忙点头 一脸感激道 多谢法师 法师辛苦了 钱收了 问题也搞定了 我们也该离开了 在离去前 我又问了一个问题 院长 你们医院有人养一只纯白的波斯猫吗 那只波斯猫 他的眼睛一直是紫色的 一直是金色的 十分特别 胡超皱眉 这个情况 他倒是不清楚 不过他表示 明天会帮我打听一下 有结果会第一时间通知我 我点头 没再停留 跟猴子离开了医院 回去的路上 猴子一脸兴奋道 老林 我们这次不仅是大获全胜 而且还赚了一笔 值了 我点头 笑着说 没错 咱们得多赚点钱 到时候给你买房子娶媳妇 猴子黑黑笑道 老林 我娶媳妇不急 要娶也是你先娶 猴子眼珠子转了转 笑黑黑地问 老林 你跟我说说 你的童子之身 到底是被哪个女人夺走的啊 你倒是跟我说说 那个女人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没好气 瞪了她一眼 喝道 好好开你的车 哪里那么多废话 猴子笑着嘀咕道 我就是十分好奇 想要知道 到底是哪个女人 把你给征服了 我给了猴子一个威胁的眼神 她顿时闭嘴了 我躺在椅子上 慢悠悠道 我们这次的确是赚了一笔 不过不可大意 那个封疆可是一直都在暗中 现在还没有她的消息呢 我估计那个恶鬼 很有可能在暗中盯着我们 如果我们有所松懈 被她抓到了机会 那她就很有可能 对我们展开雷霆攻击 徐颖在找鬼打听封疆的下落 一直都没有消息 封疆藏得太严实了 猴子神色顿时一将 神情变得凝重了起来 她低沉道 老林 你说这个恶鬼到底藏在了哪里 我摇头 鬼才知道她藏在哪里 她不出来 我们也找不到她 猴子低声道 要不我们去找明楼 让明楼帮我查查 明楼神通广大 她一定可以查得到封疆的下落 我沉默了一会 摇头道 明楼固然可以查得到封疆 但那是明楼的本事 如果我们什么事都靠明楼 显然对我们的成长不利 我们先自己查一查 要是实在是没办法 那就再去找明楼也不迟 明楼绝对是一个可靠的朋友 但本事在自己身上 才是自己的 借用太多的外力 对我们不好 人生嘛 还是得保持点压力比较好 有压力 才会有动力 勇往直前 老林 我听你的 猴子大声道 我们回到了家里 洗漱一饭 就回房间休息了 在睡梦中 我突然听到了一阵奇异的响声 瞬间我就清醒了 飞快地将枕头 刚才那响声不是别的 正是我不知在家里的铃铛响了 那铃铛不是普通的铃铛 而是英灵 普通人根本就听不见它的响声 刚才英灵响了 说明有东西 悄悄摸进了家里 此时天还是懵懵亮 会是什么东西 偷偷摸进家里来了 我悄无声息地下床 没有弄出任何响声 我透过猫眼 向屋里看去 这一瞧 果然看到了有一道身影 悄无声息进入了家里 见到那东西我一愣 在心中惊讶道 全是它 悄悄进到家里来的东西 让我很吃惊 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那东西不是什么鬼魅 正是不久前 抢了鞋单的那只白猫 此时 白猫正小心翼翼地 在家里走动 它走路很小心 没有弄出任何动静 如果我不是在家里 布置了英灵 还真的察觉不到 它摸进来了 我没有出声 静静观察 我隐匿了身上的气息 调动了屋里的风水法阵 不让那白猫发现我 这白猫很显然 不是一只普通猫 它的灵质很高 是一只猫妖 它能够这么快 就摸到了家里来 显然是跟踪我们回来的 我心中低语 这猫妖吓人啊 跟踪我们回来了 我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如果这东西 对我们有杀心 想到这里 我打了个寒战 以这猫妖那恐怖的速度 突然发起袭击 我们不死也得脱层皮 白猫摇晃着尾巴 在家里走动 它那悠闲的样子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这里是它的家 对于白猫的到来 猴子没有丝毫的察觉 我紧盯着白猫的一举一动 我倒要看看 这畜生想干什么 白猫走到了冰箱前 熟练地把冰箱打开了 优雅地探出爪子 抓了一个苹果在爪子上 它咬了一口 觉得不好吃 丢了 见到它这人性化的动作 我在心中骂娘 果真是成了惊的猫妖 白猫在冰箱里翻找 很快就拖出了一个菜盆子 菜盆子里装的是 猴子做的卤肉 猴 见到卤肉 白猫很开心 欢快地叫了起来 它也不客气 坐在桌子上 抱着菜盆 大块朵頤 这白猫很讲究 它只吃肉 不吃肉里面的骨头 骨头全都被它吐在了地上 满满一盆子卤肉 眨眼间的功夫 就被它给吃干净了 见到这一幕 我忍不住在心里骂道 马德 这猫妖就是一个妥妥的吃货 更让我大跌眼睛的是 它吃完了 还从桌上扯了张纸巾 擦了擦自己的嘴巴和爪子 很讲究 一盆子卤肉 似乎还没有让它吃过瘾 它又在冰箱里翻找 可惜没有肉吃了 紧接着 让我差点笑出声的事发生了 白猫从冰箱里 抓了一瓶冰镇啤酒 爪子在瓶盖上轻轻一挥 不 啤酒瓶盖 就那样飞了出去 白猫抱着酒瓶 仰头 咕嚨咕嚨没有一分钟 就把一瓶酒给干完了 喝完了一瓶 它还觉得不过瘾 又连续干了两瓶 这才满意地打了一个酒隔 娘的 这货还是个酒鬼 我在心中骂道 吃饱喝足 白猫这才作罢 摇晃着尾巴 慢悠悠地向外面走去 化为一道白光 消失在了外面 望着消失的白猫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心中有了一个计划 我没有出去 回床上 躺着继续睡觉 第二天 我被猴子的大叫声吵醒了 老林 快起来 昨晚家里遭贼了 我打着哈欠从房间里出来 猴子激动道 老林 你看家里 昨晚有贼进来了 我知道 我点头 你知道 猴子一愣 不解地望着我 我笑着说 昨晚那只白猫摸进来了 那肉 那酒都是它喝的 猴子瞪眼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把昨晚的是讲了一下 猴子大骂道 那个该死的猫腰 原来还是一个吃货和酒鬼 马得 那肉卤好了 我们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 倒是全都被它给祸祸了 我笑着朝猴子勾勾手 猴子急忙把脑袋凑到我面前 我压低声音道 猴子 那猫腰是个吃货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机会 我估摸着 今晚上它还会来 你今天再做点卤肉 让它晚上来吃 猴子眼睛一亮 黑笑道 老练 你的意思是说 让我在肉里放点料 我笑着摇头 今晚不放料 让它再白吃一晚上 明晚再放 猴子明白了我的意图 猛地点头 很是不厚道地笑了起来 猴子又做了一碗香喷喷的卤肉 晚上没有放在冰箱 而是藏在了柜子里 那猫腰的智商不低 演戏也得演得像一些 到了半夜 那白猫如气而至 它一来就直翻冰箱 结果冰箱里空空如也 喵 白猫很是不爽地叫了一声 它的鼻子抽动 很快就锁定了猴子藏卤肉的柜子 它把卤肉抱了出来 又大块躲移了一番 吃得干干净净才离开 等它走后 我吹了声口哨 猴子立马从房间跑了出来 我朝猴子做了一个OK的手势 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笑道 明天晚上 我们就给它来点狠的 让它有来无回 猴子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去了 十分开心和期待 猫腰抢我们东西的仇 终于可以抱了 第三天晚上 我们又把卤肉换了个位置 藏着 这一次藏得更加压实 白猫如期而至 那猫鼻子淋得很 很轻松 就找到了藏起来的卤肉 今晚上的卤肉更香 它欢快地喵喵叫着 也不顾上优雅 吃得可欢 今晚我们准备了一大脸盆子卤肉 白猫很贪吃 把脸盆里的肉都吃干净了 连汤汁都没有剩下一滴 它那小小的身板吃了那么多肉 直接撑成了一个圆球 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时机成熟了 我和猴子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白猫见到我们突然出来了 喵喵地叫着 想要逃跑 可惜它吃撑了 肚皮都拖在地上 根本就跑不动 猴子幸灾乐祸地大笑道 猫腰 是不是吃撑了跑不动啊 哈哈 你就不要想着逃跑 你是跑不掉的 喵 白猫呲牙 朝猴子大叫了一声 下一秒 它那圆滚滚的肚皮 飞快地蠕动 像是翻滚的波浪 在这种操作下 它那圆滚滚的肚子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小 半分钟左右 它就恢复了正常 见到它的这个操作 我惊讶到 想不到你这猫腰 还有这样的本事 够牛的吗 白猫 把吃进肚子里的肉 用很快的速度消化掉了 这个情况 我不仅没有着急 反而消得更开心 我笑眯眯道 猫腰 偷吃了 我们这多肉 你还想逃跑 不要做梦了 乖乖留下来吧 今晚 你是逃不掉的 喵 白猫朝我叫了一声 那意思 好像是在对我说 痴心妄想 我笑道 我说 让你留下来你就得留下来 你要是不信的话 你走几步试试 喵 白猫对我的话 一点都不相信 摇晃着尾巴 抬起优雅的步伐 向大门走去 我在心中默念着 三 二 一 倒 果然 随着我话音落下 白猫双眼一番 倒在了地上 猴子 快 拿红绳来 见到白猫倒下了 我大声呼喊 我自己 则是冲过去 一把将白猫 给按住 这猫腰斜呼 抓住它不容易 我绝对不能有任何的掉以轻心 为了放倒它 我们在那一盆子 卤肉中加了很多料 老林 红绳 猴子把我特制的红绳拿了过来 我用红绳把白猫捆得结结实实 记了很多死结 不给它任何逃脱的可能 白猫现在是昏迷状态 吃了那么多料 至少得要几个小时才可以苏醒 望着被五花大绑的白猫 猴子咧嘴笑道 老林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处置这猫腰 我笑着说 这猫腰不凡 把它收为己用 它留在我们身边 一定有大用 猴子打了个哈欠 说道 老林 我实在是太困了 你先盯着 这畜生醒了你喊我啊 我可是一点困意都没有 紧盯着白猫 我把他的肚皮翻过来一瞧 发现他是母的 我还想着 这白猫需要几个小时 才会消化掉药力苏醒 没想到半个小时他就醒来了 这家伙醒了 并没有睁开眼睛 一动不动 装作还没有苏醒的样子 他身上气息的变化 我第一时间察觉到了 所以他这种装睡是 瞒不过我的 我揪着他的耳朵 笑眯眯道 小白猫 醒了 就睁开眼睛吧 你装不过去的 我真的很惊讶 那么多料 半个小时他就消化掉了 真的是太不凡了 白猫继续装 一动不动 我大喊道 猴子 起来烧水 把这白猫给包皮吃了 咻 白猫瞬间睁开了眼睛 紫金双色铜 喵 他想弹跳而起 四肢却是被我捆得死死的 只能是在地上挣扎 喵 他又是一声叫 皱着鼻子 表达对我的不满和抗议 我拍了拍他的脑袋 笑眯眯道 你这个吃货 不仅要抢我的东西吃 还敢跑到我家里偷吃 栽在我手上你也不要不服气 你得认 喵 白猫喵叫 皱鼻 憋嘴 露出委屈相 我黑笑 不要对我露出这委屈样 你以为你长得好看 我就不打你啊 我伸手在白猫脑袋上 使劲地揉着 把他身上的毛 都给揉乱了 喵 喵喵 白猫严重表示抗议 直接被我无视 猴子撸起袖子 笑黑黑道 老林 我还没有吃过猫肉呢 这猫长得这么好看 他的肉肯定很鲜美 我这就去烧水 喵 白猫可怜兮兮地望着我 眼泪汪汪的 眼角都有泪水打转 含泪欲气 猴子见到他那要哭的样子 突然间就心中不忍 说道 老林 我看这小猫挺可怜的 要不把他放了吧 我有些诧异地 回头望着猴子 这家伙 怎么突然间善心这么大了 我注意到了他的眼神 有些不太对劲 他正直勾勾地 盯着白猫那一子一惊的眼睛 我心中一动 猛地一巴掌 拍在白猫脑袋上 喵 白猫吃痛的一声大叫 猴子身体一抖 移开了目光 他有些纳闷地抓着脑袋 喃喃道 老林 我刚才是怎么了 我没好气的 你刚才说这猫妖可怜 要放了他 不可能吧 我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猴子大叫 不敢相信那话是他说的 我给了白猫一个板栗 不善道 猫妖 收起 你那魅惑之术 小心我真的 把你的屁给包了 刚刚猴子之所以会同情心泛滥 那是因为受到了白猫的蛊惑 这鬼东西邪惑 都这样了 还可以施展魅惑之术 影响别人的心神 很不简单 听到我这话 猴子明白了 呲牙朝着白猫挥舞着拳头 喵 白猫眼泪汪汪地趴在地上 无助地叫着 搞得很可怜的样子 我拍了他一巴掌 没好气到 你少在我面前装可怜 你他娘的大口吃肉 用爪子开皮酒瓶 大口闷酒的时候 我就没看到 你可怜过 喵 白猫眼巴巴地望着我 他又不会说话 我又不懂猫语 听不到他在说什么 没法交流 我的目光在白猫身上游走 这小东西 给我惊喜是越来越多 我正确定 到底该怎么处置他的时候 一道声音突然 在我身后响起 叮铃 你们从哪里抓到他的 这突然响起的声音 吓我一跳 好在那声音我熟悉 知道是谁来了 没有太大的动作 猴子叫道 鸣楼 你怎么来了 出现在我身后的 正是鸣楼 我也很纳闷 他怎么突然就来了 有事 我问 然后咧嘴笑道 你来的时候刚好 我请你吃小白猫肉 鸣楼看了 被捆住的白猫一眼 没说话 朝我使了个眼色 走了出去 我微微一愣 对猴子使了个眼色 急忙跟了上去 鸣楼到了大门外 才停下来 我不解问道 鸣楼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鸣楼望着我 问道 那家伙 是你们从哪里抓来的 我脸上露出一色 鸣楼特意跟我到外面 来说话 就是为了那白猫 我说道 在精神病医院遇到的 他跟着我们回来了 我把经过讲了一遍 鸣楼沉默了 没有说话 我问道 你认识他 鸣楼点头 很多年前见过他 我惊讶了 追问道 很多年前是多少年 五百年 又或者是一千年吧 时间太久了 我不记得了 鸣楼轻语 听到这话 我直接就是一个卧槽 五百年 一千年 要是别人说这样的话 我会直接骂神经病 但是鸣楼骂 有可能 我思绪快速转动着 过了一会我问道 今晚你来 就是为了那家伙 鸣楼点头 我感受到了他的气息 所以我就来了 我笑着问 你是害怕我们遇到危险 鸣楼不说话 我又笑道 你是想告诉我 那白猫很不凡 鸣楼看了我一眼 没说话 转身走了 对于鸣楼这种 易于常人的行为 我很理解 这种事很鸣楼 我正准备进去的时候 鸣楼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起 不惜一切代价 留住他 我给你一篇玉兽口诀 你可以借此跟他交流 跟他建立契约 不要让他跑了 我猛地回头 向身后看去 哪里还看得到 鸣楼的影子 早就不见了 我脸上露出了 若有所思的神色 既然鸣楼这么说 肯定不会有假 我心中自语道 看来 那白猫大有来头啊 我伸手在口袋里摸了摸 不知道什么时候 鸣楼塞了一张黄纸 在我口袋里 黄纸上写满了字 欲受口诀 口诀有一千多个字 想要背下来 练成功 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我回到了屋里 猴子正在那里逗白猫 可惜他 无论怎么逗 白猫都不鸟他 猴子 我朝他招招手 猴子立马跑了过来 我在他耳边低语了一番 他脸上露出了惊讶 然后猛地点头 从屋里出去了 我笑咪咪走到白猫面前 摸着他的脑袋 笑黑黑道 小白猫 你先在这里待着 我睡觉去了 白猫望着我 喵 我回到了房间里 将那玉兽口诀 拿出来练 必须得把这玩意练成功 否则无法跟那白猫沟通 好在我天赋不错 天亮没多久 我就学会了 我从房间里出来 猴子跑了过来 低声道 老林 都准备好了 我朝他做了个手势 来到了白猫面前 这家伙居然睡着了 喂 天亮了 起床了 我用手推了推他 白猫睁开眼睛 气鼓鼓地望着我 喵 因为我已经学会了 玉兽口诀 所以我听懂了他的意思 他在骂我坏蛋 让我放了他 我含含笑了起来 小白猫 你不仅抢我的东西 还跑到我家里来撒眼 你这个样子 让我怎么放过你啊 白猫愣愣地望着我 两秒钟后 他说道 你 你居然能够听得懂我的意思 当然 我故作傲然地点头 白猫恍然大悟道 我明白了 原来你也是一只猫 我 猴子瞪大眼睛望着我 一副活见鬼了的样子 急忙问道 老林 你们能相互交流了 我给了他一个眼神 猴子明白了 黑笑着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轻咳一声 沉声道 小白猫 是你先来招惹我的 否则我也不会抓你 这样吧 你把吃掉的东西吐出来 我就放你离开 白猫皱着鼻子 气鼓鼓道 什么小白猫 难听死了 我叫白铃 麒麟的铃 我一愣 我擦 你叫白铃 我叫丁铃 咱们这是缘分啊 白铃皱鼻道 我才不要给你缘分呢 赶紧放我 否则我咬你 我打了个哈哈 板起脸 故作严肃道 那颗鞋单 是我给我的手下的 却是被你吃了 你赶紧 把鞋单还给我 还给我 我就让你走 白铃嘟囔道 已经被我吃了 没有了 我顿时皱了眉头 脸上露出不善之色 见我这样子 白铃有些害怕 小声道 不就是一颗鞋单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把我放了 我去抓一只鬼 给你就行了 你还会抓鬼 我惊讶了 当然 白铃很傲娇道 我摇头 沉着脸说 你的速度太快 若是放了你 你要是跑了 我就抓不到你了 我以猫哥担保 我绝对不跑 我不相信你的猫哥 我一脸严肃道 白铃 白铃都浓道 那你说怎么办 你赶紧把我给放了 否则我会生气的 我斜了他一眼 悠悠道 想要我放了你 也不是不可以 你吃了我的鞋单 那你就留在我身边干活吧 也不要你干多久 来个二十年就行了 你做梦 我猜不做你的奴隶 白铃很果断地拒绝了 我无所谓道 随便你 那咱们就耗着呗 猴子 我肚子饿了 有没有吃的 猴子笑道 有呢 刚做好的卤肉 我去给你尝 猴子端来了一大盆卤肉 老远就闻到诱人的肉香 我们俩就在白铃面前吃 大口吃肉 大口地喝酒 吃得可香呢 白铃望着桌子上的酒肉 眼睛都瞪圆了 不停地舔着嘴唇 哈喇子都流了出来 我悄悄观察着白铃的反应 见到他那毫不遮掩的垂涎 开心地笑了起来 我抓起一块肉 大声道 猴子 你这卤肉 实在是太香了 那是当然 我可是专业的厨子 猴子大笑 还没过三分钟 白铃朝我叫道 给点肉我吃吧 求求你了 我笑道 你留在我身边 做二十年的事 我就给你肉吃 不仅给你肉吃 而且让你每顿 都吃饱喝足 白铃纠结着 他真的嘴馋了 但又不想出卖自己 用爪子擦了擦嘴边 流出来的咸水 他忍住了 还用双爪捂着自己眼睛 不看 不想 不吃 见到他那动作 我顿时就有一种 想要大笑的冲动 我也装作若无其事 跟猴子大口吃着肉 故意扒击着嘴巴 发出很大的声音 又过了十分钟 白铃悄悄松开爪子 偷偷向我们看去 见桌子上 已经吃了一大堆的骨头 他猛地咽口水 丁铃 给我点肉吃吧 白铃又开始叫着了 我装作没听见 白铃再次道 我可以留在你身边做事 但二十年太久 我只能在你身边 白铃挥动着爪子 似乎是在数数 五年 我只能在你身边待五年 听到白铃这话 我差点就要笑喷了 这小馋猫 真的弹吃到了极点 我放下筷子 一脸严肃道 五年太短了 白铃叫着 搭拉着脑袋 我继续道 看在你这么可爱的份上 这件事 我们可以商量 白铃猛地抬头 眼中有着喜色 故意露出一个可可爱的样子 我沉淫了几分钟 弄得白铃火焦急躁的时候 我才出声道 我可以给你放宽时间 你就待在我身边三年 白铃猛地点头 毫不犹豫同意了 三年可要比五年短多了 他这是减了一个大便宜 我继续道 不过 我得有个条件 你得跟我立下契约 三年期嘛 我就放你离开 在这三年内 你得听我的 白铃歪着脑袋想了一会 好吧 立契约就立契约 但是你不能欺负我 不能比我做我不想做的事 我大笑 没问题 都满足你 猴子 指 鼻 猴子拿来纸笔 我快速写了一份契约 把白铃的一些要求 全都写上去了 我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把契约递到白铃面前 笑道 白铃 签下你的大名吧 白铃抬起爪子 在契约上 按下了小猫找印 天地见证 双方签字 契约已成 白铃催促 快 解开我 我要吃肉肉 望着大块朵铃的白铃 我乐开了花 幸好这个小家伙贪吃 否则还真的不好拿捏它 虽然我们签订的契约 只有三年 但我有信心 在这三年时间里 让白铃彻底依赖我 到时候赶她走 她都不会走 望着白铃那小吃货的样 我笑道 慢点吃 既然你跟着我 美食绝对管够 喵 白铃回头 朝我叫唤了一声 让我不要打扰她吃肉肉 我哈哈笑道 猴子 拿酒来 好嘞 猴子拿来了一件冰镇啤酒 白铃轻轻挥爪 不 啤酒瓶盖子 轻松就被打开了 实在是随意的不像话 白铃把桌子上的肉吃了 酒也喝完了 抱着圆滚滚的肚子 躺在桌子上眯着 白铃斜斜着眼睛看我 问道 丁铃 你是不是故意 设局套我 我无忧无虑不香嘛 现在卷弄得稀里糊涂 跟你签订了一个三年的契约 我感觉我好像是上当了 吃饱喝足 这家伙的脑子 开始好用了 我笑哈哈道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呢 我怎么可能会设局套你 我可以向你保证 跟着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亏 你想啊 我们这里有最好的厨子 以后你想吃啥 只管说就行了 绝对让你 尝尽时间美食 猴子拍着胸膛大声道 没错 跟着我们 绝对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让你过上幸福的猫生 跟着我们你才有家 不需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白铃眼皮围台 打了个哈欠 我困了 我要睡觉觉了 哪个是我的房间 我笑道 这屋里房间多的是 你自己随便挑吧 白铃从桌子上跳了下来 卖着优雅的布子 拖着圆滚滚的肚子 去找睡觉的地方 等他走后 我和猴子狂笑了起来 猴子笑黑黑道 老铃 这小家伙实在是太好骗了 用点吃的就可以把他骗住 实在是太划算了 我笑道 没办法 谁让他是馋猫呢 猴子有些不解地问道 老铃 这白铃真的有那么不烦 我点头 陈生说 他肯定不烦 否则的话 明楼不可能特意跑来一趟 就是明楼让我不惜一切代价 把他留下来 猴子恍然大悟地点头 明白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低声道 你就待在家里不要出去 我去鬼屋找明楼聊聊 那你去吧 路上小心点 我开车来到了鬼屋 我刚到 明楼的身影就出现在了前方 我跑过去 笑着说 明楼 搞定了 我跟白铃签了三年的契约 明楼点头 我们去屋里聊 明楼带着我向鬼屋深处走去 最后来到了一座烂尾楼前 进到了烂尾楼里 里面居然有一间装修的古色古香的房间 我顿时惊讶了 明楼 可以啊 以后到你这里来就用不着 席地而坐了 我眼睛里有些笑意 上次我就抱怨了一句 明楼这里连一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现在就整出了一个房间 他这人就是不喜欢表达出来 明楼没有说话 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等待着我提问 我问道 明楼 我感觉你很重视白铃的样子 这小猫到底是什么来年 明楼淡淡道 跟他搞好关系 对你没有坏处 关键时刻可以救你的命 有他在身边 你就是相当于多了一道护身符 我神色古怪地望着明楼 真的有只要牛叉 明楼继续道 你现在就不要过问太多的东西 你只需要知道 白铃来历非凡 绝对不是一只猫那么简单 你能够遇到他 这说明你们之间有缘 把握住 对你没有坏处 我笑着点头 不让问那就不问吧 反正对我没有坏处就行 明楼目光紧盯着我 眉头微醋 也不说话 我笑问道 干嘛这么看着我 你该不会是对我有意思吧 我可告诉你啊 我对男人没有兴趣 明楼难得翻了的白眼 沉声道 你又去招惹谁了 我心中微动 笑着说 我没有招惹谁啊 明楼摇头 你已经被一只小鬼给盯上了 很快他就会对你出手 我感叹道 还是瞒不过你的眼睛 最近的确有一只恶鬼盯着我了 明楼指的小鬼肯定是封疆 封疆是鬼魅级的恶鬼 对我来说是大鬼 只有明楼才称呼他为小鬼 需要我帮你搞定吗 明楼问 我笑着摇头 小事而已 用不着你的 等我搞不定了 自然会来找你的 明楼没有说话 突然他猛地向我出手 我大惊 急忙闪身躲避 明楼出手的速度很快 即便我反应速度够快 还是没有避开 碰 他的手掌拍在了我身上 把我给拍飞了出去 最后 我使了一个铁板桥 这才没有让自己倒地 明楼朝我勾了勾手 示意让我打他 我拔出降魔剪 低吼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握着降魔剪冲了上去 跟明楼站在了一起 明楼的攻击十分诡异 每一招都是出其不意 而且 力量还贼强 他的这种攻击 让我十分不适应 一开始吃了很多遍 挨了他不少打 不过我也不是吃素的 挨了一顿打后 我迅速就适应了他的攻击 跟他对战了起来 明楼控制着力量 保持着跟我差不多的水准 这一战就是大半天 我的战力在飞快提升 碰 一声闷哼 我们分开了 明楼副手而立 背对着我 挥手道 好了 你可以走了 我这里没有晚饭你吃 我笑道 明楼 改天请你喝酒 没有多余客套的话 我转身离开了 明楼虽然什么都没有说 但我知道他是在指点我 好让我遇到风疆的时候 有一份自保之力 这样默默付出的朋友 我真的很感动 也倍加珍惜 他日明楼的事 我定当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 我回到嘉天 已经黑了 刚到家里 就看到许颖正在逗白铃 不管许颖如何逗 白铃都不鸟他 鸟 见我回来了 白铃一声喵叫 跳到了我身上 在我肩膀上趴着 昂起脑袋朝许颖瞪眼 那意思是对许颖的行为很不满 我哈哈一笑 摸了摸白铃的脑袋 许颖眼巴巴地望着白铃 说道 丁铃 你这猫咪太可爱了 能不能让我抱抱她 我摊手道 这家伙坏得很 我也没办法 白铃很是配合的点头 给了许颖一个巨傲的眼神 许颖被白铃那样子逗乐了 谁又会不喜欢 如此可爱的猫咪呢 猴子走了过来 沉声道 老铃 许颖已经打听到了 风江的消息 我点点头 拍了拍白铃的脑袋 白铃从我肩膀上跳了下去 趴在沙发上 眯着眼睡觉 许颖沉声道 丁铃 我经过多方打听 终于打探到了 风江的信息 这个风江 就盘踞在龙江城的 一座老宅中 因为它有不少的替身 所以之前一直都没有 打探到它的消息 我有些惊讶 一只恶鬼还要搞替身 这家伙倒是挺谨慎的嘛 我点头道 说说它的具体情况 徐颖沉声说 根据我从其他小鬼那里 打听到的消息 这个风江生前 是一只刽子手 在舞道河砖砍坏人脑袋 后来他得罪了贪官 贪官设计害死了他的家人 他为了给妻儿报仇 杀死了贪 官一家十六口 最终他被抓住砍头了 一直都在阳间游荡 直至化为厉鬼 听完风江的经历 我神色凝重 想不到这个风江生前 居然有这么大的仇怨 大仇怨注定会造出恶鬼 这个家伙不好对付啊 刽子手本来就是一种 特殊职业人 他们身上自带杀气 更何况 这个风江生前 还造了那么大的杀戮 背了那么大的仇恨 法力只会更强 遇到这样的一位对手 很是凶险 猴子眉头紧锁 沉声道 想不到这个风江 居然如此邪乎 要杀了他恐怕很难 我点头说 的确很难 不可硬拼 我们得动脑子才行 徐颖 风江现在是什么情况 徐颖说道 风江一直躲在老宅中 暂时还没有出来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估计是在等待一个绝佳的机会 我脑海中的思绪 快速转动着 最后说道 徐颖 还请你帮我一个忙 徐颖急忙道 丁玲 大家是朋友 有什么需要你 尽管跟我说 千万不要跟我客气 我沉声道 你安排几个信得过的小鬼 帮我盯着风江 既然风江不出来 那我就主动出击 等我不知一番后 我就对他展开绝杀 我杀了风江的鬼老婆 风江不会放过我 狭路相逢勇者胜 没有什么好客气的 谁更狠 谁就活命 徐颖点头道 没问题 我这就去安排 徐颖望向我猴子 然后又望着我说道 丁玲 我想跟你们一起对付风江 我笑着摇头 你安排小鬼帮我们 盯着就可以了 其他的事 你就不要参与了 徐颖只是八品成黄 他的实力 比寝神上身的猴子 还要弱上几分 凑热闹对他没有好处 猴子也说道 你就听老林的 我和老林会干掉那个恶鬼 徐颖望着猴子 点点头 他也没有做过多的停留 赶紧回去安排了 等他走后 猴子问道 老林 在明楼那里 打听到了白林的来历吗 我低声道 白林有大来头 具体的情况 明楼也没有跟我说 似乎有所顾忌 猴子点点头 没再多问 沉默了一会 他问道 老林 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需要我做什么 我沉引道 风江是鬼魅籍的恶鬼 法力比我们强大很多 我们要对他展开偷袭 所以一些必备的家伙 肯定要准备充足 等天亮了 你去市场上弄几条纯大黑狗来 然后 我快速对猴子交代了一番 让他三倍准备材料 实力不够 肯定得要用一些法器来凑 我拍了拍猴子肩膀 说道 今晚早点休息 养精蓄锐 弄死那个家伙 我朝白林招招手 笑着说 白林 我有事要跟你说 喵 白林甩了甩尾巴 不情愿地爬了起来 迈着优雅的步子向我走来 有些猫小姐的识感 我笑着道 白林 你灵性十足 应该是猫妖了吧 既然你是猫妖 为什么你不能化成人 怎么不会说人语呢 白林对猫妖这个词语 很是不屑 跳到了我的肩膀上 嘟囔道 猫妖算什么 本公主才不是低级的猫妖 本公主不想化人 不想说人语 不行吗 瞧瞧 多么傲娇的 一只猫小姐 我笑问道 听你这意思 你很是看不起猫妖 你自己就是一只猫呀 莫非你不是猫 白林站在我肩头 挥动猫爪 有一种挥斥方球 指点江山的味道 她傲娇地说 本公主才不是低级的猫妖 本公主是伟大的 说到这里 白林不说了 我催促问道 你倒是说啊 你是什么 白林皱了皱小鼻子 哼道 你想知道 本公主偏不告诉你 我可跟你说啊 对本公主好点 说不定哪天本公主发达了 就会带着你鸡犬升天 我害怕笑了起来 又问道 那你是从哪里来的 怎么会在那精神病医院呢 白林用爪子撑着脸 邪腻了我一眼 给了我一个眼神 本公主就是不告诉你 我还想套一套这家伙的话 想不到嘴巴这么严 我也只好作罢 我收敛了笑容 沉声道 白林 我现在有一个强大的敌人 是一只鬼魅籍的恶鬼 他想要杀我 我准备先下守围墙 你到时候能不能帮我一把 白林嫌逆着我 咒鼻道 丁玲 我们是有约法三章的 你不可以强迫我做不喜欢做的事 我笑道 我知道 所以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白林从我肩膀上跳了下来 迈着很有优雅的步子离开 用着很淡然的语气说 本公主对你们的恩怨不感兴趣 这些是不要来烦我 我苦笑地摇摇头 白林不愿意帮忙 那就罢了 我坐在黑暗中脑海中盘算着对付封疆的事 一直到了凌晨 我才回到房间里 刚揭开被子 就看到白林躺在里面 我顿时叫道 白林 你干嘛躺在我被窝里睡觉 白林一动不动 迷糊道 我喜欢 不行吗 你不是说 这家里随便我睡吗 我翻了个白眼 我是男的 你是母的 你就不怕我非离你 白林立马翻身跳了起来 气鼓鼓地望着我 丁林 你真是一个禽兽啊 我可是猫 你居然对一只母猫都感兴趣 我露出恶魔笑容 现在 你肯承认你是一只猫了 我管你是什么 只要是母的就行 喵 死变态 不跟你玩了 白林叫了一声 化为一道白光逃走了 见他那狼狈样 我乐得哈哈大笑 猴子按照我的计划 采购了一大批材料 黑狗血 桃木钉 棺材钉 铜钳 红绳 鱼网等等 这些东西都会被我用来制作对付封疆的力气 我不求这些东西能够用多久 我只需要它们能够爆发出最强的力量 徐影那边已经安排了小鬼盯着封疆 封疆还躲在那老宅没有出来 我用了半天时间把所有的材料都做法炼制了一番 到了晚上我们就带着家伙出来了 猴子开车 我坐在副驾驶上气氛稍微有些凝重 白铃在家里睡觉并没有跟着过来 过了一会猴子说道 老铃 我们布置得如此妥当 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打败封疆 我笑着点头 勇者无敌 对付敌人就必须要保持足够的信心 随着聊天 那凝重的气氛彻底缓和了 猴子咕弄道 老铃 你说白铃这时候会在家里做什么 我笑着说 那贪吃鬼还能在家里做什么 吃肉 喝酒呗 想到白铃喝酒时的样子 猴子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笑黑黑道 这白铃要是一个人的话 那绝对是一个酒鬼 猴子这话音刚落 啪 一个酒瓶盖砸到了他脑门上 谁砸我 猴子大叫 我回头看去 只见白铃从包里探出了脑袋 很是不满地望着猴子 我哈哈笑道 白铃 你不是要在家里睡觉吗 怎么就偷偷跟着跑出来了 我真的不知道 白铃是什么时候钻进包里去的 他要是不弄出动静 我还不知道他跟着来了 喵 白铃从包里爬了出来 还抱着一个酒瓶 瓶子里的酒已经被喝了大半 白铃跳到我肩膀上 抱着酒瓶呼呼地往嘴里灌 见到他这豪迈的样子 我脸皮忍不住抽出了几下 他喝的可不是冰镇啤酒 而是二国头 这家伙好像根本就不在意酒精度数 喝二国头就好像是在喝白开甩一样 猴子可是一点眼力尽都没有 不怕死地继续调侃道 白铃 我又没有说错 你干嘛打我 啪 白铃很果断 直接就把手中的空酒瓶子砸向了猴子 猴子怪叫一声 赶紧躲闪 显之又显 避免了脑瓜子开花的命运 猴子吓得一身冷汗 心虚道 白铃 你还真的砸 会死人的 喵 白铃气鼓鼓地 朝猴子挥舞着猫爪 猴子耳中听到的是猫叫 而我已经跟白铃建立了御寿通道 所以听到的又是另外一番话 白铃气鼓鼓道 好你个猴子 竟敢说本公主是酒鬼 再敢说我 我就打抱你的头 猴子听不懂白铃的意思 在那里干笑 我将白铃抱在怀中 摸了摸她的脑袋 笑着说 你这家伙脾气倒是挺大的 猴子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白铃挥舞着爪子 咒鼻道 本公主才不是酒鬼呢 我轻笑道 你要是把我们的厨子给打伤了 就没有人给你做好吃的了 猴子在一旁急忙点头附和 白铃一呆 然后冲着猴子叫着 喵 猴子猛逼 望着我问道 老铃 他说什么 我倾壳一声 说道 白铃说 以后你得称呼他为公主 这样他就不欺负你 我的妈呀 猴子怪叫了一声 苦着脸说 我已经伺候了一个爷 现在还要伺候一个公主 我的命怎么就那么苦啊 哦 见到猴子那搞怪的样子 白铃很是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 白铃是真的开心了 跳到猴子肩膀上 用爪子摸了摸他的脑袋 表示对他的安慰 白铃从来都只亲近我 也只让我抱 平时也只跳到我肩膀上 这还是第一次 跳到猴子肩膀上 猴子 被白铃这个小动作给感动到了 说道 公主 你放心 以后我绝对会做更多好吃的给你 喵 就这样一路说笑 没多久 我们就到了目的地 我并没有选择 在封疆那栋老宅布置 而是在距离老宅一里远的空院子里 来到院子里 我和猴子快速布置了起来 计划我早就定好了 所以此时按照我的计划 施展就行了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一个小时后布置完成 时间已经到了零点 我压低声音道 决战就在今晚 猴子 你在这里等我 我去把封疆引过来 没有我的命令 你不要轻举妄动 猴子重重地点头 紧握着他新打造的金刚柱 叮嘱道 老林 你可千万要小心点 实在不行 我们就逃跑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给了他一个眼神 快速消失在了黑暗中 来到了封疆藏身的老宅前 我低声道 白林 那恶鬼很凶 你跟着我会有危险 你还是先躲起来吧 白林打了个哈欠 把脑袋从我的背包里伸了出来 咕咙道 本公主又不是缩头乌龟 干嘛要躲起来 我 那好吧 你就待在包里 千万不要出来 我无奈道 我病除杂念 收射心神 握着降魔剪 故作小心翼翼 向老宅里走去 我刚进去 一阵阴风就吹了过来 一道人影 从黑暗中向我扑了过来 探出爪子 想要掏我的心 操 我骂了一句 一剪抽了出去 啪 一剪落下 直接把那小鬼给打爆了 我这就像是捅了马蜂窝一样 顿时阴风大起 从黑暗中冲出来了好几只鬼 面对围攻过来的小鬼 我没有出声 无声无息地轰杀 我的攻击很简单 灰简抽打 这些小鬼都是弱鸡 没有一只能够经得住我一件 当我杀得正过瘾的时候 一股强烈的阴风 猛地从老宅深处吹了出来 在这阴风吹出来的刹那 我感受到了一股浓烈的恶意 伴随着那股恶意 还有一种森森杀计 而且 那股杀计已经把我给锁定了 我心中一紧 柜子手风疆出来了 当我把面前这小鬼打爆后 一道愤怒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 你这个该死的小法师 我没去找你 你居然找上门来了 胆子挺大的嘛 好啊 今晚我就吃了你 风疆出来了 伴随着他的出现 一股强烈的鬼气 从老宅深处喷涌而出 没错 就是喷涌 这个形容一点都没有错 陶天森森鬼气 如同风暴一样 从老宅深处喷了出来 呼 地上枯叶 尘土 全都被卷了起来 动静大的可怕 被这股森寒鬼气一刺激 我身上顿时就骑满了鸡皮疙瘩 我心中很是吃惊 好强的气息 在我的视线中 已经看到了一道高大人影 人影手中 握着一把鬼头刀 气势汹汹地向我这里走来 我握紧了降魔剪 身体微弓 做好了撤退的准备 喵 被风疆身上的气息刺激 白灵从背包里探出了小脑袋 不爽地叫了一声 似乎是责怪风疆 吵到他睡觉了 风疆的速度很快 眨眼间就到了我面前 三丈远的地方 我已经可以完全看清楚 他的模样 风疆身材高大 身上穿着古老刽子手的衣服 全身红衣 头缠红金 腰缠黑带 右边膀子是露出来的 双目睁得如铜铃 右手握着鬼头刀 一股凶煞之气 从身上弥骂出 见到如此气势的风疆 我心中不得不感叹一声 这家伙一看就知道不同凡响 在这一刹那 我心中顿时生出了一个新的想法 如果把这个刽子手说为鬼仆 那我的实力又将提升一大截 风疆望着我咆哮 该死的小法师 就是你杀了我老婆 你不仅杀了我老婆 还跑到我的地盘上来撒眼 你真的当我不敢杀人吗 我跟风疆对视 卵横道 你那鬼老婆 屈约在阳间作恶害人 当诸 还没等我说完 风疆就怒吼 好一句当诸 既然你这么想做一个 除魔味道的正义人士 那我就送你上西天 风疆话音落下 他就直接挥一刀 向我劈了过来 他的刀很快 很霸道 一刀劈下 一股如刀芒般锋利的鬼气 狠狠向我斩来 这一刀 威猛 好似闪电 斩 我心中一声大吼 挥动降魔剑轰了上去 当 降魔剑迎上了鬼头刀的攻击 发出一声闷响 我惊呼一声 亮腔向后倒退 这一退 就退了上十米远 我脸色巨变 一脸惊恐地望着走过来的风疆 惊呼 你 你居然这么强 喵 白灵探出脑袋 气鼓鼓地望着风疆 对她的这个行为 很是不满 听到白灵的叫唤 我心中微微一暖 这小家伙说不愿意帮我 但她还是更矮了 这其中的意思就不言而喻 风疆剑一刀把我给劈得退那么远 顿时不懈地讥讽 小法师 你就只有这么点实力 也想跑来杀我 你脑子是秀斗了吗 我紧握翔摩锦 气急败坏大吼 风疆 你不要太得意了 自古以来都是邪不胜正 我代表的是正义 我就不相信你能斗得过我 风疆好像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笑话 仰头狂妄的大笑 很是比一道 邪不胜正 嘿 小法师 你没病吧 既然你这么相信邪不胜正 那你就祈祷你 所谓的正义来救你吧 风疆再次挥一刀 向我杀来 我大吼 悲愤地迎了上去 还没有站两下 大吼 我再一次被风疆给打飞了 我从地上翻身而起 咬破嘴巴 假装被打得可血了 喵 白灵见我被打得可血了 愤怒地叫了一声 就要冲出去 我心中一惊 急忙探手把他抓住了 他这时候要是冲出去了 那我的计划就全泡汤了 我身体亮腔颤抖着 望着风疆大吼道 你这个该死跪的手 你是打不死我的 我一定会杀你 风疆冷漠地向我走来 面无表情道 你就只知道 喊一些空洞无力的口号 真是可笑至极 小法师 死 风疆再次挥动鬼头刀 向我劈下来 我大声咆哮 抓了一把黄符拍了出去 啪 鬼头刀斩在黄符上 黄符直接就碎了 我惨叫一声 故作受伤 亮腔向后倒退 直接退出了老宅 我悲愤大侯 该死跪的手 你给我等着 有种你就在这里不要跑 我去喊人 一定要灭了你 说话间 我已经撒腿向黑暗中冲去 风疆卷着阴风追了上来 他节节冷笑 小法师 你以为你逃得掉吗 今天我就来一场猫戏老鼠 我要狠狠地折磨你 让你在痛苦和恐惧中死去 风疆追了出来 不紧不慢地跟在我身后 我嘴角勾起 这个情况正是我想要的 刚才我故意示弱 做了那么多铺垫 就是让他跟上来 他如果不跟上来 那我所有的努力 岂不是白费了 风疆现在就是一种细血的心理 认为拿捏定我了 并不急着对我下杀手 他的这种心理 也正好给了我机会 我一路逃命 终于逃到了我们布置的那个小院中 我一头冲了进去 快速朝黑暗中做了个手势 猴子收到我的暗号 快速就位 风疆追到小院外面 居然停了下来 没有再继续前进 见他停下来 我心中微微一惊 难道我的布置被他识破了 如果他不进来 那我的布置也没有任何用处 我目光微闪 大吼道 柜子手 我在这院子里布置了天罗地网 你敢进来吗 风疆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即便你在这里布置了天罗地网又如何 今天我就让你感受一下绝望的味道 风疆好歹是达到了鬼魅级别 他的确是感受到小院中有危机 但他很自信 再加上被我这么刺激 他果断进来了 我尝呼了口气 进来了就好 进来了 我的计划就可以继续施展了 我没再跑 而是停了下来 一脸冷意地望着风疆 态度跟刚才有很大的区别 风疆感受到了我的这种变化 眉头微皱 问道 你刚才一直都是在故意对我示弱 你就是想把我引到这里来 我冷笑 看来你并不傻嘛 没错 我就是故意示弱 故意把你引到这里来的 风疆没有愤怒 依旧很自信 冷笑 这是你给你自己挑选的坟墓 我想你肯定不会有意见的 小法师 记住了 明年的今天是你的忌日 不要弄错了 我冷笑 风疆这种自信让我有些恼火 不过自信过头了 那就是自大 也就是我的机会 我并没有被风疆的话语给激怒 而是淡淡道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期待一下 这里到底是给谁挖的坟墓 我猛的一跺脚 大喝道 起阵 随着我的话音落下 猴子在暗中 立马按照我的布置起阵了 羞 羞 一根根红绳 从地下弹射而起 将小院给封死了 叮铃铃 一支支震魂铃被放了出来 叮叮当震魂的声音 响彻黑暗 呼 一盏盏油灯被点燃 布置在小院周围 组成了法阵 风疆望着 把他笼罩起来了的法阵 眉头微醋 他眼中闪过一抹忧虑 并没有最开始那份自信了 我大笑 刽子手 你猜猜我的这些布置 能不能要了你的命 哼 雕虫小剑 风疆冷笑一声 挥动鬼头刀 向周围斩去 想要破开我的法阵 我挥动小魔剑抽动 小魔剑落在一根红绳上 顿时红绳颤动 金光闪烁 猴子 在暗中操控着法阵 红绳快速游动 变换位置 天罡浮 我心中一声大喝 五道天罡浮向风疆飞了过去 阻止他挥刀劈我的法阵 给我滚开 风疆怒吼 鬼头刀上幽光大圣 鬼气四溢 狠狠斩在了 我的天罡浮上 碰 五道天罡浮被风疆同时打爆了 然而 有了这五道天罡浮的抵挡 风疆那一刀 也没能斩在我的布置上 我脚步错开 冲到风疆面前 灰剑就抽 死 风疆大吼 鬼头刀向我劈来 我没有闪避 小魔剑迎向了他的鬼头刀 刚才在那老宅中 我一直都是示弱 并没有爆发出我全部的法力 我也想看看 我到底跟这恶鬼相差有多远 大案 鬼头刀斩在了小魔剑上 爆发出了巨大响声 正邪两股力量相互冲撞 这个冲撞持续了三秒钟 我身体一晃 并没有被冲击的量枪 向后倒退 我冷笑 风疆 你也不过如此嘛 想要杀我 你还得再努力吧 风疆气急败坏地怒吼 小法师 你不要太得意了 刚才那一击我根本就没有用全力 我若是用全力 你觉得你 还是这个结果吗 再来 风疆一声咆哮 再次挥动鬼头刀 向我斩来 这一次的力量 明显就要 比刚才大很多 我眼中闪过一缕金光 左手一翻 挤到黄浮 被我握在掌心 风疆的法力明显高于我 这次他是认真的 我脑子有病 才会跟他硬拼 在我挥减迎上去的时候 藏在暗中的猴子也在行动 他在快速变换法阵 准备着雷霆一击 去死吧 法师 风疆大吼 鬼头刀上 骤然爆发出强烈黑光 我没有去硬拼他的这一刀 而是在降魔剪 即将迎上去的刹那 我脚步一动 身体猛地错开 左手握着的黄浮 轰了出去 也是在这个刹那 猴子主导着法阵轰击了 周围的红绳 全都向风疆缠去 震魂灵疯狂摇动 用声音来对风疆进行压制 呼 漫天的大网飞出 直指风疆 不仅如此 还有大量的黑狗血也向风疆泼去 所有的攻击都爆发了出来 此时战斗才刚开始 风疆的警惕性还没有那么高 战斗久了 警惕性变得更高了 那时候再想用这些阴招就有些晚了 风疆怒吼 曲曲小道 奈何不了我 鬼头刀落下 我拍出去的黄浮被他劈爆开了 黄浮消耗了他一部分力量 红绳飞射 瞬间把风疆给缠住了 啪 大网落下 把风疆包裹在了其中 啪 黑狗血 童子尿等致阳之物泼下 把风疆淋得一个正着 这些攻击是一连串的 同时发作 速度很快 直接让风疆一个措手不及 风疆被困在了里面 大量的鬼气被打散了 望着被困住的风疆 我眉头紧锁 紧盯着前方 并没有掉以轻心 风疆是鬼魅集的恶鬼 没有这么容易死 我也没有想着 凭借这点攻击 就能灭了他 我快速向暗中做手势 攻击不能停 猴子收到了我的指示 继续出手 所有的布置 全都倾泻而出 咻 一根根桃木钉 化为箭矢 飞快向风疆射去 风疆正处于被困住的状态 所以这些桃木钉 全都是准确落在他身上 猴子一番倾泻 百发百中 风疆好像被打死了 没有新的动静 怎么回事 望着没有任何动静的风疆 我有些纳闷 难道就这样 把他给灭掉了 猴子在黑暗中 看得也很纳闷 忍不住喊道 老林 那刽子手被打死了吗 我眉头微皱 袖子一挥 静仙出来了 去 看他死了没有 我对静仙命令道 静仙快速上前 他刚摸到风疆面前 我就感受到 一股强烈危机 大吼道 小心 退 哼 我话还没有说完 一声巨响 被困住的风疆冲了出来 困住他的东西 全都被炸开了 他破了我们的攻击 你们 该死 风疆气急败坏地咆哮 他虽然破了我们的法阵 但他也变得狼狈了起来 身上出现了不少的伤口 已经受伤了 站立无法保持在巅峰 给我去死吧 风疆大吼 灰刀劈向了静仙 静仙快速退避 身上闪起了一道白光 那是静光束 哄 鬼头刀斩在静仙身上 静仙闷哼一声 在地上翻滚了几圈 逃走了 有静光束 替他抵挡了一下 并没有受伤 我望着一身狼狈的风疆 冷笑道 柜子手 你也不过如此吗 你已经受伤了 风疆吼道 你们这该死的东西 只会用这些歪门邪导 我是柜子手 今天我就砍掉你们的脑袋 风疆身影一闪 然后就消失了 我一惊 这家伙隐身了 我急忙用灵童之眼看去 勉强看到了一道残影 他在快速移动 下一秒 我眼皮狂跳 大猴 猴子 小心 他去你那里了 柜子手 给老子回来 我猛地挥手拍出 一把黄符 向风疆的后背轰去 这该死的东西 放弃了进攻我 而且选择这时候 对猴子进行袭杀 风疆的速度太快了 眨眼间就冲到了猴子面前 我想要救援 已经来不及了 静仙大吼了一声 已经冲过去救援了 即便静仙的速度不慢 但还是来不及救援 风疆已经到了猴子面前 面对风疆这突然轰杀 猴子没有慌乱 大吼一声 将手中最后的黑狗血 泼了出去 风疆一声咆哮 张嘴一喷 一股鬼气喷涌而出 瞬间就把黑狗血给吹飞了 没有一滴落在他身上 请神上圣 猴子察觉到了危险 没有犹豫立马请金刚神上身 金刚神之怒 猴子怒吼 挥动金刚楚 向风疆轰去 见到猴子的操作 我眼皮狂跳 风疆的法力很强 猴子即便请神上身 也不是他的对手 跟他硬拼 不仅逃不到任何的便宜 而且还很有可能 被风疆一刀给斩了 然而 风疆已经把他逼到了这个份上 他不硬拼 已经没得选择 逃又逃不掉 不可能站在那里 让风疆白白地轰杀 风疆见猴子向他轰来 顿时脸上露出一个残忍的笑容 受死吧 他大吼 鬼头刀毫不犹豫地劈了下去 这一幕看得我焦急无比 我距离猴子还有断距离 没法及时救援 只能用黄符轰杀 等风疆的鬼头刀落下 猴子即便不死 大半条命也没有了 那跟死了不会有太大区别 就在这危急关头 喵 一道白光从我身后冲起 化为一道白色闪电 迅速冲到了猴子身边 在这一刻 白灵动了 白灵在风疆的鬼头刀落下之前 冲到了猴子身边 他那瘦小的身躯 爆发出了极强的力量 直接把猴子撞飞出去了五六米远 哄 风疆的鬼头刀斩了下来 落空了 喵 白灵生气地怒吼了一声 双眼紫金光芒大胜 他全身毛发竖起 尾巴高昂 一副要跟风疆干架的架势 见到猴子被撞了出去 我长松了口气 哈哈大笑道 白灵 干得不错 回来吧 猴子现在还能完好无损地站着 这还多亏了白灵 白灵说好了不帮我 但现在果断地 义无反顾地冲过去 救了猴子一命 让人的心很暖 有了这个空隙时间 静仙已经冲了过去 我也到位了 风疆见猴子 竟然被一只猫给救了 很是愤怒 低沉咆哮 我笑着对白灵道 白灵 不要生气 我来对付他 喵 白灵又对风疆叫了一声 纵身跃入了我背包里 我眼角的余光 瞟了猴子一眼 笑道 猴子 你得多感谢公主救了你一命 否则你就死定了 猴子也感觉一阵后怕 刚才他站在风疆面前 已经感受到了死亡的味道 他甚至已经抱着必死之心 他也知道 刚才的情况有多危急 猴子大声道 公主 多谢你救了我一命 以后你的伙食我全包了 你要吃什么 我就给你做什么 白灵抬头 眼中露出巨傲之色 很是臭屁道 如果不是看在 我还要你给我做肉肉吃 我才不会救你呢 猴子自然听不到白灵的话 我则是哈哈笑了起来 明楼说 不惜一切代价留下白灵 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题 这么快就救了猴子一命 风将怒猴 别以为有一只猫腰帮忙 就可以引我 那是痴心妄想 那只该死的猫腰 竟敢坏我好事 我要包了你的皮 白灵听到这话怒了 跳到我肩膀上 伸出猫爪指着风将 怒道 该死的恶鬼 竟敢辱骂本公主 马上本公主就要让你 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丁灵给本公主杀了她 本公主要把她给吃了 我大笑着向风将扑去 何耻道 风将 你竟敢看不起白灵 你完了 我跟风将展开了正面厮杀 猴子嘀吼一声 手持金刚杵 绕到了风将背后 竟先咆哮 手持弯刀 在我身边打辅助偷袭 风将吼道 不过是三只蚂蚁而已 你们以为能杀得了我吗 我喝道 柜子手 你不要太狂妄了 最后我们兄弟俩 必定会剁了你 我全力施展 招架住了风将的鬼头刀 他的七成攻击 都由我来抵挡 剩下的三成 由猴子和靖先来对付 战斗瞬间就进入到了白热化 从一开始 我们就拿出了最强的杀招 刚才风将已经受了一些伤 已经把他的战力 从巅峰位置打了下来 这给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 不得不说 风将这鬼魅集的恶鬼 不是开玩笑的 凶猛的一塌糊涂 即便我们三打一 也没办法将它彻底压制 它一直都是处于反压制的状态 也就是说 它一打三 一就是处于上风 我心中骂道 这柜子手 真是强大的变态 这样下去 我们迟早会落败的 这个局面对我们非常不利 我脑海中的思绪快速转动 寻找破敌之法 猴子就只有五分钟时间 每耗一分钟 他的力量就要落上一分 三分钟过去了 战局还是没有发生改变 风将越战越猛 风将鸣笑 即便你们三只蚂蚁 联手又如何 一样只有死的份 猴子充满了焦急 一边拼命攻击 一边大吼道 老林 这恶鬼太邪乎了 现在该怎么办 此时此刻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所有的阴谋诡计 都是浮云 实力相差太大 这是硬伤 现在这局面 即便我使用斗字真言 不仅无法打败 风将 反而还会加速我们的死亡 正当我焦急万分的时候 一道白光 从我身后冲起 化为白色闪电 扑向风将 白灵出击了 他一出手 就是雷霆之势 他的双眼发生了变化 不再是紫金二色 而是赤红色 喵 白灵一声咆哮 笔刀 还要锋利的爪子 狠狠地从风将身上划过 风将没能躲开 白灵的攻击 直接被打得一个正正 哦 风将顿时发出凄厉惨叫 浑身颤抖 对我们的攻击都停止了 白灵一击变退 迅速回到了 我背后的背包里 我岂会放弃这个机会 心中大吼 杀 风将被白灵打伤了 正私心地痛着 防御力为零 正是我们进攻的好时机 猴子和静仙 也抓住了这个机会 不顾一切的进攻 风将一边倒退 一边怒吼 他身上的伤 让他疼痛无比 已经没有气力 去抵律我们的进攻 我注意到了 风将身上的伤口 一阵心惊 刚才白灵在他身上 留下了两道爪痕 按理说他是恶鬼 能够承受住 很大的物理伤害 一般的物理伤害 他根本就不会在意 然而 白灵刚才那两爪子 却是给他带来了 巨大的伤害 白灵那两爪子 落在他的胸膛上 伤口很深 要是个活人的话 估计内脏都流出来了 风将是恶鬼 很深的伤口 对他来说不是事 要不了他的命 也不会让他如此难受 然而 白灵除了在风将身上 留下了很深的伤口外 在那两道爪痕上 还燃烧着一股白色火焰 正是那股白色火焰烧的风将 几乎崩溃 他双手不停地拍打着胸口 森森鬼气向伤口中灌去 想要磨灭那白色火焰 白色火焰十分顽固 好似石骨之火 即便被风将凶猛拍打 也没有熄灭的迹象 看到那白色火焰 我很是吃惊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居然有如此力量 我心中自语道 白灵果然非凡无比 居然可以对恶鬼 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我一手会向魔剪 一手猛地拍黄符 双手出击 疯狂地对风将进行轰杀 两分钟 足足有两分钟 在这两分钟里 风将一直都是处于 被我们轰杀 他无力反击的状态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两分钟 在这两分钟里 风将受了极重的伤 他的法力快速衰弱 猴子的时间也到了 他大吼一声 老林 金刚神之怒 猴子挥动金刚蜀 对风将展开了最后一击 哄 一击落下 打得风将猛地颤抖 差点摔倒在地 在这个时候 我也加速了攻击 打得风将惨叫一片 猴子一击轰下 迅速向后倒退 跌坐在黑暗中 静仙 加把劲 弄死他 我大吼 我和静仙对风将正面厮杀 这风将 像是打不死小强一样 即便被我们打得 亮强倒退 依旧没有倒下 更糟糕的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伤口上的白色火焰 再逐渐熄灭 马上就会被他彻底磨灭干净 又过了一分钟 吼 风将一声咆哮 鬼头刀斩下 劈向了静仙的弯刀 静仙闷哼了一声 被那股强大力量轰击 飞了出去 鬼子手 给我去死吧 我怒吼 降魔剪上金光大圣 疯狂刺向风将 风将感受到了危机 大声咆哮 鬼头刀向我斩来 当 鬼头刀斩在了 我的降魔剪上 一股强烈的鬼气 顺着我的降魔剪蔓延而来 我猛地跺脚 大猴 给我破 降魔剪金光刺目 阳火缭绕 将那股鬼气给烧尽了 在这股冲击下 我的身体猛的一阵 迅速被我定住了身形 并没有向后倒退 风将在我这一击下 却是倒飞了出去 一连退后了七八步 这个情况 让我眼睛一亮 哈哈大笑 风将的状态不行了 已经开始被我打退了 距离我打败他已经不远了 被轰飞的静仙 在地上一个翻滚 又手持弯刀扑了上来 静仙 回去 我喝道 风将的状态不行了 用不着静仙来凑热闹 猴子现在处于闲者时间 为了防止意外 身边需要有个保护 风将高举鬼头刀 双目赤红 大吼道 法师 即便你使用这些诡计又如何 你是斗不过我的 今晚 我一定要用我的鬼头刀 把你的脑袋砍下来 我哈哈笑道 柜子手 你现在不过只剩下五成法力而已 还想打败我 痴心妄想 风将咆哮 即便我没有在巅峰时刻 我也一样可以杀了你 风将疯了 双手持鬼头刀 卷起漫天鬼气 不顾一切地向我冲来 我瞳孔微缩 在他的这种疯狂状态下 他的法力居然又有所提升 从五成到了六成 操 真他妈的变态 我在心中咒骂了一声 踢着翔魔剪淫了上去 我们站在了一起 虽然没有弄出山崩滴裂的场面 却也是凶行无比 我们每一击都是最强的攻击 每一击都想把对方击杀 虽然此时的战斗 我是压着风将打 但却遭受到了他顽强的抵抗 想要把他降服 还需要一些时间 没有人说话 都憋着一口气 都在寻找一切机会干掉对方 这一抖十分钟就过去了 哄 我一剪抽出 把风将抽翻在地 风将 受死 我大吼 一把天罡烈火符拍了出去 风将艰难挥动鬼头刀 勉强把我的天罡烈火符打飞 我大笑 风将 认输吧 你不是我的对手 风将身上的伤已经够多了 他的法力不足三成 再逗下去 他是死路一条 风将撑着鬼头刀 从地上爬起来 恶狠狠地盯着我 咆哮道 法师 我还没有说 你想要我死 没有那么容易 要死 我们也一起死吧 风将笑了 笑得十分恶毒 在他眼中流露出了邪恶的光芒 在这一刻 我心里突然一个机灵 一股危机感 莫名地就笼罩在了我心头 不好 这柜子手要使坏 我心中惊呼 他可能真的 要使用什么邪术 跟我同归于尽 我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我叮铃怎么能跟一只恶鬼 同归于尽 在这一刻 我没有丝毫犹豫 在心中大吼一声 抖字真言 到了这个关键时刻 我没再犹豫 果断地下杀手 祭出了我的底牌 在我左手掌心黑光一闪 一块龙铃出现了 抖字真言爆发 翔魔剑轰了出去 金光格外的刺目 不 不可能 风将感受到了这股力量 激动地大吼了起来 法师 给我去死 他咆哮 双手持刀向我劈来 哄 我的翔魔剑轰出 漫天金光 把它给淹没了 这一击过后 我也进入了虚弱期 将会没有反抗之力 我用翔魔剑撑着身体 紧盯着前方 不知道风将死了没有 几秒钟后 金光消散了 看清楚眼前的情况 我惊呼了起来 这 怎么会这样 金光散去 风将的身影显化了出来 我的斗字真言 并没有把它轰杀掉 它还活着 见到还活着的风将 我心情一片沉重 大喝道 静仙 我已经动用了斗字真言 现在虚得很 没有任何反击之力 风将还活着 猴子也倒下了 我只有倚靠静仙 静仙是我最忠实的鬼仆 对我的命令 自然是言听计从 瞬间就出现在了我面前 紧握弯刀 虎视单单盯盯着风将 风将颤巍巍地 从地上爬起来 握着鬼头刀 无比怨恨地望着我 该死的小法师 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绝招 如果我不是有护身符护体 刚才就已经被你打死了 说话间 风将从衣服里 扯下了一个破碎的黑服 见到这一幕 我是一阵乌语 一个恶鬼 居然也有护身符 我心中一声长叹 事先没有搞到这个情报 如果我事先知道这个情报 一定会先想办法 拿掉他的护身符 再用斗字真言轰杀他 那样一来 肯定可以将他干掉 可惜 现在没有机会了 我在短时间内 根本就没办法两次使用斗字真言 我急忙低声呼喊 白灵 白灵 白灵一点反应都没有 自从他对风将来了两爪子 钻进背包里后 他就没动静了 好像已经陷入了沉睡 这情况让我心里又是一尘 如果白灵没事 他应该可以将这种状态下的风将干掉 风将一步步向我走来 脸上露出争鸣笑容 小法师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挣扎的力气了 你太心急了 如果你再等一会使用你的绝招 说不定你就赢了 既然你已经没有力气了 那么 你就死吧 好 静仙咆哮 弯刀高举 风将对静仙很不屑 讥讽笑道 小鬼 你这点下三乱本事 就不要在我面前献丑了 我一巴掌就可以拍死你 杀 静仙大吼 没有被风将吓唬到 直接冲了上去 风将很不屑 随意挥动鬼头刀斩去 我紧盯着静仙的动作 我很想知道 风将还剩下多少法力 风将的鬼头刀斩在了静仙的弯刀上 静仙的身体一颤 并没有被打飞 反而风将则是站立不稳 差点就摔倒在地 这情况让我大笑了起来 即便风将没死 他的法力也没剩下多少了 猴子 还能动吗 我扯开喉咙大喊 老林 我还能动 猴子趴着墙壁 颤巍巍地爬了起来 快 启动最后的法阵 把这里封起来 不要让他逃跑了 我大猴 猴子趴着墙壁向前爬去 跌倒了好几次 终于走到了阵眼前 给我起 他咬牙大吼 将我不知的最后一层法阵 给启动了 顿时小院周围金光闪烁 彻底将这院子给封印了 望着法阵启动了 我咧嘴笑了起来 恶狠狠地望着风将 该死的刽子手 你逃不掉的 等着受死吧 风将现在是强弩之末 静仙差不多可以把他打败 即便静仙万一输了 风将也休想逃离这里 静仙跟风将战斗在了一起 他们两只鬼都在拼命 都想把对方干掉 几分钟后 静仙的弯刀 劈进了风将的身体里 风将的鬼头刀 也砍在了静仙的身体上 静仙闷哼一声 被轰飞了 风将怨恨地望着我 怒吼道 小法师 今天我就放你一马 此仇若是不报 我就魂飞魄散 放完了狠话 风将就准备逃跑 即便看起来 我像是不行了 风将也不敢冒险 他害怕有诈 害怕我将他永远留在了这里 此时若是不走 他再想走 就没机会了 望着准备逃离的风将 我眼中闪过一抹利色 划开手指 用血液在降魔剪上 画了一道符录 风将冲到了门口 正准备逃出去的时候 一阵金光荡漾 直接把他给打飞了出去 死 我大吼 猛地挥手 全身力气都用了出来 咻 降魔剪被我投掷了出去 化为一道长枪 飞快向风将射去 不 风将见到降魔剪飞来 已经无力抵挡 只能是私生尖叫 艰难地移动 想要避开 降魔剪已经被我施法锁定住他了 他是避不开的 不 降魔剪落下 如同长红灌日 直接定穿了风将的身体 把他来了一个透心凉 直接把他定在了地上 风将惨嚎 绝望地挣扎 降魔剪定穿了他的身体 他没法动弹 也没法顿走 只能就那样被定在地上 见到这个情况 我咧嘴笑了起来 躺在地上 大口喘息 在我们这个团队相互配合 相互拼命下 最终还是我们赢了 今晚很惊险 这个嫌我赌赢了 我们都活着 两个小时后 我的虚弱气过去了 猴子也恢复了 老林 我没事 你怎么样 猴子问道 我也没事 我笑着说 两人对视了一眼 哈哈大笑了起来 我小心翼翼把背包打开 白鳞蜷缩在一起 还在沉睡中 猴子小声道 今晚上多亏了白鳞 否则就要坏事了 我点头 是啊 如果没有白鳞那出其不意的攻击 必定会是另外一个结局 我没有吵醒白鳞 轻轻把背包背了起来 她现在可是名副其实的公主 我望着身体破烂的静仙 一阵无奈 自从我把静仙收为鬼仆后 她不是在受伤中 就是在受伤的路上 都没有几天好的 静仙 辛苦你了 我说道 把她拉了起来 静仙恭敬道 主人 我是你的仆人 应该的 我点点头 将她收入皇府中养伤 我和猴子来到了枫江面前 枫江被钉在地上 很是不甘心地望着我 猴子咧嘴问道 老林 怎么处置这个家伙 我脸上露出灿烂笑容 悠悠道 这个柜子手 差点就把我们给杀了 这个仇不得不报啊 先把她打一顿 出一口气 然后再把她收为鬼仆 风江可是鬼魅级的柜子手 比我还强 收为鬼仆 这是大大提升了我的实力 杀了实在是太可惜了 也只有把她打成这个鸟样 才可以收为鬼仆 否则 我会被她反噬 对于我的这个主意 猴子非常赞同 开始在风江身上疯狂输出 风江的惨叫声响彻黑夜 等风江被我们暴打得 只剩下半条命后 我们俩才停手 我对风江施下七约法咒 把她变成了我的傀儡 风江从地上爬了起来 恭敬地站在我面前 低声道 主人 我笑着点头 说道 柜子手 以后你就跟着我好好干 只要你给我卖命 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我取了一道皇服 把风江给收了 猴子 把小院的痕迹清除了一番 我们这才从小院中出去 刚出去 就看到许颖在那里来回走动 脸上充满了焦急和不安 我惊一道 许颖 你一直在这里等我们吗 许颖急忙跑了过来 目光落在猴子身上 问我 定灵 你们没事吧 我都担心死了 我笑着说 我们能有什么事 你们聊 我去前面等你们 许颖关心的是猴子 我可不会傻乎乎地 在这里做电灯泡 没一会 猴子就过来了 见他那眼角的喜色 我笑骂道 你这家伙 可不要有了女人 就忘了兄弟 猴子急忙拍着胸膛 一脸认真地说 老林 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永远都不可能做那样的事 我哈哈笑了起来 搂着他的肩膀道 人家许颖 是不是在这里等了一晚上 瞧瞧把人家担心成什么样了 你应该多陪他一会 我和猴子 到了封疆藏身的那栋老宅 在那老宅里 有他关押的一些魂魄 我们全都给放走了 我有跟封疆了解过 他之所以这么久 都没有主动对我出击 那是因为 他担心 我身边有高手暗中守护 害怕钻进了我的圈套中 封疆说 他在五十年前 被一位高手追杀过 差点就挂了 他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所以才会如此小心谨慎 今晚我主动出击 彻底激怒了他 所以他就暴躁了 然后就被催了 过程虽然有些凶险 但这只鬼魅级的刽子手 终于是被我们拿下了 封疆是我对付的 第一只鬼魅级恶鬼 真的很强 这次我们不死是我们运气好 我们不会一直有那样的好运气 所以 在实力没有提升上来之前 还是尽可能地 不要去招惹这种大家伙 回家的路上 猴子问道 老林 我们收服了封疆这个恶鬼 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很多功德 那我们的法力 是不是可以晋升了 我摇头 修到如溺水行舟 法力哪里有那么容易晋升的 否则岂不是人人都成高手了 猴子嘿嘿一笑 没再说这个话题 这次我们干掉了封疆 的确是得到了不少功德 但距离法力晋升 还有些距离 法力越高 晋升就越困难 要有一颗坚定的信念 才可登陵大道 我们的法力 虽然没有晋升 但受了一只鬼魅级的鬼仆 意义非凡 回到了家里 我把白灵小心翼翼抱到了床上 这小家伙爆发了一击 沉睡了这么久 他的那种攻击力量 虽然很强 但也有很大的后遗症 他的情况跟我们差不多 这也暗和天道 这世上有得就有缺 没有什么事 可以做到十全十美 一直到了晚上 白灵才醒来 他睁开眼睛 露出紫金双瞳 张开嘴打了个哈欠 似乎是刚睡醒的样子 紧接着用爪子 揉了揉眼睛 那神情 那动作 就像是一个活人 见到白灵从房间里出来了 我笑道 白灵 你终于睡醒了 你可真能睡 喵 白灵朝我叫了一声 很是不满我的调侃 他迈着优雅的步伐 走到了我面前 然后跳到了 我肩膀上趴了下来 猴子咧嘴笑道 公主 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我想你一定饿了吧 我已经为你准备了顶级卤肉 请公主品尝 猴子 把他做的卤肉端了上来 还摆了几瓶二锅头 白灵本来是一副傲娇的样子 当他看到卤肉时 顿时眉开眼笑 喵 立马从我肩头跃下 大块躲一 白灵胃口一直都很好 一顿风卷残云 吃撑了 拖着圆滚滚的肚子 趴在我怀中 我摸着他的脑袋问道 白灵 你那种攻击力很强 是不是有后遗症 白灵皱着小鼻子道 当然有后遗症 否则我也不会睡那么久 那个恶鬼杀了没有 他现在在哪里 让我给吃掉 我笑道 放心吧 有你的相助 那恶鬼已经被我们给降服了 不过不能给你吃掉 因为我已经把他收为了鬼仆 白灵见不能吃掉风疆 一点都不开心 闹起了小情绪 我笑道 下次点你吃 你要吃多少 就让你吃多少 越跟白灵接触 就越发现 他像是一个傲娇的女孩子 女孩子各种情绪 脾气 他都有 在我一番安慰下 白灵终于破体微笑了 向我挥舞着小爪子 喵 家里有了白灵 这个小家伙 增添了很多乐趣 不过 白灵依旧不跟猴子玩 整天粘着我 我练功的时候 他就安静地趴在一旁睡觉 见白灵跑去完了 猴子低声 在我耳边道 老灵 白灵该不会是喜欢上你了吧 我滴个乖乖 你们这是人寿恋啊 高级恋情啊 猴子的话音还未落 啪 一颗大枣飞了过来 砸到了猴子脑门上 猴子怪叫一声 急忙跑到了一边去 白灵从角落里走了出来 朝猴子挥舞着爪子 眼中露出了威胁之意 猴子神色一僵 甘笑道 那啥 我突然记起来 我还有事没做 我去忙去了 他害怕白灵收拾她 赶紧溜了 我若有所思地望着白灵 问道 白灵 你为什么就这么喜欢 黏着我呢 你该不会是真的 喜欢上我了吧 我可告诉你啊 我的取向可没问题 说到一半的时候 我也闭嘴了 因为白灵正气鼓鼓地望着我 我要是继续说下去 他肯定会对我出手 好汉不吃猫亏嘛 白灵摇晃着尾巴 跳到了我肩膀上 哼道 本公主黏着你 那是你的福气 本公主是瑞瘦 别人想要我黏着 我都不乐意呢 我黑黑笑了起来 心中有些想法 我是龙生子 对这些妖精邪妹 有着致命的诱惑力 白灵也许闻到了 我身上的一些气息 所以愿意黏着我 我心中嘀咕着 瑞瘦 瑞瘦不是麒麟吗 难不成你这小猫咪是麒麟 欢快的日子过了两天 中午的时候 有客户上门了 一个中年女人 带着一个小男孩 进门就跪了下来 失声痛哭 说她女儿死的冤 请我主持公道 猴子急忙把女人拉了起来 我把那小男孩抱了起来 我安慰道 大婶 你不要哭 有什么事 你可以慢慢说 只要我能帮得上的 我一定会一不容辞地帮忙 女人进来 我第一眼就看清楚了她的面相 是一个善良 穷苦 老是本分的女人 这是我们大厦广大女性的一个典型代表 女人嘴巴扁着 止住了哭声 眼泪一个劲的花花流 她从里面衣服口袋里 摸出了一个塑料袋 塑料袋层层叠叠 打开里面装着的是一叠钱 女人把这叠钱递到我面前 哭着说 法师 我是我所有的积蓄 不知道够不够请法师 如果不够的话 我就回家卖牛 我一定会凑起法师的酬劳 见到女人这样子 我心里也不是个滋味 在这一刻 不受控制地想到了我妈 我们现在手上有点积蓄 收不收她的报酬都无所谓 我本想说不要 但看到 女人眼中的那份期盼 我还是拿了一张最大的 轻声道 大神 这一张就够了 其余的你都收起来吧 女人愕然地望着我 万万没想到 我就只要一张钱 她想要说话 我挥手道 大神 这就是我的收费价格 如果不够的话 我再找你要也不迟 女人双手合十 颤抖地向我道谢 我在这女人身上 看到了坚强和无奈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 她肯定不会来找我 我朝猴子使了个眼色 猴子带着小男孩 去一边玩了 我倒了杯水递给女人 坐在她对面 轻声道 大神 我叫丁玲 我现在已经收了你的报酬 有什么事 你就大胆地说吧 女人背过身去 用袖子使劲地擦了擦眼泪 回过头红着眼睛 对我说 法师 我是小李春的方琴 我女儿死了 不明不白地就淹死了 我好心痛 我想请法师 给我女儿讨一个公道 说着 方琴的眼泪又流了出来 心中悲伤至极 想要给我磕头请求 被我拉住了 我沉声道 方婶 还请你把情况 讲得更详细一些 你说你女儿淹死了 她是怎么淹死的 你是认为这里面有冤情 方琴捂着嘴巴哭泣道 法师 我女儿叫小翠 今年有十岁了 半年前的中午 她吃完午饭去学校 到了晚上都没有回家 我去问老师才知道 小翠下午都没有去学校 当时一听我就慌了 小翠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 根本就不会逃学 她下午没去 肯定是出了什么事 当时我心里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四处寻找 最后半夜里 我在一个水库里找到了小翠 我女儿已经淹死了 方琴说到这里 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 好好大哭 好好的一个女儿 就这样没了 做母亲的 哪里能不伤心 我没有催促 在一旁安静等待着 过了一会 方琴擦干眼泪 嘴唇颤抖着 我家小翠淹死的那个水库 距离她去学校的路 有好几里远 小翠是个听话懂事的孩子 上学的时候 她绝对不可能去那水库里玩 我不相信我家小翠 是跑到水库玩落水淹死的 她的死肯定 另有其他的原因 可是 可是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 小翠已经死了 没有人告诉我真相 村里人都说 小翠是自己 玩水淹死的 我没办法 我真的没办法 只能含泪把她给葬了 方琴气不成声 悲伤之情 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我沉声道 方琴 你的意思 是让我查你女儿落水的真相 方琴有些激动地望着我 哭着说 法师 我女儿已经死了半年 但是在一个星期前 有人看到 我女儿了 方琴这话 让我心里一惊 急忙问道 别人是在哪里 看到你女儿的 人死了半年 一个星期前 居然被人看到了 这就有些吓人 方琴哭着说 就是在她淹死的 那个水库看到的 有人晚上路过那水库边 看到我家小翠 正坐在谁里写作业 不止一个人看到 她坐在谁里写作业 好几个人都看到了 他们说 那就是我女儿 听到方琴这话 我身上顿时起了鸡皮疙瘩 我深吸了一口气 淹死半年的亡人 现在看到在谁里写作业 这事儿透露着一种诡异 方琴继续哭着道 当时我听到别人跟我说 看到小翠在谁里写作业 我就跑去水库边守着 我接连守了好几天 连我女儿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法师 我相信 真的是我女儿回来了 我女儿这是有冤屈 她这是回来 想要找人给她伸冤啊 法师 求求你给我女儿伸冤 我女儿是被人害死的 法师 我给您磕头了 只要您能给我女儿伸冤 哪怕我是砸锅卖铁 我也要凑齐你所需的报酬 方琴又要给我磕头 被我拉住了 我沉生道 方琴 我是开门做生意的 你既然找上门来了 那我就没有拒绝的道理 更何况 我还收了你的报酬 这样 我先准备一下 然后马上给你回家看看 方琴哭着双手合十 向我道谢 我把猴子喊来了 在房间里 跟她把事说了一下 猴子惊呼了起来 妈呀 居然坐在水里写作业 老林 不要这么吓人啊 我轻叹道 你所害怕的鬼 是别人最想见的人 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猴子重重点头 我这就收拾一下 我们马上出发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我们就出发了 白玲钻进我背包里睡觉 在路上 我了解了方琴家里的情况 她男人几年前就死了 是她一个人 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方婶 又怀疑 你女儿是被什么人害死的吗 我问 方琴摇头 说她是老实人 在村里连跟人脸红的事 都没有发生过 不存在跟人结仇 她也不知道 是谁害了她女儿 方琴即便没有证据 也一直坚持 她女儿是被害死的 态度十分坚定 说这是她做母亲的感觉 我们开车出了龙江城 快速向小里村赶去 刚出龙江城没多久 路过一个偏僻的路口时 突然从斜地里 冲出来了一只野猫 那野猫冲过来的速度很快 直接向我们的车冲来 猴子根本就来不及 做任何措施 啪 野猫撞在车上 直接爆了 猫血都飙射到了挡风玻璃上 这一幕 把猴子给整愣住了 它转头望着我 望着前方的情况 我眉头微调了起来 在这一刻我心中 突然就生出了一种 不好的预感 猴子见我眉头皱起 压低声音问道 老林 这 这不会有什么事吧 我快速掐指推算了一番 眉头舒展开 淡然道 没什么事 下去把玻璃擦一下吧 猴子见我这么说 没有犹豫 下车了 这一幕 可把方琴母子俩吓到了 方琴紧抱着儿子 颤声问道 发 发师 这不会有事吧 我笑着说 这能有什么事 不过是撞了一只野猫而已 白玲从包里探出了小脑袋 眼珠子鼓溜溜地转动着 我摸了摸他的脑袋 朝他做了个虚声的手势 猴子围着车子转了一圈 然后朝我做了个手势 我也下车了 问道 猴子 怎么了 猴子在我耳边压低声音说 老林 那只野猫的尸体不见了 我目光顿时一凝 快速围着车子 找了一圈 果然 地上只有血迹 没有看到那野猫的尸体 刚才撞车的那一刹那 我看得很清楚 那是一只体型硕大 双眼泛红 全身黑毛的野猫 撞车的刹那 野猫的尸体 就被卷到了车底 现在车底只有血液 别说尸体 连一根猫猫都没有看到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那野猫的尸体 怎么会不见了 刚才明明把他撞得爆开了 难道他还没死 自己逃跑了 猴子神色严肃 小声说 老林 这是诡异啊 我们这次出行 似乎不顺利 猴子眼角余光 看了车里的方秦母子俩一眼 用着更低的声音说 老林 我们现在可是出了龙江城 那方秦有没有问题 他会不会是故意编出一个 凄惨的故事 来骗我们出来 我拍了拍猴子的肩膀 说道 猴子 不要想太多了 免得钻牛脚尖 我们上车 继续前行 猴子擦干净了车上的血液 继续上路 我很理解 猴子刚才说的话 他这是 对我的深深关切 才会脑洞大开 想得有些深入 我相信我的直觉和判断 方秦没有问题 猴子是想多了 因为发生了刚才那样的事 后面的路猴子 开车很小心 速度也慢了下来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驶 我们来到了李家村 方秦急忙把我和猴子 迎进家里 刚一走进他家里 我神色微动 因为我在这家里 感受到了一股怨气 我的目光快速在 方秦家的香岸上扫了一眼 香岸上的气息 也有些不对劲 上面同样是 缭绕着一股怨气 我心中低于 如此大的怨气 看来那个孩子有冤在身 真的有可能是被人害死的 方秦准备去 烧水给我们泡茶 被我白手制止了 说不用那么麻烦 方秦 你女儿生前是睡哪个房间 我能进去看她吗 方秦急忙把我带到一个房门前 说道 法师 小翠生前就是住这房间 他本来是和他弟弟一起睡的 出事后 弟弟就跟我睡 这房间 也就再也没有人住过了 我点头 推开门进去了 再进到房间的那一刹那 一股更强的怨气 在房间里涌动 我在房间里走了一圈 手指不经意地从墙角划过 一根长发 被我夹在手指间 我转了一圈就出来了 方秦急忙询问道 法师 不知道您看出来什么没有 我看了方秦一眼 陈生道 方秦 你得有一些心理准备 方秦身体一个亮腔 脸色顿时变得惨白 用手扶着椅子 颤声道 法师 您说 我能有心理准备 我陈生道 实不相瞒 自从我进到你家里来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了一股怨气 刚才我在你女儿房间里转了一圈 我现在可以确定 这股怨气就是你女儿的 怨气 法师 这能够说更明白一些吗 方秦不解 而又焦急地问道 我轻叹了一声 低沉地说 有这么强的怨气 就说明你女儿有冤情 她心中有怨恨 她的确不是意外落水 而死的 扑通 方秦双眼发黑 晕倒在了地上 虽然对于这个结果 她心里一直有猜测 甚至心中一直认为 女儿是被人害死的 但 当这话从我嘴中说出来 又给了她一击重击 我是专业的 是权威的 从我嘴中说出来这话 就相当于是给这件事定性了 这个结果真的很伤人 她宁愿相信 自己的女儿是意外落水死的 也不愿意相信 是被人害死的 后者相比较前者 实在是太伤人了 我在方秦身上拍了拍 她很快就苏醒了过来 她激动着地抓着我的手 哭泣道 法师 求求您了 我女儿死得冤啊 请法师给我女儿一个公道 我把方秦拉了起来 安慰道 方秦 我来你家里 就是为了给你处理这件事的 这样 你告诉我 你女儿落水的水库在哪里 我想不去看看 方秦擦干眼泪 红着眼睛说 我带法师过去 这小里村的人 听说方秦找高人来了 顿时一些人都对我和猴子 投来好奇的目光 神色各异 有村里人跟我擦肩而过的时候 小声道 小伙子 那个女人脑子有问题 她就是个疯子 你不要管她 我有些诧异地望着那个老人 她怎么能这样说话 老人被我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嘀咕了一句 你爱信不信 不信拉倒 说着就加速离开了 我摇头 懒得理会 方秦把我们带到了出师的水库 指着一个角落位置 哭着说 法师 当初我女儿就是在那里发现的 我顺着方秦手指的方向看去 顿时脸色大变 此时太阳已经下山了 天色昏暗 方秦指的地方 在水库的一个角落里 距离岸边大概有两三米远 手电罩在水面上 泛着白光 就在我的目光看过去的刹那 我在水底看到了一道人影 那是一个小女孩 我看到她的时候 她正坐在水 小女孩虽然低着头 但我还是认出她来了 她就是方秦的女儿小翠 猴子注意到了我的神色 急忙询问 老林 怎么了 我朝她做了一个虚声的手势 用手指了指水底 猴子瞪大眼睛看去 一脸茫然 什么都没有看到 我正准备说话的时候 坐在水底写作业的小女孩 缓缓抬起了头 果真就是小翠 小翠望向了我 也不说话 我们俩相互对了两秒钟 我忍不住喊道 小翠 你是不是有什么冤屈 我是法师 你妈妈请我来帮你 你有什么冤屈 就跟我说吧 听到我的喊话 方秦顿时哭了 她虽然也看不到小翠 但从我说的话中 不难猜测发生了什么 她望着我所看的方向哭泣道 小翠 我是妈妈呀 妈妈好想你 你是不是有什么冤屈 你有冤屈你 就跟妈妈说啊 妈妈 哪怕是豁出去这条性命 我也要给你申冤 尽管方秦哭得是稀里哗啦 但水中的小翠 没有任何反应 她的目光就落在我身上 她这样看着我不说话 我也很无奈 我没有读心术 不知道她心里想了什么 我也有些纳闷 居然一来就遇到了小翠 这是原法吗 方秦哭喊了好几分钟 小翠依旧是无动于衷 没有丝毫的回应 我沉声道 小翠 你有什么冤屈就说出来 何必要这么折磨你妈妈 小翠依旧不语 我眉头微挑了一下 既然小翠没有任何回应 那我就亲自动手 把她控制住再说 小翠十分警觉 在我即将要动手的时候 她居然动了 身影一闪 直接从原地消失了 我的法咒落空了 小翠 不要走 我大喝 快速从袖子里抽出一根红绳 念了一句法咒 猛地将红绳打了出去 咻 红绳飞射 上面绽放着红光 飞快向小翠追去 呵 就在我的红绳 即将要缠住小翠的时候 小翠猛地一声咆哮 迅速钻入水中 避开了我的红绳 哪里跑 我大喝 迅速将背包解开 纵身跃入了水中 快速向小翠追去 老林 猴子惊呼 也想要跟着一起冲入水中 被我阻止了 也许因为我是在黄河边长大的 我的水性特别好 而且 每次下水的时候 我心中总有一种错觉 我好像天生就应该待在水里 从我记事起 我都没有学过游泳 第一次下水 是在我十岁那年 我妈把我带到了黄河边 当时正值大水期 黄河水满 我跳进水里就会游泳 没有人叫 就好像是一种天生的本领 小的时候 我悄悄跟村里的小孩比过 没有一个小孩游泳比我快 那些大人也不是我的对手 我再一次跃入水中 那种好像回到家的感觉 再一次来了 我奋力向前游去 用最快的速度 追击小翠 猴子站在暗地上惊呆了 我的妈呀 这才是老林真正的水星吗 他居然可以游得这么快 他 他这是人吗 无论小翠如何逃跑 我始终跟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 我大喊 小翠 你不必惊慌 我是来帮你的 你停下来 有什么事跟我说说 我帮你解决 无论我怎么大喊 小翠就是不理我 疯狂向前逃去 说句心里话 我也挺佩服自己的 小翠这可是水鬼 在水里是他的天堂 然而 他的速度 却是没有甩掉我 不要逃了 我大喊 冲到了小翠身后 手中的红绳一抖 迅速向他的脖子缠去 小翠尖叫 他也意识到 自己逃不掉了 我的红绳 马上就会把他捆住 然而 就在我的红绳 即将要把小翠捆住的时候 一道水浪突然从水底射起 把我的红绳给打偏了 让小翠逃掉了 一个浪花卷起 小翠的身影 消失在了浪花中 我灵须之眼打开 四处寻找 已经失去了小翠的踪迹 逃跑了 我眉头紧锁 沉默了一会 我低语 他这是被鬼给救走了 刚才那道水溅和浪花来的诡异 那不是正常的 在暗中 至少还有一只水鬼接应小翠 我有些遗憾地摇头 本来马上就要抓住小翠 结果被鬼救走了 让我心里很闹心 这时候 我听到了猴子的大喊声 老林 快上来 水深危险 听到猴子的喊声 我这才注意到 我已经游到了水库中央 这水库可大着呢 占地至少有十几亩 谁也很深 我什么游泳设备都没带 猴子担心是正常的 我朝猴子挥手 告诉他我没事 我深呼了一口气 纵身扎入水中 放开身心 跟着水波游动着 我很享受此时的感觉 那种被水包裹的感觉 就像是母亲的抚摸 很亲切 我心中地狱道 我是龙生子 我妈又是从水中来的 我妈难道真的是一位水博 水博 那是风水悬门中的一类一人 他们精修水道 可以在水中生活 如同鱼儿一般 当初我妈下葬的时候 就来了很多水博 给我妈送葬 很快我就游到了岸边 将脑海中的这些杂乱思绪 给甩开了 老林 接着 猴子急忙丢绳子给我 把我拉了上去 老林 你没事吧 上岸后 猴子关切问道 我能有什么事 好着呢 猴子先是仔细打量了我一圈 然后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老林 你真的牛 想不到你水性这么好 简直比专业潜水员都要牛 什么时候教教我呗 我笑了笑 没有过多的解释 关于我身份的事 猴子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我一脸遗憾道 可惜 让小翠逃跑了 猴子安慰 跑了就跑了呗 你已经尽力了 我们都看到了 我摇头说 本来我是可以追到他的 但水中有水鬼就走了他 猴子顿时惊呼 什么 水里面有其他的水鬼 猴子被我的话给震惊到了 一脸不敢置信地望着我 我朝他点点头 你没听错 他就是被水鬼给救走了的 否则他逃不掉 猴子愣了一会才说道 老林 这事我怎么搞不明白 为什么水鬼会救他走 难道他们是一伙的 我望向水库 目光变得深邃了起来 这个问题 别说猴子听得纳闷 我也有些费解了 这是充满了诡异 小翠的反应也很不寻常 我隐约看到了一股迷雾 方琴眼巴巴地望着我 想要知道是个什么结果 我一脸歉意道 方神 你女儿逃走了 我没有追上她 停顿了一会我继续道 准确地来讲 你女儿是被别的女鬼给救走的 方琴直接惊呆了 不敢置信地望着我 我轻语道 方神 我知道这事让你很难理解 你先不要慌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 你先去那边歇着 我来仔细琢磨一番 方琴去到了一旁 我和猴子聚在一起 低声商谈 我沉吟道 这个小翠今晚很诡异 他若是真的想要伸冤 他为什么要跑 这个问题很关键 我已经亮明了身份 要帮小翠伸冤 他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停下来 跟我诉说他的冤情 结果他逃跑了 而且在暗中还有水鬼帮助他逃跑 这就很匪夷所思了 猴子猜测道 会不会他压根就没有冤屈 他就是不小心落水淹死的 我摇头 把他的这个猜测给否定了 他若是没有冤屈 他不会在家里留下那么多的怨气 猴子挠着脑袋 很是纳闷道 既然他有冤屈 那他为什么还要跑 为什么还要拒绝你的帮助 我沉思了起来 过了一会沉声说 小翠的鬼魂很有可能被控制了 他做事由不得自己 如果他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傀儡 那自然不会听我的 暗中接应他的水鬼 应该就是他的同伙 不想他落在我手里 所以就走了他 这个分析 让我眼中一彩连连 我觉得这种分析很合理 接近事情的真相 琢磨了一会 猴子也赞同地点点头 老林 我认同你的想法 小翠现在就是别人的傀儡 他之所以还会到生前出世的地方来 那是他最后的眷恋 我拍掌道 没错 说得好 就是最后的眷恋 最后的一点神志 小翠都死了半年 为什么之前没有出现 过了半年之久才出现 他这半年来都去哪里了 如果说他被人炼制成了傀儡 那就一切说得通了 这半年时间 他都被困住了 暗中的人 在这半年时间里 在炼制 把他化为傀儡 直到现在才成功 他才可以出来 不是所有的修道之人 都有我这样的本事 我是掌握了独门秘法 才可以把恶鬼快速化为傀儡 别人没有掌握我这样的秘法 就只能用大量时间慢慢来耗 既然确定了小翠 被人炼制成了傀儡 那接下来 就得顺着这个思路 去推测和判断 可以确定 把小翠害死的人 跟把他的鬼魂 炼制成傀儡的 不是同一个 如果害死他的人 有这个本事 就不会把他 掳到这个嘎拉里害死 小翠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孩 他的圈子注定不可能接触到那种一人 根据经验 害死小翠的凶手 很有可能就是他身边的人 至于说 把小翠魂魄炼制成傀儡的那个人 有可能是无意中遇到了小翠的魂魄 认为他有价值 于是就收走了 至于说 那个人想要炼制傀儡干什么 这就不是我们现在该考虑的 我们首先的任务 是找到害死小翠的凶手 给小翠一个公道 把这件事做完了 再去考虑其他的 瞬间一个思路就在我脑海中形成了 不至于乱了手脚 猴子问道 老林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我说道 应小翠母亲的请求 给小翠讨一个公道 找到害死他的凶手 猴子挠了脑脑袋 觉得我说得太笼统了 又问道 那具体的该如何操作呢 我沉声道 有几种方法可以操作 第一 让凶手自己站出来 承认人是他害的 猴子摇头 这个不现实 让凶手自己站出来 承认的概率几乎为零 我继续道 第二 找到小翠 让小翠自己说出真相 猴子又摇头 小翠都逃跑了 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去哪里找 我又说 第三 找地府 让地府帮忙查一下 害死小翠的凶手是谁 猴子脸上露出喜色 感觉这个方法好像可行 我紧接着继续说 想要地府查这些事很困难 需要付出很大代价 而且很有可能 即便付出了很大代价 最后也什么查不到 猴子纳闷地问道 老林 为什么会这样 地府不是就是管这些事的吗 我语重心长地说 地府等级森严 想要请他们办事 没有相应的实力和财力 别人根本就不鸟你 地府掌管着整个冥界 亿亿万的英灵 他们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如果他们什么事都能管过来 阳间也不会发生那么多阴邪惨事了 猴子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挠着脑袋道 老林 你这说的三种方法都不行啊 还有没有第四种方法 有 我点头说 第四种方法 去掌管这一代的城隍 让他查一下小翠的情况 猴子眼睛一亮 大叫道 我怎么把城隍 给忘记了 老林 那我们赶紧去找城隍 我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说道 你也不要开心得太早了 现在的城隍 可没有以前那么敬严 去他那里 也有可能查不到 城隍不仅不是万能的 而且里面 还掺杂了很多水分 十件事能够查到五件事 就要烧高香了 见猴子那沮丧样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放心吧 我们一定可以 把这件事查清楚的 我心里已经有了策略 我们没有在这里浪费时间 让方秦回家等消息 我和猴子 则是快速赶向了 附近的城隍庙 管这片地的城隍 居住的地方很偏僻 都是山嘎拉地 开到后面车都没法开 只能不行 见到如此崎岖的山路 猴子说道 老林 我心里已经开始 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了 这城隍居住的这么嘎拉里 肯定受不拉几的 还有心情管事才怪 我打拒道 不要灰心嘛 说不定深山藏针线呢 喵 白林把脑袋伸了出来 叫了一声 对我这话表示鄙夷 猴子别过脸去 偷笑着 到了半夜里 我们终于找到了 那座城隍庙 那是一座 很是破烂的城隍庙 周围都长满了杂草 门前的路 几乎都被封了 显然是很久都没有人走动 香火几乎为零 我们走了进去 猴子使劲地敲门 敲了差不多有五分钟 一道极其不耐烦的声音 从城隍庙里传来 谁啊 大晚上的敲什么敲 还要不要人睡觉了 敲得这么接 你老母是不是死了 这话顿时就惹得 我们不喜欢听了 猴子撸起袖子 双目圆睁 奶奶的个熊 竟敢咒我老母死了 我非得狠狠地收拾你不可 城隍 开门 猴子喝道 提高了声音 充满了不爽 城隍也许是 察觉到猴子的不爽和不好惹 这才慢悠悠地来开门 当他把大门打开一条缝 猴子一声咆哮 一脚降门给踹开了 斧头直接向里面劈去 猴子如此大的动作 直接就把城隍给撞绑在地 当他看清楚是什么状况时 一把锋利的斧头 已经到他脑壳前来 城隍吓得大声尖叫 不 不要杀我啊 斧头在城隍前停了下来 猴子一脸不善地道 老鬼 你再敢胡言乱语 你信不信我把你的脑袋给劈了 这城隍是一个身材勾搂的老头 面黄肌瘦 就好像是营养不良一样 我看了这城隍一眼 顿时无语了 一看这家伙 就是一个混吃等死的货 这样的人哪里会干事实 城隍已经被吓到了 满头的冷汗 如同小鸡啄米道 我知道错了 请你不要伤害我 不管你们想要做什么 我都配合你们 猴子哼了一声 收起了斧头 城隍从地上爬了起来 小心翼翼地偷看着我们 猴子朝他说道 城隍瞪大眼睛看清楚了 这位是丁法师 见过丁法师 城隍献媚地朝我笑着 小声道 见过丁法师 不知法师有什么需要小老效劳的 只要小老能做到的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这城隍是最低等的九品城隍 他面对我 自然是不敢有丝毫的傲气和不爽 猴子塞了两张钱在城隍手中 说道 丁法师有话要问你 你必须如实回答 如果隐瞒或者胡说八道 我就要让你尝试一下 猴爷斧头的厉害 城隍急忙点头哈腰 请放心 我一定会如实回答法师的问题 法师 你有什么事请问吧 我一定全力配合您 这就是实力带来的好处 眼前这城隍 绝对不是一个和蔼的老人 如果换个普通人来找他 铁定连大门都进不去 我沉声道 半年前 小里村有一个叫小翠的女孩 离奇在水库里淹死了 现在小翠的魂又回来了 有人看到 她在淹死的水库里写作业 我今天来找你 让你查一查 这个小翠当初是怎么死的 她到底是被人害死的 还是意外落水致死的 听到我这话 城隍有些为难了 他小声说 法师 这事情都过去了半年 时间也太久了吧 我担心查不到 嗯 我不善的目光看了城隍一眼 城隍慌忙说道 法师不要生气 我这就查 我一定会努力地去查 紧接着 他又小声补充道 法师也是知道的 我们能力有限 我也不知道 这是到底能不能查得到 不过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来查 城隍开始寻找他的城隍册 找了好一会才找到 他的城隍册上 已经布满了灰尘 一看就是好久都没有动用过 他低着头仔细翻找 半个小时过去了 什么都没有找到 又过了半个小时 还是没有找到 猴子猛地拍着桌子 大声问道 怎么这么久还没有找到 你到底行不行啊 城隍哭丧着脸 小心翼翼道 我已经很努力地寻找了 但就是找不到啊 猴子见他那个样子 就很恼火 吓唬道 这件事对我们很重要 你要是找不到 那你这个城隍就不要做了 城隍真的快要哭了 含泪翻找 又过去了大半个小时 他欣喜叫道 法师 找到了 找到这个小翠了 我心中一喜 急忙问道 快说 小翠是怎么死的 城隍立马道 小翠是死于非命 谁把他害死了 我催促 城隍小心翼翼望着我 用着蚊子般的声音小声道 这个我也不知道 城隍册上没有写 你不是城隍吗 什么都不知道 那还要你有什么用 猴子怒了 吓得城隍一个哆嗦 很是恼怒 满怀西外来 最后得到的 却是这么一个结果 只知道小翠死于非命 却不知道是谁害了他 那这个信息有多大用 我接过城隍册看了一眼 上面果然记载的 只有小翠死于非命 确实没有显示 凶手是谁 留了一些钱财 我就拉着猴子 离开了城隍庙 猴子很是不爽 骂骂咧咧的 我笑着说 猴子 你不必这么激动 我说过 城隍知道的是 有个概率的问题 很不巧 我们问的是 他只知道一半 猴子咕弄道 老林 他都知道 小翠是死于非命 却是不知道 是谁害死了小翠 你说这多气人啊 他若是知道了 那我们这事不就解决了吗 我笑着说 好事多磨嘛 至少我们可以确定 小翠是被人害死的 我们之前的推断 都站住了脚 猴子终于平息了 心中的不爽 周梅说 老林 即便确定了 小翠是死于非命 但我们也不知道 是谁害死了他 那这趟城隍庙之行 好像没什么意义啊 我摇头 怎么就没有意义呢 之前 我们都是猜测 现在城隍不是证实了 我们心中的想法吗 猴子挠了脑脑袋 问道 那接下来该咋办 怎么去找那个凶手 我露出了一个 高深莫测的笑容 见到我露出如此神情 猴子脸上 顿时露出了笑容 黑笑道 老林 这件事 你是不是早有计划 快跟我说说呗 我卖了一个关子 问道 猴子 你说我是干嘛的 你 抓鬼的法师啊 我哈哈笑道 这不就对了 我是抓鬼的法师 我最擅长的 就是对付鬼 我们回去摆一个法坛 把小翠的魂招回来问问 看看 到底是谁害了他 猴子一愣 然后咧嘴笑了起来 他黑黑笑道 老林 既然你可以招小翠的魂 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招他的魂啊 这样我们还可以不用跑这么远 我瞪眼 没好气到 你以为我想跑啊 那小翠都被炼制成了傀儡 想要招魂 也是很蛋疼的 绝不会那么简单 我这是没办法才招魂 被炼制成了傀儡的鬼魂 肯定跟普通的鬼魂没法比较的 我想要招这样的魂 难度很大 对我是一个考验 说句真心话 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成功 如果不能成功 那就只能想其他的法子 猴子听完我的讲述 这才明白其中的道理 说道 老林 小翠不是已经成了恶鬼吗 他有没有可能已经替自己报仇了 我沉引道 这个可能性很小 如果他的仇已经报了 那他就不会留那么多怨气在家里 他确实成了恶鬼不错 但你不要忘了 他也成了别人的傀儡 傀儡是没有自己的思想 无法自己做主 不是他想报仇就报仇的 猴子 我们回到方秦家里天 已经快天亮了 这个时候 想要开谈做法招魂 已经来不及了 只有等天再黑了才可以 我们在车上瞇了一会 睡醒后 猴子就去购买我所需要的材料 方秦听说 我要招小翠的魂 顿时泪流满面 他请求我 让他跟女儿见一面 他实在是太想女儿了 对于他的这个请求 我没法拒绝 点头答应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安排 他们母女俩见一面 猴子 把需要用的材料 都准备齐全了 我跟他交代了一番 他在家里布置法谈 我则是去村里转悠 昨天我已经在村里人面前亮相了 所以大家伙都知道 我是干什么的 很快就有人前来 跟我搭讪 说着方秦的一些事 法师 这个方秦这里 真的是有些问题 村里人指了指自己脑袋 说道 我好奇地问 为什么这么说呢 法师 我跟你说啊 方秦的女儿淹死了 这对她的打击很大 她开始有意想症了 她女儿明显就是自己 跑去水库里玩水淹死的 哪里是 有人害她女儿 谁会那么无聊啊 我跟你说啊 那个水库可野着呢 淹死过很多小孩 而且当初有人看到她家小孩 跑到水库那边去玩的 跟她说了她也不相信 非得说是被人害死的 村里人说的有理有据 唾沫横飞 好像是亲眼看到 小翠自己跑到水边玩淹死的一样 我没有打断她 等她说完了 我问道 大婶 你有看到小翠跑到水库边玩吗 女人有些尴尬了 摇头 小声说不是她看到的 她是听别人说的 那你知道这个话是谁说的吗 知道是谁看到小翠去水库边玩吗 我又问 女人再次摇头 说不知道 只知道大家伙都是这么说 可能她感觉 牛逼吹得有些过头了 不好意思 赶紧溜走了 我又跟村里人聊了一会 着重讨论小翠淹死的事 村里人的说法都差不多 说是小翠自己玩水淹死的 当我问起为什么要这么说时 他们都是吞吞吐吐 说听别人说的 根本就没有人亲眼看到 小翠是自己跑到水库边的 瞧瞧 这她码的就是谣言 造谣的人说的可爽的 反正死的又不是她的女儿 她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我转了一圈就回来了 村里人的话可以说 没有任何价值 我回来的时候 猴子已经把法坛摆完了一半 她问道 老林 你打听到什么没有 我摇头 打听到的全都是一些垃圾信息 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 猴子 把法坛摆好了 我们就坐在屋里聊天 一直等到了天黑 时间已到 我开谈做法 我走到法坛前 从香炉中抓了一把香灰 灰手灰洒 法坛上的火焰砰的一下就造起来了 我挥舞着桃木剑 挑了一张黄符 念了一句咒语 黄符燃烧起了起来 我将桃木剑 点向了法坛上的那个指人 喝道 起 随着我的话语落下 那个指人瞬间就在法坛上树立而起 像是活过来了一样 指人是用普通的黄纸剪成的 在指人上写着小翠的生辰八字 我手持桃木剑围着法坛走了一圈 然后将桃木剑插在法坛上 手截法印 念着招魂咒语 荡荡游魂 何处生存 何边野处 坟墓山林 小翠 速速归来 急急如律令 小翠变成了傀儡 她的行动受到了限制 所以 这是一个很让我淡疼的招魂 我拿出了所有的法力 一遍又一遍地念着招魂咒 大概半炷香过后 呼 一股阴风吹了进来 法坛上的油灯快速闪烁 来了 来了 猴子站在我身边 紧盯着前方 心中大喊 呼 阴风一阵阵地吹进了屋里 法坛上的油灯被吹得泯灭起伏 忽明忽暗 气氛开始有些诡异了 我很淡定地站在法坛前 嘴中一遍又一遍地念着招魂法咒 现在还只是有点动静 小翠并没有真正进来 随着法坛上的油灯闪烁 猴子的心也随之慢慢紧张了起来 凭住呼吸 大口都不敢喘一下 唯恐惊扰了小翠 很快 我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因为阴风在不停地吹 但小翠始终没有进来 一炷香都快烧完了 小翠还是没有进来 这情况就很不对劲了 如果是正常情况 小翠应该已经进来了才对 猴子 招魂灵 我喝到 随着我话音落下 猴子急忙挥动着招魂灵 以此来加持招魂的力量 招魂灵配合着我做法 疯狂地召唤小翠 让我纳闷的是 依旧只有阴风 小翠的影子都没有看到一点 老林 这是什么情况 猴子低声问道 他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我眉头紧锁 紧盯着屋外的黑暗 没有说话 这情况很诡异 让我都有些看不明白 沉默了几个呼吸 我望着屋外的黑暗 沉声道 小翠 你已经回来了 对吗 你是不是身不由己 没办法进来 外面没有任何回应 只有呜呜的音风在吹动 我继续道 如果你没办法进来 那我们就隔空对话吧 我从袖子里抽出一根红绳 手截法印 快速在红绳上点了几下 一声轻喝 猛地将红绳丢进了屋外的黑暗中 在红绳的尽头 系着一根头发 那根头发 正是我在小翠房间里剪的那根 我将红绳 一头丢到门外的黑夜中 红绳的另一端系在了长箱上 将长箱插进了箱炉中 我心中大喝 阴阳路 现 我烧了一叠纸钱丢在地上 沉声道 小翠 现在你可以开口了 过了几秒钟后 我这根红绳被拉动了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碰触它 很快红绳就被拉得笔直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 钓鱼石鱼已经上钩了 望着被拉的笔直的红绳 我眼中露出了喜色 已经跟小翠建立起了沟通的桥梁 也可以称之为阴阳路 被拉的笔直的红绳颤抖了两下 紧接着一道稚嫩中透露着冰冷的声音传来 法师 我是小翠 我已经成为了傀儡 我进不来 听到小翠的声音 我终于长松了口气 我的做法成功了 我沉声道 小翠 你不要害怕 我会救你的 你听我说 我来问 你来回答即可 告诉我 是谁害死了你 你的鬼魂现在在哪里 是谁把你给炼制成傀儡的 外面一阵寂静 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心中一慌 小翠该不会是 已经离开了吧 小翠并非是真身前来 她的这种状况 十分不稳定 随时都有可能离去 外面漆黑一片 我看不到外面的情况 外面的情况不明 我也不敢贸然出去 害怕惊扰到了小翠 猴子捂着嘴巴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我紧盯着系在长箱上的红绳 红绳依旧被拉的笔直 阴阳路并没有散 足足等了三分钟 小翠的声音才再次响起 法师 我是被我们村的 离乌磊给害死的 离乌磊把我骗到了水库 然后把我给推进水库淹死了 说到这里 小翠就停了下来 黑暗中再次一片死寂 我大声道 好 我去找离乌磊 这个公道 我给你讨 你的鬼魂在哪里 是谁把你炼制成了傀儡 你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你的妈妈想要跟你说话 然而 无论我怎么呼喊 外面就是没有动静 几分钟过后 系在长箱上的红绳也软了 我建立起来的阴阳路散了 啪 法坛上那个竖起来的指人倒了下去 我长叹一声 小翠已经走了 我走到了外面 外面一个人影都没有看到 只是在门前的石板上 有一双脚印 那双脚印是水字形成的 脚印明显是小孩的 方神 我大喊了一声 听到我的呼喊 方琴迅速跑了出来 颤抖道 法师 我伸手指着石板上水字形成的脚印 方琴望着那双脚印 趴在石板上 哭成了泪人 小翠 我的女儿啊 只是看到一双脚印 方琴就确定 这是他女儿的 是他女儿来过的痕迹 我没有打扰方琴 来到了屋里 猴子纳闷地问道 老林 他这样就走了 我点头 他已经成了傀儡 只有一点零食 今晚受到我的召唤能过来 已经很不错了 猴子皱眉 可是他还没有说是谁 把他炼制成了傀儡啊 我们怎么找他 我无奈地摇摇头 一步步来吧 先给他把仇报了再说 小翠的状态有限 没能坚持到把真相告诉我 确实很遗憾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天不如人愿啊 小翠留下的那双水字脚印 干涸消散了 方琴哭得几乎要晕过去 我朝猴子拢拢嘴 猴子出去把方琴给拉了进来 扑通 方琴跪在了我面前 猛地向我磕头 嘴中颤抖道 法师 谢谢 谢谢你 哪怕他 只是看到了女儿的一双脚印 他心里就已经很满足了 对我充满了感激 我把他拉了起来 望着他犹豫着 最终我还是说道 方琴 刚才小翠已经告诉我 是谁害死了他 方琴咬着手掌哭泣着 这一回 他没有让自己哭出声音来 他在让自己坚强 过了一回 方琴猛地擦干眼泪 望着我沙哑着声音问道 法师 还请您告诉我 是谁害死了我女儿 我要给我女儿报仇 谁敢杀我女儿 我就要她的命 在这一刻 我在方琴的眼中 看到了杀鸡 她真的想杀人了 为母则刚 她为了自己的女儿 豁出去了 无所畏惧 我沉声道 方琴 你还有一个儿子 你要是有个万一 你儿子怎么办 方琴身体一颤 眼中的杀鸡快速消散 无助地跌坐在地上 我沉声道 方琴 你的任务是我接的 我自然会给小翠讨一个公道 这件事交给我就行了 相信我 我会替你女儿讨回公道的 方琴双手合十 给我磕头行了一个大礼 颤抖道 谢谢法师 我朝猴子使了个眼色 接下来 我们就要去给小翠讨公道了 现在已经到了半夜 村里人都进入了梦乡 我和猴子夹杂着漫天怒火 来到了村子后面一户人家前 猴子粗暴地上前敲门 大喝道 李吾磊 给我滚出来 过了有两分钟 李吾磊这才打着哈欠 把门打开 一脸抱怨道 你们是谁啊 大晚上的来敲门 你们还要不要人睡觉 有没有点功德心啊 听到这话 我冷笑一声 这个害人的东西 还有脸跟我说什么功德心 真是不要脸 猴子一脸怒气地望着李吾磊 上前一步 一把揪着李吾磊的衣领 怒吼道 老东西 你不知道我们来找你做什么吗 李吾磊是这小里村的一个单身汉 没有结过婚 也无儿无女 在村里属于被人容易忽视的那种 李吾磊被猴子猙獰的样子 吓得一跳 目光闪烁 大声道 你谁啊 你想干什么 把我松开 否则的话我就倒在你面前 说是你把我推倒的 听到李吾磊这赖皮的话 猴子眼睛里都快喷出火来了 拳头捏得咯吱作响 恨不得给李吾磊一拳头 猴子 我轻贺了一声 阻止了他 让他把人放开 李吾磊以为我们害怕了 大声叫了起来 我可告诉你们 你们要是敢动我 我就倒在地上赖上你们 让你们养我一辈子 我望着李吾磊冷笑了一声 这老头看起来老实巴交的 却是一只赖皮狗 可惜 他遇到的是我们 见到李吾磊这赖皮像 猴子恼火得很 如果不是我拦着 非得要狠狠揍他一顿 我冷眼望着大喊大叫的李吾磊 一脸讥讽 猫鬼 你确定你不起来 李吾磊似乎是察觉到了危险 开始在地上打滚 大声喊叫 来人啊 有人打人了 救命啊 杀人了 李吾磊声音很大 一句笔一句喊得夸张 搞得像谁拿着刀要砍他似的 我没有阻止他 既然他喜欢喊那就喊呗 我就是要他看看 最后到底谁才是小丑 现在正值深夜 李吾磊的喊声很响 很快就引起了左右隔壁的注意 已经有人出来围观了 李吾磊是个老油条 见到有人过来围观 顿时喊叫声更大了 嘴中说着一些胡说八道的话 猴子被李吾磊这样子 给气得跳脚 怒道 老林 你看这个老鬼 我都恨不得拍死他 我拍了拍猴子的肩膀 示意他稍安勿躁 等围观的人来得足够多的时候 李吾磊不再叫了 一脸挑衅地望着我 围观的人已经开始指指点点 有正义人士已经脑补了经过 对我和猴子进行指点 小哥 虽然你是法师 比一般人高贵 但也不能欺负一个可怜的老人啊 就是 你们把可怜的老人 欺负成这样了 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听到那些指责的话 猴子差点就炸了 这些人也太过分了吧 如果不是我一个劲地 用眼神制止他 他已经原地爆发了 我轻咳一声 顿时全场寂静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 我缓缓说道 大半夜的把大家伙吵醒了 想必大家伙一定很好奇 我们为什么大半夜的找李吾磊 既然大家伙都来了 那我就说给大家伙听听 让大家伙看清楚 李吾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李吾磊目光闪烁 他已经感觉到了不安 于是他使出了杀手锏 在地上翻滚 大喊大叫 故作痛苦地哭喊 打人了 这两个人打人了 救命啊 闭嘴 我怒吓 猛地提高了声音 李吾磊被我这么一声怒吓 吓得顿时不敢吭声了 老是躺在地上 我神色冷漠地扫了他一眼 真的以为我不敢动手吗 我沉声道 我叫丁玲 是一位法师 想必大家伙都知道 我来到李家村的目的 没错 我就是来寻找半年前 小翠死亡的真相 这时候旁边的吃瓜群众 有人开口了 小翠不是半年前去水库玩水 意外淹死的吗 我望向了那个吃瓜群众 问道 是你亲眼看到 小翠去水库玩水淹死的吗 那人的声音顿时小了 低着头小声道 我没有亲眼看到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我沉声道 既然你不知道 那就听我说 我知道小翠是怎么死的 我灵力的目光 扫过周围的人群 沉声道 小翠是死于非命 他是被人害死的 听到我这话 人群一阵骚动 纷纷低声议论 法师 到底是谁这么狠心 害死了小翠 有人问 我伸手指着 躺在地上的黎无蕾 立合道 就是这个畜生 黎无蕾 是他 把小翠骗到水库 然后把小翠 推进水里淹死的 黎无蕾顿时慌了 大声道 不是我 不是我干的 我没有害人 你们千万不要 听他胡说八道 他这是在污蔑我 村长听到动静也起来了 走过来向我皱眉问道 法师 你说黎无蕾害死了小翠 你有证据吗 我摇头 没有证据 村长眉头紧锁 脸上有着不悦之色 周围有人起哄 你都没有证据 你怎么能胡说八道的 冤枉一个好人呢 就是 按照你这么说 你说凶手是谁 那就是谁啊 黎无蕾脸上露出一个 得意而又胜利的笑容 大声地为自己喊冤 村长皱眉望着我 法师 这没有证据的话 可不能乱说啊 我淡淡道 我没有证据 但我可以让小翠回来 让小翠跟黎无蕾当面对质 听到我这话 村里人大声道 小翠已经死了 你怎么让他回来 难道 你想请回小翠的鬼魂 我点头 没错 我就是请回小翠的鬼魂 躺在地上的黎无蕾 顿时慌了 大声道 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他 他就是胡说八道 想要陷害我 千万不要听他的 我才不管黎无蕾如何叫唤 提高声音大喝道 小翠 出来吧 害你的凶手 就在这人群中 把他指认出来 告诉大家伙 他是怎么害你的 我这番话响亮至极 而且还蕴含着一股法咒之力 所有人都听清楚了 人群安静了下来 瞪大眼睛望着前方 猴子恶狠狠地瞪了黎无蕾一眼 心中咒骂道 赖皮狗 你就等着死吧 几秒钟后 呼 一股阴风骤然吹了过来 吹起了漫天的沉沙 这动静可把围观的人吓得一跳 皱起了脸皮 有些紧张不安地望着前方 心里已经开始打鼓了 呼 又是一股阴风吹来 温度更加的冰冷 气氛更加的诡异 不仅如此 在这股阴风吹起的时候 还有一股白雾升起 快速把这里给笼罩了起来 妈呀 这是鬼来了 有胆小的人惊呼了起来 不敢看了 急忙溜走了 呼呼 一阵哭泣声从黑夜中传来 哭泣声是一个女孩的 声音中充满了悲气和委屈 让人听着 有一种想要跟着落泪的感觉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 望着前方的黑暗 有老人颤声道 来了 真的来了 小翠回来了 妈呀 真的有鬼啊 李乌磊一脸惊恐 脸色惨白 蜷缩在地上 身体已经颤抖了起来 呜呜 我死得好惨 我死得惨啊 乌夜的哭泣声继续 在黑暗中出现了一道瘦小的身影 那身影正一步步向这里走来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望着前方 平住了呼吸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李乌磊下的身体像是筛糠一样 牙齿都在打颤 近了 那瘦小的身影更近了 看清楚了 那就是小翠 小翠身上还穿着死的时候的校服 她的衣服湿漉漉的 不停地有水珠滴落 小翠低着头 头发都是湿的 不停地滴水 她一边前进一边哭 她的的脚下都是一片水渍 呼呼 我死得惨啊 还我命来 还我命来 忧怨的哭泣声回荡在黑夜中 听在耳中特别地阴森吓人 猴子望着走过来的小翠 有些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妈呀 鬼呀 快跑啊 随着小翠不断靠近 有人承受不了那种恐怖气氛 大叫一声 带着满脸惊恐 撒腿就逃跑了 有第一个逃跑 就有第二个逃跑 眨眼间就跑了一大半 还有些人想要逃跑 但双腿在打颤 怎么也跑不动 不敢再看了 眼泪汪汪地大哭 见到这一幕 我只能是在心中说一声抱歉 我本来不想吓唬他们的 要怪就只能怪李无磊 李无磊都快吓死了 脸色如指 她也想起身逃跑 但身体一点力气都没有 只能是惊恐地缩在地上 小翠走了过来 缓缓抬起头 那是一张被水泡的发白 发胀的恐怖脸 她僵硬着身体 用着恐怖的脸 像还没有逃跑的人群看去 没有人敢看她 都闭着眼睛大叫 小翠 你不是我害死的 求求你不要找我 小翠 你的死沟我没有关系 你不要害我 此起彼伏的哭喊声响起 人群害怕到了极点 我上前几步 望着小翠沉声道 小翠 你可要看清楚了 到底是谁害死了你 你现在去把她找出来 找到害死你的凶手 小翠身体僵硬地移动着 最后伸手指着 蜷缩在地上发抖的 黎无蕾 激动地大声道 是她 就是她害死了我 半年前她把我骗到了水库 然后把我推进水中淹死了 是她 就是她 黎无蕾的精神 几乎吓得崩溃了 一股骚味飘散开 被吓尿了 此时见到小翠指向她 精神瞬间就崩溃 啪的一下就跪在地上 猛地向小翠磕头 一边磕头 一边哭喊 小翠 求你放我一马吧 我当初也是鬼迷心窍 才做出这样的事 我知道错了 这半年来 我一直都在家里给你烧高香 想要祈求你的饶术 听到这无耻的话 我想打人 把人给害死了 在家里烧高香 祈求饶术 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 小翠一声尖叫 湿漉漉的长发飘动了起来 一股猛烈的阴风吹动 小翠咆哮 黎乌雷 你当着大家的面 告诉大家 你是怎么害死我的 说 否则我捏死你 黎乌雷胆都吓破了 哪里敢不说 结结巴巴倒 半年前的中午 我在路上遇到了 正去上学的小翠 我骗他 说他妈妈掉水里去了 他信以为真 于是就跟我一起去倒水库 黎乌雷把他的作案经过 详细地说了一遍 听到他那丧心病狂的经过 周围这些人也顾不上害怕 大声怒吼起来 对黎乌雷进行指责 我望着黎乌雷呵斥道 黎乌雷 你害死了小翠 这件事 你可认 黎乌雷哭着说 我认 我认 人是我害死的 是我丧心病狂 把他推进水里淹死的 我走到小翠面前 沉声道 小翠 你就放心的去吧 你的公道 我会给你讨回来的 小翠哭着向我道谢 卷起一股阴风 转身离开了 小翠走了 阴风消散 那哭哭啼啼的声音也没有了 黑夜恢复了正常 猴子凑到我身边 低声问道 老林 不是说小翠成了傀儡吗 难道他又逃出来了 听到猴子这么问 我直接是哭笑不得 他还真的以为是小翠回来了 我朝他使了个眼色 猴子一愣 明白了 来的自然不是小翠的鬼魂 而是我让金仙装扮的 在场的都是一些普通人 自然看不出来端倪 我对村长沉声道 村长 现在事情已经清楚了 小翠正是黎武蕾害死的 村长义愤填膺道 这个该死的黎武蕾 平时看起来老实巴交的 想不到竟然是这么坏的人 法师请放心 我现在就报警 让警察枪毙他 很快警察就来了 带走了黎武蕾 村长向我千恩万谢 法师 真的是谢谢您 如果不是您 我们都被黎武蕾都蒙在了鼓里 黎武蕾这个坏人 如果不抓住他 他害第一个 就会害第二个 在村长的感激声中 我和猴子 回到了方秦家里 方秦也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对我们又是一番千恩万谢 猴子说道 老林 小翠的公道已经讨回来了 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去寻找小翠的鬼魂 到底被困在了哪里 我点头 接下来的事 就是找到小翠的鬼魂 按理说 我们替小翠讨回了公道 就已经完成了方秦的任务 能不能把小翠的鬼魂救出来 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 但 我们是修道之人 修的 就是一口浩然正气 这件事 既然被我遇到了 那就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 小翠这件事 要一查到底 看看到底是谁把他的鬼魂 炼制成了傀儡 猴子咒没到 那接下来 该往哪个方向去查 小翠没有给我们 留下任何线索呀 猴子说的 这倒是一个问题 想要查到那个炼制傀儡的幕后之人 的确没有线索 我的思绪快速转动着 把最近的事 在脑海中过滤了一遍 很快我就想到了 昨晚在水库中 救走小翠的那个水鬼 我感觉应该要从这里下手 我沉引道 猴子 我们再去那个水库看看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 我和猴子 再一次来到了水库 天还没有亮 望着眼前那硕大的水库 猴子有些不知所措 老林 你的意思是说 在这水库里找线索 这水库也太大了吧 这该怎么找 我笑道 你拿着八卦镜在岸边照 我下到水里去看看 看 猴子担心我有危险 急忙说 老林 我跟你一起下去吧 我笑道 你的水性没有我好 你跟我一起下去 会成为我的累赘 你就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你在岸上给我打辅助就行 我把背包解开 摸了摸白林的脑袋 笑着说 白林 你在岸上等着我 我下去看看 喵 白林朝我挥了挥爪子 让我赶紧去 不要打扰她睡觉 我张开双臂 跃入了水中 我快速沉入了水底 一种回到母亲怀抱的感觉 再一次来了 我像鱼儿一样 快速在水中游动 享受着这份美好的感觉 这水库虽然不小 但以我的速度 用不了半个小时 就可以搜寻完 半炷香过后 我搜索到了水库的中心位置 咦 我本来从最中心的位置游了过去 突然我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 又折了回来 我紧盯着水底 头灯把水底照射的一片光亮 我眉头皱起 隐约间我感觉这水底 好像有些不对劲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心中自愈 真的很纳闷 在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望着水底 我目光微闪 拔出了背后的小模茧 狠狠地向泥土中刺去 我所刺的地方 正是让我感觉不对劲的地方 在我的小模茧刺下去的刹那 小模茧上金光刺目 把水底都染成了金色 哄 小模茧刺进了泥土中 水底的淤泥都被卷了起来 就在我纳闷 什么情况都没有的时候 突然 一遍发声了 哄 水底发出了一声轰鸣 一股强大的气势从水底冲起 冲起来的那股气势 还卷起了一道水浪 水面直接爆开 水柱冲起有两米高 这突然的动静 在黑暗中很是刺目 猴子本来正拿着八卦镜向水里照 见到这突然的动静 顿时眼睛都瞪圆了 本能地让他感受到了危险 大猴道 老林 我来了 说着 他毫不犹豫跳入了水中 快速向我这里游来 在那股气势爆发前的刹那 我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已经避开了 浮到了水面上 见猴子不顾三七二十一的 就跳了下来 我大喝道 猴子 回去 这里我可以搞定 这水中可不比岸上 猴子的战力 必定会大大的折扣 此时猴子有些固执 继续往前游 回去 我提高声音喝道 猴子嘴巴张了张 咬咬牙 无奈地退回了岸上 白灵听到动静 已经从背包里钻了出来 眺望着水中 尾巴摇晃着 他那紫金 双铜绽放着光芒 十分显眼 老林 水中是什么情况 猴子大喊 我朝他做了一个手势 示意他不用担心 我握着翔摩剪 沉入了水底 查探了起来 我也很纳闷 不知道那抱起来的是什么鬼 在这时候我看清楚了 在我刚才定了一检的地方 冲出来了一道人影 那是一个中年人 留着一缕山羊糊 眼神很阴奕 山羊糊脸上有着愤怒 一脸仇恨地望着我 望着这个山羊糊 我愣住了 这压的是个活人 他不是鬼 我盯着山羊糊愣了两秒 心中大叫道 我擦 他之前居然一直都是藏在淤泥中 这人之前一直藏在水底淤泥中 这事诡异啊 藏在水底淤泥中 都不带唤气的 这本是太牛了 妥妥的一人 山羊糊一脸愤怒地盯着我 毫不客气地向我出手 他手中握着一柄钢叉 狠狠地向我刺来 在他的钢叉上 有蓝色幽光闪烁 见到这一幕 我冷笑 用赋语说道 我当是什么人 原来是水博呀 水博是风水悬门中的一种艺人 他们是玩水的高手 这就是这个山羊糊 为什么之前可以待在淤泥中 不出来的原因 这是我出山来第一次跟水博交手 心中充满了期待 见到他的钢叉次来 我毫不犹豫地挥动降魔剑迎了上去 这个水博身上 散发出来的气息并不是很强 比我要弱一点 面对他的攻击 我无需闪避 大昂 我的降魔剑轰在了他的钢叉上 发出一声闷响 有水浪冲起 在降魔剑轰在他钢叉上的刹那 一股阴冷的力量 快速向我降魔剑上冲来 向我蔓延进我的身体里 我随意挥剑 降魔剑上金光绽放 很轻松 就把那股力量给打散了 这一击交手虽然我们都没有出权力 但也可以看到一些情况 山羊虎眼中有着凝重 用负语问道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坏我的好事 我问道 你又是什么人 藏在这水底干什么 山羊虎眼神变得凶狠了起来 吼道 死 他再次向我杀来 钢叉上蕴含着滔滔杀意 水博就是玩水的高手 这些水对他不仅没有任何阻力 反而还会成为他所用 这家伙在水中溜得很 闪转腾挪 没有丝毫的阻塞 好在我的水性也不错 否则肯定要吃亏 我们在水底大战 随着我们的轰击 一股股水浪冲了起来 猴子大叫 卧槽 马德 居然敢到我家老林 跟他拼了 猴子大吼着 害怕我吃亏 握着斧头 就想冲进水里帮忙 喵 白铃叫了一声 飞跃而起 跳到了猴子肩膀上 爪子在他脸上拍了一下 猴子一愣 不解地问 公主 你的意思 是让我在上面等着 可是老林在 不行 我得过去帮忙 喵 白铃叫了一声 探出小爪子 先指了指自己 然后又指了指水面 不等猴子说话 他纵身一跃 化为一道白光 冲入了水中 接下来的一幕 看得猴子瞪眼了 白铃的水性更加变态 他好像汇水上飘的功夫 直接在水面上 踩着向前冲 那水好像无法将它淹没 猴子受打击了 我的妈 原来我的水性是最差的 我连一只猫都比不上 眨眼间的功夫 我就跟这个山羊 胡斗了快五十招了 我可以确定 这个山羊胡不是我的对手 在这五十招里 我并没有出全力 难得遇到了一个水波 我想看看他的招式 五十招过后 我已经把他的招式给摸清楚了 的确是不简单 山羊胡心中充满了震惊 怒声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也是水波 为什么我的水系法术 对你没用 听到山羊胡的话 我心中微动 冷笑道 你爷爷是什么人 就不是你能知道的 告诉我 你藏在这里做什么 否则 灭了你 这事弄得我也有些纳闷 我是来寻找 关于小翠的消息 结果在这水底 捅出了一个水波 这个水波 居然藏在这个水底 山羊胡很傲气 冷笑 小子 不要以为你有点本事 就可以在我面前放肆 我还没有完全 施展出我的本事 杀你很容易 我撇撇嘴 吹牛的话 谁不会说 这时候 我看到白灵 正踩水过来了 见到他那潇洒的身姿 我心中也是一阵汗烟 他可是一只猫啊 不是鸭子 怎么水性这么好 白灵 无声无息地冲了过来 他抬起前掌 朝我做了一个虚声的动作 然后无声无息地 向山羊胡游去 我心中想笑 但我被憋住了 白灵正是准备放大招了 我伸手指着眼前的山羊胡 朝他竖起了中指 见到我这个鄙视的动作 山羊胡怒了 咆哮道 该死的黄口小儿 你竟敢看不起我 好 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我真正的本事 随着山羊胡的话音落下 他猛地挥动钢叉 在他的钢叉上 有蓝色幽光闪烁 随着他的钢叉挥动 水底也有漩涡卷动 他要准备放大招了 山羊胡没有注意到 他正在酝酿大招的时候 一只像鱼儿一样的白猫 游到了他的背后 在这个时候 白灵还用爪子捂着眼睛 朝我做了一个鬼脸 净显俏皮 山羊胡的热身运动完成了 准备发大招 怒吼道 小子 受死吧 就在他抬起钢叉 准备向我杀来 一只弱小的猫爪挥动了 直指他的后心 扑 那弱小的猫爪 瞬间穿破了山羊胡的防御 进入到了他的血肉中 有血液流出来 哦 山羊胡张嘴发出惨叫 瞬间破功了 大量的水灌入了他嘴中 呛得他要死 对于白灵的这一记偷袭 我也是哭笑不得 想不到这小家伙 还有这样的本事 山羊胡艰难地回头 向白灵看去 白灵得意地 向他挥动小爪子 很是傲娇 baby 竟然让一只猫来偷袭 山羊胡怒吼 喵 白灵认为他受到了侵犯 化为一道白光 扑向了山羊胡 猫爪挥动 寒光闪烁 直接对山羊胡来了一个疯狂乱抓 山羊胡惨了 他那张本来就丑陋的脸 此刻直接是皮开肉绽 多了很多道猫爪印 喵 白灵得意地叫了一声 游到了我身边 站在我肩膀上 望着山羊胡那凄惨的样子 我遗憾道 老兄 你受苦了 白灵已经破了山羊胡的战斗力 我抓着他的头发 把他提到了岸上 猴子望着提起来山羊胡 大吼一声 就要挥斧头去劈 我急忙喊道 猴子 先不要着急 他死了 我们就没办法打探消息了 猴子收了斧头 纳闷地望着山羊胡 问道 老灵 这家伙之前一直都藏在水底吗 我点头 他之前一直都藏在淤泥 猴子震惊了 这家伙居然可以藏在淤泥 紧接着他大叫了起来 我明白了 老灵 那天你不是说有水鬼就走了小翠吗 是不是就是这水鬼干的 猴子的话让我心中微动 笑着说 他可不是水鬼 而是一个水博 至于那天的事 到底是不是他干的 还需要问他 水博 他就是水博 猴子震惊了 他之前有听我说过水博的事 好奇地围着山羊胡转了一圈 嘖嘖道 这水博有鼻子有眼 看起来跟我们没有什么区别啊 我无奈道 水博也是人 只不过是修炼的特殊功法而已 山羊胡躺在地上 眼神虽然阴异 但眼底深处已经有着惊恐 他惊骇地发现 他的法力居然没有了 他现在就跟一个普通人 没有什么区别 见我们像看猴子一样望着他 让他心中恼怒至极 低吼道 我劝你们乖乖地把我给放了 否则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猴子不爽了 卢起袖子骂道 好你个水博 你现在可是我们的俘虏 竟敢还如此大言不惭地 跟我们说这样的话 你真的以为我们不敢杀你吗 即便你是水博又如何 我这一斧头下去 你一定得上西天 我也给了山羊胡一个不善的眼神 都到了这个地步 还想威胁我们 真的是活腻了 我低头冷漠地望着他 淡淡道 我们不是吓唬大的 不要在我面前说这些狠话 没用的 如果你足够的聪明 那就乖乖地配合我 否则 我不介意让你的痛苦再加重一些 山羊胡的眼神变了 成了果断和怨恨 望着我一句话也不说 见到他的眼神我懂了 这是不准备说 想要跟我杠到底 我淡淡道 猴子 给点颜色他瞧瞧吧 手段尽量狠一点 否则他会笑话 我们不是男人 猴子懂了我的意思 宁笑了起来 踢着山羊胡去到了一边 我将白灵抱在怀中 摸着他的脑袋 笑眯眯道 白灵 你刚才是不是害怕我吃亏 嘿 你这偷袭之树牛啊 这样给敌人来一下 神仙也得趴下吧 喵 白灵得意地挥舞着爪子 很是傲娇 他刚才那一爪子 不仅伤了山羊胡 更是把他的法力都给破了 很强悍 山羊胡的惨叫 在这黎明的早晨里响起 还没有半炷香时间 山羊胡就妥协了 猴子把山羊胡丢在我面前 我冷漠地望着他 立合道 说 否则 灭了你 山羊胡很是不甘心地望着我 咆哮道 我已经栽了 你告诉我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默然道 你没有资格问我是谁 现在是你老实回答我的问题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山羊胡再次看了我一眼 这才低下了头 闭上了眼睛 我叫赵茂 是一位水博 我到这里 侍奉主人的命令 前来收取魁水精气 收取魁水精气 我脸上露出了惊讶 天地万物皆可分五行 这魁水精气 就是水中特殊的精气 属性为水 水博可以利用魁水精气来练功 这是一门高深的本事 一般的水博 没有那个本事 我妈曾经跟我讲过 能够利用魁水精气来修炼的 至少得是十段黄洁法师才可以 十段黄洁法师 我心中低语 十段黄洁法师 就只是比我高一个段位 我有信心将其打败 更何况 我身边还有鬼仆相助 我审视着赵茂 问道 你不过是刚入九段黄洁法师 你可以收取水中的魁水精气 赵茂缓缓说道 我自然是不能收取魁水精气 但是我的主人给了我一件法器 我可以借助那件法器 来收取魁水精气 魁水精气是 收取给主人用的 我修为低 没办法用那东西 法器在哪里 我问 法器在那水底藏着 我再次下水了 在赵茂所说的地方 找到了那件法器 那是一件造型怪异的香炉 此时在香炉里面 有一团淡淡的蓝色雾气 那蓝色雾气 就是魁水精气 只是它还很稀薄而已 有这个香炉 倒是可以证明 赵茂说的话不假 你的主人是谁 现在在哪里 他是什么境界 我继续问 我主人也是一位水博 叫许玲 他的老巢 在三十里地外的土坝水库中 说到这里 赵茂停了下来 脸上露出了犹豫和挣扎之色 我神色不善地盯着赵茂 如果他不继续说下去 我会继续点颜色他看看 犹豫了几秒钟 赵茂才继续道 许玲现在是十段巅峰黄街法师 他很快就要进入到玄街法师 我目光微闪 十段巅峰黄街法师 境界虽然比我高不少 但我还是有信心将其击败 昨天晚上 是你就走了那个小孩的鬼魂 我问 赵茂点头 他说 他昨晚上就在这里收取魁水精气 刚好把小翠带来了 小翠回忆起生前的一些事 所以就跑到那水里去写作业 结果被我发现了 他不想让小翠落在我手中 就在关键时刻 出手就走了他 听到赵茂的讲述 我心中有些恼火 昨晚是我大意了 居然没有察觉到 躲在水底的赵茂 我冷眼望着赵茂 赵问道 这个许玲 是不是抓了很多鬼魂炼制傀儡 赵茂如实交代 说这个许玲不仅是水泊 而且还修炼邪术 是个邪道妖人 那些鬼魂 正是他抓回去修炼邪术的 小翠正是其中的一个 在许玲手中 大概还有几十个鬼魂傀儡 我榨干了赵茂身上所有的价值 把用得着的信息 全都榨干了 根据赵茂的供述 这个许玲 所以就心甘情愿成为他的手下 帮他做恶事 这几年时间 赵茂帮许玲做了不少恶事 手上沾染了不少无辜人的鲜血 我冷漠地望着赵茂 呵斥道 在阳间如此祸害苍生 留着你 还有什么用 我没有客气 果断出手 灭了赵茂的魂魄 猴子说道 老林 我们接下来是去那个水泊许玲吗 我把玩着手中的香炉 沉印道 这个香炉很不凡 不是一般的势力可以拥有的 这个许玲的背景不简单 赵茂只知道 许玲有不小的身份背景 至于到底是什么身份背景 他也不清楚 猴子望着我手中香炉 眉头紧锁 我把香炉丢给了他 笑着说 管它是什么身份背景 既然被我们遇到了 那自然是要横推过去 猴子 收拾一下 我们去会议会这个许玲 许玲的身份背景虽然不凡 但这吓唬不到我 我若是这么容易被吓唬到 那我就不是丁玲 我和猴子赶往了三十里外的土巴水库 路上猴子不解地问 老林 是不是什么水里面都有癸水精气 如果只要是水都有癸水精气 那赵茂为什么要跑到这里 来收取癸水精气啊 我笑着解释 理论上来讲 只要是水就应该富含有癸水精气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但是 有的地方富含的癸水精气弱 有的地方富含的强 这个道理就跟风水一样 有的地方风水好 有的坏 猴子恍然大悟地点头 明白了 我悠悠道 风水好的地方都有主人 癸水精气强的地方也有主人 那些强大的人和势力 把资源都霸占了 他们将会越来越强 而弱的人缺少资源 将会越来越弱 猴子感慨道 我明白了 风水悬门也是一个很复杂的江湖 想要爬到更高的地方 不容易啊 我笑着拍着他的肩膀 我们不是水博 用不着去收取癸水精气练功 这样的事 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大概一个小时后 我们来到了土坝水库 土坝水库 有李家村 那个水库几个那么大 来到这里就可以感觉到 这里要比那个水库灵袖很多 风水要好很多 猴子望着那硕大的水库 问道 老林 你说那个许灵 现在就躲在水底吗 我望着宽广的水面 淡淡道 水博也是人 他们只是比普通人擅长空水而已 不可能一直待在水下 这里只是许灵的修行之地 现在朝阳东升 癸水精气没有那么活跃 他应该待在家里 许灵的巢穴 赵茂都交代了 我带着猴子 去到水库不远处的一栋别墅 这栋别墅 正是许灵的巢穴之一 别墅外有人守候 许灵很有可能 现在就在别墅里 我朝猴子使了个眼色 我们快速向别墅靠近 我们快速向别墅靠近